林天宇最看不起的就是红颜,一个女人那么大的野心,闹得上股乌烟瘴气,千百年来都找不出这样一个女人。 我很好,就不找你惦记。 我杀了你。 红颜被林天宇彻底激怒,要动手。 你动手试试看。 星天老君一听要动手,眼睛一瞪道,你敢动我徒弟一根手指头试试。 我星天老君要是扑顾一切起来,你们还真不见得顶得住。 星天老君一句话说了出来,震住了红颜等人,狗急跳墙更别说人了。 星天老君,你不用这么威胁。 宁阳强行使自己冷静,道,你真有本事就不顾一切了,我不信你师父会准你乱来。 是吗? 星天老君文言,丝毫不怕,走到宁阳跟前,距离一步远,极为静气道。 你动手伤我徒儿试试,看我敢不敢。 星天老君瞪着眼看着他,瞳孔内都是杀气,二人针锋相对。 可以说,无论伤林天宇还是西兰等人都不行,星天老君是一个极为护独子的人,没有之一。 林天宇是被给予厚望的徒儿,要是出事情,星天老君还真敢不顾一切来。 宁阳被星天老君的话认出,规则是有规则,他们这等强者是不能够来上谷的,就是来也只能暗中来。 如今这条规则已经变了,芒山一战后就变了,规则明存实亡。 一切罢手。 双方谁也不让谁时,医生带着神秘力量的声音渐深,瞬间还在交手的人缘,全部被定格。 随着身体漂浮起来,各自站在一边。 此生出现,就是星天老君等人都被控制住。 这声音,不是星天老君师父的声音,也不是红颜背后势力的声音,而是从未现身过的声音。 别破坏了游戏规则,否则你们都得死,立刻回自己的位置。 那声音再次现身,带着警告。 天宇,先撤回事里。 星天老君面色极为沉重,吩咐徒儿道。 林天宇极为聪明,也知道这声音不简单,挥手失忆了一下,所有人全部撤了回来。 阿兰落在了林天宇身旁,没有看过红颜一眼,这种母亲不要也罢。 红颜想说话,也说不出来。 以江河为界,上古一分为二,敢逾越,定不饶。 那声音再次出现,咔嚓。 上古虚空裂开,一条巨大的河流线深,瞬间横跨整个上古,一分为二。 上层见面,也同样一分为二,都市没有。 宁阳红颜等人看到,心中松了一口气,幸好出面了, 不然的话,他们辛苦安排在上古的势力,就真的没有了。 幸天,有本事你反抗啊。 宁阳见自己这一方势力保存了下来,毫无顾忌了道。 在游戏规则之下,你我都跑不了,你我都是棋子,包括你徒儿,也是。 任何规则我们都可以破了,不遵守。 唯独这一规则,你不敢。 宁阳十分笑张,眼神内带着无尽的怒火,那是报复的怒火。 林天玉看着宁阳,想着刚才突然出现的声音,心里生起来一股不好的预感。 刚才的声音,透露了很多信息啊。 红颜等真是他知道的,迄今为止最大的敌人。 卷术的漩涡已经够大了,那话当中带着游戏规则四个字。 难不成,这是一场强者之间的博弈交手? 林天玉心里怀疑起来。 还有刚才宁阳的话,提到了棋子二字。 不会真是一传博弈吧? 一传大神武之间没意思玩出来的博弈吧? 林天玉越想越觉得是,刚才的话,透露出来三三两两的信息,无一不在正名。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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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 宁阳得意地笑了出来,带着人卷路返回。 星天老君看着宁阳等身离去,不自觉地握住了拳头。 看着那一条江河,深呼吸一声。 好好修炼。 星天老君盯住了林天玉一声,便带着人离去。 整个上古只有林天玉和天王天圣地等人。 林天玉,有本事来杀我呀? 天外天圣主现在极为有种,站在江河令一头,挑衅着林天玉,看上去极为欠打。 祸不疯,也活了下来。 天外天损失不小,至少可以说是元气大伤。 天外天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恢复过来的,至少天外天会安静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一定的。 这一次,要不是那道神秘之声现身,天外天灭定了。 林天玉极度不甘心,却没有办法。 也许,这就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好长时间,一直修炼到现在,还是跳不出别人的受伤心。 他师父星天老君在声音出现后不敢吭一声,只能让他撤回,可见是很忌惮的。 这道声音一定是一个极为厉害,或者说是极为摸不着的一个人,亦或者是一个巨大的势力漩涡。 面对天外天圣主的嚣张挑衅,林天玉直接无视,跟一个手下败将没有什么好说的,连绝死一战的勇气都没有,基本废了。 林天玉啊,不用装那么高冷,你又本事来杀我呀。 天外天圣主继续挑衅着林天玉道,他知道不敢动手,打不过也要损伤占便宜啊。 哼,回去好好地丢人去吧。 安兰看不下去了,一句话对了回去,道,一个手下败将,有什么好嘚瑟的。 你修炼多少年了,才上古巅峰,你也好意思出来险呗,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安兰的嘴是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面对这种自杀的人,他是毫不留情的,多么难听的话都说得出来,况且说的也是事实。 他们突破一层需要很长时间的,运气好的话,可以短时间内突破,除非天赋卓绝,否则不可能。 天外天圣主顿时嚣张的气焰被一盆水浇灭,根本反驳不上来,句句被打脸。 林天宇但是大军撤了回去,一分为二,天外天圣主自然不敢逾绝,给他十个胆子也不敢。 剩下的事情,他会告诉他的父母,建立圣地,重新平衡起来。 上古暂时是掌控不了,星天老君交给他的任务,完全是极为难,估计就是他本人也想不到会发展成这样。 林天宇命令鬼族雷族返回各自的地方,所有人全部撤回。 他交代了交代,自己则一个人离开了紫人山,去了玄机道长那里,看看发展得怎么样了。 想着,林天宇肯定服饰发展了。 来到道观内,玄机道长亲自迎接的林天宇坐在了一起聊着,也算是老朋友叙叙旧。 呵呵,你说了不少弟子啊。 林天宇笑道,整个道观内早已热闹起来。 还好,玄机道长心平气和地回了一句, 这一切都是林家扶持的,不然的话就得衰落了。 二人聊了数个角时,林天宇才告辞离开。 死人山没有回去,去了都市,刚结束一场战争,调整调整,该闭关了。 虚实基石层,再突破就是五项基石层,最后就是天地基石层两个大层次。 他现在一点都不激动,要是之前的话,还能高兴高兴,现在没有那个心了。 一场游戏规则,那些强者玩得开心,丝毫不会顾忌下方神的死活。 他们不顾忌,林天宇可不会不顾忌啊。 他得带着家人跳出去再说,都被当成了棋子,这还了得。 生命得掌控在自己手中。 万一人家看你不顺眼怎么办? 直接出手灭了。 这样的结果就太憋屈了。 林天宇可不想这样的陨落,他必须跳出来,跳出来就得有实力。 就算此次闭关踏入了天地基,也不过距离跳出上古劲了罢了。 他消化传承后,知道的很多事情不能说太清晰,只能说是大概。 这段时间也该开始消化消化,他石属月牙圣神的传承了,必须扩大见识。 喂? 刚到都市的别墅内,他出来带走的手机响起。 你还知道接电话呀? 一声令林天宇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声音出现,正是他兄弟夏琳琅的姐姐夏清衣,美女老板。 现在应该是有钱的美女老板。 你这可是失踪不断呀。 我找过你嫂子,说你外出了。 你这外出几年呐。 夏清衣现在十分生气,太过分了。 手机要么是不在服务区,要么就是关机。 夏清衣的不爽,林天宇瞬间感觉恍如隔世,她现在多大了,都快忘记了。 这期间,有人去世,有人诞生,生生死死,天地轮回。 夏琳琅也不在了,更是感觉恍如隔世。 南风,东方炎,陈琼都门事,柳浩然也门事,还有两个爷爷落了。 要是都活着,可以拉到一起,好好地聚聚。 找我有事将。 林天宇坐在客厅问道。 当然。 夏清衣回道。 我想见你,算不算呀? 我们真不合适。 林天宇没有墨迹,直接快刀斩乱麻,道。 你也不晓了,再这么下去,只会耽误了你。 耽误就耽误呗,反正我吃了延长寿命丹,可以活百年多呢。 不对,是可以活三百年,我还吃了助延丹,反正青春不老,追着你不放手。 夏清衣无所谓,这是南风给的她,刚开始是不信。 最后吃了后,不用高档刺的化妆品,面膜保养,确实青春不老,如今还是二十多岁的模样。 别人都送她不老女神的称呼。 林天宇闻言,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也没有意外。 她兄弟的家族都升任仅是一流家族了,接触的势力更是大。 得到延长寿命的丹角,那是很正常的。 她本身就是一个炼丹师,还没有到炼制天丹那种等级,也可以炼制出来寿命丹。 她嫂子苏若曦服用过天山雪莲,寿命更是长。 林天宇根本不知道怎么拒绝,只能选择同意,况且林郎也不在了。 夏清衣说了说见面地点,这还只是夏清衣。 恐怕唐诗瑶,沈梦溪,华妃妃已经知道了林天宇回到了都市。 况且三女孩结盟过,甚至公开和段言然抢夺,这才是可怕的。 三女孩都是家族之人,多少都会修炼一些,寿命更是长。 夏清衣略为处于劣势,但也有优势。 那就是夏琳琅,有夏琳琅,林天宇就得照顾好她。 闭关之前,林天宇很难安生。 死人山所在地,他们已经知道瞒不住的。 沈家和林家的关系,画家和林家的关系, 唐诗瑶和林天宇还有过一场误会, 更是战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林天宇简单的收拾了收拾,换上了一身休闲服。 林天宇看了看别墅外厅的车,一共四辆车。 法拉利,最新款的宝马,还有一辆马沙拉蒂,还有一辆奥迪。 林天宇没有犹豫,直接选择了奥迪,还是奥迪看着更舒服。 法拉利虽然是好车,马沙拉蒂也是好车,看着太显眼了。 这要是看车在路上,没人敢靠近,蹭到了都赔不起啊。 林天宇看着车,不紧不慢地赶往了地点,完全可以飞过去。 可既然来到了都市,又不是吉市,没有必要的。 喂? 快到时间了,林天宇的手机响起,夏轻衣打来的。 不去那里了,先逛商场,再去大牌上吃饭。 夏轻衣整理着身上的衣服,临时改变了确定地点道。 林天宇很是意外,也没有什么意见,问了问哪个商场,掉头赶了过去。 夏轻衣挂了手机,正在了床上,对着房间内的三个人,做了OK的手势,一脸得逞的笑容。 三人不是别人,正是唐诗瑶,沈梦希,华妃妃三女。 可能林天宇还不知道,现在不是三女结盟,而是四女结盟。 本身夏轻衣不可能和他们多熟悉,主要还是南风东方炎。 觉得林郎不在了,就多介绍一些关系给他,让他的生意更是红红火火。 一来二去,熟悉得很。 尤其还知道,夏轻衣写在追林天宇都是一个目标,共同话题那更是多,干脆四女结盟。 而且,结盟都有一两年了。 林天宇这瞎子有的瘦了,不说别的,就说夏轻衣,救过林天宇瘦的。 她和所有的女孩都不一样,本来是放弃的,结果寿命数无此长,追上了百年也没有什么呀。 四个女人一台戏现在是,宋燕吾已经没有希望了,她根本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东西,亦或者说是地位之类的,和四女相比。 就算是黄婷婷认识苏若曦,也不保险。 夏琳琅是林天宇的兄弟,这是直戏关系,黄婷婷和苏若曦,宋燕吾得拖关系到她姐,再拖关系到苏若曦,最后是林天宇。 这关系赚了好几个完了,单凭这个就可以淘汰了她。 也就半个小时,林天宇来到了商场门口,这不是奔马房地产产业下的。 林天宇看了看时间,站在商场门口等着夏青衣。 回到都市的消息,赵祥德,吕州等都得知了,和中天没有什么意外的,毕竟他们见面次数多,一等就是二十分钟。 很快,商场门口停下一辆宝马车,车门打开。 夏青衣,沈梦溪,华菲菲,唐诗瑶,四女走了下来。 林天宇看到极为意外,没有想到,夏青衣不该认识三女的,就算认识也不可能熟悉。 况且,他们怎么在一起的? 林天宇的头顶上,出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看着四女的打扮,各有千秋,妩媚,青春,可爱,靓丽。 四种类型现身商场门口,瞬间吸引出路上的所有人,恐怕明星也不过如此吧。 不,明星也比不少。 四女的身高,就可以在同类当中占据一定优势,再加上眉貌,完全可以碾压。 恐怕能够相提并论的,也就断妍然和安兰了。 女人不打扮还好,一旦打扮,完全换了个头。 尤其本来就是美女的人,略失粉带,气质增加了不止一倍啊。 我们四个美女陪你逛商场,不愧吧。 夏静怡无嘴笑道,那笑可以说是不识人间煎火。 寿命单,包括助言单,都带有一定排除体内杂质的功效,体内少了杂质,自然美貌气质更是没得说。 林天宇根本说不了什么呀,都知道她来了都市了,又怎么拒绝呀? 她知道和美女逛商场,是对不起燕燃,可无法拒绝。 以为只是夏静怡,看在林兰的面子上没什么,如今可是四个呀。 她不想被人说是风流,更不想被人说成一个渣男。 就算拒绝,也不管用啊。 她拒绝过沈梦西,可结果呢?不一样还是在追。 她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吸引他们了。 她和段燕燃是日久生情,这是一步步建立起来的感情。 神医帅哥,今天你就是我们的免费劳力。 唐诗瑶调侃着林天宇,四女手拉手一起进了商场。 林天宇跟在后面,当作散心了,闭关前的散心,反正也调整不了几天,调整完了就去闭关。 四女进入商场后,女神任何时候逛街都是天性,无论任何时候都是如此。 她离开好长一段时间了,他们的年龄也都不小了。 林天宇拿着买好的衣服鞋子一大堆,趁人不注意,全部收收了储物界内。 她就是三头六臂,也拿不了那么多呀。 四女在商场内连逛了三个多小时,林天宇跟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走着。 唐诗瑶偷偷偷地看了一眼跟在后面的林天宇,见她没有什么变化,心里松了一口气,还怕她生气呢,毕竟不打招呼就过来了,很突然。 林天宇现在的地位很高的,整个都市哪个家族不得给她面子呀? 他们追她,确实有些高攀,可好敢转变成了喜欢,由不得呀,不追,对不起自己。 尽管知道段妍然已经是正海女主,依然要追。 走吧,去大排档上吃饭,普通人就要享受普通人的夜生活。 沈梦西笑道,夏青衣看车,华飞飞坐在她的车里面,唐诗瑶和沈梦西坐在林天宇的车里,两辆车一前一后赶了过去。 林天宇一路上没有说几句话,大多都只是在附和着。 你这天天在忙什么呢? 沈梦西坐在副驾驶座上,好奇地问道,几乎不在家,也太忙了。 修炼,林天宇回了两个字,他不是修炼就是交手,也做不了什么呀。 修炼无止境啊,唐诗瑶摇摇头笑了笑,话锋一转道,不过你修炼很正常,我们家族和河家主见过面,知道你的一些事情,你嫂子也提贵一点。 谁让你是林家人呢? 沈家唐家都是隐氏一流家族,自然和何家断绝不了联系,知道也算是正常。 林天宇只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林家人就得这样,没有别的选择。 他要是真无敌了,早就处理完了。 奸然不会隐氏去修炼了吧? 突然,沈梦熙问道。 嗯,林天宇没有隐瞒,奸然确实是去修炼了。 这是事实,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沈梦熙和唐诗瑶文言,心里有些力不从心。 断尖然也修炼,只会比他们更优秀,到时候更是难以追上了。 断尖然的优秀,他们是见识过的,给他们十个脑袋也追不上。 可已经追了,还结盟了,就不可能后退。 讲到这里,沈梦熙二女也就释然了,大不了当小的就可以了。 二女一路上没有再说什么,一直到目的地下了车。 四大美女齐聚一桌,只有一个男人,自然引起来不爽,更引起来了注意。 一看开的车都是豪车,知道怎么回事,又长得如此年轻,自然是富家子弟。 没人敢上前搭讪的,也就欣赏欣赏。 四女倒也不做做,点的都是经常吃的,没有喝酒,都是喝的果汁。 一大份麻辣虾,林天宇没有什么胃口的,偶尔吃了两口,大多都是在喝茶,专门上老板泡的茶。 四女有说有笑,眼神自然都在林天宇一人身上。 林天宇拿起来手机,看了看时间,才九点多,还早。 都是住的别墅,回去多晚都没有什么。 嗯? 刚准备放下手机,却在屏幕后方,看到有人盯着这里看,还是盯着他。 他没有释放出来神识,毕竟在都市。 那身衣服? 林天宇隐约透过屏幕反光,看清楚盯着他的人穿着的衣服。 这是那天林天宇选让他看的照片上人穿的衣服,可盯着他干什么呀? 林天宇奇怪了,这些人他一个也不认识啊。 放下手机,装作没有发现,神识缓缓地展开,顺着地面悄悄地摸过去。 三个人,林天宇神识悄无声息的覆盖处,一共三个人看不透他们的修为。 林天宇完全不敢想象,都市当中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强者。 林家的人只是监视者,毕竟没有威胁都市,这三个人不是照片上的人,或者说,照片上就没有他们。 呜,呜,手机震动声响起,林天宇的按键声,蛇蛇的震动,和林天宇也发了一条消息,看看监视处的人在干什么。 也就几分钟,一条消息过来,林天宇看了看,没有动手。 就只是每个城市的转。 林天宇不解了,这件事他不想处理的,突然盯上了他,这里除了他这一桌式修炼者,没有了。 三人全身都是透明,要不是他们其中一人现身了一秒钟,又隐身,还发现不了他们,也算是巧合。 喂,手机响起,林天宇打来的,突然问他,还是有所担心的,忙打了过来。 回去说,林天宇回了三个字,现在没空解释,已经被盯上了,看看怎么回事吧。 林天宇看着挂了的手机,心中觉得发生了什么,忙让人再次上网一下,监视的人在干什么。 将近十一点,林天宇和四女才离开。 林天宇没有送任何人回去,独自一人看着车,在路上慢悠悠地走着。 小娃娃,终于找到你了。 在林天宇进入别墅区时,跟踪他的三人,现身了他的车内,没有动手,就只是现身。 后车坐上两个人,副驾驶坐上一个人,正好三个人。 林天宇也没有怕,三人上来没有动手,而且声音当中听不出来有一丝的怒火,倒是多了几分心泪,甚至隐约还有一丝激动。 三母前辈,三母师范师就跟着了,所谓何事啊? 林天宇将车停下,体内的力量早已紧紧提升上来,准备随时动手。 突然跟着,就算看不出来有一丝敌意,也得警惕啊。 万一这些人紧藏着杀意,可就糟糕了。 他是学会人心知道,可这三人实力他看不透,不见得可以观察出来。 不用警惕我们。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那个男子,一眼看出来,林天宇在暗暗调动实力,调侃了一句,道。 我们找你,各有段时间了,这才来到都市。 没有想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 你现在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不要问,只需要安静地听便可以。 那男子极为郑重其事,甚至眼睛内带着无尽的期待之意。 我们来自于旅外,你师父星天老君知道的,既然你败事于他,我们也就放心了。 你记住,你不姓灵,你是魔族的神,还是魔族皇族? 什么也不要想,这是一场强者博异,你目前还跳不出来。 记住,按照你师父给你铺的路走,你可以减少很多弯路。 那男子一字一句地叮嘱着林天宇。 林天宇不是林家人,这件事紧瞒得很深,他师父都不曾说出来过,没有想到被这些人说了出来。 看来想瞒住是不可能的。 这些人竟然是来自于狱外,要知道魔族就是被驱逐出来的。 这些事情感觉只有渔博,还有星天老君知道的详细。 嗡,男子右手一挥,两样东西现身手中。 一个是一把散发着古朴之气,类似于剑柄的东西,一个是黑色的盒子。 这两样东西你收好,被要的时候你会用到。 那男子将手中的东西放在了林天宇手中,叮嘱道。 天外天,红颜,宁阳他们,你不必探访他心手,他们不足为虑,再折腾,也折腾不出来太大的浪花。 你要专门对付你们魔族的仇人。 他们在都市已经建立了势力,全部是戌外招来的亡命图,与外也和你们上谷差不多,也有普通人,只是比你们多出来太多的强者,也有太多神话一般的老怪物统治者。 你记住,一定要小心,他们已经盯住了上谷,尤其是都市。 你们魔族的仇人,已经寻找到了一丁点迹象,瞒不住多久的。 你师父不久后也会知道,他会替你挡住很多敌神的,谁都可以死,唯独你不能。 小娃娃,你记住,想要不被人欺负,就要拳头打,你没必要去虚外打。 都市终究是都市,有太多的宝藏,太多的不为人知,够你用了。 拿好这两样东西,一定不要丢了。 那男子临走时,千叮咛万嘱咐道,看得出来这两样东西很重要。 后车座上的两个人,眼神内戴着无尽的期待,那是对他的希望,林天宇看得出来。 三人相逝在车内,林天宇看着手中的两样东西,脑子内一团糟,刚才的话,他确定这是一场强者博弈,可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他是林家人,为什么非要说是魔族的人,还在都市建立了势力? 林天宇完全蒙了,太突然了。 感情都市来的人,布置照片上的人,还都是来找他的。 喂? 就在林天宇脑子乱糟糟的时候,手机响起的声音,将他拉了回来,拿起来看了看,接通。 那些人消失了? 林天宇打过来电话,告诉这件事情,那些人一眨眼,全部消失。 明事,林天宇失忆不用担心,都是来找他的,找到了,自然就走了,并不会有什么事情。 闻一言,林天宇原本的担心也消失不见,既然说了没事,就一定没事。 随之,手机挂断,林天宇启动车,回了别墅,林天宇自然也在,他最近一直忙着都市的事情,两头跑。 看到林天宇满脸沉重的回来,忙起身,接管了他的外套,挂在了衣柜上。 我去休息了,那些人不要再管了。 林天宇极为累的吩咐了一声林天宇,上楼倒头就睡,什么也不去想,就是休息,他马上就要闭关了,不可能一直被事情扫乱心境。 他现在都不知道该信水的了,到底是林家的人,还是魔族的人,还是魔族皇族? 难道他的身份就如此复杂? 他头一次感觉,做神好难啊。 林天宇这一睡就是一天一夜,林天宇也没敢打扰他。 一时处理着都市的一些事情,还要处理林家最近的财报。 苏若熙已经去了公司,林天飞没有在,毕竟以江河为界,四大圣地自然要建立的,林天飞自然也要忙。 东东东,第二天中午时,林天宇还是敲开了林天宇过世的门,他不想敲门的。 可火星绝地的二长老过来,是急事,去了死人山,没有见到人,一问才知道,在都市,二长老便找了过来。 什么事情啊? 林天宇早就醒了,在卧室内待了一上午,一直在抽烟,没有出去罢了,问道, 圣主,我们火星绝地,要不要去上古重新建立圣地啊? 二长老过来就是问这个的。 林家四大圣地已经开始建立了,二长老他们多少有些坐不住了,忙过来问问。 你们想不想啊? 林天宇吐出一口烟雾,抬头去问道,他固然是火星绝地的现任圣主,他倒不想去上古建立。 以前是四大圣地平衡着,况且也平衡了很多年了,也没有什么。 还是要问问这些长老的意思。 尽管现在四大圣地也都被援起大伤,比天外天圣地要惨淡一些,也没有什么。 哇,挺圣主的。 二长老倒是聪明,他肯定是想了,毕竟火星绝地是绝来的圣地第一,这么好的机会不把握住,确实有些亏。 就不掺和了。 林天宇直接一句话说了出来。 没有必要上火,先恢复势力吧,在都市后方待上,也没有那么多操心的事情。 是。 二长老得到圣主的意思,也纵然没什么,但还是觉得失落。 火星绝地堂堂正正的付出,一直是他们想看到的。 林天宇看了一眼,二长老失望的眼神,安慰道,一个名声,没必要,不操心外界的事情,反而还能够好好地恢复势力。 有些事情,不掺和就不掺和了。 圣主,听您的。 二长老知道圣主,看出来心中的不高兴了,王拱手离去,挥了火星绝地。 林天宇关上卧室的门,看着他,心里嘀咕着,这脸色,真是难看到一种地步啊。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脸色这么差,你到底怎么了? 林天宇昏了出来,眉头都快皱出来皱纹了。 从近来到现在,眉头就没有舒散开过,反正这样的林天宇,他是没有见过。 没事,太累了。 林天宇将烟头扔在了烟灰缸内,站了起来,伸展伸展了身子,道,我先回去了。 话完,消失不见,再次现身时,来到了死人山。 林天宇调整,调整了心境,准备闭关的事情,先踏出天地气再说。 到底是林家人,还是魔族人,以后再说吧。 他现在也没空处理。 魔族的仇人也过来了,玉万是什么地方,他都不知道,只能暂时抛开。 既然说让他活下来,逼定魔族的仇人要杀的人,最重要的人可能是他。 整个死人山,于剑锋都没有在,其他的魔族之人也没有在。 想来都跟着他父母,去了上古建立圣地去了。 他马上又要闭关,出关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依旧是去昆阳山闭关。 闭关之前,他得安排一些事情。 既然魔族的仇人寻上来了,他现在也没有进去,考虑自己是哪个身份,也得做一些安排。 起码得注意都市,看看哪些地方很反常,起码有个准备啊。 事发突然,他又不在,很难反应过来。 闭关的时间是两天后,两天的时间,交代事情完全够了。 还得请竹老六人出来,让他们全力掌控都市,毕竟经历的事情多了,至于安排,他也不会管的。 让他出手还可以,掌控局面,估计也不在行。 林天宇单独去了竹老六人那里,将事情说了说,也是说了什么魔族的仇人,让他们注意都市。 他和林天宇打了招呼,也是注意都市,任何事情和竹老六人商量就可以了。 林天宇将安排的事情全部安排好,收拾东西,准备闭关。 我和你一起去吧。 在林天宇快要离开前的一个小时,安兰推开门,走了进来道。 你跟我去干什么呀? 我只是去闭关,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林天宇纳闷道,在都市至少还能够去玩玩,跟他过去就是遭罪。 嗯,也倒是啊。 安兰一想,觉得也是,去了还不得闷死,也就没有再坚持。 林天宇拿好东西,仔细检查了检查,看看有什么东西忘了没有,确定无误后,前往了昆阳山,继续自己的闭关。 此次闭关,不突破天地期,它是不可能出来的,耗时会极为长的。 毕竟天地期是一个踏入上古强者的门槛。 当年的林天宇,连金丹期都不是,如今已经成功踏上了薰石期,如今马上就是五象期。 最后便是天地期,踏入天地期,便是真正踏入了上古强者的门槛。 或许林天宇都没有想到,他也会有这一点,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来。 走到现在,一路劝实辛苦,想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 安兰看着林天宇离去,玉手把握着洁白的衣领,玉脚踢着草地,喃喃自愈着。 退出后,自己会不会后悔啊? 他现在有些拿不下主意了,万一以后后悔了,多遗憾。 可是,说过退出就是退出,中途反悔,那便是食言。 林天宇现在还是卷起的关头,耽误了他会成为惺天一脉的最深的。 唉,算了。 安兰一咬牙,一跺脚,将心中拿不定的主意甩了去,不去想什么事情就可以了。 玉脊回了别墅。 离去的林天宇在昆阳山盘腿而坐,大量的仙石再次拿了出来。 他剩下的仙石还不少,都是竹老六神找到的。 踏入天地漆后,尤其是破了天地漆十层后,进入下一层,真正的坚树道。 仙石的作用不大了,全部是领悟道。 力量全部是道的攻击,那力量可不是天地漆可以比的。 芒山一战,暂戒实力有所领教了。 林天宇略微有些期待,踏入天地漆十层后,会是怎样的。 只是略微,他早就对突破没有感觉了,早已没有了年轻的时候对突破那种快感了。 经历了这么多,心性早已消磨的,没有了当初那一份激动了。 林天宇依旧按照之前的作,被仙石包围者,先立不断进入体内。 七脉活跃,神龙血脉活跃,功法运转,一点不耽误。 林天宇按照林天宇的吩咐,注意都市有哪些反常的地方,全部一一记下来,让人全方位监控。 一切都在稳步进行,四大圣地也在重新建立,只是于建峰,始终没有回来。 林战青夫妇担心至极,让长子林天妃回去,查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若真是找不到,就去风云洞,看看有没有在那里。 四大圣地的建立,魔族圣地一时就那几个跟着逃出来的人在打理,已经和洪谷那边的前辈联系了,他们都注意到了天外天送过来人了,一定是洪谷那边支援的,他们也可以寻求支援。 现在人都在陆续送过来,起码得有普通人,新一阵的圣主也要选举,林家毫无意外,自然是林战青,文家是文静的侄子,文昭明,魔族自然是于建峰了,南宫家族必然是南宫玄界,上层界面也有人战手的。 上谷要平衡,红谷那边不会坐视不管,这一次谁都没有出手拦截对方的支援,毕竟都开口了,不能破坏游戏规则,只能先支援了,再打那就是以后的事情了。 一连数十天的时间,各自的支援已到,基本平衡,不难看出来,上谷的势力如此平衡起来,证明了三人说的,就是一场强者博弈。 天下间所有的人都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灵、文、南宫三家圣地都已经有圣主,唯独魔族没有,一直空着。 林战青夫妇现在让长子一直寻找着,依旧没有消息,无奈,这件事只能上报给红谷那边的前辈,魔族目前还真没有合适的人继承圣主之会。 难不成让林天宇继承? 林战青夫妇可不会同意啊,不说身份的事情,他儿子现在还是火行全地的圣主,完全没有多余的精力再打理一处圣地。 已经上报了一周,还在等消息,林战青夫妇等人也都散少于建峰,远在洪谷那边的星天老君等人已经拿定了熟议,暂时不定胜出之位,先找人暂时打理就行了。 其余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他们在忙,域外插手了,星天老君得为自己的徒弟挡下了一部分敌人,都市的他插手不到,尤其现在还惊动了不该惊动的人,更是不敢插手。 红谷,星天一脉大殿内,星天一脉的强者全部集聚,就是不经常现身的天使仙尊都现身了,但有一人不在,那就是月牙圣人,他还在为林天宇铺路。 约外在都市建立势力,我们现在管不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挡出续外剩下来派出的势力呢? 天要是真尊樊南道。 是啊,天使仙尊也出言道,摩擦的仇人杀回来,目前只是寻找到了踪迹,还无法确定天宇的身份。 三人过来不是说了吗? 是知道了,看他现在还在闭关,一定没有过多考虑。 这件事不用考虑。 天使仙尊继续道,我们肯定不能明知道,我们的地位不同于域外,甚至连武裕也不如。 其余神坚实赞同天使仙尊的话,确实有道理。 三人嘴中说的星天老君会挡住很多敌人,就是挡住的剩下的人。 星天老君一言未发,坐在守卫上,心中想着,他肯定不会就受旁观,这件事情关系到他徒儿。 有可灵都没有办法,忙用胳膊蹭了蹭一旁不说话的星天老君,现在全靠他。 星天老君抬头看了一眼妻子,又看了看大殿内所有人,急身道, 有没有兴趣,跟我赌一把呀。 什么意思啊? 天药真尊等身闻言,纷纷不解。 意思就是,堵他徒儿,灵天雨,可以前十手续外,不敢动手,这都看不出来。 不等星天老君开口,一声细血之声响起。 大殿内,一身高只有一米五的岸小老头见身,正是天道大地。 那声音都出来了,天道大地再忙,也得放下手中的事情过来。 尤其现在都市有剧外的势力,他更得过来。 对,星天老君看到天道大地,心里不由地竖起来大拇指。 知他者莫过于天道大地也。 他开个口,就知道他心中想的什么,也就天道大地可以看出来了。 天道大地的现身,天要真尊等身,往拱手行礼。 这辈分和星天老君同等,自然得行礼啊。 天道大地摆了摆手,坐了下来,喝了几口茶,看着星天老君倒。 你想赌? 你一定有把握,这是我得提醒你啊。 从现在开始,不能让灵天有光芒弹生,本来就叮嘱了,只会让他死得更早啊。 天道大地的提醒,也正是今天老君接下来要说的事情,都已经被说出来了。 他刚才没有说一句话,就是在思考赌。 他已经把全部加在了土耳的身上,不妨就再加一些。 前提是,光芒不能太少。 灵天宇在上国折腾的事情,没有什么的,域外根本不管。 而且人家考虑的是怎么追杀费驱除出来的魔俗,这才是关键。 其余神,根本不看在眼中。 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 也许已经注意到了,他们在博弈,一场棋盘上的博弈,自然有潜力的人,多少会被注意一下。 至于灵天宇被注意的程度多大,没人知道。 幸好的是,他的身份没人知道,这才是关键。 大帝,既然你看出来了,咱们两个另外来一盘赌,如何呀? 星天老君现在极为自信,如今发生的变动还尚在掌控当中,既然如此,就来一次疯狂。 反正都露面了,尚苦以江河为界,都市的势力,他还是对徒儿有信心的。 只要不让光芒太盛就可以了。 可灵,你亲自下去一趟,叮嘱天宇,不要光芒太盛。 今天老君吩咐妻子尤可灵道。 尤可灵点了点头,起身枪尸在大殿内,亲自前往上谷,现在规则都明存实亡了,没人会拦的,只是他们不能再轻易出手罢了。 天药真尊等人还在心中想着,大师兄既然想要赌,必然是把握十足的。 天道大帝看模样是同意了,那就更没有意外了,那就赌一把。 人生暂时,不赌一把大的,确实无趣。 天道大帝看着今天老君,要和他赌,休点意思。 无数年了,他也没有赌过,成名以后,没人敢惹他,红颜凝阳他们都得掂量掂量。 今天,你可不是吃亏的主啊,据我所知,你是底血牙圣人,已经在跟你小兔铺路了吧。 唯一的女儿安兰都许配给了他,你跟我赌,你别是让我把这一身本事也传给他吧。 天道大帝想起来之前他们的谈话,他说要教训教训林天宇的,默不成要和他打得设个多。 想到这里,天道大帝心里,生起来一股不好的预感。 呵呵呵,怼头。 青天老君仰头笑道。 正是如此,我这一生说的徒儿,最满意的莫过于天语,我的传承,我师弟血牙的传承,都已经给了。 原本我打算,等他消化完了,咱让我师弟师妹分开传承给他。 如今看来,你也跑不了。 一句话,敢不敢。 星天老君直接问天道大帝,林天宇是他家的最后的底牌,星天老君早就铺好路了,他可以让徒儿减少很多的弯路。 前来告知林天宇的三神也是这么说的,可见星天老君这条路铺的不简单,涉及到很多。 天药真尊,天池仙尊等人的传承也要给的,只是给的时间不一样。 现在是血牙圣神的传承,天道大帝既然过来了,他们目前就是挡住剩下来的居外之人,都市完全不再管。 林天宇一定可以掌控在手心内,都市是他的底盘,在自己的地盘上闹时还缺一副好哑口。 所有人都在盯着天道大帝,等着他的回答,就看他敢不敢了。 哎呀,我还有的选择吗? 天道大帝翘起了二郎腿,大口喝了一口茶,无奈地耸了耸肩膀道。 要我赌,可以,我也可以将这一身传承全部给他,但是我得看过去,我要测试,要是不合格,嘿嘿,我这一身传承,他还真得不到。 没问题,你尽管测试。 星天老君没有意见,直接答应道,但我,还有一个附加赌注。 附加赌注? 天道大帝闻言,抬头挑眉看着星天老君,心里哆嗦起来,他太了解星天老君了,搞不好是看上他妻子的传承了。 你,你不会也看上? 天道大帝见了一口口水,剩下的话说不出来了。 你说呢? 星天老君知道他看出来了,不然怎么对得起,知他者默口于天道大帝这一句话呢? 好你个老君哪,我就不该过来的。 天道大帝哭笑不得地用手,指责星天老君极其无奈道。 狱外确实厉害,五狱也确实不错,狱外剩下的势力,你压根就不怕吧? 或是说,你根本就没有惧怕过六狱。 天道大帝说完,双眼微微眯着,盯着他看。 天要真醉等人忌惮,微微惧怕,他信,星天老君要是惧怕,他还真有些不确定。 星天老君自从拜师后,实力开挂一般,一举奠定巅峰神物之一,其名存在。 他拜师之前的出身,没人知道,这一直以来是所有人的好奇,恐怕知道的也就他那位高深莫测的师父了。 当然,星天老君没有隐瞒,道。 六狱我确实不惧怕,我也敢不顾一切,只是有些时候,我不想太强硬罢了。 六狱我也有忌惮的强者,但只是忌惮,我所有的希望都在天羽的身上,就在等他接替我的位置。 星天老君承认了下来,说的时候极为淡然。 天要真尊等人看着,这一刻有些不认识他们大师兄,完全变了一个人。 天道大帝看着星天老君,心里思考了一下,做下决定,道。 好,我跟尼徒,尼徒儿要是可以简直出局外,不敢动手,就只是派一部分人在都市闹腾。 我的传承,还有我妻子的传承,全部传给他,甚至我还可以为他铺路,前提是测试通过。 好,爽快,星天老君舰答应,道。 现在除了挡住一部分势力外,我来处理,他现在在闭关,域外在都市的势力,这段时间一定会出来,等他闭关出来后,一定会管。 那我们就看看,能不能前世出域外不敢动手,或者说,让他们忌惮。 一言为定,天道大帝直接和星天老君鸡掌微削,这是一场豪赌,一场涉及两大巅峰人物的豪赌,甚至还卷述了天药真尊等一批强者,一切都是灵天鱼,全部因为他。 既然你赌了,就一定有办法阻止那一部分势力,我算是白过来一趟了。 天道大帝耸耸肩膀,无奈道。 天道大帝现在极为无奈,要知道是这样的结果,就不来了,这下好了,来了后,反而被打赌了,要是输了,他们夫妻俩的传承,就得全部传给灵天鱼啊。 能不能牵制处是一说,看星天老君如此自信,甚至对他们夫妻俩的传承,大有势在必得的迹象,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断然不会如此的。 看来是要留下传承。 前提是测试通过,想得到他天道大帝的传承,那需要真合格才可以,不然的话,不可能的。 他的测试极为残酷,不说他妻子的传承,能够被星天老君惦记,必然有不一样之处。 旧众和星天老君齐名的存在,传承就一定不简单,倒是天道大帝的妻子,很少露面的,也被看上,想来也是有出众存在,才会让星天老君也一并看上。 面对天道大帝的无奈,星天老君笑道, 呵呵呵,你也不算白来,至少你我打赌了,我们两个打赌,很少见的。 你少来。 天道大帝听到这话,吹胡子瞪眼道, 老君,你心眼比谁都多,你以为我傻子呀,就期待你团可以测试通过吧,不然的话,传承是没有的。 天道大帝起身拍来拍屁股,留下这一句话,消失在大殿内。 既然星天老君可以抵挡下来那一部分域外势力,他也不担心了。 他早就知道,星天老君可以阻挡下来,毕竟至今没有人知道其拜师前的来历,只是心中担心,毕竟事情有些大,也就亲自过来了。 不曾想,过来被星天老君拉了进来,赌传承,他妻子也拉了进去。 将是赌输了,这代价有些大呀。 天道大帝也只是在心中微微憋屈一下,对林天宇还是有些了解的。 西兰跟他说过一些,若真是测试通过了,传承给了他,也无所谓。 人生暂时,自然希望一身本领有人发扬光大,谁更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自然要给谁的。 说白了,就是有能者得知,前提是自己这一方的人。 六玉,红颜宁阳等人那一方的人根本不可能,想都不用想。 星天老君看着老友离开后,坐回了守卫上,安排了其他的事情,挥手示意他散了。 意外剩下的势力下来后,他会处理,阻挡下来。 其实燕山,可以和这傻小子生个孩子了。 星天老君突然想到了这个。 他们一直处于分离状态,其实不妨要个孩子的。 当初说的就是嫁给他,既然和好如初了,这段时间事情是多了点。 处理事情是处理事情,要孩子是要孩子,两不耽误的。 讲到这里,星天老君就离开了大殿,来到段燕燃住的地方,敲了敲门,走了进去。 老祖,段燕燃忙行礼。 起来吧。 星天老君示意了一句,坐了下来。 结果段燕燃送过来的茶杯,喝了一两口,道。 你既然和天羽是夫妻,可以要孩子了,不用担心现在的事情,一切由我顶着的。 不了。 然而,段燕燃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拒绝道。 我考虑过,我也想叫个孩子,可还是算了吧。 要是有个孩子,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他都得担心,又得多分出来一丝心神,还是算了。 修炼者什么时候叫孩子都可以,哪怕活了一千年也不迟。 让他专心修炼吧。 段燕燃将拒绝的理由说了出来。 星天老君也只能同意,他是觉得不能因为修炼耽误了子孙和徒弟的事情。 况且事情还没有到那种没有退路的时候,最坏的打算无非就是退到都市。 但是,早已经派身安排好了,他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可以让他们要孩子,这都没什么。 可段燕燃还是为林天宇着想,放弃分心,也是良苦用心。 林天宇对亲情极为看重的,要是有了自己的骨兽,要是不担心,那是不可能的。 担心段燕燃,就已经让他心里焦瘁了。 况且,一旦有了骨兽,被红颜他们知道,以红颜的性格,一定会想方设法抢夺到的。 到时候,林天宇就得陷入被动,被红颜掐住七寸之处,主导权就彻底失去了。 林天宇的骨兽让他放弃,那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作为父亲,更不可能。 红颜借此威胁林天宇,逼迫他做事情,他怎么做呀? 搞不好会让他和自己的师父为敌,一边是师父,一边是骨兽。 任何一个人面对这种可怕的抉择,都无法做下决定的。 段燕燃拒绝,也是考虑得很久远,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星天老君也知道段燕燃担心了什么,生个孩子后,危险还是有的。 只要孩子在这里,没人敢来的,给红颜一万个胆子,也不敢来这里的,除非不想离开了。 既然子孙不愿意,星天老君自然不会抢求,他也是为子孙和徒儿考虑,没有其他意思。 随之,星天老君离去,回了大殿,等着妻子尤可林回来。 一个小时后,尤可林回到了大殿内。 我告诉了安兰,上他告示就可以了。 尤可林端起来茶杯,喝了几口茶道。 可以,星天老君没有意见,告示安兰就可以了,林天宇正在闭关呢。 对了,尤可林放下茶杯,道。 我在都市,发现了旭外的势力,看到了五个,势力都是虚实期的,看来他们分着等级的。 在现身上古的时候,尤可林神石就看到了,很是意外的,出来的这么快,域外还真是迫不及待,这么迫切的想要除掉魔族。 肯定分着等级的。 星天老君听到妻子的告知,嘴角挥挥一笑道,都是旭外招来的亡命图,做事心狠手辣。 收服后,服从性极巧。 那就是说,纪律严明,等级分工严明。 尤可林附和了一句道。 对,星天老君道。 天宇闭关出来后,会对付他们的。 对了,上古的魔族之人怎么办? 隐藏在上古,那时候,域外没有插手。 现在都出来了,就算不会怀疑,任务是上古诞生的魔族。 域外的做事风格,可是宁可挫插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 尤可林道是担心起来的。 星天老君闻言,这件事他没有忘记。 域外没有插手,自然没有什么事情,现在域外过来了,还在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当中的都市建立起来势力。 今日不同往日,上古所剩下的魔族之人必须隐藏气息,起码也要将他们体内的魔族血脉宣布的隐藏掉。 林天宇不用担心,体内的魔族气息已经很小了,毕竟血脉早就不存在了。 可以放心这一点,只要光芒不太盛就可以。 去! 星天老君直接右手一挥,一道极光消失在大殿内,瞬间降临上古,将魔族所剩下的人的气息全部隐藏掉。 星天老君出手定然发现不了的,除非像星天老君师父那样的修为,要么就是像天道大帝这样,同等修为的人可以看出了一丝端倪。 域外的人只是在都市寻找,就算去了上古也看不出来的。 今天老君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域外在都市建立的势力,领头人实力也就是宏苦强者,不会太强。 魔族血脉早就所剩不多,其余的全部战死,于红飞都不在了,负责都市的势力领头人自然不会太强。 可惜,星天老君等人不能轻易出手,就是隐藏在都市的那些各个等级的强者更不敢出手。 什么规则都可以破了,唯独游戏规则不能破,这是所有强者都心照不宣的。 尤可灵看到极光,心中也彻底放心了,找不到他们,自然也无法下手。 夫妇二人也继续处理事情,远在上古的灵天虚,仙力营绕周身,不断激励突破所需要的力量。 体内的一切还是老样子,要真说有不一样的地方,便是那会说话的仙路。 它动用过一次仙路,实力不断地提升,仙路释放出来的技能也就越多,这是一条蕴含无数大道的仙路。 灵天虚在突破当中,安兰也赶了过来,师伯的妻子亲自过来提醒,他可不敢耽搁,忙去了昆阳山,来了后便后悔了。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关,出关后一定会回死人山的,到时候和他说也不迟,安兰不由地暗骂自己笨。 先离开吧,安兰深深地看了一眼,坐在仙石内的灵天虚,极其无奈,纵身准备离开。 嗯?有人? 刚飞到昆阳山上空,安兰敏碎地感觉到,有人朝着这边赶了过来,忙引身去。 引身前,不忘记将还在突破的灵天虚也引身去。 修,修,修,一连串的破空之声响起,七道深井现身昆阳山上空。 这里有阵法? 其人正是域外派到都市的势力人员之一,他们是前往沿海城市寻找魔族之人的,路过这里,发现有阵法便停了下来。 毕竟大山内有阵法,一定有修炼者的,况且这里就是都市,难保那些魔族之人隐藏深山内。 阵法还不低呢? 为首之人极为诧异。 昆阳山上空本身就是阵法营绕之地,这是火尊真人留下来的,阵法等级再差也不会太低的。 要不要下去看看啊? 有诗人提议道,这地方有些可疑,说不定这里是魔族修炼者的隐藏地,一处可因之地也不能放过的。 下去看看。 为首诗人觉得可能隐藏任何可能的地方都必须查看。 安兰看着六人,知道是谁,有可能告知他的时候简单的说过。 盲玉手一挥,轻轻地将隐身的林天宇,包括周深的仙石,全部挪移到了一处角落里面,让他们碰不到。 这些人还真是仔细。 安兰有些无语道,要不是不让打草惊蛇,他可以随手就灭了。 可惜,这件事不是他能够解决的,必须等林天宇出关后才可以解决。 掌控大局,他不在行,动动手还可以。 安兰一时等着七人离开后,才将林天宇挪移回玄兰位置,离开了昆阳山。 林天宇早就知道有声过来,安兰过来他都知道,只是突破重要,没有睁开眼罢了。 七人的修为和有可灵发现的古神修为一样,都是虚石器。 准确来说,都是虚石器三层到虚石器十层之间的, 任何一个都可以在都市乃至上古站稳脚跟。 这些人都是收服的亡命之徒,很绝色,还是最先派出来寻找魔族之人的,又分着等级,一定是最低等级的人员。 玉外果然是大手笔啊,最低等级的都是虚石器,用大手笔都不足以形容了,真不知道分了多少个等级。 荒谷修为的一定也涉及了远古的烟雄,这都不好说呀。 玉外就是玉外,恐怕七语五语也不敢这么来,不会是六语当中最强的。 还在都市的灵天雪也发现了这些人,主老六申已经现身都市,全方位监视者,他们的神识足以覆盖到都市,监视起来很方便。 一连六天,主老六申纳闷了,根本找不到他们从哪里出来的。 既然说在都市建立了市里,总要有个军术地方的,然而没有,根本没有见过他们回去过,难道都不禀报吗? 还想看看他们的军术之地呢? 现在都看不到。 同意无奈道,再等等看,他们肯定会回去。 主老是以稍安勿躁,静心地看。 看到都是虚实其修为,主老六人只有震撼。 追杀魔族的人都是一帮不好惹的人。 难怪灵天与灵左时交代他们出面,仅凭灵天雪,根本处理不了。 这已经超出了他的处理能力范围之内。 多少波了? 主老没有查几波人,问着侠仪他们。 迄今为止,一共三百一十波人。 人数最少的三个,最多十个。 韩老回道,他数着呢? 按照最低一波神来算,那也是九百三十人,都是虚实其修为。 主老一算人数,最低人数都九百多,已经一千多人了。 一千多虚实其,麻烦不小啊。 灵天与叮嘱过,不能动手,一切等他闭关出来处理。 狱外到底是狱外? 星天老君都没有察觉到,便建立了本事通天。 灵天雪在客厅监收社,一条一条送过来的监视情况报告,忙得不可开交。 准确人数已经算出来了,超出想象,接近三千人。 灵天雪完全被震撼住,心情久久不能平息。 灵天雪拿着手中的人数统计单,御守都有些不自觉的颤抖起来。 接近三千的虚实其和灵天宇的修为一样,真是大手笔啊。 魔族到底惹了什么人呢? 随便一个出来都足以是一个麻烦,至少对他来说是。 对于灵天宇来说,那就得另当别论了。 去送给六位前辈。 灵天雪将手中的统计单递给了一旁的人,让他送过去。 他们不在一个别墅里面,人数统计出来也该看看,至少心里有个数啊。 竹老六针看到上面的人数精确统计,也震撼得不轻,不比灵天雪差。 看得出来,都市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的虚实其强者,任谁也接触不了啊。 等吧。 韩老胡乃道,人都过来了,他们能做的自然就是等,等到灵天宇闭关出来就可以了。 他们没有办法,灵天宇一定有办法的,他可是老谋深算了。 竹老六针都自认为没有他的诡计多。 我倒是担心天宇现在突破的情况。 侠仪现在莫名的有些担心起来灵天宇。 他知道灵天宇最严肃也最严格,一滴水都不放,但对他最好的莫过于侠仪。 真要是说出来,侠仪竟敢是把灵天宇当成了儿子。 在上古和天宇天对抗期间,担心最多的就是他。 放心吧,天宇天赋异禀,民事的。 同意安慰侠仪大可放心,道。 他突破也是时间的问题。 主若不是功法限制,他现在不可能只是虚实其十层,早就接触到了,和天外天圣主打,也不可能耗费那么长时间。 同意这话确实对了,就是功法两个月的限制,这是最大的致命弱点。 前期他还不知道浪费的时间更多。 没有功法限制,一定不是如今的修为地步。 侠仪听到安慰,安慰是安慰,担心还是很担心的。 殊不知,昆阳山,灵天宇遇到了麻烦。 七人走了后,又有三个人过来,也是虚实期。 掩饰去的沿海城市,只是和之前七个去的城市不一样罢了。 灵天宇没有开启神石,降临上空才发现,想隐身已经迟了。 三人可以跨过顺法,毕竟修为高出,火尊真人很多。 此人不像是魔族的人。 三人当中为首之人,莫是吓不道。 像不像没什么用。 其余两个人摆了摆手,道。 他要是在家族内修炼,可以相信不是魔族之人。 毕竟都市旧那些家族,可以不用管。 在这种深山老林内,谁知道是不是。 万一身上有隐藏血脉的宝贝呢? 二神一番分析,回首之人觉得也是。 嗯,咱们也不吃亏。 多一个人头,多领一份赏钱。 二神继续道。 魔族之人一定不敢在明面上修炼, 一定都隐藏在人际罕至的深山老林内, 这地方符合。 动手。 为首之人直接下了话, 二神瞬间冲了上去, 对着灵天宇的天灵盖和后背心脏位置, 就是各自一拳。 哼。 然而, 接触到身体的时候, 被一层若隐若现的护照现身挡住, 瞬间被震飞, 而且只是虚实七四层, 为首之人才虚实七五层, 仅仅高出一层。 灵天宇可是虚实七十层, 如今更是在突破当中, 这么多天过去了, 早就踏出了五项七, 毕竟突破速度还是存在的, 尽管只是突破了一层, 但那也是突破呀。 见被震飞, 为首之人甚至震撼, 这小子一看就是在闭关突破, 最忌讳被打扰了, 轻者走火入魔, 重者险落。 此人周身竟然有一层护照, 实在是不可思议。 就算是闭关, 他们都动手了, 也不可能不睁开眼睛吧。 为首之人不解, 没有犹豫, 直接攻击, 右手撑爪, 轰向灵天宇的天灵盖, 要把他的脑袋连根拔起, 啪, 手连护照都没有接受到, 便被一只御手豁住, 甚至整个身被举了起来。 来人正是安然, 他可不是吃素的, 是灵开了昆阳山不错, 可他的修为 比楚老六神秀为加在一起都高。 神师是可以覆盖到这里的, 就怕再有人路过, 就一会儿没看, 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闭关被打扰, 死罪, 安然瞬间就可以过来, 砰, 一脚, 就一脚, 安然一脚将为首之人踢飞, 将身后的一座山, 轰出来一道人情窟窿, 或者说是一个洞。 被震飞的二神刚站稳, 看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吓得双腿发颤。 这现身的美女太厉害了。 哗啦啦, 安然一手将那为首之人, 原路隔空拖地拽了回来, 一脚踩住了他的脑袋, 极度生气道, 我送你下去。 为首之人听到这话, 直接尿了骨刀, 刚动手都没有反应过来呢, 便被打得还手不起来。 不要打扫惊蛇, 想办法消除他们的记忆。 林天宇传言给正要动手的安然, 现在不能杀了, 杀了的话, 魔族的仇身一定会怀疑的, 都市是隐藏了各等级的强者, 他们可能接触不到, 都不露面。 一旦杀了, 他们只有一个怀疑, 那便是魔族之人所为, 他现在还没有闭关结束, 一旦闹腾起来, 不见得可以收拾了, 尤其赞出来其他的强者, 更麻烦。 他师父现在不见得有时间关注这里, 那三人的话都摆明了, 这是他自己的事情。 安然受了杀心, 控制住三人, 随手将灵天宇隐身前, 以防止再有人路过发现, 但是离开了昆阳山, 消除记忆, 他还真办不到, 消除记忆, 用气消忆的话, 很容易被冲破, 万一三人里面有个意外, 有一个也和灵天宇一样冲破了, 那可就麻烦了, 气消忆断然不能用, 只能用大衍生树里面的小古术, 安然可不精通啊, 月牙圣人让他学过, 他不想学, 先太枯燥了, 还需要超强的领悟天赋, 他受不了那份领悟罪, 极为枯燥的, 他这一身实力, 都是被他父亲逼出来的, 大衍生树分很多种的, 大衍生树也叫倒数, 领悟倒后才能接触, 主老六申一定接触了, 就是消除记忆射中, 只有玄虎强者以及之上才可以领悟到, 大衍生树有领悟到的等级分明, 月级领悟的话, 只会伤及自己, 安然除外, 他对大衍生树不感兴趣的, 安然带着三人, 现身距离昆江山大概有百里远, 落了下来, 将三人生在了地上, 要不是说不让杀, 一定下手让他们生不如死, 打扫林天宇闭关, 他脾气还算是好的了, 要是他父亲知道了, 三人得受尽折磨不可, 林天宇有多重要, 安然比谁都清楚, 算你们三人好运, 安然狠狠地瞪了三人一眼, 双手打着一个奇怪的手势, 用密法联系到了红骨, 直接联系到了尤可林, 直接说了, 就是要动用大衍生树消除记忆, 或者邓州他们过来也可以, 安然, 我这会过不去, 你是不在对付狱外来的势力, 你几个师兄师姐也在忙, 我让你三师叔过去, 他现在刚忙完, 尤可林千万里传音道, 我知道了, 安然同样用密法传音回去, 随时用密法联系到了三师叔, 天药真尊, 他老人家对大衍生树极为熟悉的, 可以说随手就来, 一番联系, 天药真尊瞬间现身目的地, 速度快得很, 师叔, 就是这三人, 安然指着在地上不能动的三人道, 天药真尊在密法里面, 听到安然解释的了, 心中自然生气, 星天一脉的希望都在林天宇的身上, 尤其现在还豪吐, 更不能出一丝差错, 三人在闭关时动手, 盖死, 天药真尊直接左手一挥, 大衍生树见身, 三人相失在原地, 再次现身时, 倒退到了他们的圆点位置, 直接小范围内, 时间倒退, 倒退到, 他们还没有碰到林天宇之前, 反正都隐身了, 也发现不了的, 至于昆阳山上空的阵法, 天药真人随手掀盖了去, 让他们根本看不出来, 三人按照旋路就走了一次, 在路过昆阳山时, 根本没有停, 直接过去, 这就是大衍生树, 小范围内, 可以让时间倒流, 伴随着记忆消失, 主老六申姐羡慕不可呀, 这都是卷骨强者才可以领悟的, 安兰, 没空就学学打衍生树, 没坏处的, 天药真尊看着安兰, 慈祥一笑道, 不学, 安兰小嘴一嘟闹, 很是傲娇道, 特没意思, 那么枯燥, 还不如我修炼一会儿呢, 天药深尊无奈的摇头笑了笑, 不学就不学吧, 也没有什么的, 也没人敢欺负他, 欺负了, 莫说他父亲月牙圣人不同意, 就是他们师兄弟几个都不会同意的, 必须报仇, 就是红颜都敢跟他斗, 打的已经不是一次了次了, 你呀, 天药深尊哭笑不得的, 用手敲了敲他的脚脑袋, 玄机画风一转, 意味深长道, 你好好的把握, 天语是一个不错的男人, 此话一出, 安兰脸色变得极为颓废, 道, 师叔啊, 我已经退出了, 退出了, 天药真尊文言, 有些迷茫, 好端端的退出干什么呀, 都许配了, 就不可能退出的, 宣家问道, 退出干什么呀, 他和艳然都和好了, 我倒想嫁给他, 人家根本对我没有意思的, 安兰轻描淡写的摇头说道, 丝毫没有任何的难过, 可惜心里难受, 只是不说出来, 放心, 听师叔的, 追, 天药真尊直接鼓励道, 你就放开心去追, 不要在乎那么多, 叔叔, 算了吧, 安兰摇了摇头道, 让他安心修炼吧, 不影响他了, 天药真尊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不追, 他当师叔的也说不了什么, 还是得看他自己, 好了, 天药真尊件事情办好了, 和安兰告辞, 回了红谷, 安兰也回了死人山, 上谷已经彻底平衡下来, 以江河为戒, 天外天圣主现在根本不敢挑衅, 他现在心里还有些发怵, 和林天宇对战的时候, 心里有阴影了, 搞得最后还自杀, 真要是和林天宇再打, 不见得敢真交手, 如今今天老君在对付序外剩下的势力, 也是忙得不可开交, 就天药真尊有点时间, 都市有主老六臣监视者, 只要不交手就没事啊, 一切就看林天宇了, 还在昆阳山的林天宇, 知道事情解决了, 全身心的突破, 他体内的纤路活跃得很, 他现在还没有完全将纤路彻底了解, 还需要随着实力提升, 进一步熟悉, 整个昆阳山这下彻底安全了, 不用怕被人看到, 可以安安心心的突破, 魔族的仇人还在决地三尺的寻找魔族的踪迹, 每一座城市都不错过, 是要找到, 都是玉外的矛盾, 如今牵连到了上古, 林天宇还独善其身不了, 都市, 一处新开辟出来的空间, 一眼望不到头, 都是亭台楼阁, 极为漂亮, 和博弈道军居住的地方有的一拼, 甚至有或之乎不及, 一处修静的竹楼内, 一半头白发的男子, 正经灰色的看着手中的一本古书, 没有表情, 感受不到呼吸, 只是偶尔眨眨眼, 手指翻翻书, 就如此简单, 一副世外仙人的模样, 疾病谷主, 一级杀术消息, 还是找不到, 一身穿静装的男子, 来到竹楼内禀报道, 都找遍了, 半头白发男子不紧不慢开口道, 都找遍了, 完全是地毯式搜索, 就是找不到, 静装男子拱手回道, 继续找, 半头白发男子吩咐, 完全听不出来一丝着急, 静装男子只能拱手离去, 转身走了一两步, 突然停了下来, 眉头轻微皱了皱, 自在思考, 顾主, 静装男子转身拱手道, 我们发现一个地方, 就是没有进去, 是一处单独的空间, 在都市后方街上, 我们感觉那地方不简单, 就没有进, 早就发现了, 只是他们在街上处, 敏锐地嗅到一丝危险气息, 就没有进去, 进去看看, 半头白发男子头都没有抬到, 是, 得到吩咐, 静装男子也不担心了, 直接离去, 带着人进去看看, 正是火行绝地, 和都市接壤也就火行绝地了, 这半头白发男子, 是域外建立在都市势力的领头人, 也就是负责神, 王冠杰, 此人鸿骨强者, 在都市基本没有敌手, 他带来的人很多, 都是域外的亡命之徒, 全部是杀手, 王冠杰手中的势力, 都有等级的, 虚实骑士最低等级的, 称之为一级杀手, 一共六个等级, 最高等级的杀手, 是六级杀手, 那都是和红骨媲美了, 光一级杀手就近三千神, 二级三级乃至六级杀手, 人数不会太多, 但实力可以轻而易举地抹出下一级, 这六级杀手, 全部归属王冠杰管理, 命名为绝杀骨, 王冠杰也被称之为骨主, 等级森严, 纪律严明, 在绝杀骨内, 这八个字用在这里是最适合的, 而且归伤制度极其完整, 没有人可以违背, 违背的话, 没有全量的机会, 一律自杀谢罪去, 就是这么狠, 就是这么不把人民看在眼中, 都是巨坏的亡命之徒, 要是没有点铁血规矩, 是镇不住他们的, 离开的静庄男子派人浩浩荡荡的来到接壤处, 他自己没有去, 派了负责一级杀手的负责人去的, 静庄男子不是一级杀手, 他等级很高的, 一行人现身接壤处, 看着隔绝阵法, 一级杀手负责人看了看, 瞬间带着人穿过, 毫无阻碍, 到底是巨外来的人都不放在眼中, 一行人现身火星绝地内, 那一丝危险气息依旧存在, 就是感应不到在哪里, 近来这么多人, 自然被发现, 已经有人回去禀告二长老, 其他人也将其文入, 敢问各位前辈, 前来所谓何事, 一人站出来, 知道眼前这些人修为不简单, 忘有礼貌的, 砰, 然而, 人家没有一句废话, 一级杀手负责人瞬间出手, 开口询问之人被轰断了双腿, 双腿直接脱离了身子, 惨叫声响起, 你们, 其余人见此, 忙要动手, 可惜都不等调动体内的力量, 全部被杀, 连惨叫的机会都没有, 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 常年都是在刀口上过日子, 喝的是血液, 用的是夹炸的财产,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说是杀人不眨眼, 一点都不为过, 平白无故闯进别人的家来, 还不许问了, 还是极为礼貌的问, 这都不行, 敢多问, 找死, 一级杀手负责人不懈地看了一眼, 失去双腿的那人, 心情极为不爽, 他们做事, 任何人不能多罪, 众人瞬间地毯式搜索火星绝地, 遍地寻找着, 二长老已经得知, 忙赶了过来, 看到只剩下一个失去双腿的人, 心生大怒, 知道进来的人动手了, 杀人的心都有, 进来就动手, 都是一帮什么人呢, 长老, 他们进来就动手, 其他人全部被灭了, 那失去双腿的男子, 疼得身体抽搐起来的动, 结结巴巴地告知二长老道, 别说话, 送到都市, 圣主现在正在闭关, 让林天雪家属联系少强德, 让他们出手接上腿, 二长老盲作了吩咐, 能减少伤亡就减少伤亡, 如今就活下来一个, 没有了双腿, 意味着人基本废了, 短时间内间上, 赵祥德可以做到的, 他和圣主林天宇坚说的时间最早, 医术十分高明的, 一定可以做到, 一人背起来那男子, 一人拿着双腿, 一起赶往了都市, 去都市, 通知初老刘伟前辈, 二长老另外吩咐人道, 他们圣主不在, 不能动手, 那些人动手后, 现在都没有传出被攻击的事情, 就一定不会轻易攻击, 肯定是反感人群问在干什么, 想到这里, 二长老再次下令道, 以最快的速度传下去, 见到陌生人, 一律假装没有看见, 是, 一人忙下去传令, 动用了特殊的方法传令, 赶在那些人之前, 只要不搭理他们, 防止事情二度恶化, 二长老到底是火星绝地的长老, 处理事情的能力极为强的, 不是一般的强, 其余两位长老, 都在处理火星绝地的事情, 忙不过来的, 以及杀手负责人, 想要短时间内少玩, 也要耗费一段时间, 火星绝地也是一方世界, 不比都市小, 主老和同一赶了过来, 他们原本在都市监视着那些人的, 接到话就赶了过来, 怎么回事啊, 主老问道, 二长老将事情说了说, 主老二身闻言, 神识大开, 寻找着那些人, 一看都是都市监视的那些人, 知道怎么回事了, 灵天宇没有出来, 这口气只能忍了, 一定不能动手, 不要招惹他们, 主老叮嘱二长老道, 这些人绝对不能主动招惹, 还是那句话, 除非灵天宇出关后才可以, 二长老已经下令不要招惹了, 只是这口气咽不下去啊, 被人骑到脖子上拉屎, 莫大的屈辱, 近来就动手, 真是狂啊, 主老和同一暂时没有离开, 在火星绝地内待了将近两个月, 一级杀手全部离去, 这才安全下来, 就这么便宜了他们, 二长老不甘心, 都是虚实期不见得怕他们, 便宜不了, 主老示意二长老稍安勿躁, 道, 等你们圣主闭光出来后, 知道这里的事情, 会报仇的, 二长老只能暂时忍下这口气, 送走了主老二神, 才回去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这件事也算是告一段落, 就是这么强势, 火星绝地, 只能这样吃了这个亏, 那些离开的一级杀手, 已经回去禀告寻找的结果, 静庄男子已经上报给了王冠杰, 正在做相关安排, 找的也有一段时间了, 一直找不到, 都市没有, 那就只能怀疑到尚古, 搞不好, 隐藏身份到尚古了, 立刻着手去查, 他们来, 就是寻找魔族的, 没有之一, 找到一个杀一个, 反正他们怀疑可能是的, 一律不放过, 王冠杰也是一个狠角色, 不然的话, 也镇不住这些亡命之徒啊, 看来尚古解药闹腾一阵了, 尤其现在尚古还平衡了下来, 一旦发生摩擦, 必然要大打出手, 恐怕那个时候就真的热闹了, 所有的一级杀手, 全部奔赴尚古, 先着手从上层见面开始, 已经地毯式搜索, 域外是不可能轻易放弃的, 现在星天老军那边也打得不亦乐乎, 域外的势力确实力量强, 星天老军和他们对抗着, 完全没有压力, 他都想好挡住后的退路, 接近区外的边缘地带, 一处无人区, 星天老军和旭外的剩下势力对抗着, 域外带头之人就两个人, 天时仙尊带着人在一旁掠刃, 星天老军站在空中, 覆手而立, 那身影极为挺拔, 给人一股不可逾越的大山感觉, 本来是不打算明面出手的, 当初考虑的时候, 就是考虑到了域外不简单, 他们师父也忌惮一些, 最后天道大地过来, 也就说开了, 星天老军根本不惧怕御外, 自然没必要藏这些事, 就明面上硬扛, 只要不破坏游戏规则就可以了, 域外派出来剩下的人, 领头诗人是两个人, 两个中年男子, 身穿衣服一白一黑, 兴天老军, 你对付我们, 不怕我们居外和你星天一脉开战, 穿着黑色长袍的男子, 脸色极为坚沉道, 他们二神联手和星天老军裤装, 都没有拿下他, 甚至都占不了一丝上风, 心里不免忌惮一下, 星天老军的名声, 在序外那边, 也是有名的神物存在, 一般人还真不好惹, 二神也是强者, 听闻星天老军的名声, 并未真正交过手, 如今交手也有一段时间, 从域外出来, 就算顺利挡着, 心情难免不爽了, 交手时, 也是尽全力交手, 星天老军愣是没有压力, 对敌极为轻松, 洪谷的事情, 域外是知道的, 就是其余武裕也都在关注, 一直认为, 星天老军就算名声再大, 也得忌惮域外, 甚至不敢明面动手, 现在看来, 根本不是啊, 星天老军真不怕他们域外, 连续挡他们这么多天, 好啊, 想开战的话, 你可以问问那几位同意不同意, 星天老军风轻云淡道, 无论是星天一脉, 还是天道大地, 亦或者域外, 甚至其余武具都是棋子, 棋盘上的棋子罢了, 星天老军之所以不怕, 除了来源于自信, 还来源于对棋子的分布重要, 他们在博弈, 必然棋盘上的棋子就有重要和不重要, 星天老军敢说, 他是一颗极为重要的棋子, 当然比不上他师父重要, 但一定比域外的棋子重要性要大, 强者博弈, 面对棋子自然保作用大的, 作用不大的, 最后便是炮灰, 星天老军这一点还是极为肯定的, 天道大地对星天老军看得很透, 也是知道这一点的, 二神听到星天老军的话, 脸色变得心埋下了, 星天老军这话里有话, 他们听得出来的, 星天, 你赎金的口气很大呀, 不等二神回话, 一道身影, 渐身高空之中, 缓缓地落在了二神跟前, 距离星天老军不过十米远, 此人来得没有任何声响, 天师仙尊双眼, 微微瞇了起来, 警惕着来人, 龙傲天, 没有想到你出来了, 星天老军看着眼前的人, 极为熟悉, 他的老对手了, 也是他在区外忌惮人之一, 我要是不出来, 你是我当年一人杀上九重天的一代杀神, 还不得打扰我巨坏地做事啊, 龙傲天不音不扬道, 话里带足了讽刺, 遇到了老对手, 自然嘴不会留情, 能占便宜就占便宜, 他们的恩怨早就解不开了, 杀上九重天? 天池仙尊听到龙傲天刚才的话, 眉头紧受起来, 心里更是嘀咕着, 六玉之上还有九重天界, 当初那道警告声音, 就是来自于九重天上的, 难道, 当年脚乱整个九重天的人, 就是他的大师兄? 他们师父当年也杀上过九重天, 可那是他们师父啊, 他们大师兄难道也这样过? 天池仙尊有些搞不懂, 九重天有过两次动乱, 第一次是他们师父, 第二次是一个神秘人, 这些都是很早之前的事情, 龙傲天也是玉外巅峰强者之一, 天池仙尊还真打不过他, 星天一脉和玉外历来有矛盾, 他们师父和九重天矛盾更大, 玉外和九重天联系, 据说极为紧密, 玉外, 自然要借助九重天的力量是绊子, 魔族被驱逐出来, 就有九重天的影子, 龙傲天不必讽刺我, 星天老君淡淡一笑道, 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你我也都是棋子, 我不像你一样, 拍马屁, 抱大腿, 我星天老君向来不低头, 跟你大有差别, 一番话直接反过来讽刺起来龙傲天, 不能让他加一头, 有本事你也可以啊, 龙傲天却丝毫没有觉得丢人, 甚至觉得没骨气有什么的, 拍马屁, 抱大腿那也是本事啊, 一般人还做不到呢, 要不是有这么一点本事, 还走不到现在, 玉外和九重天的关系极为复杂, 有合作也有仇恨, 玉外的势力也不都是和平僵处, 废话少说, 我们好久没有动手了, 既然你过来了, 那就交流交流, 星天老君可不会认为龙傲天过来是聊天的, 一定是出手挡他的, 顺便送这些势力下去, 好啊, 龙傲天还真不怕, 正想领教领教呢, 看看这么多年过去, 星天老君有没有进步, 龙傲天抬手示意自己的人退后, 他们交手, 后方的人顶不住的, 小师妹, 后退, 星天老君同样是以天师先尊道, 双方各自退到安全区区, 目不转睛的盯着前方, 祸宫之声响起, 二人现身虚空中, 稳稳的站着, 静风呼呼的夸着, 二人相距上千米远, 他们动手, 精神力都可以动手, 星天老君周身突现一层淡红色光芒, 萦绕着周身旋转, 光芒现身一股强大的加力弥漫, 四周的虚空全部破碎, 吞噬之力线, 数万里之内远远看去, 犹如地狱一般, 龙傲天也不甘示弱, 周身凝照着一层淡绿色光芒, 同样是一股巨大的加力弥漫, 嘖啦啦, 火花四溅, 尚未动手, 周身的信誓已然交手, 达到他们这个地步, 对道的领悟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步了, 全部用的是道的力量, 龙傲天眯着眼看着老对手青天老君, 右手抬起, 二指轻轻一弹, 一道弓箭一般长的力量渐深, 轰隆隆, 一声巨响, 那力量瞬间变成了长万里, 高千里的一层力量墙, 朝着星天老君覆盖去, 那力量墙极为壮阔, 本来虚空是漆黑无比的, 力量强的出现一瞬间照亮, 天之仙尊看着眼前的一切, 感受到危险, 他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这是第一次, 他曾经和自己大师兄星天老君交流过, 那时候也没有感受到这种危险, 龙傲天这只是挥手一道攻击, 就如此强大, 简直不敢想象, 面对这样的攻击, 他敢说自己顶不住, 在安全区域都感受到了, 近距离恐怕直接被瞎了一瞎的趴下不可呀, 整个虚空上方, 被力量强照得犹如白天, 还在处理事情的尤可灵等人, 天药真尊他们, 全部停下了手中的事情, 通过光幕盯向了这里, 包括还在被林天宇铺路的巨崖圣人, 也通过光幕看着, 龙傲天见身, 他们都感应到了, 此人是老对手了, 自然知道都有所了解, 星天老君看着过来的力量, 左手青台, 只是看了一眼, 龙傲天实力有所提升, 这么多年看来, 也是在潜心修炼, 哄, 一声巨大的响声响起, 整个虚空再次裂开, 同样, 一个长万里, 高千里的力量强现身, 也奔涌而去, 两大力量强, 悍然间相碰, 一时短暂的静了下来, 呲啦啦, 呲啦啦, 火花四箭, 相碰之处, 爆发出来一股炽热的火焰, 热浪向四周席卷, 站在安全区域的天池仙尊等人, 已经感受到了炽热的气浪了, 甚至有些受不了, 忙后退, 再次后退了万里, 温度太高, 完全承受不了, 这只是随手一击, 天池仙尊也是一代强者, 尽管是女流之辈, 也没人敢舍的, 他都承受不了, 星天老君和龙傲天的实力, 得多强啊, 这只是随手一击, 还只是试探实力的小式牛道, 火之道, 天池仙尊知道自己的大师兄, 施展的是什么道, 五行中的火之道, 是极为简单的一个道, 这就是道的攻击, 主老六身也领悟了火之道, 释放出来的攻击也不会有这么大, 他们只是荒谷强者, 星天老君二人可不是红谷强者, 红谷强者根本没有资格和他们交手, 咣当, 两道力量强, 谁也拿不下谁, 瞬间爆炸, 整个虚空全部坍塌, 哗啦啦, 哗啦啦, 咻, 咻, 虚空当中漂浮的陨石, 全部被爆炸产生的余力, 轰成了灰烬, 距离远的, 成了碎石头, 被冲飞数万里远, 直达天池仙尊等人所在的安全区序, 碎蛇所过之处, 安全区域的虚空, 画出道道道烈枯, 只是余力竟然波及这么远, 嗡, 天池仙尊见余力还没有停的迹象, 玉手一挥, 一层护罩见身, 这才算是挡了下来, 仗是如此, 护罩也在余力相失时, 化为了碎片, 好强呢, 天池仙尊亲眼看到, 心里除了震撼, 还是震撼, 尤可林等人也看到了, 无一不是震撼, 这一刻, 他们算是知道了, 什么叫做强大, 原来之前和红颜交手, 是保留了实力, 真是深藏不露啊, 大师兄这么强啊, 天药仙尊震撼无比道, 无是一般的强, 尤可林回了一句的, 不杀红颜, 恐怕也是因为, 红颜这颗棋子很重要, 不想破坏了游戏规则, 恐怕还在为天羽留下对手, 天药真尊等人文言, 觉得有道理, 林天羽踏上继承位置后, 不经历实战, 成长不起来的, 今天老君考虑的很远, 他给林天羽铺的路, 可以说什么都考虑到了, 就等林天羽起来呢, 攻击消失, 龙傲天知道青天老君姐妹有偷懒, 也在提升实力, 看来今是难分高下, 踪, 龙傲天率先发动攻击, 二人近身交战, 每一拳每一脚都带着强大的道之力, 道的力量不是一般的强大, 最简单的火之道, 荒谷强者打出来的, 攻击力可以毁了一座山, 换作远谷强者便是十座, 乃至五十座山, 红谷强者至少都是上千座山, 星天老君这样的实力, 更是难以想象啊, 啪, 二人拳头相碰, 道之力营绕在拳头上, 周身已经完全塌陷了, 达数万里内虚空不可能存在, 张氏没有花里胡哨, 干净利落, 比林天宇的张氏还要厉害, 速度极其快, 二人拳头上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二人始终谁也奈何不了谁, 哼, 我还以为救我实力提升了呢, 你也没有闲职啊, 龙傲天冷笑道, 当然, 你提升, 我岂能不提升啊, 星天老君回了一句, 他处理事情是处理, 也没有耽误提升实力, 终有一天, 他还会杀上九重天, 再次打上一场欠他的, 要百倍还回来, 他敢打第一次, 就敢打第二次, 星天老君对生死早已看淡, 根本不在乎的, 就等他的徒儿崛起呢, 看来, 今天你我还是不分上下, 龙傲天知道, 不用再打下去了, 再打下去, 无非浪费力量, 也浪费时间, 有星天老君在, 就没有办法下去的, 他亲自下来, 因是送势力下去, 而是试探星天老君的实力, 如今击败不了, 自然送不下去, 只能另想他法, 龙傲天不是一个死脑筋之人, 他很会变通, 毕竟是拍马屁, 抱大腿的人, 脑子灵活得很, 率先停手, 龙傲天看了一眼星天老君, 他终有一天会亲自击败的, 随之带着势力返回了狱外, 看着人离去, 星天老君知道, 龙傲天一定会想着办法再次尝试下来的, 他极为了解龙傲天的, 大师兄, 天池仙尊走了过来, 担心道, 龙傲天不会把手的, 我看我们得布置好事理, 以防他生动机器, 中了吊虎离山之计, 要不是的, 星天老君点了点头, 赞同道, 龙傲天算计很深, 一定会出肖盒子的, 我太了解他了, 星天老君看了一眼巨外所在地, 带着天池仙尊离去, 返回了鸿骨, 尤可灵等身看到回来, 也放心了, 担心的心情也没有了, 尤可灵倒是没有忘记说, 上古发生的事情, 还有灵天宇被攻击的事情, 尽管没有造成伤亡, 等他出关吧, 星天老君自然生气, 毕竟闭关是被打扰了, 星天老君知道闭关是被打扰, 后果是什么, 生气是生气, 可也不能怎么样, 可以现身, 出手不能轻易出手的, 最后一个规则是不能够愉悦的, 纵然星天老君不怕, 可还不是时候, 回到域外的龙奥天, 没有任何的生气, 心平气和的想着办法, 星天老君实力提升, 他觉得才好玩, 有个合适的对手不容易, 星天老君在, 可以随时提醒他, 修炼不能懈怠, 时刻修炼忙起来, 势力下来, 那是一定的, 这个是改变不了的, 只是办法不好想, 星天老君又不是简单人, 想要瞒过他送下去势力, 需要仔细研究方法, 他原本以为星天老君不会阻挡的, 或者说是不轻易阻挡, 结果还是出面阻挡了, 还是明面上阻挡的, 龙傲天想着办法, 星天老君也不止这措施, 提防着他呢, 洪谷那边算是安静了下来, 反而上谷火药味十足, 王冠杰派到上谷的一级杀手, 狂得没标, 在上层见面寻找着, 爆发了对峙, 一级杀手目中无人, 仗着自己是居外的势力, 无法无天, 完全无视几个圣地, 尤其是天外天圣地, 天外天圣主就不是一个吃亏的主, 镇守在上层界面的天外天势力人员被杀了七个人, 都是询问了一下当场出手和火刑绝地情况一样, 天外天圣主来自于上层界面, 他心里对林天宇的恨意早就压制不住, 尤其被逼得差点自杀, 脸面都丢尽了, 现在又续当这种事情, 本来过来要立刻动手的, 一听是域外的势力, 吓住了, 根本不敢动手, 双方刚对峙十几分钟, 四大圣地也被杀了几个人, 林天雪在得知火星绝迹的事情之后, 最后去了上谷, 王派人去通知, 往事静默, 不要问, 已经迟了, 传话过去后就已经发生了被杀了五个人, 比天望天损失小一些, 四大圣地全部打开门, 让他们寻找, 林天雪传话过来后, 就想办法隐藏了魔族的谨剩之人, 况且, 星天老君早就动手隐藏了, 断然发现不了, 最后全部离开, 现在正和天外天的势力对峙者火药味十足, 上层见面玄来分界献处, 一级杀手负责人, 看着眼前修为高出他太多的天外天圣主, 极为不屑, 刚才还想和他动手, 简直是找死, 莫说是他了, 就是他背后的红颜宁阳等人, 都没有资格和他们域外对抗, 一个狗腿子也敢, 王冠杰在都市安定下来之后, 就调查清楚了都市和上谷的势力, 也不能说多清楚, 只能说是大概, 就是林天宇也知道了, 也调查了, 知道是星天老君的徒儿, 只能说是意外, 此刻的一级杀手负责人, 藐视着天外天圣主, 道, 怎么, 小子不服气啊, 不服气就动手啊, 光他们瞪着有什么用啊, 啪, 动手啊, 一级杀手负责人, 看着不敢动手的天外天圣主, 极其张狂的, 抬手拍着他的右脸颊, 眼神内带着十足的挑衅道, 不敢动手你瞪着狗眼干什么, 天外天圣主被人家拍着脸颊, 愣是不敢出手, 愈外就是他背后的红颜, 都不敢动手对抗, 都被人家骑到脖子上拉屎了, 还当着自己的势力人权打脸, 面子丢的, 再也施不起来了, 愈外, 天外天圣主现在要是还不知道, 那就太孤陋寡闻了, 多少略是一二啊, 还看老子, 一级杀手负责神, 见天外天圣主还瞪着他, 彻底不爽, 生气起来, 啪, 一巴掌接尖实实地打在了他的脸颊上, 砰, 天外天圣主整个人被打的脑袋摔在了地上, 对一个负责一级杀手的负责神, 不过才虚拾其十层, 三番五次的羞辱, 连反抗都不敢, 最后这一巴掌直接被打倒在地上, 这侮辱已经触碰到了底线, 好歹是圣地之主, 要是修为高出的也行啊, 还能说得过去, 可根本不是一个层次, 这样的侮辱, 天外天圣主也真能忍, 要是换作林天宇, 早就撕碎他了, 压根轮不到他嚣张, 霍不丰等红骨强者看着, 更是不敢说一句话, 修为势不高, 可背后的御外足以夹死他们, 况且还是御外派下来的, 仅凭御二二字就可以稳加一头, 尊严被践踏一地, 天外天圣主忍着屈辱, 站了起来, 吐出嘴中的血泻, 伸手擦去嘴角的血液, 看着一级杀手负责神, 我可不敢和你动手, 您既然已经教训了我, 意味着您也叫起了, 您之前说, 要找魔族的人, 江河那边的斯塔圣地就是啊, 尤其北边那个空间, 全部是魔族, 我和他们打了无数年, 魔族圣地还姓鱼, 斯塔圣地是星天老君指使的, 天外天圣主一副献殷勤, 一级杀手负责神, 见天外天圣主如此心情, 知道是一个欺软怕硬的狗东西, 他倒是想不到, 对面的斯塔圣地是魔族的人, 他们检查过, 没有, 忘了, 一级杀手负责神恍然大悟, 忘了斯塔圣地是星天老君支持的, 当年和魔族都是站在一起的, 这件事其他人不知道, 域外是知道的, 天外天圣主也是故意的, 那是星天老君支持发展起来的势力, 不见得是域外寻找的魔族, 杀了这些人的心都有, 又不敢, 不如借刀杀人呢, 干脆把矛头怀疑过去, 天外天圣主是不知道魔族和星天老君有关系的, 要借刀杀人, 铲出一击, 有没有关系不重要, 他不能杀了眼前的人, 让他们找斯塔圣地的事情, 去逼斯塔圣地, 最好打起来, 斯塔圣地出手灭了这些人, 这可就闯大祸了, 域外一定怪罪, 到时候怪罪下来, 一定报仇, 斯塔圣地灭定了, 背后的支持者也得被灭了, 天外天圣主真是心量大, 为了报仇, 什么都不顾了, 这一招借刀杀人用得好, 还是连环计, 连斯塔圣地背后的支持者, 都算计了, 那个灵天宇, 好像就是魔族的人呐, 天外天圣主可不会放过灵天宇的, 都诬陷了, 就一起诬陷吧, 一级杀手负责人, 听到灵天宇好像也是魔族的人这话, 这还能是好像啊, 灵天宇姓灵是灵家的人, 刚才都说了是星天老君支持者, 四大圣地就是魔族, 星天老君和魔族是认识的, 关系还是极为不错的, 看来星天老君是有技藏的, 一级杀手负责人, 心中确定着, 还真是跳了下去, 天外天圣主胜了, 成功将矛头引向了四大圣地, 还有都市, 尤其是灵天宇的身上, 最怕的就是有人脑袋不够用, 觉察力太差, 堂堂一个天外天圣主和四大圣地的矛盾就是死仇, 存在故意乎现, 可惜, 这个一级杀手负责人, 确实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 脑子根本不在思考的, 只会狂, 甚至是狂的没边, 走, 一级杀手负责人没有犹豫, 直接带着人消失在上谷, 回了都市, 一群猪似的, 天外天圣主看着声势浩大的离开, 手了手被打的脸颊, 多少有些疼痛, 受了鼓鼠, 心情不爽是一定的, 重要的是, 借刀杀人成功了, 欲坏没人敢舍的, 可惜, 天外天圣主不知道的是, 不光有人敢舍, 还动手了, 甚至都市的域外势力, 灵天一旦出关后, 没说的就是死, 四大圣地, 我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天外天圣主看着四大圣地所在地, 心中得意的很, 不用一兵一卒, 就可以灭了对手, 那是最舒服不过的, 也是最好的结果, 回到都市的一级杀手, 他们知道灵家在哪里, 包括紫人山都知道, 就是奔马房地产都知道是灵家的产业, 王冠前是调查了个大概, 可惜, 唯独对灵天宇调查的还算是可以, 现出都市灵家, 一级杀手负责人, 现身都市灵家, 瞬间杀了进去, 别墅内没有人的, 只有一些保镖, 保镖全部被杀, 李玉也不在, 现在是下班的时间, 李玉作为司机, 必然要去的, 灵苏还在辅导班, 都要去接, 段欣欣更是不在别墅内, 苏金华更不用提了, 还在公园听戏, 根本没有回来, 只是可惜了, 守在这里的保镖, 没有人呢, 一人前来禀告道, 一级杀手负责任文言, 眉头微微一皱, 去奔马房地产杀, 灵天宇既然是魔族人, 他的家身姐都是全部杀, 无论孩子也好, 还是女人也罢, 全部拿了他们的脑袋, 是, 命令下, 三分之一的一级杀手站了出来, 奔赴奔马房地产坐在地, 猖狂的狠, 一级杀手负责任带着剩下的人, 赶往了死人山坐在地, 轰隆隆, 刚到死人山, 直接被覆盖在了死人山上空的阵法基柱, 瞬间覆灭了一半, 一级杀手负责任, 看到突如其来的一幕, 阵住了, 死人山上空, 韩老曾经覆盖过阵法, 真冲击之上的陌生人, 都要承受住阵法攻击, 他们都是虚实期, 自然符合, 阵法启动, 惊动了灵天雪, 主老他们, 就是安兰, 也被惊动, 你们灵家, 竟然敢覆盖阵法, 当我们做事, 你们不用活了, 一级杀手负责任, 看到人出来, 极度不爽, 心中充满了怨怒, 他的人到现在都没有损失, 来到灵家就损失, 一定是魔族人, 这负责任这么想, 完全是莫名其妙, 八杆子都打不到的事情, 就认定, 想来也是个白痴, 给我破了这阵法, 杀光灵家这些魔族人, 一级杀手负责任, 气急败坏的下令道, 轰,轰, 攻击现身, 攻击在阵法上, 整个死人山上空都是攻击, 阵法却纹丝不动, 这好歹是寒老不知下的, 也是荒谷强者, 虚实其修为, 就想破开, 简直是痴人说梦啊, 魔族, 灵天雪和朱老六身文言, 有些迷茫, 灵家人就是灵家人, 怎么可能是魔族人呢, 这些人肯定是搞错了, 整个死人山的保镖被惊动, 严阵以待, 怎么办, 前辈, 灵天雪一手紧握, 他想下令动手, 刚才的话可以当做没有听见, 灵家绝对不是魔族人, 这一点还是知道的, 可处处忍让, 在火星绝地杀了人也就算了, 现在都打上家门口了, 这还了得呀, 想动手, 又没法动手, 可惜, 灵天雪说过, 不能动手, 必须等他出来后才可以动手, 只能询问朱老六人的意思, 不用管他们, 朱老摇了摇头, 杀这些人轻而易举, 灵天雪不出来, 定然不可以主动动手, 动手, 然而, 安兰站了出来, 提议动手道, 反正天雪出关后, 也要对付他们的, 没有必要留守了, 都打上家门口了, 还不动手, 禁止不杀他们, 他们离开后会更张狂, 那就只能杀, 我想天雪也赞同这样的, 安兰已经动路, 打扰闭关时他就动了杀心, 如今更是如此来, 不能一味的退绕了, 必须动手, 朱老等人自然是不同意的, 已经迟了, 安兰现身死人山上空, 出手压制住了他们, 一级杀手感觉到周身不能动, 甚是大惊, 盲要反抗, 可惜没有机会了, 安兰玉手凌空一握, 瞬间所有一级杀手, 全部暴体而亡, 鲜血洒满天空, 随之火焰剑身, 全部化为了灰烬, 朱老等人看着, 心里哆嗦了想, 这些都是巨外的势力, 杀了他们必然要报仇的, 到时候都市要乱了, 教主, 都市保镖被杀, 刚灭了, 一从都市赶过来, 保护苏若曦的保镖, 前来告知道, 苏若曦本来不用保镖的, 都市没有敌人了, 为了以防万机, 还是派了五个保镖守着, 那一部分一级杀手, 去了奔马房地产是不错, 可已经下班了, 扑了个空, 什么, 林天雪等人听到震惊无比, 引监者便是担心, 准备前去, 听到接下来的话, 知道苏若曦和林苏没事, 松了一口气, 哄, 距离死人山百里处, 传过了一声巨响, 扑空的那一部分杀手, 赶往了死人山, 安兰听到都市保镖被杀, 出事情了, 自然知道是哪里, 赶了过去, 路上巨到了, 肯定顺手要灭了的, 安兰也算是一个急急急, 后面的话都没有听到, 就赶了过去, 林天雪等人听到传过来的声音了, 忙看了看, 一看安兰不在了, 知道去了都市, 刚才的话他肯定听到了, 又想到刚才过来的人, 根本没有接近三千人, 看来有一部分, 是去都市林家杀人了, 扑了空回来的, 被安兰顺手灭了, 朱老等人心里有些担心起来, 杀了他们, 一定会遭到无限制的报复, 已经动手了, 没有挽回的地步, 需要好好的布置了, 来到都市的安兰, 看到没有事情, 松了一口气, 苏若西要是出了事情, 林天宇绝对会疯狂的报复, 他最在乎的就是家人, 安兰不后悔动手, 再有一次机会, 同样也会这么做, 不招惹他们, 反过来主动打上门来, 这不能忍, 有一件事, 安兰不明白, 林家什么时候是魔族的忍了, 完全是无稽之谈, 安兰完全想不通是怎么回事, 发生的动手, 已经惊动了王冠杰, 毕竟一级杀手全部被灭, 想要瞒住, 根本不可能, 这些一级杀手, 全部有一枚对境的玉佩, 一枚称之为, 生命玉佩的东西, 每一个杀手都会被打出, 玉佩内一丝生命之力, 和本人的生命是联系的, 无论距离多远, 都可以联系到, 况且又在都市, 真不在了, 留在玉佩内的一丝生命之力, 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玉佩会化为碎片的, 接近三千的生命玉佩化为碎片, 再不惊动王冠杰, 就真的说不过去了, 绝杀谷内, 王冠杰看着摆放生命玉佩的一级杀手大殿内, 那些玉佩碎片, 脸色都变得铁青了, 竟招男子站在身后, 不敢说一句话, 甚至大气都不敢喘, 谷主生气, 最好别开口说话, 否则会被吵的, 敢杀我的神, 我倒想看看是谁, 王冠杰双拳紧紧的获舍, 这句话完全是从牙缝里面蹦出来的, 他的脾气还算是不错的, 一般不发脾气, 现在魔族没有找到, 一级杀手全部覆灭, 损失不小啊, 王冠杰双手抬起, 动用了大衍生术里面的遗术, 名为回巷术, 事情发生, 不超过七个小时, 都可以动用, 前提是自己的人, 其他人的话, 仅凭王冠杰是红骨强者, 还做不到, 那得是天药身尊, 天时先尊, 红颜那样的人才可以做到, 一副透明画轴, 现身在王冠杰跟前, 画轴内的画面, 将一级杀手死亡的画面, 完全像是放影机一样, 播放了出来, 连说的话都有, 大衍生术和修炼者一样, 都是逆天的存在, 修炼者会来永生, 逃出天地轮回, 大衍生术可以透彻天机的, 只是需要像天药真尊等人才可以,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透彻的, 画轴内的画面, 不过是几分钟的时间, 任何事情全部明了, 灵家, 画轴消失, 一级杀手负责人的话, 证明了灵家人都是魔族的人,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就在眼皮底下, 浪费这么长的时间, 传令, 王冠杰转身, 下令道, 六级杀手不动, 六级负责人, 下令五级负责人, 五级负责人, 下令四级负责人, 四级负责人, 下令三级负责人, 三级负责人, 下令二级负责人, 五四三二级杀手全部出动, 给我踏平上谷, 都市灵家, 连下树道命令, 都市灵家是魔族人, 上谷的灵家自然也是, 天外天圣主的借责杀人成功了, 能否灭了, 暂时是未知数, 但算计成功了, 王冠杰对灵家是魔族, 没有任何怀疑, 都动手了, 那就是心里有鬼, 不是的话, 他的人会找上他们, 无比的确定, 除了六级杀手没有动手, 其他的都动用了, 这六级杀手都有一个铁穴规定, 不能越级管理, 王冠杰怕出现高等级的杀手, 越级下令, 造成等级混乱, 执行事情就麻烦了, 做不到, 另行进水了就, 低等级的, 要听命于高一等级, 等级分明, 这才是绝杀骨的强大之处, 王冠杰动用一级杀手, 也是从六级负责人命令, 五级负责人, 一级一级传下去的, 虽然麻烦, 但有严格等级, 一般人触碰不到王冠杰, 静庄男子是王冠杰的助手, 专门传命令的, 地位也是十分高的, 除了六级杀手负责神, 可以接受到王冠杰外, 就是静庄男子可以接受到的, 静庄男子领命离去, 下去传令, 都市灵家, 圣古灵家圣地, 都难逃, 五级杀手, 实力可都是玄古强者, 四级杀手, 是荒古强者, 三级杀手, 是上古巅峰, 和天外天圣主是同等实力的, 二级杀手, 天地七九尾, 欲外下了很大的血本的, 六级杀手, 媲美红古强者, 这种大手笔, 真不是任何一个势力可以做出来的, 命令下, 杀手出动, 三二级杀手, 现身都市灵家, 死人山, 五四级杀手, 前往了上古灵家圣地内, 上古灵家不用太担心, 天外天圣地有霍不丰等红古强者, 自然是星天老军为了平衡也派了, 五级杀手不过是玄古强者, 不足为惧, 四级更可以忽略, 都市灵家, 有安兰就可以收拾他们了, 况且, 三级杀手才上古巅峰, 主老六神就可以, 安兰出手不出手, 都是一说呀, 海北的灵家, 一个保镖都没有, 安兰把苏若曦他们接到了死人山, 海北的别墅就是一座空房屋, 各级杀手全部到达目的地, 灵家圣地根本没有搭理, 闭门不出, 随他们攻击, 相反, 死人山, 安兰准备大开杀箭, 还没完没了了还, 灵天雪拦了下来, 不让他动手, 他们破不开阵法, 也没有什么办法, 自己就会撤, 再动手, 恐怕没有出关前, 都市就会变成水深火射一般, 这样的局面很难收拾的, 这些人没有威胁的, 安兰还是赞同出手, 反正都杀了, 再杀一些也无所谓的, 不行, 灵天雪还是坚决摇头, 主老六身也赞同, 这些人万一狗急跳墙, 乱攻击都市, 后果不堪设想啊, 安兰被拦, 只能叹息一声, 看着被攻击, 阵法纹丝不动, 三二级杀手那一股杀劲, 被消磨得快没了, 一个阵法竟然这么难, 成了执行任务的阻挡时, 怎么办啊, 二级杀手负责人道, 三级杀手负责人也在想办法, 现在还没有想到, 只能说这件事不好解决, 破不堪这阵法, 就无法完成任务, 三级杀手一共是一千五百人, 二级杀手两千人整, 加在一起力量不小了, 而且三级杀手都初步接触了道, 力量更是强大, 这都破不开的话, 那就是这阵法高于他们的修为的强者布置的, 再攻击, 三级杀手负责人命令继续攻击, 先继续攻击, 真的攻击到最后不行了, 再上报给四级杀手, 现在只能如此, 四级杀手跟五级杀手在上谷内的情况, 也不容乐观, 灵家圣地下根就不搭理他们, 处境极为尴尬, 双方分头行动, 连破三天, 还是无用, 气得不轻, 三级杀手负责人, 无奈只能前往上谷, 寻找四级杀手负责人禀报, 极为麻烦, 等级制度森严, 好也不好, 可极为耗费时间, 得知破不开都市的灵家, 四级杀手负责人气急办坏, 忙上报五级杀手, 商量该怎么办, 两边都破不开的话, 这回去没法交差的, 虽然见不到鼓鼠, 惩罚一定会一级一级下来, 总要有一边攻破的, 此刻最得意的莫过于天外天圣主, 已经成功了, 看着被攻击, 自然心里爽了, 一商量就是数天, 五级杀手负责人很谨慎, 没有提前上报给六级杀手负责人, 让人继续攻击, 三级杀手负责人, 也命令人继续攻击死人山, 按来还是提议动手, 这些是没有威胁的, 灵天学等人还是不同意, 一方攻击, 一方不搭理, 九宫不下, 陷入了无限制的循环当中, 五级杀手负责人不敢轻易上报, 他深知六级杀手负责人的脾气, 一言不合就是骂, 甚至还会动手, 他可不愿意找骂, 只能拖到现在, 王冠杰也倒是沉得住心, 此攻击拖了足足十天有余, 还在昆阳山的灵天学已经有了动静, 他现在闭关不过数月, 半年都够强, 修为五象其五层, 周深的仙石突然被他收在了储物界内, 极为奇怪, 您现在五象其修为, 您体内有神龙血脉和漆脉, 那会说话的先路再次开口道, 您可以将其融合在一起的, 还有, 您胸膛前的神秘图案, 我经历了所有的文明, 我记得魔族圣祖也有, 您拥有这个, 这可是非魔族圣神拥有不了的, 先路的话, 让停止修炼的灵天宇, 陷入了陈词当中, 难道我真的是魔族圣? 灵天宇在心里百思不得其解, 甚至怀疑着, 这不可能吧, 他父母一个是灵家人, 一个是文家人, 怎么也不可能是魔族圣呢? 体内连一丝魔族血脉都没有, 根本不可能啊, 我闭关之前, 有人也说我是魔族圣, 还是魔族皇族, 灵天宇和仙鹿交流热道, 可我父母都不是魔族圣呢? 主人, 您不用怀疑, 您就是魔族圣, 只是您体内已经没有一丝魔族血脉了, 可您的骨子里面却和魔族圣一样, 傲而不交, 骨子里是能出手则出手, 能不损失就不损失, 您这就是魔族的做事风格, 而且您没有发现, 您一旦交手, 体内的战役很旺盛, 仙鹿仔细地分析者, 灵天宇听者心里有些接受不了, 他停止修炼, 使突破五项七五层后, 仙鹿提议可以将体内的血脉进行融合, 这个修为恰到好处, 可以达到更强的血脉, 甚至还能够快速地坚持到, 这才停止了下来, 仙鹿突然说魔族的事情, 断定他还是魔族人, 当初第一次开口说话时, 仙鹿说过他存活无数年了, 话里潜藏的另一层意思就是, 他是一个老怪物, 年龄不输星天老君, 可能还要有过失无不及, 这是他的先路, 自然不用怀疑说的真假, 一定是真的, 害他, 对他也没有好处的, 先不管这个了, 你说的融合两种血脉, 怎么融合呀? 灵天宇问道, 去一处存在天火的地方, 都市当中就有, 在昆蓬山, 都市历经数年, 地势早已变化, 会有变度, 大致方向不会变, 应该是在南边边缘之地, 先路回道, 灵天宇听到, 睁开了眼睛, 看了看全身盘出来的腥臭杂质, 一头扎住了河流内, 仔细清洗着身子, 先路已经是灵天宇的, 自然要认灵天宇为主神, 本来是不停止修炼的, 既然如此, 为何不尝试一下呢? 两种血脉可以融合, 那是好事情啊, 省得出现不平衡, 功法和七脉联合平衡玄龙血脉的, 这一直是灵天宇担心的事情, 如今有机会可以摆脱, 打破设格, 随时可能失衡的弊端, 那是罪合是不惑的。 灵天宇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 离开了昆阳山, 离开的瞬间, 远在红谷的星天老君, 放下了手中处理的事情, 嘴角扬起一丝, 耐人雄伟的笑容。 傻小子, 终于要真正走上铺的路了, 融合吧, 尽情地融合吧。 星天老君在心中说不出来的高兴道, 看来他早就知道, 灵天宇在突破到五项七时, 那先了会说的, 都铺好的路, 就等着他修炼道。 灵天宇已经步出正轨, 星天老君平复了平复激动的心情, 继续处理手中的事情, 他知道, 这一刻, 灵天宇才算是真正地踏上了踏步的路, 之前那些都是热身。 灵天宇要是知道, 这一切都是星天老君铺的路, 会震撼得不知所措的。 这一条路可以说, 星天老君偶心沥血铺好的, 动用了他所有的人脉, 甚至将他办事前的都用上了, 就是铺路。 天道大地夫妇的传承, 他也要来了, 岳阳圣神也在铺路, 可见, 灵天宇被给予了多大的期望。 回到死人山的灵天宇, 看到有人在攻击, 越过攻击, 回到了庄园内。 灵天宇的回归, 让灵天宇等人的主金骨瞬间有了。 杀了火星绝地的神? 灵天宇问怎么回事, 灵天宇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全部说了, 瞬间紧然怒火。 给我砍了他们。 灵天宇冷冷地下了话, 管他们是不是巨外的人, 动他的人就不行, 反正也卷住了, 没说的, 杀。 灵天宇发话了, 灵天宇自然不会阻挡, 他本来就是主星骨, 是整个灵家的主星骨。 这一次, 安兰没有出手, 主老六人动手的三二级杀手全部解决, 整个死人山安静了下来, 对敌人, 灵天宇毫不手转, 尤其还动手伤及他的势力, 更是没说的, 更要下手杀了。 幸好火星绝地没有出大事情, 不然的话, 他不会只是让他们死那么简单, 而是让他们受尽折磨。 还真是能出手就出手, 绝对不废话, 完全符合魔族的做事风格, 体内醒燃的怒火, 早已变成了无尽的战役, 灵天宇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你父亲来消息说, 上库有神也在攻击圣地, 和他们穿的衣服一样, 我想都是意外的势力, 只是实力等级不一样。 灵天宇还没有忘记, 上股传来的消息, 忙搞说了灵天宇。 文言, 灵天宇双眼微微眯了起来, 体内的战役幻化成了快要意识不住的杀气, 魔族的仇神没完没了了还。 留一个活口, 其他的, 一律不留。 灵天宇命令下去, 他要找到他们的坐落之地连根拔起, 他出关后, 是要尝试融合两种血脉, 既然出来了, 那就彻底解决了再走。 都市是他扛着的, 上谷也是。 上谷四大圣地一定平衡了, 也一定有红谷强者的, 灭他们那是轻而易举的。 灵天宇已经传话到了灵家圣地, 红谷强者瞬间出手, 五金杀手完全招架不住, 一番解决留下一个人, 正是五金杀手负责人。 灵家那些红谷强者还是有眼力的, 自然能够认出来谁是主要负责人。 送到都市灵家, 以红谷强者发话, 吩咐人送过去。 天外天圣主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吓得哆嗦了一下, 竟然动手收拾了, 这可是域外的势力, 没人敢惹的, 灵家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这样正好, 杀巨外的势力, 就得承受巨外的报复。 天外天圣主心里高兴得很, 正合他意, 他也没有什么损失, 只是丢了脸, 损失了几个人, 引发巨外动手, 那才是重要的事情。 心量不是一般的大, 绝杀谷内, 王冠杰看到, 五四三二级杀手生命预配全部破碎, 整个人脸色铁青, 大眼生竖线, 看得是真真实实, 看到林天宇下了令, 怒得牙齿咬的咯吱咯吱作响, 撕碎林天宇的心都有啊。 静庄男子不敢说一句话, 在一旁站着, 找不到, 一直找不到, 找到了全军覆没, 现在只剩下了六级杀手, 没有动, 画轴内显示的是红骨强者, 灵家圣地动手的就是红骨强者, 动用六级杀手, 实力是可以媲美红骨强者, 只是媲美, 不是一定。 灵家圣地内, 不止一位红骨强者的, 一旦全部出来, 六级杀手指定对抗不了, 媲美红骨强者实力, 只是媲美还达不到。 王冠杰怎么做, 那是他的事情了。 远在死人山的林天宇, 看着送过来的火口, 主老六神, 林天雪, 安兰都在一旁看着。 你们的总部在哪儿? 林天宇声音极其冰冷地问道。 不知道。 五级杀手负责人, 极其劲气地回绝道。 林天宇听到回答, 站了起来, 他自杀不了, 被封了体内的力量, 灵魂也封了, 就是个普通人。 林天宇走了过去, 一手攥住他的头发, 拖着他, 离开了客厅, 一路来到别墅外, 瞬间生在了地上。 我说可以, 我让你生不如死。 林天宇说完, 一脚踩了上去, 咔嚓, 五级杀手负责人的右腿 被林天宇硬生生地踩断。 五级杀手负责人愣是没有惨叫, 极为难忍。 林天宇不怕他能顶, 就怕他顶不住, 瞬间踩断了他的另外一条腿, 两条胳膊也没有放过, 全部断了。 断骨之痛, 亡命之徒固然可以顶住, 常年都是在刀口上过日子, 这点痛自然不算什么。 可惜, 林天宇不仅这么点手段, 他是谁啊? 他除了是上骨的扛把子, 还是神医, 一个神尽兼尸的神医? 有的是办法折磨, 不说求不得。 右手一挥, 五级杀手负责人被林天宇点了全身的经脉, 包括死穴, 一处都没有忘记。 五级杀手负责人感觉体内有什么东西在游走, 甚至起痒无比起来。 可一瞬间, 体内剧痛无比, 而且全身的经脉全部缩短, 瞬间整个身躬身着, 眼睛向上翻着, 完全不是一个正常的事。 林天宇等人看到, 心里有些哆嗦起来, 太可怕了。 他们看得出来, 这人在承受什么样的痛苦? 看上去很像是除了杨巅峰, 倒是没有口吐白沫。 经脉瞬间缩短, 必定带动筋肉抽搐, 也会导致筋肉萎缩, 这种痛苦难以想象。 林天宇曾经忍受过这种痛苦, 他深有体会, 他不信此人可以顶住, 还是那句话有办法让其开口说。 足足十分钟, 此人痛苦得受不了, 疼得晕了过去。 林天宇不放过他, 弄醒他, 继续。 说出来, 一个痛快让他死得痛快点, 不说出来, 就承受下去, 看他的意志力能够多强。 来来回回三次, 终于还是承受不住。 老老实实地说了出来, 五金杀手负责任健在, 只求让他不再承受那种痛苦。 咔嚓。 得到想象的, 林天宇毫不犹豫地下了手, 将其脑袋踩碎, 灭了他。 尸体化为了灰烬。 林天宇瞬间离开了死人山, 进入了鬼族, 来到鬼族内。 那人说出来不少, 还有六金杀手, 实力拼命红骨强者, 那就让雷族的人出来, 带一部分红骨强者过去, 灭绝他们。 雷盛亲自挑选了人, 林天宇就等了五分钟罢了, 随时带着人浩浩荡荡离去, 现身都市直奔所在地。 安兰感应到了什么, 没有跟着去, 反正只是前去处理剩下的人,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王冠杰恐怕想不到, 他的人还是说了出来, 他跑不了了。 林天宇就是要连根拔起, 管不了是不是遇外, 反正迟早要面对, 那就早点面对。 面对的敌人很多了, 多几个也无妨。 你在看什么? 林天宇来到别人树坏, 看着安兰一直看向一个方向, 很是好奇, 抬头也顺便看了看, 什么都没有。 安兰只是摇了摇头, 没有说一句话, 去了凉亭下方等着, 耐心的等着林天宇回来。 离去的林天宇带着人来到目的地, 手持勇武枪, 一枪劈开了那入口, 直奔而去。 给我杀, 林天宇下了令, 管这地方漂亮不漂亮, 就是世外桃源也得消失, 有人闯进来, 王冠杰自然第一时间知道, 赶了过来, 看到林天宇时傻了眼, 这么快就过来了, 这地方很隐秘的, 外人不可能知道的, 很是纳闷, 林天宇是怎么知道的? 全部给我灭了, 林天宇看着站得整整齐齐的杀手, 毫不留情的下令杀, 管他几级杀手都得死, 那人倒是说的实话, 六级杀手确实可以媲美红骨强者实力, 可惜只是媲美还差得远, 雷俗的红骨强者一番出手, 交手只是持续了不到三分钟, 全部被灭, 除了王冠杀还活着, 没有一人, 满地都是残枝断壁, 鲜血遍布, 王冠杀眉头紧重, 体内的力量早已调动起来, 雷俗的红骨强者将其团团围住, 林天宇, 你可知道我是谁, 王冠杀反而倒是不怕, 很是冷静, 大有一副不放在眼中的模样, 哼, 你是谁, 跟我有关系, 林天宇看了一眼他, 冷冷地回道, 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我不管你是谁, 你在旭外什么位置, 老子一概不知, 也不想知道, 只知道你杀了我的人, 攻击我的家人, 给我撕碎他, 林天宇懒得再废话, 直接下了令, 这么多红骨强者对付一个, 绰绰有余, 完全是手到勤来, 等等, 然而, 王冠杰却出言, 雷俗的人看向了林天宇, 要说什么话, 别回去吧, 老子没兴趣听, 林天宇极为不耐烦道, 死到临头了, 话还这么多, 雷俗的红骨强者瞬间下手, 数道攻击, 降临王冠杰周身, 就算他有三头六臂, 也难逃一死, 王冠杰却奇怪的没有还手, 但凡一个正常人, 都会下意识地还手的, 他却没有, 这可不正常啊, 卡尔傻, 不对, 虚空一声裂开, 林天宇意识到什么, 忙双手一挥, 隔空将自己的人拽了回来, 嗖嗖嗖, 人离开的瞬间, 数十道攻击下来, 击中的地方, 正是他的人站的地方, 雷俗的红骨强者, 看到自己站的地方, 那攻击, 就到那是红骨之上的实力, 至少有红颜的实力, 林天宇也秀到了, 幸亏反应及时, 不然的话, 自己的人都得折损在这里不可, 他倒不怕王冠杰, 想留下他, 还缺一副好哑口, 王冠杰看到躲了过去, 心里极度不甘心, 他始终料不到, 林天宇报复得如此快, 更想不到, 来得如此快, 刚上报给玉外, 说了说这里的情况, 也说了损失惨重, 看剧外有什么对策, 正在等六级杀手被灭了, 都没有等到, 一直到他被围住, 攻击时, 才有消息过来, 随之而来的便是攻击, 剧外的人商量好了对策, 自然要看向这里, 见只剩下了一个神, 断然不允许被杀, 小子, 反应挺快的, 一声但是惊讶的声音, 从虚空当中传下来, 雷族的红骨强者, 感觉情况不对劲, 将要传话回去支援, 刚才的攻击, 一定是说话的人发动的, 修为选高出他们, 话还没有说完, 林天宇却是以他们稍安勿躁, 不用担心, 此人不见得敢动手第二次, 已经警惕了他可以反应过来, 就可以反应过来第二次, 甚至第三次, 偷袭这种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你这样的强者也不是好人品, 很丢人的, 林天宇抬头回了一句毫不留情, 和天外天圣主的奸诈有的一拼, 果然能够判出来这样的人狂得没边, 在上古和都市横冲直撞, 谁也不怕, 林天宇告诉他, 闯入火星绝地的就问了问, 动手杀人, 这种神圆就是土匪, 地痞流氓, 但凡是个神都得讲点道理啊, 就是天外天圣主也要讲点道理的, 他们是一点道理都不讲, 果然是上梁不正, 下梁歪, 好伶牙俐齿啊, 那声音再现道, 不愧是今天老君的徒弟, 胆子还真是大, 不过, 你胆子太大了, 你会死得很早的, 有点实力, 就狂到这种地步, 目中无人, 谁都敢动手, 难道你师父没有教你, 什么叫做光芒太盛, 容易过早交折吗, 尤其是最后一句话, 林天宇听得出来, 但是实俗的杀气, 显然是对刚才的话不满意, 那龙浩天, 你可以让我图儿过早交折试试看, 不等林天宇回话, 星天老君的声音响起, 一句话对了回去, 这声音正是龙傲天发出的, 星天老君感应到这里出事情, 自然不会让自己徒弟吃亏, 给我杀, 林天宇听自己师父出来, 下令自己的人过去, 抹出那仅剩的一个人, 雷俗的红骨强者再次出手, 这一次王冠杰反抗了, 龙傲天见林天宇, 当着他的面动手, 动了杀心, 立刻出手, 结果星天老君挡了下来, 王冠杰仅仅抵挡了十秒钟, 被拿下了脑袋, 这脑袋他必须带回去, 杀了他的人, 必须拿回去祭奠, 好好, 好, 龙傲天见自己的人被杀, 出手也白搭, 星天老君挡着他, 也无济于事, 连说三个好字, 星天老君, 你徒弟够狂, 不愧是你的徒弟, 龙傲天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们还会见面的, 好啊, 我期待你的过来, 林天宇直接回了一句, 他还真没有怕过谁, 龙傲天听到这句话了, 没有说什么, 已经相视不见, 星天老君也没有说什么, 也相视不见了, 给我回来顺利, 林天宇直接下令轰碎这里, 他要做得干净利落点, 不留下一处地方, 也算是赶尽杀绝吧, 雷族的强者下手, 瞬间毁了去, 随时林天宇带着人远路返回, 在都市狂的霉边的人, 六级杀手全部被灭, 王冠杰更是被灭, 墓中无人, 张狂就该他们死, 天外天圣主算计是成功了, 可惜, 只是成功将矛头紧向了林天宇, 没有成功达到最终目的, 林天宇但是人头, 前往了火星绝地, 祭奠被杀的人, 这才回了死人山, 安兰见林天宇回来, 松了一口气, 平安回来就好, 相信巨外的势力都被灭了, 他出手一定可以, 对了, 你师母过来了, 让你不要光芒太盛, 你走的时候, 我也忘记告诉你了, 安兰倒是没有忘记这件事, 既然出关了, 自然要告诉的, 林天宇听到不让他光芒太盛, 知道是他师父的意思, 可惜, 他想光芒不要太盛, 身不由己啊, 既然避免不了, 那就光芒太盛吧, 今日灭了巨外的势力, 已经得罪了巨外, 光芒已经捅到了域外, 想光芒不胜, 都是奢望, 光芒胜不胜, 也就那样, 林天宇坐在了梁亭下, 摇了摇头, 道, 我和巨外一个, 叫龙傲天的人, 已经久了过节, 还当着他的面, 杀了他的人, 龙傲天? 安兰闻言, 秀眉一皱, 很是诧异, 龙傲天是巨外的巅峰强者, 他父亲都不敢和龙傲天打, 他对巨外了解的, 也就那么一点, 龙傲天还是听说的, 安兰也没有说什么, 双手撑着绝眉脸颊, 看着林天宇, 一句话没有说, 林天宇却无心欣赏美女, 而是想着心中的一件事, 要不要灭了天外天圣地, 可那天的声音显然不能灭, 林天宇不想让天外天圣主活着, 他的圣地也得灭了, 这是一个可能随时爆发的祸患, 天外天圣主,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你在想什么? 安兰见林天宇不说话, 好奇到一直在发呆, 难不成再想断燕燃? 安兰心里乱想起来, 不免心里有些小小的吃醋, 不舒服, 并未在脸上表现出来, 没什么, 林天宇被安兰的声音, 从思考当中拉了回来, 起身回了别墅, 安兰看着林天宇离开的背影, 也起身离去, 林天宇得收拾收拾, 既然现在灭不了, 就只能等以后了, 他倒是想知道, 那天可以让他师父后退的那声音, 是谁发出来的, 他可以确定不是龙傲天, 是另外一个人, 就是不知道是谁, 老头可是一个强大到巅峰的人, 可以让其后退一步, 那至少也得是他师祖那个辈儿了, 林天宇还真想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 可惜修为不够, 要是修为够了, 有老头那样的修为, 肯定敢下手灭天万天圣主, 甚至不会记得, 林天宇现在, 得前往南边边缘地带区, 寻找天火之地, 也就是昆鹏山, 他让人送过来南边边缘地图, 仔细看了看, 一共六处地方都是高山丛林, 只是不确定是哪一座山, 林天宇将六处会议室记了下来, 一个一个找, 昆鹏山, 能够以昆鹏二字命名, 必然也是有一定原因的, 说说昆鹏山的来历, 林天宇收好地图, 看了看可能需要用的东西, 顺便让先鹏介绍介绍, 说不定找的时候更方便, 先鹏盲回道, 古书中有云, 北明有鱼, 其名为昆, 昆之大, 不知其几千里也, 化而为鸟, 其名为鹏, 鹏之辈, 不知其几千里也, 鹏而飞, 急急说垂天之云, 这是古书上的记载, 千鹏继续道, 要是发生变化不大, 可以信学看出来, 那山的面貌, 是昆鹏的模样, 那是一只昆鹏鸟死在了那里, 无数年石化成的山, 我曾经亲眼看过, 林天宇听到最后一句话, 吓住了, 一只昆鹏死在了那里, 他上学的时候, 在古文言文《逍遥游》当中, 学到过刚才说的一段古文, 确实很大, 他只是想听介绍介绍, 不曾想死在了那里, 感情那昆鹏山, 是真昆鹏所画呀, 他现在是不敢想象了, 要是如此的话, 昆鹏山天才地宝不会少, 昆鹏也是神兽, 还是两极神兽, 他可以在水中游, 又可以翱翔虚空, 在陆地生活, 神兽当中罕见的存在, 对了, 主人, 你此次前去, 有天火的话,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能够得到一些宝藏, 仙鹏提醒自己主人道, 那是昆鹏所画的山, 昆鹏毕竟是神兽, 活得寿命极其长, 若是能够得到他身上的一样东西, 哪怕是举毛呢, 那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您要是可以拿到他的元丹, 将其吞噬掉, 您的修为, 可以提升很多的, 前提是, 您可以重合掉体内的两种血脉, 不然的话, 昆鹏的元丹会盘斥的, 最后可能暴体而亡, 仙鹏不忘提醒这个, 昆鹏本身也是神兽, 虽然比不上神龙血脉和七脉, 但元丹是他一生的力量所在, 凝聚了他一生的实力, 难免会盘斥, 林天宇听到可能有元丹, 贪婪的舔了舔嘴唇, 要是可以得到, 那就赚大发了, 昆鹏的元丹, 那是好东西, 就是给一千颗一万颗丹药当中的天丹都不换, 元丹, 也就是说的内丹, 这只有江兽才有, 尤其是神兽行列, 这辈子见不到真龙, 能够见到昆鹏所画的山也行啊, 也不枉再是人间走一走, 能够得到元丹, 那是最好不过的, 神兽的元丹很难消失的, 任凭天地之力也很难批散, 林天宇拿着收拾好的东西, 离开了卧室和家人告辞, 离开了死人山, 一路直奔南边边缘地带, 星天老君在注视着他呢, 一直看着他, 过去了, 游可领走了过来, 看着眼前的光目道, 嗯, 过去了, 星天老君点了点头道, 两种血脉融合后, 就好了, 看看他决定后的新血脉什么等级, 应该不错, 他的机运一向很好, 游可领倒是对他有信心, 不好说啊, 星天老君反而担心道, 两种血脉, 不见得会快快地融合在一起, 尤其是神龙血脉, 他出自于神龙天体, 有强大的反抗之力, 游可领听到, 也跟着担心起来, 一想到神龙血脉就头疼他, 你让他接替你的会事, 你到底图什么呀? 游可领早就想问了, 天赋是好, 可需要等太长时间了, 面对妻子的质问, 星天老君不想回答, 这个问题话里有话的, 有些事情他是没有办法说的, 这涉及到他拜师之前的事情, 守灵天宇为徒, 一方面是前辈于飞鸿的原因,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完成他这一辈子, 可能完不成的遗憾, 一个他拜师前就存在的遗憾, 你给我说句实话, 我们洞房时我就问过你, 我嫁给你, 总要坦诚相待的, 你知道我的来历, 可你做那上午也知道你的来历吧, 游可领现在极为不满道, 结婚到现在多少年了都不知道了, 只是知道过了很久很久, 游可领就知道他办事后的事情, 之前的事情一概不知, 怎么问也不说, 可领啊, 不要再问了, 星天老君嚼了摇头道, 有些事情他不想提了, 提起来避免不了一番回忆, 一番伤心, 我们是夫妻, 为什么就不能说呢, 师父为我们做媒, 我是你明明正确的妻子, 游可领爆发了, 这件事压在心中很多年了, 今日见到灵天羽要去融合两种血脉, 事情越发的复杂起来, 尤其那天和龙傲天交手后, 龙傲天说的那句话, 杀上过九重天, 你要知道, 燕燃可是你的嫡系后代, 比蓝月还要嫡系的存在, 天羽一旦出点意外, 你让他怎么办, 游可领看着一眼未发的丈夫, 越发的着急起来的, 你让仙然融合了凤凰的血脉,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呀, 这一场强者博弈, 我都知道, 你别忘了, 我出身于邮家, 不比虚弱那些大家族差, 你还杀上了九重天, 龙傲天是你的老对手, 这话从他嘴中说出来, 断然不会有假, 游可领越说越起劲, 也越生气, 夫妻多年, 连丈夫的底细都不知道, 让别人知道了, 还不得认为他们是假夫妻呀, 该知道的时候, 自然就知道了, 惊天老君摇了摇头道, 还是不想提及, 能不说就不说了, 大师兄, 说吧, 不等游可领开口, 天药身尊, 天池先尊等人过来, 灵天宇融合两种血脉, 都是铺好的路, 瞒不过他们的, 况且铺的路都知道的, 星天老君和他们都说过的, 灵天宇的这些师叔都会关注的, 融合两种血脉, 自然不是小事情, 他们的传承都准备好了, 路也都在铺, 他们星天一脉, 最强大的当属大师兄和二师兄绝崖圣人了, 绝崖圣人本来是不铺路的, 赎金也在铺路, 星天老君看到众师弟和师妹过来, 又看了看妻子游可领, 看来金氏不说, 是很难上他们罢休的, 唉, 罢了, 星天老君摆了摆手, 叹息一声, 坐了下来, 道, 我办事前, 是被赶出家门的, 我不是六狱的人, 准确来说, 是九重天的人, 你们不是很好奇, 我为什么会变成一副老头的模样吗? 那是不想就认出来我, 我杀上过九重天, 师父他老人家, 也杀上过, 师父是因为解决对手杀上去的, 而我是为了拿回尊严杀上去的, 纵然我杀上了, 也搅动了九重天, 依旧天赋有限, 达不到那个地步了, 星天老君极为颓废地说着, 让人看到了心里极度不是滋味, 天羽是魔族的人, 我让他接替我的位置, 就是希望九朝一日, 他可以替我这个师父拿回丢失的尊严, 更可以代替我, 覆灭那个所谓的家, 星天老君说到最后一句话, 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 他确实出身于九重天, 当年如同丧家之犬一样被赶了出来, 从此改头换灭, 变换容貌, 百事修炼, 一直到现在, 这就是今天老君的背景, 很多人都想知道, 却知道不了的事情, 尤克林等人知道后, 脸色变得不是多好看, 心里更是难受, 被赶出来, 那是极为丢脸的事情啊, 这一场博弈, 涉及到很多, 九重天也在里面, 此次天宇融合后, 不如正轨, 踏上尚乎巅峰, 那是指日可待, 功法虽然还会限制, 也无伤大碍, 他接替我的位置后, 我会再次杀上九重天, 再次开打一次, 有些仇恨, 始终是要报的, 星天老君今日一吐为快, 说出来后, 心里也挺舒服的, 憋在心里, 极度难受的, 不想说出来的, 今日还是说了出来, 这架势都是来逼问的, 他还能说什么, 也说不了什么, 如实说出来吧, 天药真尊等人看着大师兄, 沉思了下来, 甚至担心着, 可天药身上的压力会很大呀, 天药真尊担心起来道, 不知道能否真的顶住, 和龙傲天几乎算是正面镜扛了, 这种事情他们知道的, 大师兄出面了, 他们没有出面吧, 的确大, 相信他, 可以承受下来的, 星天老君对小徒儿极为自信, 别人不行, 他一定行, 还是很行, 随时离开了大殿, 继续处理事情, 尤可林也紧跟着离开, 也算是知道了自己男神的来历, 难怪会杀上九重天, 被人向丧家圈赶出来, 这是奇耻大辱, 任何人都不能承受的, 今天老君是九名的大神户, 更是承受不了, 尊严等同于生命, 天药真尊等人, 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也离去, 远在都市的林天宇, 已经来到了南边的边缘之地, 看着这山, 仔细找着看看是哪一座山, 一共六处山的, 林天宇站在高空当中, 仔细俯视着, 都不像啊, 林天宇仔细检查了一圈, 愣是没有找到, 思考着怎么办, 既然是昆蓬所画, 必然可以看出来点迹象的, 这六处山就是个四不像, 根本看不出来, 仙鹿也在找, 他只是看到了很多年了都, 哪还能渗出来啊, 林天宇一边飞着, 一边仔细看着, 一找就是三天, 还是找不到昆蓬山, 难不成地图有错, 林天宇怀疑起来地图, 可是地图都是精准的, 不可能有错的, 林天宇只能转身, 准备落地, 嗯? 转身的瞬间, 眼睛不经意地偏了一眼下方, 突然感觉不对, 忙倒立在空中看着下方, 林天宇投颅朝着下方, 看着下方的六处山区, 看着很是不对劲, 这是, 林天宇看着下方的山区, 逐渐地看出了一个形状, 一个鸟的形状, 难道当年那只昆蓬, 四脚朝天死的? 林天宇在心中想着道, 这倒是一看, 还真是看出来了, 要是正常情况下看, 是杂乱无章的, 这么一看, 就是一只鸟的模样, 这才是昆蓬山, 林天宇腾空站稳, 无比确定道, 昆蓬山不是一座山, 而是六处山区, 那是神兽昆蓬, 大得很, 严格按照体积来说, 完全就是一个遮天蔽逝的庞然大物存在, 比起来巨龙都不遑多少, 主人倒是看还真是, 看来发生了变动, 先路也看了出来道, 应该不是变动了, 如果不是四脚朝天死的, 那便是天之力将其变成了四脚朝天, 林天宇到, 他现在只能这样猜测, 想要将这么一尊庞然大物化为石头, 那真不是一件小事情, 需要无数年累计才行, 林天宇现在没有兴趣想是怎么成为这样的, 既然确定这就是昆蓬山, 没说的, 先找天火, 他消化的传承当中, 有涉及到天火, 何为天火, 天火不是地心之火, 更不是岩浆之火, 而是天空落下来的火焰, 不会熄灭, 会一直燃烧, 就是很难找到, 主人, 天火一般不起眼, 这里又是昆蓬所化之地, 更难以发现, 可能在表面上, 可能不在表面上, 也有可能在水里面, 先路提醒林天宇到, 我知道, 林天宇不傻, 自然知道的, 神石打开, 瞬间覆盖住, 一寸地方一寸地方寻找, 只要散发着异常温度的地方, 都不放火, 是这里吗? 林天宇在最边缘一处, 找到了一处散发着温度的小洞口, 不是太大, 那洞口只有成年人一根手指头那么长, 一个拳头都可以塞进去, 岩浆之火, 林天宇一番查看, 不是, 有些失望, 只能继续寻找, 是, 林天宇刚站起来, 头顶上方出现一道攻击, 强大的加力弥漫了下来, 搜, 一道虚影而过, 林天宇躲了过去, 攻击击中在下方的小洞口上, 瞬间洞口变成了长达十米的大洞, 里面的岩浆喷涌了出来, 瞬间行穿了火山, 林天宇极为不爽, 这攻击哪来的, 平白无故攻击他, 玄机抬头一看, 三男两女, 男的精俊无比, 女的貌美如画, 好强的气势啊, 林天宇在他们身上, 嗅到了一股剑拔弩张的气息, 知道眼前神的修为都很高, 上股巅峰, 林天宇瞳孔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看出来了他们古神的修为, 和天外天圣主的修为一样, 都市当中没有这样的人, 荒谷现在的情况, 进不来都市的, 他拾出血牙圣神的护照在呢, 只能卡在上层界面, 狱外, 林天宇瞬间将矛头指向了修外, 他刚杀了龙傲天的人, 一定是他们, 看来是报复他的, 速度还真是快啊, 没有想到, 能够躲过去我们的攻击, 一身着灰色衣服的男子, 不阴不阳道, 眼睛都不但正眼看林天宇的, 瞎蒙的, 旁边一头红发的男子, 不介意声道, 都市能有什么强硕啊, 也就修外, 还有点挑战力, 不错, 身穿淡绿色短裙的貌美女子, 附和了一句, 道, 要不是为了给乔雅姐, 来找制作武器的材料, 谁会来这种低级的地方, 咱们可都是上等人, 小子啊, 看什么看, 没见过美女啊, 像巴老, 滚出去这里, 这儿是我们的, 趁我们心情好, 赶紧滚蛋, 淡绿色短裙女子一脸的藐视林天宇, 那眼神若有若无的, 看向旁边的乔雅, 眼神内充满了极度羡慕, 小子啊, 你耳朵聋了, 滚蛋, 红发男子见林天宇没有动静, 像个傻子一样, 心情很是不爽, 没动静, 还不走, 就是死啊, 灵色, 杀了他, 红发男子见林天宇还是不动, 直接命令旁边一直不曾开口的灵色, 杀了, 灰色衣服男子也出言附和了一句, 灵色一身黑色长袍一步站了出来, 对着林天宇毫不废话, 就是凌空一拳, 林天宇一张脸变得极度怒火起来, 这是都市, 他扛的地方, 他照的地方, 上来不说就是攻击, 要不是躲得快, 只定脑袋稀巴烂不可呀, 这地方可是都市, 这是昆蓬山, 什么时候成他们的了, 纯属无稽之谈, 砰, 林天宇刚想召唤勇武枪, 击碎这道攻击, 不等召唤出来, 另外一道攻击出现, 抵挡了下来, 出手之人, 正是淡绿色短裙女子旁边的乔雅, 红发男子等人极为意外, 乔雅干什么这么做呀, 杀个蝼蚁罢了, 给了他活命的机会, 自己不好好的珍惜着, 只能怪他自己, 乔雅竟然出手了, 这是为什么, 难不成认识这人? 三位男子胡思乱想起来, 都是一个门派的, 都青睐他有那个心思, 这种地方十辈子都不会来, 这种地方就是垃圾人住的地方, 不必要伤及无辜, 我只是来找炼制武器的材料罢了, 乔雅极为歉意地看了一眼灵天宇, 微微有些不好意思, 也算是道歉了, 灵天宇完全无视他, 看着那四个人, 三男一女都是想死的存在, 主人, 第二座山处有一丝温度, 灵天宇打算出手教训教训他们时, 先路开了口, 他虚实七十层的时候和天外天圣主打过, 压得他喘息不上来, 今日他是五象七五层, 实力提升了不是一星半点, 不见得怕他们, 先路的开口, 让灵天宇暂时放弃了出手的念头, 转身离去, 直奔第二座山而去, 见灵天宇离去, 红发男子三人心里, 下了杀心, 竟然让乔雅亲自出手阻挡攻击, 面子不小啊, 真是厉害, 必死无疑, 三人够狠的, 灵天宇下根不认识他们, 无理由就攻击, 太过霸道了点啊, 比那些杀手还要霸道, 小雅, 你认识他? 红发男子极度不闻而甲地问道, 双眼内难以掩饰钟情之意, 对啊, 灵自二神也问道, 也很想知道, 不认识, 乔雅摇着针手回了一句, 他不光不认识, 这还是第一次见, 此人是谁都不知道, 何谈认识啊, 可惜, 红发男子却疑心很重, 觉得不太可能, 要是不认识的话, 会出手抵挡, 完全不可能的, 显然, 三人是不信的, 一旁的淡绿色短裙女子也不信, 都是一个门牌的, 追乔雅的人都可以从内门牌到外门了, 太多了, 乔雅出身名门, 是典型的大家门牌秀, 一般女子还真是比不上, 但绿色短裙女子羡慕极度也正是如此, 她也貌美如花, 怎么没有修秀的男子追她呢? 内门的那些天才都在追乔雅, 所有的风头都让她抢去了, 她是所有男人的梦中行人, 却也是门牌内所有女子的眼中钉, 肉中刺, 就是她, 让她们得不到心中所爱之人, 我们找吧, 希望这里有, 红发男子将心中的杀意紧藏了去, 开始寻找, 他们来到都市也是赶过来的, 而且还是动用了门牌的空间阵法, 传送过来的, 耗费很多钱财才动用了的, 费用都是红发男子掏的, 他出身大家族, 家底极为厚, 临死二人还真是拿不出来, 钱财耗费, 一般的家族想都不用想, 红发男子会来追乔雅, 也是费尽心机, 自然也占据优势, 五人并肩在昆仑山走着, 乔雅的兵器就差一样材料,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五人遍地寻找着, 红发男子为了博得乔雅的好感, 翻看了家族的古书记载, 知道那一种材料只有天火之地才有, 这才寻找到了都市昆鹏山, 当然, 在他家族的古书内, 不叫昆鹏山, 叫六指山, 这么叫也是有原因的, 这是六处山区, 每处山区都有一座极为突出的山峰, 故而为六指山, 他们的来历不小, 就冲他们是上古巅峰修为, 都市除了紧藏的强者外, 任何一个家族都没有这样的强者的, 红发男子极为嚣张地说, 也就屋外还有点挑战力, 能够说出来这样的话, 就是五狱的人都不见得敢这么说, 毕竟域外最强, 看来五人很有可能来自于九重天, 离去的灵天雨, 来到第二座山处, 找到了仙鹏说的地方, 是一处草地, 右手伸出, 抚摸过那些草, 手上的触感, 可以感受到那些草散发着淡淡的温度, 这不是体表温度, 这是从下方传出来的火焰温度, 砰, 灵天雨手上画拳, 一拳轰了下去, 全径朝着下方, 直接轰到了地底, 通过拳头那么大的窟窿, 看了下去, 地心之火, 灵天雨一番查看, 还是失望, 上一个是岩浆之火, 这一次是地心之火, 天火不是一般的难找, 先路说这里有, 肯定是有的, 就是时代久远, 可能挪一位置了, 灵天雨站了起来, 扫了一下四周, 这地方不是一般的大, 是很大, 轰隆隆, 右脚抬起刚走了一步, 结果又是一道攻击过来, 灵天雨感知到, 再次躲了过去, 眉宇皱在一起, 看着攻击过来的地方, 一看韩氏五人, 灵天雨体内的怒火点燃, 他和玄机道长, 誓权了道教的打坐之法, 不轻易动怒, 可这样欺负, 是个人都手忍不了, 没说的, 杀, 小子, 还不走啊, 红发男子见灵天雨, 还在他们这里转悠, 心里极为不高兴, 放一条生路给他, 竟然还在, 那就是嫌弃自己活的时间长了, 让乔雅出手阻挡, 没说的, 认识不认识, 都不重要了, 先灭了再说, 灵次二神心里也喜欢乔雅, 就是不敢说出来, 红发男子他们舍不起的, 又不敢背叛, 他的家族太有钱了, 跟着他能得到不少好处的, 都有各自的算盘要打, 无利益不在, 但绿色短居女子看着不知死活的灵天雨, 心里嫉妒不屑, 见过求命的, 没有见过求死的, 但凡是有点脑子的人, 都知道他们不是一般人, 身份不简单, 林色, 杀了他, 红发男子不耐烦了, 给过一次机会了, 第二次机会可就没有了, 林色瞬间现身灵天雨跟前, 就手撑爪, 对着灵天雨的天灵盖而去, 一击毙命咬, 他很自信, 杀一个低等都市的人, 一层力量都用不到, 很轻松的, 说句不好听的话, 杀林天雨就是脏他的手啊, 哭吃, 然而, 他的自信, 只用了不到一层力量的自信, 断送了他的命, 林天雨已经看出来力量不足了, 上古巅峰力量他都不怕, 还会怕一个一层不到的实力之人, 太小看他了, 一拳, 就一拳, 一拳轰穿了他的整个胸膛, 手中或者他的心臟, 自信, 断送了他的命, 对付其他人, 可以用一层不到, 碰上的是林天雨, 这是一个变数, 一个不能用长枕来形容的人, 底盘太多了, 甚至身手毫无破绽可少, 红发男子等人全部傻眼了, 甚至震惊地不敢喘息, 砰, 林天雨的手抽了出来, 灵色的身体掉在了地上, 随之一脚踢向了红发男子跟前, 不想死, 给我滚蛋, 林天雨下了狠话, 再敢对他出手, 明说的直接轰杀, 林天雨一个冰冷无情的眼神过去, 红发男子等人, 竟然是脚底生寒, 这眼神带着一股让人到鬼门关的气息, 就是乔雅都被震住了, 一双眉目内犯着恐惧, 淡绿色短裙女子下的双腿都打起来颤抖, 刚才他说的话是最难听的, 林天雨伸下手中的心脏, 起身离开了原地, 继续寻找天火, 不轻易动怒, 一旦动怒, 没说的, 直接轰杀, 红发男子等人都走不动路了, 倒是乔雅心理素质过好, 反应过来, 看了一眼死去的林色, 只是看了一眼, 他对林色很反感的, 碍于面子没法去说什么, 是跟着他来找材料的, 他没有让来的, 或许乔雅很冷漠无情, 好胆是死了, 起码要悲痛一下, 换位思考一下, 乔雅确实没有责任悲痛, 随后继续找, 红发男子看着死去的林色, 心里五味沉杂, 将尸体收了起来, 心里还是害怕, 那眼神太可怕了, 红发男子心里要是没有一点愤怒, 那是不可能的, 林色被杀, 人是死了, 他不太在乎的, 毕竟只是他的跟随者, 没有多重要的, 只是刚才的事情, 让他颇为不甘心, 自己的跟随者死了, 还被人当面说滚蛋, 面子丢的不是一心半点啊, 还是当这心上人的妙, 脸都丢光了都, 红发男子, 可是十分注重自己在乔雅面前, 从没有做出来过丢人的事情, 更没有丢人过, 走到哪儿都是备受瞩目的, 林天宇的眼神是可怕, 可要他吃了这个暗亏, 那是不可能的, 让本少爷在乔雅面前丢了面子, 老子不管你是谁, 都得死, 红发男子下了狠话, 开始寻找起来林天宇的身影, 真是不知死活, 找林天宇报仇, 他不主动报仇就不错了, 还轮得到别人来报仇, 惹怒林天宇, 不出意外都是死的, 红发男子等人, 确实出身于九重天, 但不是第九重天的人, 九重天共有九个界面, 最低等级是一重天, 最高等级是九重天, 九重天实力最强, 也是很多人根本想象不到的地方, 老怪物多到想不到, 普通人还是居多的, 有神的地方自然免不了普通人, 只是相对来说, 强者多得处不清楚, 林天宇的师祖, 一人杀上第九重天, 斩杀了仇人, 还可以完好无损地回来, 实力非同一般, 他师父更是不黄多上, 也可以完好无损地回来, 可以在至高无上的第九重天大闹一番, 和大闹天宫没有什么区别的, 强, 只能用强字来形容, 红发男子出身不是多高贵, 出身局第一重天, 是最低的存在, 普通人很多和都市有些相像, 在一重天, 上古巅峰只能是内门弟子, 荒古强者可以在一重天当家作主, 犹如皇帝一样, 主老六神过去, 那完全是巅峰存在, 上古巅峰和荒古强者, 中间差距还大得很, 中间还有很多修为呢, 都和道有关系, 可想而知, 到第九重天, 是何等修为, 不说灵天宇的师祖, 就说他师父青天老君, 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天道大帝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 毕竟是和星天老君齐名的人, 出身也不简单, 灵天宇光现在得到的传承, 就由星天老君, 月牙圣人的, 这还不算他师叔和天道大帝夫妇的, 将来的成就, 定然一般人比不上了, 出身第一重天, 第二重天都没有上去过, 也是井底之蛙, 就灵天宇, 纵然知道了是出身于第一重天, 也不怕, 况且他对九重天也不了解, 更不怕了, 灵天宇在昆蓬山继续寻找着天火的地方, 主人, 要是可以找到一块昆蓬的骨头也可以, 尤其是他的腿骨, 找到一个顶级神器师, 将其炼制成神器, 跟您手中的雄武枪是一个级别的, 您的雄武枪所用材料, 里面有一块极为罕见的金石, 鲜鹿和灵天宇说着, 勇武枪出手于博弈道军, 顶级神器师, 所用材料自然不一般, 昆蓬早已实话, 就算是有, 也是化石, 想找到一块正常的骨头, 很难的, 灵天宇摇了摇头道, 这种东西, 恐怕比天火还要难找啊, 鲜鹿现在辅述灵天宇, 紧力寻找, 万一找到了, 也是极好的, 小子, 拿命来, 灵天宇继续找着, 红发男子报仇的声音响起, 冲了过来, 对着灵天宇就是一拳, 灰色衣服男子倒是没有出手, 红发男子出手了, 自然迅速不到的, 啪, 灵天宇彻底暴怒, 想死就成全他, 一个转身, 化拳为掌, 瞬间握住他的拳头, 化解了他的攻击, 徒有其表, 灵天宇触碰到他的拳头, 瞬间看透了他, 什么上古巅峰, 感情是服用丹药上来的, 根基极度不稳, 真实实力才虚实其七层, 简直是找死, 砰, 灵天宇毫不留守, 左手也出动, 瞬间拽住他的肩膀, 双手用力, 瞬间拉过来了他, 膝盖顶了上去, 红发男子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只感觉到胸膛处一阵巨大的痛苦之力, 咔嚓, 骨头断裂之声响起, 整个胸膛内的肋骨全部断裂, 啊, 随之, 惨叫声响起, 红发男子整个人躺在草地上, 满地打滚, 还有你们, 灵天宇没有留守, 瞬间现身灰色衣服男子和淡绿色短裙女子跟前, 凌空一脚过去, 砰, 砰, 二人不曾反应过来, 被踢中脸颊, 整个人在空中旋转三百六十度,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随时吐血, 灵天宇速度太快, 又加上红发男子被瞬间击败, 他们之中最有本事的人, 难免恍惚震惊, 空有一身修为, 也是白搭, 也是被击中的下场, 机会, 灵天宇从不会放过, 纵然二神和红发男子不一样, 是真修为, 反应不过来, 怨不得别人, 乔雅看到, 绣眉微微皱了手, 他刚看到, 结果就动手了, 来不及阻止, 就成现在这样的情况了, 却毫无怜悯, 乔雅一向公正, 最看不起的就是这样的人, 跟着过来, 也是他们死皮赖脸过来的, 跟他没关系的, 乔雅出身名门望族, 不缺追求的人, 就是皇家人都有, 不乏王孙贵兽, 红发男子, 人家根本看不上, 非要跟着过来, 碍于面子, 也说不出什么, 灵天宇一句话没有说, 走到还在惨叫的红发男子身旁, 将其硬生生的撕碎, 陨落无遗, 自己找死的, 但绿色短居女子二人, 灵天宇一姐没有放过, 任凭他们求饶也白搭, 也同样被刺碎, 五人当中只有一人, 唯独乔雅没事, 灵天宇可不是怜向西域啊, 而是他之前第一次动手, 给他道歉过, 出手抵挡过攻击, 不想滥杀无辜, 也就放过了他, 灵天宇解决了后, 转身继续找, 道友, 且慢, 刚走几步, 小雅在身后出言一声道, 你也想死啊, 灵天宇头都没有扭, 一句不带感情的话回了过来, 小雅被冰冷的话吓住, 详情使自己冷静, 轻起朱唇道, 我当真不想死, 你也不是滥杀无辜之人, 不然我不可能站在这里, 灵天宇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他, 长相也就那样, 毫无波澜, 他的未婚妻段妍然漂亮多了, 安兰更是漂亮, 看不上乔雅那是自然的, 乔雅还是很漂亮的, 只是对于灵天宇来说没作用, 见过的美女多了, 也就麻木了, 眼光自然也就高了很多, 灵天宇脚步不停, 继续寻找自己的天火, 乔雅见不搭理他, 心情有些不爽, 这人也太没礼貌了, 第一, 他没有舍他, 第二, 也没有动手, 就熟思主动开口, 起码也要礼貌一些, 喂, 乔雅不甘心, 忙走上前去, 道, 你是来找东西的吧, 自我介绍一下, 我来自于九重天, 第一重天, 乔家二小姐乔雅, 你叫什么名字呀, 别跟着我, 否则你会死的, 灵天宇很烦这样的, 不认识就不认识, 他没空扯淡, 乔雅被灵天宇突然的警告, 整得有些不知所措, 感情碰上了一个暴脾气的男人, 挺有意思的男人, 乔雅起了兴趣, 在一重天的时候, 好多人都是追着他, 巴不得和他说话呢, 这男生竟然没有, 很例外, 一起呗, 我是来这里找武器材料的, 说不定你找什么, 我能够帮到你, 乔雅就跟了上去, 粘着灵天宇起来, 灵天宇瞬间消失在原地, 他不想杀无辜的人, 看在出手阻挡的份上, 就放过他, 尽管他不怕动手, 真是个怪男人, 只是想认识一下嘛, 乔雅见灵天宇离开, 很是无奈地耸耸耸相见, 自己一个人群找起来, 他本来就是要自己找的, 几个人死了就死了, 也没人敢来问罪他的, 他是乔家的人, 在第一重天, 那是有头修脸的家族, 和皇族有关系的, 离去的灵天宇, 再次找到一处散发着异常温度的地方, 是一处山洞, 腐蚀的味道, 灵天宇走进去一看, 里面很黑, 常年累积的常识和动物死去的味道, 融合在一起, 极其难闻, 灵天宇右手散发着火焰, 走了进去, 在一处积水的地方, 找到了那温度散发的位置, 轰, 一声轻微的攻击声响起, 依旧是全静下去, 一个窟窿见深, 水流灌了下去, 灵天宇探头看了一下, 是地心之火, 灵天宇只能离开, 继续找, 主人, 你别着急, 肯定存在, 很不好找啊, 先路忙安慰自己主人道, 哎, 没事, 灵天宇摇了摇头回道, 天火要是那么容易找到, 太阳就打西边出来了, 金石级真来了, 要是可以收复掉天火, 那么事后定有大用, 灵天宇可不白来, 除了虫和血脉, 必须带回去点东西, 昆蓬的骨头带不走, 起码也要带走这天火,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天火蕴含上天之力的, 不要白不要啊, 一连七天, 找到的都是地心之火和岩江之火, 唯独没有天火, 灵天宇没有着急, 静心去找, 一定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 又见面了, 此刻正是深夜, 灵天宇坐在篝火旁, 简单地休息着, 乔雅走了过来, 这七天以来, 碰到至少五次了, 一次没有搭理, 这一次又这样, 难道九重天上的人都是如此? 乔雅介绍自己的时候, 先路说了九重天的事情, 知道是比居外还要强的世界, 并无震惊, 只是意外罢了, 九重天的人没事来都市, 也是闲的, 你们九重天的人时间很闲呢, 灵天宇伸给了他一颗野果子, 寻找的路上采摘的算是长山仙吧, 虽然不喜欢被人跟着, 多次碰到, 又不想动手杀人, 全当做聊天, 乔雅看着手中的野果子, 又听到灵天宇主动跟他说话, 心里一喜, 忙也坐了下来, 你不也是九重天的人吗? 乔雅倒也不警惕灵天宇道, 倾起猪唇, 咬了一小口, 我穿着这种服装, 你觉得我或是你们九重天的人? 灵天宇突然想笑出来, 他穿的是都市的衣服, 土生土産的都市人, 接受的是高等教育, 可不是古代的教育。 乔雅一听, 反应过来, 这么多天以来, 还真没有注意到, 倒是忘了, 你是都市的人, 你实力怎么那么强啊? 都市对九重天来说, 是一个极为没落的世界。 乔雅不解了, 在一重天广为流传的记载, 都市是一个没落的古老世界, 修炼者极其少, 都是一些弱小的人。 灵天宇听到乔雅这样的话, 只想说他是井底之蛙, 都市隐藏的强者太多了, 竟然会说没落, 都市无论是制度还是教育, 亦或者平等方面都做到了完美。 怎么了?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乔雅吃着野果子, 看着灵天宇看他的眼神带着讽刺, 极为不解道, 我知道的就是这些。 灵天宇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看着篝火不再说什么, 安静享受着昆蓬山深夜的静谱, 难得有机会可以安静下来, 也是十分不容易的。 现在外界的事情, 包括域外, 灵天宇暂时都不会去问, 他现在就是融合血脉。 快要天亮时, 灵天宇熄灭了篝火, 起身继续寻找起来, 乔雅也站了起来, 看着灵天宇道, 我们一起找呗, 我看你好像是在找天火。 我要的材料只有天火附近有。 灵天宇态度缓和了很多, 点了点头, 并肩一起寻找, 路上也算是聊天解闷吧。 二人除了四五天休息一次, 都在找, 就是找不到。 灵天宇极为耐心, 不禁找不到, 乔雅也一样, 都是报纸是要找到的心。 天火毕竟既有, 轻易找到了就太小看天火了。 时阔境迁, 天火也会轻微挪动温室的, 短时间内肯定不好找。 灵天宇忙着自己的事情, 红谷那边出了大事, 不是和红颜交手, 也不是和宁阳交手, 而是和九重天正面静扛, 三天前出的事情。 不是星天老君出世的, 而是灵天宇的师祖, 他们的师父。 星天一脉全普齐聚一堂, 就是还在铺路的月牙圣人, 也来到了。 天道大地夫妇也过来了, 当年的事情再次出现, 这是一场不好解决的事情, 涉及的层次太高。 大殿内, 星天老君等师弟师妹站在大殿内, 看着一覆手而立的挺爬身影, 一鹤发童颜的老舍, 此人就是灵天宇的师祖, 一位早已成为传奇的大人物。 今天, 老舍缓缓地开口道, 自自为世前去第九重天, 时间会很长, 甚至有可能, 好在第九重天无数年下不来。 当年的对手是斩杀了, 也因此出诺了第九重天的那位大人。 我走后, 你就全权处理一切, 务必忌惮红颜身后的人, 我离去, 他也不敢乱来, 除非不想活了。 天宇的事情, 得尽快让他成长起来。 按照现在的速度, 虽然不慢, 却远远赶不上计划的改变。 上古巅峰都不是, 着实有些慢了。 我给你六年的时间, 不管有什么办法, 保证根基稳的情况下, 提升到鸿骨修为, 甚至更高。 域外, 吴玉, 大动作马上就会来, 为师这一代的恩恩怨怨, 都将回来, 让他尽快跳出天地掌控, 以达到对抗六域的实力。 六年? 星天老君听到师父的话, 脸色变得极为震撼, 六年的时间, 这太短了, 至少要给他徒儿百年时间的, 六年达到鸿骨强者修为, 这需要付出太多代价, 有可能生命代价都要付出。 第九熊天的事情, 你们不要参与, 无论他们怎么挑衅, 都不要管。 星天, 你的仇, 你既然已有安排, 为师不好做其他安排, 让天宇将来做吧。 月牙你们, 一切听从你们大师兄的。 天道小娃娃, 我和您师父打货招货了, 他也该出事了。 第九熊天, 可不会那么轻易让他安生的。 天道大帝盲行礼道, 家事已出事, 红黄前辈, 尽管放心。 听到出事, 红黄祖师也放心了, 好多老怪物不是陨落, 就是隐世不出, 他这一代的强者, 剩下的, 用手指的都可以数出来。 星天一脉创造者, 正是红黄祖师。 此人算是, 和第九重天的强者辈分一样的存在, 也是为数不多的强者存在, 域外, 还有一位, 五欲没有, 可见灵天宇的靠山多大。 只是让他六年的时间提升到红骨强者, 着实难了很多。 红黄祖师此次前去, 和当年的事情脱不了关系, 当众斩杀对手, 必然让第九重天的强者丢失面子, 真家岂能放过他呀。 就是按于红黄祖师的实力, 一直在筹备, 筹备到现在才宣战, 算是挑战。 一场时隔多年的过节, 再次来到。 红黄祖师看到自己这一生收的徒儿, 徒孙也都有了, 甚至重徒孙也有, 一辈子也知足了。 自己这一身传承, 也算是得以发扬光大。 此次前去, 想留下他, 没有那么容易。 他是红黄祖师, 谁也没有怕过。 今天, 记住, 六年的时间, 他只有六年的时间, 无论如何, 也要让他提升上来。 红黄祖师看了看时间, 知道该走了, 时间到了, 该绞手了。 师父, 放心。 星天老君咬了咬牙, 拱手保证道, 六年的时间, 我会让天狱提升到至少宏苦修为。 红黄祖师闻言, 也放心了, 一步步走向了大殿门口, 前去硬转。 啪。 星天老君等人转身看着师父, 红黄祖师, 兼是单机跪地, 双手抬起来, 恭敬地行抱拳礼, 几乎声音是从牙缝内出来, 道, 恭送恩师。 星天老君等人心里也极为不舒服的, 第九重天是强者齐取之地, 师父此次前去, 危险重重。 自然知道没事, 可也担心, 知道红黄祖师消失不见, 星天老君等人起身, 天道大帝夫妇, 也担心跪地恭送了, 能够让天道大帝佩服的人不多, 红黄祖师, 绝对是第一个。 要改变计划了, 郡牙圣人看着大师兄星天老君道, 计划得全部推掉。 是啊, 天池先尊也附和道, 计划都得改变了, 第九重天突然发难, 打乱我们的计划。 天药、真尊等人也出言附和, 然而, 星天老君却没有开口, 而是覆手而立, 眼神定格顺, 始终不曾眨眼, 天药、真尊等人见词, 也没有打扫, 知道在想, 天道大帝夫妇也没有开口, 他们都是站在一起的。 足足一个小时, 星天老君才开口道, 想要六年内, 达到至少鸿骨修为, 还要保持根基稳, 就得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 经历常人不敢经历的痛苦过程。 天药、真尊等人一听, 有些疑惑, 这是什么修炼方式啊? 星天, 你要用…… 天道大帝倒是看出来了, 盯着星天老君道, 对, 星天老君重重地点了点头, 道, 奇魔欲裂。 奇魔欲裂? 天药、真尊等人一听, 有些好奇, 这是什么修炼方法, 从未听说过。 所谓奇魔欲裂, 天道大帝站出来解释道, 七个层次的修炼, 痛苦由小到大, 每个层次需要经历一年的时间, 放课完成。 这一年内, 要经历身体、 精神、 灵魂, 三种修炼, 第一句二字都不足以形容这种修炼, 只能用魔剧来形容, 这种修炼方法, 出自由奇魔圣云之手, 此人昙花一现, 至今没有下落, 留下来的, 只有这种修炼方法, 胡神敢尝试。 天道大帝一字一顿解释, 继继继继续道, 仅第一层魔欲裂, 我形容那种辛苦和所需要承受的痛苦, 辛苦不说了, 痛苦比全身抽筋还要痛, 还要难以承受, 身体、 精神、 灵魂, 三者合一, 这就是奇魔欲裂。 天道大帝的解释, 让续牙圣人等人听到, 忍不住道西一口凉气, 这世间竟然存在这种修炼方法, 他们从未听说过呀。 你要这么做? 有可灵开了口, 看着自己男人道, 天狱才多大, 有百岁吗? 能够走到现在, 已经是万年不出的天才了, 无论是心智, 做事方式, 天赋, 都是上家。 这种修炼方法, 纵然可以让他达到, 他还是个孩子呀, 而且每个层次需要经历一年, 师父给的是六年, 那也不够啊, 我不赞同这种。 是啊, 大师兄, 天池仙尊等人也不同意道。 都用时间训罚, 将时间比例调整, 需要耗费很多修为罢了。 星天老君已经想好了方法, 必须尽快跳出。 不行, 尤可灵等人还是不同意, 就是天道大帝的妻子也觉得不妥, 对一个孩子来说太过残忍。 没有什么不行的, 星天老君却心意已决道, 他出身于狱外, 魔族之神, 于飞鸿前辈的后人, 狱外从没有放弃过找魔族。 第九重天有师父阵者, 尚可无事, 他已经卷出巨外了, 必须尽快起来。 我是不怕流域, 可以阵着, 却无法下手灭。 游戏鬼散祸也在里面, 鲜鱼有机会, 短时间内起来的话, 尽管也是棋子, 以迅雷不及养耀之势, 快速灭了。 就算他们知道了, 也无济于事。 杀天宇, 我挡着, 大不了, 触怒九重天, 我再杀上一次第九重天, 也没什么。 星天老君把托儿的出身说了出来, 更把自己杀上过九重天的事情, 也说了出来。 尽管说的不是那么详细, 在这里的都是九名的强者, 明白什么意思的。 一时间大殿陷入了沉默当中, 气氛异常的安静, 呼吸声都听不到。 天闪知道了, 怎么承受得了啊? 尤可灵担心道, 他是我星天老君最得意的徒弟, 他身怀家族之仇, 魔族需要他, 同样是星天一脉的希望。 星天老君极为坚定道, 他心意已决, 无神可以改变, 这六年, 必须承受下来。 玉牙圣神等人, 听到星天老君说的话, 心里有些说不出来的味道, 光天道大帝解释的七魔玉炼, 名字就够圣神的了。 现在怎么做? 天使先尊问道, 计划全部推翻, 总要重新安排下。 除了传宠不变外, 其他的全部放弃。 星天老君直接做了决定, 六年的时间, 时间紧迫。 时间阵法, 天道, 你来布置吧。 星天老君看着天道大帝, 他是阵法好手, 布置一个时间阵法, 那是轻而易举的, 耗费精力是避免不了的。 修炼速度必须加快, 这是洪黄祖师下的命令。 天道大帝自然没问题, 区区一个时间阵法, 还难不倒他。 叶雅, 天使, 你们两个去洪谷, 等天语融合血脉后, 再和他说, 我和天道随后就到, 需要准备准备。 星天老君看了看时间, 从现在开始, 不能等了。 第九重天说不定, 就得发生什么事情, 这些都不好说, 能够早一天, 就早一天。 俊阳圣神和小师妹天使仙尊, 点了点头, 纵身离去。 红颜那边你去震慑, 我要去虚外震慑。 星天老君看着天道大帝道, 以你的水力, 震慑红颜, 那是绰绰有余。 好, 天道大帝自然没有问题, 他知道星天老君什么意思, 纵然知道怎么做, 只要不破坏游戏规则, 不让棋子损失, 自然没事, 天道大帝随后离去。 星天老君也没有停留, 直奔御外而去, 先把龙奥天震慑了。 六年的时间, 他们大多数时间, 都得放在他徒儿的身上, 无暇顾及御外和红颜的事情。 第九重天的事情, 全当作过眼云烟。 二人分头行动, 天道大帝的突然打过来, 让红颜宁阳他们有些措手不及。 天道,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好欺负呀? 红颜正在准备, 准备再次和星天老君开战, 还不等准备好天道大帝打了上来, 岂能不生气。 就是觉得你们好欺负。 天道大帝不音不扬一声道, 就是来欺负你们的, 你们能怎样? 天道大帝本身脾气秉轻就极为怪, 现在这副模样更是怪了, 尤其现在没有原因就动手。 红颜的军术之地已经被轰塌, 天道大帝出手就是狠招, 也是实力全部调动。 我来和你过烧。 不等红颜回话, 宁阳站了出来, 和天道大帝平视而战, 气势针锋相对。 天道大帝在打, 星天老君也在序外打, 和龙奥天等身打得不可开交, 就是来震慑的。 星天老君压力要大, 他要一条四, 域外有人让他忌惮, 龙奥天四人就是。 双方齐齐开善, 除了虎狱没事情外, 两处地方都没有闲着。 震慑出狱外, 自然而然也震慑出了虎狱了。 毕竟狱外实力最强, 大的震慑出, 小的自然不敢动。 红颜那边不足为序, 天道大帝就可以玩转, 要不是游戏规则摆放着, 早就抹平了。 就星天老君的脾气, 岳崖圣人的事情就得抹平不可。 真正的实力, 星天老君顽虐他们, 只是身处游戏规则内, 只能加持实力, 仅是出于震慑才动手的。 域外那边不是红颜他们, 想要震慑出六年内不能出手, 就得约战一下, 约战六年内, 甚至七年内不能动手。 洪荒师祖临走时说过, 域外和虎虚马上就要有大动作, 突发第九重天的事情, 必然就是六年以后, 六年是给他团儿最长的期限了, 星天老君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域外, 虚空当中, 星天老君和龙奥天四人对峙者, 气势都足以碾压很多人。 今天, 你还真是胆子大呀, 竟然主动来我们域外。 龙奥天对星天老君的怒, 早就不可释放, 尤其派到都市的势力, 被他图而灭了, 更是怒不可见。 来又如何, 你能怎样? 星天老君道, 不服就打。 说完, 星天老君直接攻击了上去, 和龙奥天四人开打起来。 除了龙奥天, 其余三人也都是巨外有名有姓的人, 也都是至尊无上的存在。 四人围攻着星天老君, 皆是道德攻击, 可惜却进不了他的身子。 龙奥天四人倒也没有觉得有什么, 毕竟这是打上过第九重天的人, 换作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 都不见得敢。 五人这一打, 就是数天, 龙奥天四人合力都拿不下星天老君。 可见, 星天老君是仅藏了实力的。 天道大帝那边已经停止, 打得宁阳根本占据不了上风, 不得不说, 天道大帝和星天老君是齐名的存在。 知道不能灭宁阳红颜他们, 记上心头和星天老君的打算一样, 约战, 尽可能地把六年往后推。 我看你们也没有挑战力, 这样吧, 反正咱们都是其子, 不妨学战一下。 天道大帝见情况差不多了, 王道, 我给你们十年的时间, 再来跟我打。 这件事和星天老君没关系, 只是我和你们打, 十年内咱们论输赢, 败了他, 自己离开红谷, 并且永远不得找对方的事情, 如何? 哼, 然而红颜却冷哼一声, 十分不爽道, 你说十年就十年哪, 今是你无缘无故过来开打, 真以为我们好欺负呀。 就是觉得你们好欺负, 怎么样? 天道大帝性格当中, 带着十足的匹性, 不服就打, 天道大帝比星天老君还要干净利落, 能用手解决了, 绝对不用嘴扯的。 你…… 红颜, 红颜还想要说什么, 宁阳出言打断道, 十年时间太长了, 六年吧。 六年的时间, 古人云六大顺, 怎么样? 六年后, 咱们一决高下? 天道大帝文言, 没有犹豫, 直接答应了下来, 要是还在时间上争论, 反而仅起来怀疑, 他说了十年, 宁阳他们一定讨价还价, 还好定格在六年, 有时间阵法就可以, 天道大帝随时离去, 六年约扇, 这期间谁也不允许动手, 双方各自承诺, 红颜会部老师, 宁阳还是手信用的, 至少比红颜强。 还在旭外的星天老君, 也在几天后, 和龙奥天四人进行了薛战, 比天道大帝说的时间长, 说的是十五年, 龙奥天更是加在了七年, 也算是没有超出六年底线, 狱外七年, 红颜等身六年, 一七, 一六, 全部是为林天宇争取的, 或许没有问过林天宇, 有些过于草率, 可这都是为了他能够崛起啊, 林天宇要是指导, 有七魔虚恋这种方法, 他绝对会选择, 还是毫不犹豫的选择, 只是可惜, 星天老君给他的传承当中, 恰恰没有, 星天老君没有必要的情况下, 是不可能选择走这种捷径的, 太危险了, 痛苦可以抛开, 主要有生命危险, 不然的话, 七魔圣云也不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只留下这一修炼方式, 人却不知道在哪儿, 不管怎么说, 已经脱数了, 天道大帝和星天老君二人, 将事情说了说, 开始分头准备, 红谷这边肯定是要交给尤可灵的, 他们师弟师妹都要去上谷, 六年的时间, 要将传承都给他, 让他全力消化完, 在修炼当中消化完, 没有之一, 现在只能这样做, 欲外不用担心, 龙傲天还是讲尽用的, 已经约战, 主要是红颜, 此女必须防备一下, 我和可灵留下来, 处理红谷, 天道大帝的妻子, 蛇摇姬站了出来, 道, 我和红颜也是一个时代的人, 对他还是了解的, 我和可灵一起对付他的算计, 还是可以的, 好, 星天老君见蛇摇姬留下来, 那更放心了, 倒不是说对妻子有可灵不放心, 只是红颜色女人确实诡计多端, 要是他的另外几位妻子回来, 那没说的, 定然没事, 完全可以算计过他, 蛇摇姬也是一位金国英雄, 更是一位精通算计的人, 星天老君安排了安排, 和天道大帝等人也赶往了上谷, 现身死人山上宫, 不动手就可以了, 死人山的人不认识星天老君没有什么, 主老六人是知道的, 毕竟在灵家圣地镇守过, 安兰还在死人山内忙出面, 星天老君等师弟师妹全部来到, 天道大帝也过来了, 都是强者, 神话一般的人物, 天道, 准备吧, 星天老君看着天道大帝等, 天道大帝没有说的, 开始在上谷选择地方, 结果安兰说选好了, 就是昆阳山, 灵天与闭关, 都是在那里闭关的, 现在出去了, 也还没有回来, 天道大帝和安兰赶往了昆阳山, 立刻着手不止时间阵法, 今天老君神石打开, 覆盖在整个都市, 以他的修为, 覆盖住整个都市, 那是轻而易举的, 他的修为太高了, 灵天与纵然六年之后, 也不见得可以赶上, 毕竟时间太短, 寄魔欲炼, 这是一种捷径, 也是一种修炼方法, 就看灵天与能否顶下来了, 想要得到一定的东西, 就得付出对等的东西, 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想得, 就得付出代价, 起码灵天与付出后, 可以得到的, 他师父都亲自出面了, 星天老君在神室内看出灵天与在昆蓬山, 和一个女子站在一处平整的小山谷内, 女子正是乔雅, 灵天与已经找到了天火, 好不容易才找到的, 就在山谷底下隐藏得极为深, 也是一个小时前找到的, 灵天与正在调整心境, 准备融合两种血脉, 乔雅已经找到了要找的材料, 就在天火附近, 能够找到天火, 也是一件巧合的事情, 使灵天与走到这里, 一脚踩空了, 一股温度喷涌而出, 灵天与忙一番查看, 这才查看出来是天火, 也算是赶巧, 不管怎么样, 算是找到了, 我的拿够了, 乔雅在山谷下方十三米处收了材料, 看着灵天与的, 你要找天火, 下面就是了, 嗯, 灵天与点了点头, 看了看天火所在位置, 松了一口气, 终于算是找到了, 要不要我陪着你啊, 乔雅这几天, 和灵天与聊的不少, 也知道灵天与的名字了, 也算是朋友, 至少乔雅是这样认为的, 不用, 你回去吧, 灵天与瞧了摇头道, 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了, 好吧, 乔雅有些失望, 本来找到一个可以做朋友的人说说话, 也是极为不错的, 乔雅只是把灵天与当成了朋友, 并无好感, 只是觉得他可以当朋友, 觉得可以陪陪他, 说不定有什么可以帮上忙的, 那咱们就此告辞, 乔雅右手一挥, 一枚令牌现身手中, 递给了灵天与道, 这是我乔家的令牌, 说是你来的一重天, 可以来我乔家的, 这令牌菜没人敢拦你的, 希望你过来, 乔雅很是真诚的希望灵天与过来, 他的朋友不多, 算上灵天与才两个很少的, 灵天与接过令牌, 看了看, 一枚上好的玉石所作, 看得出来, 乔家也是底蕴很足的家族, 和他灵家有的一拼, 毕竟隶属于九重天的家族, 好, 有少一世我去了九重天, 必定会拜见乔家, 灵天与收下令牌, 同样右手一挥, 一枚灵家令牌, 现身手中递给了乔雅道, 这是我灵家的令牌, 有困难, 可以来通室死人山, 去找一位叫灵天雪的人, 借令牌就如同见我, 他会竭尽全力帮你的, 乔雅接过手中的令牌, 不由得惊呼一声, 这是上等玉石打造的, 比他乔家令牌蚕食高数很多, 灵天与可不轻易送出令牌的, 他手中一共有十八枚令牌, 见令牌就是见到他, 乔雅也瘦了起来, 心想都市早就没落了, 也帮不上的, 但这是朋友的好意, 当然不能说出来, 拱手告辞道, 那咱们后会有期, 灵天与微微拱手, 乔雅双手接近, 念懂了一个口诀, 山谷之上一漩涡现身, 随时一道阵法之门现身, 灵天与看到感叹九重天的强大, 穿越两个空间都是用这种方法, 上谷都是用的神器, 除了那些强者以外, 乔雅纵身飞了上去, 进入阵法之门内, 相视不见, 山谷之上也恢复了平静, 灵天与没有墨迹, 右手弹起, 力量凝聚在拳头上, 星天老君都看到了, 旋即收回了神石, 两个月足矣, 星天老君说有所思的笑了笑, 两个月的时间是可以融合了的, 昆蓬山的灵天与一拳轰了下去, 整个山谷塌陷下去, 甚至上面的各种土壤之层化为了灰烬, 轰, 土壤之层消失的瞬间, 一团炽热的火焰出现, 瞬间高温现身, 整个山谷的植被看是消失不见, 本来山谷内还有一条小溪的, 这也没有了, 顷刻间化为了蒸汽, 灵天与不惧高温, 毕竟有神龙血脉在, 对他没用的, 看着下方的火焰, 灵天与看到一团, 只有星儿拳头那么大的天火, 很是意外, 他认为会很大, 这一看根本就不大, 反而很小, 区区这样的一团天火, 就如此大的热量, 实在是不可思议啊, 灵天与无比感慨道, 主人, 除了您师父那一辈的, 还有您师祖那一辈的人可以承受住, 也就您了, 您身怀神龙血脉, 不惧任何高温的, 就是融合后, 也不惧的, 先路开口道, 灵天与文言, 只是点了点头, 将衣服退了下来, 一件衣服没有留, 他要盘腿坐在天火内融合两种去买, 衣服定然也要化为灰烬, 他会用体内的仙力, 凝聚成一个护杖, 护入重要部位就可以了, 嗡, 仙力凝聚, 一套仙力铠甲形成, 灵天与毫不犹豫跳了下去, 瞬间被天火包围, 灵天与毫不在乎, 天火接触他的仙力铠甲时, 会自动让开, 根本不敢触碰, 神龙血脉是一种极为难以加制的血脉, 能够加制住的, 少而又少, 接下来该怎么做, 灵天与是知道的, 灵天与盘腿而坐, 神龙血脉和七脉暂时没有释放出来, 他要在体内先融合一番, 要是可以在体内融合, 就选择在体内融合, 否则只能将两种血脉暂时放在体外进行融合, 他只能先尝试一下, 看看体内行不行, 要是不行的话, 那就只能选择第二种方法了, 心力铠甲缓缓地消失去, 只护出重要部位, 灵天与将全身的气息收敛, 不露出一丝, 生怕天火被神龙血脉加制住, 不敢坚触身体, 天火缓缓地坚触灵天与的身体, 坚触皮肤表面毫无感觉, 灵天与没有感觉的, 天火的高温对他无效, 还是神龙血脉的原因, 体内的两种血脉开始互相扭转在一起, 想要轻易融合, 那是不可能的, 一个是气脉, 一个神龙血脉, 让它们融合在一起, 难得很, 至少不会轻易融合, 砰, 气脉和神龙血脉刚融合在一起, 直接相互盘斥, 分开的瞬间, 产生的震荡之力, 让灵天与有些受不了, 这两种血脉都不是一般血脉, 不会轻易融合的, 灵天与这一点还是知道的, 各有各的傲气, 灵天与利用了功法, 勉强将其拉拢在一起, 继续融合, 结果还是分开, 灵天与不甘心, 死死的压制射, 神龙血脉大放异彩, 鸡脉也不甘示售, 大放异彩, 两种光芒在灵天与体内打了起来, 将体内挡上了战场, 完全不顾及灵天与的感受, 在体内尝试了上千次, 还是不行, 足足三天三夜的尝试, 愣是不行, 灵天与并无灰心, 体内不行, 那就体外融合, 不仅融合不了, 砰, 砰, 灵天与盘腿而坐, 双周打着一个一个奇妙的手势, 体内的经脉开始动了起来, 甚至开始脱离身体绢来的位置, 啪, 啪, 灵天与的双手二指, 在体表连续点了十几处穴位, 点完最后一处穴位时, 灵天与的身体轻微震动了一下, 体表周身出现一层金光, 时而闪现, 时而相视不见, 极为奇妙, 啪, 一声轻微的破空之声响起, 灵天与的体内窜出一道身影, 体内经脉, 内脏, 丹田, 血脉, 包括骨头, 全部在身影内, 灵天与的身体, 可以说现在就是一个空壳子, 距离他身体的三米远处, 那道身影就是他的灵魂, 和他长得一模一样, 这是灵魂出窍, 一个蕴含神龙血脉和蹊跷的灵魂, 丹田也在, 经脉更在, 这就是体外融合, 他的灵魂承受得住天火的炙烤, 神龙血脉早已融合在他的灵魂内, 今日只是融合罢了, 敢这样选择把灵魂放在天火内, 整个都市没有一人的, 有的修炼者, 灵魂极为脆弱, 没人敢这样做的, 除非说是像星天老君那样的人, 以及洪框祖师才敢, 就是他的大师姐西兰都不见得敢, 这是天火, 不是一般火焰可以比较的, 就是魂门南宫一族有修炼灵魂的功法也不敢的, 灵天宇这种无异于是乱来, 可惜他敢, 他的灵魂承受得住, 其他人可不敢的, 灵魂在天火内炙烤, 精神力还在身体内, 灵天宇隔空控制着, 天火瞬间集卷灵魂内, 两种血脉再次尝试融合, 这要是也不行, 灵天宇也只能另讲他法了, 灵魂内的七脉和神龙血脉, 被灵天宇强行加深了下去, 开始接触, 两种血脉愣是不融合, 接触后又弹开, 灵天宇纳闷了, 这两种血脉相互盘斥, 灵魂分离后, 尝试了足足三千多次, 愣是不行, 天火已经侵入体内, 却毫无办法, 两种血脉愣是不在一起, 灵天宇顿时没有办法了。 主人, 你尝试一下, 将神龙血脉包围住七脉, 再配合功法进行融合, 仙鹿说了一个方法, 他还在灵天宇的体内, 并没有在灵魂内, 他已经融入体内了, 灵天宇按照仙鹿说的试试看, 神龙血脉包围住七脉, 功法和七脉联手, 全力加持了下去, 灵魂开始震动起来, 神龙血脉大方一彩, 全力融合, 七脉和功法联手, 才可以勉强加持住神龙血脉, 就是如此, 也没有融合下去。 妈的, 不信了。 灵天宇来气了, 融合了这么多次, 竟然融合不了, 直接下了狠话, 不融合求不得他们, 融合了这么多次, 愣是不融合, 割水身上都受不了的。 崩, 灵天宇刚要全力加持, 不等他融合, 胸膛前的神秘图案, 突然大放光芒, 并不是金光, 而是一团白光, 覆盖在了灵魂身上。 神龙血脉突然震动了起来,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和七脉融合。 融! 不等灵天宇反应过来, 一声不知道哪来的声音简声, 就说了一个字, 神龙血脉, 开始乖乖地融合起来。 灵天宇震住了, 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怎么可能啊? 他尝试了那么多次, 一次都没有成功, 胸膛前的图案, 就释放出来了光芒, 直接融合了, 而且已经融合完毕, 这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了。 神龙血脉和鸡脉全部融合, 一条新的血脉形成, 散发着独有的光芒。 是一种透明光芒, 这血脉也是透明的。 灵天宇从没有见过这种血脉, 完全是蒙的, 耗费多次都没有成功, 一个图案现身就解决了。 这事情谁看到都不信的。 搜, 灵魂原封不动地回到了灵天宇体内, 瞬间感觉到了完整。 主, 主人, 那, 那刚才的声音是…… 仙鹿七戒八八地开口道, 那声音出来后, 直接压制住了他, 根本动不了。 不知道。 灵天宇摇了摇头, 他真不知道, 这图案他始终没有弄明白, 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原本极为麻烦的事情, 竟然眨眼间就融合了, 灵天宇打死都不信的。 嘣, 灵天宇站了起来, 不等站稳, 周身的火箭全部进入了天火种子内, 灵天宇右手一挥, 衣服穿在了身上。 刚准备纵身飞上去, 那天火瞬间穿透了灵天宇的身体, 来得太快, 完全没有防备。 顷刻间, 融入了心脏处。 天火融入心脏处, 轻微的射度渐身, 灵天宇忙转身去看, 一看那拳头一般大小的天火不见了, 忙内视自己的身体, 一番查看, 心脏处一团火焰, 在慢慢地燃烧着。 灵天宇眉头紧皱, 天火竟然融束了他的心脏处, 不可思议。 天火想要收服是极为难的, 可是偏偏如此。 轰隆隆, 不等灵天宇反应过来, 昆蓬山上空, 乌云滚滚, 电闪雷鸣, 飘泼大雨而下。 天气异常, 看着, 紫色闪电突然劈了下来, 方向正是朝着他来的, 灵天宇忙躲。 闪电击中他站的位置, 灵天宇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闪电袭击他干什么呀? 主人, 是血脉的问题。 仙鹿芒开口道, 天空当中的闪电越来越多, 甚至大有毁天灭地的可能。 闻言, 灵天宇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他的血脉是由七脉和神龙血脉融合而成的, 这是一种更为强大的血脉, 这是都市, 都市隶属于上古, 它尚未跳出天地轮回, 这种血脉必然不该存在于上古, 必然引动雷杰。 上古之内是不允许又强于他的存在, 除非说是跳出上古天地的, 他还没有跳出去呢。 灵天宇知道是怎么回事后, 反而不怕了, 既然是雷杰, 不妨用他练练体, 别人身不可以, 他可以啊, 这是雷杰, 不是普通闪电, 他能够承受得住, 他的身体强度早已上升到了一种不可逾越的层次。 啪, 右脚轻微跺地上升到空中, 等着闪电劈下来。 紫色闪电很精准地击中在灵天宇的身上, 没有击中在衣服上, 而是击中在灵天宇周身的一层护照上, 瞬间雷电席卷全身。 嘶啦啦。 闪电慢慢地被灵天宇吸收进体内, 全身一股麻麻的感觉, 极为舒服。 闪电一一进入护照, 再进入体内, 灵天宇越吸收越多, 敢这么吸收的, 也就塌了, 换做其他人, 没人敢的。 灵天宇不断地吸收着, 见闪电速度下来得很慢, 干脆纵身飞上了云层当中, 主动吸收起来, 隐藏在云层当中的闪电快速地消失, 全部被吸收完。 仅仅十分钟不到, 灵天宇全部吸收了去, 周身闪过一道雷电护照, 让人看到灵天宇主动吸收雷电, 绝对颠覆别人的印象。 稳稳地落在地上, 灵天宇并不打算离开。 这是昆蓬山, 有好多天才地宝的, 他寻找的这段时间, 找到好多药材, 还有好多的炼气材料, 他不会炼气, 但可以收集啊。 炉叶枪还有火精剑, 在对付饕贴的时候, 全部碎了, 总要修复一下的。 今天老君已经知道他融合完了, 心里还是极为震撼的, 原本认为是两个月, 根本没有几天, 也并没有让他立刻回来。 天道大地在昆阳山,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布置完毕。 时间倒退好说, 可时间要是调升比例, 就太麻烦了, 需要精准地布置的。 这也是为什么要耗费时间。 灵天宇在昆蓬山寻找着, 试图能不能找到昆蓬的内单? 要是可以找到, 那是最好不过的。 数天的寻找, 只寻找到了珍贵教材,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别说内单了, 就是昆蓬的一块完整的骨头都没有, 只能卷路返回。 灵天宇胸膛前的神秘图案再次现身, 要知道, 这图案释放出来的光芒, 可以割破阵法的。 如今竟然还可以有如此大的威力。 仙鹿倒是说过, 魔族胜利也有过, 他现在都不知道, 自己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是魔族还是灵家的人, 感觉自己就是一团谜啊。 灵天宇暂时不去想, 那是不可能的, 他也搞不明白的。 他的记忆里面, 就是灵家的人, 突然变成了魔族神, 换作谁也接受不了的。 灵天宇甩了甩脑袋, 回了死人山。 这么多人? 灵天宇现身后, 十分惊讶, 仔细一看, 是他师父和师叔月牙圣神也在。 难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灵天宇心里嘀咕起来, 星天一脉都现身了百思不得其解, 前去行礼道, 师父, 星天老君看了看他胸膛前的神秘图案, 若有所思一笑, 明知故问道, 中和了吧? 中和了, 灵天宇回道, 他知道, 自己师父知道了, 不然的话不会如此问的。 跟我来, 星天老君本来上巨牙圣人说的, 既然他也过来了, 就他开口吧, 也比较合适。 梁亭下, 星天老君把事情说了说, 灵天宇看到他们时, 心里还嘀咕呢, 这倒好, 还真是发生了事情。 七魔续炼, 真的可以? 灵天宇心里有些不放心, 六年的时间, 让他达到鸿骨纠围, 身体, 精神, 灵魂之痛, 那都不算什么, 主要是这种快速的方法, 让他有些不放心的, 这种洁净的修炼方法, 他从未听说过。 你放心吧, 你必须尽快崛起, 星天老君知道自己徒儿担心什么, 忙时宜放心道, 身为他的师父, 自然会为他着想的, 就是需要承受莫大的痛苦啊。 灵天宇见师父都这样说了, 也确定没事, 只是这种方法一说短时间内, 可以提升那么多层次, 认谁也难以相信的。 星天老君看着一言不发的徒儿, 没有主动开口说他的身份, 不问, 自然不会主动提的, 这件事能不说就不说了。 对了, 师父, 燕燃呢? 灵天宇倒是没有忘记段燕燃, 忙问道, 要是没有一点想, 那是不可能的。 怎么, 想他了? 星天老君一脸你懂的意思道, 想, 灵天宇没有隐瞒, 确实是想, 如此长的时间没有见他, 不想是假的。 好, 我让他下来, 好好聚聚吧, 站着这段时间, 时间阵法还没有布置好。 星天老君敲了敲灵天宇的脑袋, 消失在原地, 健身宏苦, 带着段燕燃, 立刻返回。 又不是说一直在一起, 就是修炼之前这段时间, 让他们拒绝, 想发生关系就发生, 不想发生夫妻关系, 也没有什么。 有个孩子也挺好的, 关键在于他们两个。 星天老君将段燕燃带下来后, 就离开了, 前往了昆阳山, 看看布置得如何, 这是人家小两口的甜蜜时间。 段燕燃看着眼前的未婚夫, 满满的柔情蜜意, 坐在灵天宇身旁, 针手靠在他的肩膀上, 轻轻吻了一下他的脸蛋, 一句话没有说。 灵天宇轻轻地搂着他的鲜鲜细腰, 低头昏了他的额头一下。 在那儿好不好啊? 灵天宇轻松问道。 好。 段燕燃回道。 每天要么是修炼, 要么就是坐车, 比你舒服多了, 哪像你啊, 要不一直那么多的事情。 灵天宇只是笑了笑, 并未说什么, 享受着二人世界。 这一幕, 安兰没有看到, 他还在昆阳山, 不然的话, 星天老君不会去的, 不仅仅是看天道大地怎么样了, 还要拦住安兰。 说是退出了, 真要是放弃了, 还是极其难的。 这也是月牙圣人单方面的一厢情愿吧。 灵天宇明确拒绝过, 只是可惜了, 他们俩在一起, 也不失为一桩好昏事。 天宇, 我们去都市看看呗。 段奸然突然提议道, 反正也下来了, 不去都市看看, 多对此次下来。 况且他还得看看自己妹妹, 还不知道现在那丫头怎么叫了呢? 有没有对象? 一定是雄宝青春, 活个几百年, 总要结婚的。 灵天宇自然没有意见, 但是他, 顷刻间消失在死人山, 现身海北别墅。 苏若熙等身已经回来了, 毕竟都解决了。 况且现在星天一脉都在, 那个叫龙奥天的人, 也不见得赶下来的, 除非他想葬送自己手下的人头。 还是都市好。 段奸然享受着都市的气氛, 露出欢快的笑话, 荣倒。 在红苦极为没有意思的, 还是在这里比较有意思。 有饭店, 游乐场, 夜市, 还能出来。 就算半夜不回家, 也没有什么。 在上面, 不能穿适合过于暴露的衣服, 穿个短裙, 里面都要穿适一条搭配的长裤, 短裤都不让穿的, 否则有声风话。 段奸然一说起来上面的规矩, 就吐不完的草。 规矩太多了, 一大堆的礼仪, 还是在自己家乡舒服啊。 林天宇听到自己未婚妻的吐槽, 笑了笑, 她在都市也不舒服的, 都是在修炼和处理事情当中度过。 天宇, 我要穿自己喜欢穿的衣服。 段奸然转身点水脚, 露出林天宇, 撒娇道, 我要穿高跟鞋, 牛仔裤, 还要穿修身裤, 戴耳钉, 戴项链。 好, 林天宇没有意见, 直接答应了下来, 道, 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这几天我陪着你。 林天宇没有说, 要自己按照七摩序链来闭关, 让她知道了, 还不得出事情了, 省得担心, 有什么事情, 还是她自己来承担吧。 段奸然的衣服还有, 段奸然离开后, 她妹妹断金心将衣服全部收了起来, 送到了死人山, 只能再返回去拿, 也不是什么麻烦的事情。 来来回回, 也就耗时几分钟罢了, 衣服全部拿了回来, 她的衣服隔一段时间都定时有人晒的, 前一段时间是林天宇, 后来是她母亲文静, 再后来是林天宇, 偶尔她嫂子回来了也会晒的, 不至于让姬腹常年不晒, 发出霉味。 段奸然挑选着自己的衣服, 一条丝绸质地的月白色长裤, 一双高跟鞋, 穿上天蓝色紧身衣。 林天宇在卧室内换的, 当着林天宇的面换的, 林天宇全部看到了, 也没有什么, 他们就差一个仪式了。 卷, 段奸然玉手将绣发散了下来, 玉手一挥, 鲜力已经罩在长发上, 顿时头发下部卷了起来, 气质瞬间上升了不止一个层次, 林天宇看得赏心悦目, 淡淡的虚拟草香散发出来, 段奸然走了过来, 轻轻一笑道, 怎么样, 好看不? 轻轻地一个转圈, 秀发随时转动, 带足了仙气。 好看, 林天宇点了点头, 不过他没有忘记一件事, 那就是他兄弟的女儿, 在路上就想问了, 现在有时间问, 自然要问一下。 潇潇呢? 林天宇到, 放心吧, 我把她交给你师娘了, 现在只早是修炼的。 段奸然早就安排好了, 即便那段时间被凤凰一时占据了, 也没有亏待, 这师娘可不是尤可灵, 而是另外一个师娘, 现在年龄也不小了, 成年后才会出来, 到时候也是一个妥妥的小天才。 哦, 那就好啊, 林天宇放心了, 兄弟不在了, 自己得负责起来啊。 接啊, 林天宇刚想在说什么, 卧室的门扑通被推开, 段欣欣大包小包提着冲了进来, 在都市的保镖通知给了苏若曦, 说祖长和夫人回来了, 苏若曦随时通知了段欣欣, 让她回去看看, 便赶了回来。 段奸然搂着自己妹妹, 变得成熟了很多, 也寒是顽笔之身, 一看对象也没有谈。 有没有谈对象啊? 段奸然关心地问道, 没有啊。 段欣欣摇头道, 人家一介绍, 你姐姐是段奸然啊, 那你姐夫不就是神医林天宇吗? 都不敢和我谈。 嫂子说, 叫找个门当户对的, 不是说看不上普通人, 而是有时候三观不合, 还不都是您二位耽误的我呀? 段欣欣假装生气道, 都是你们, 一个商界九名的天才, 一个都市的神医, 既然说得深, 不是公司的公子哥, 就是认识我姐夫的, 人家怕高攀不起。 没事啊, 那就慢慢找啊, 要不然你去大学教书, 说不定可以碰到合适的呀。 段奸然知道自己妹妹没有生气, 只是假装生气罢了, 看她这个模样, 压根就不想嫁。 不去, 段欣欣摇头拒绝道, 反正我也冲宝青春, 还能够活个几百年, 也不在乎的。 随你吧, 段奸然也没有意见, 道, 只要不耽误你就行了。 切, 段欣欣去小嘴嘟了嘟, 道, 你和姐夫怎么不结婚呢, 光领结婚证, 孩子都不要。 去去去, 段奸然闻言, 美好气一声道, 我和你姐夫那是有计划的, 小丫头骗子瞎管。 段欣欣顿着自己姐姐做了一个鬼脸, 转身准备离开卧室道, 我去公司玩去了, 随之离去。 林天宇和段奸然也没有说什么, 也一起离开了别墅, 看着车去了市中心, 享受修炼前的最后二人世界。 既然是来都市享受的, 就得变成普通人, 这才符合。 流行音乐播放者, 林天宇和二神先去看电影, 施暴米花, 喝冰镇可乐, 做着普通人的事情。 段奸然也和长神无异, 只是走到哪儿, 回头率都是百分之百的。 不过林天宇见身都市, 沈梦西他们都知道了, 一看旁边是段奸然, 还是算了, 人家这是二人世界, 不然的话打扰了, 会紧起来反感的, 倒也有自知之明。 接下来是逛商场。 段奸然眨了眨大眼睛道, 不买衣服也要看看, 在红裤几乎没有意思的。 林天宇没有意见, 但这钱就逛商场。 这一逛, 好家伙逛了三个小时, 真能逛啊, 还真是什么都没有买, 就是享受。 林天宇也耐心食俗, 二人进去一家店, 看着鞋子, 林天宇抬头一看, 眉头微微皱了皱, 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 宋谦武, 正是他。 林天宇还有些印象, 对他没有感觉的, 也是看在黄婷婷的面子上, 不然的话, 林天宇很难和他接触太多。 就算当初接触过, 也只是当初第一次去公司应聘时帮过, 后来段奸然对他也不错, 他嫂子更是不错。 只能说是有缘无分。 宋谦武也看到了林天宇, 也不敢打招呼, 他看到段奸然了, 这上去打招呼, 还不得引起来尴尬呀, 忙拉着闺蜜匆匆忙离去, 他现在也掌管这一家分公司, 也是有钱人的, 还是因为苏若曦的原因, 要不是他的话, 不见得可以走到现在。 林天宇也没有说什么, 他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千年以后, 谁还认识谁啊, 他到时候走到何什么地步都不知道呢, 不过六年后踏上鸿骨修为, 倒是一定的。 烟雾, 你怎么了? 突然离开干嘛? 宋烟雾的闺蜜, 常宁不解道, 逛得好好的, 突然这样, 从没有见过他如此啊。 啊, 没事。 宋烟雾芳心扑通扑通跳着, 摇了摇头回道, 没事才怪。 常宁可不信的, 堂堂一个女老总, 突然这样, 一定是看到了什么? 难道是刚才进来的那一对情侣的原因? 是不是那个男的你认识啊? 常宁不怀好意, 几枚弄眼道, 下说。 宋烟雾没好气一声, 拉着闺蜜快速地离开了商场。 段间然没有看到宋烟雾的, 毕竟那家店也不小, 足足逛了一天, 电影院, 商场, 游乐场全部逛了一遍。 晚上的时候, 二人去了一家西餐店。 试试西餐? 俊男靓女自然是西餐店的主目, 林天宇不能说是超级帅, 但是有一股上人难以言续的男人魅力。 天宇, 你想不想要个孩子? 突然, 段间然问了这个话题, 林天宇的红酒刚到喉咙处, 差点枪住, 完全没有预料到, 太突然了。 你要是想叫个, 我就给你伤个。 段言然吃着牛排道, 反正都关系确立了, 以前想的可能是, 一旦被红颜得知, 会想方设法来夺, 威胁到林天宇。 现在想想其实也可以, 大不了他但是孩子不在红谷, 去师娘那边藏起来, 红颜一定找不到的。 林天宇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他就没有思考过。 让我想想吧, 林天宇嚼了摇头道, 他现在一门心思都在修炼上, 这个问题确实没有思考过。 段言然也没有意见, 低头施射牛排。 晚上十点整, 二神到了家。 段言然还是依旧像以前一样, 洗澡, 林天宇站在卧室窗户处, 抽了一根烟。 睡觉吧。 段言然围射欲巾, 回到卧室, 从后面搂住了林天宇。 林天宇将烟头掐灭, 扔在了尖灰缸内。 我去洗洗澡去。 林天宇伸手挂了挂他的小鼻子, 离开了卧室。 卫生间内, 水洒在身上。 呲啦啦, 水接触在他胸膛前的神秘图案上, 顿时图案变得犹如烙铁一样, 倒是不痛。 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林天宇有些摸不着头脑。 水流过去都会被蒸发掉。 图案就是烙铁一样的颜色, 他用手摸了摸, 也不烫。 这是怎么回事啊? 林天宇站在镜子跟前, 看了看胸膛前的图案, 还是看上去什么都不像。 这图案帮他融合了七脉和神龙血脉, 天火也无缘无故进入了心脏处, 进行融合。 图案有过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反应了, 帮过他大忙, 正法可以拦住其他人, 却拦不住他。 这到底是什么图案? 林天宇极为不解起来, 一直到林天宇擦干身体后, 图案反应才相视不见。 林天宇叹息地摇了摇头, 说这是魔族人才可以拥有的, 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回了卧室, 段燕燃早就在床上了, 正眯着眼呢, 林天宇关了灯, 躺了下来。 段燕燃直接整着他的手臂, 安心睡了起来, 什么都没有做。 每人在怀, 能够坐怀不乱的, 也就林天宇了。 林天宇现在抛开了图案的事情, 想着之前段燕燃问的问题, 要不要孩子的问题。 倘若是要了, 不想孩子那是不可能的, 甚至也可能让人找到他的致命之处, 他们都是修炼者, 什么时候都可以要, 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不要了。 燕燃, 我们暂时不要了。 林天宇做好决定后, 知道段燕燃没有休息呢, 告知道。 好, 段燕燃回了一句, 道, 想要的时候, 告诉我, 我们就生, 最好是龙凤胎, 你是神医, 肯定有办法的。 段燕燃说完, 吻了一口林天宇, 这才安心的去睡。 他就是在等林天宇的回答, 要, 他们现在就要, 不要的话, 就算了。 林天宇根本睡不着, 他还在想着, 七魔续练这种修炼方法, 这是第一次修炼, 不免有些担心。 远在昆阳山的天道大帝, 星天老君, 还有安兰, 在忙碌着, 尤其是天道大帝, 他是布置者, 刚控制好位置, 接下来就是布置。 时间阵法不同于其他阵法, 他需要很精准的来, 设计到时间比例, 一般人布置不出来的, 也就天道大帝这样的人可以。 可以了, 星天老君问道, 可以了, 天道大帝回了一句, 道, 接下来就是布置。 天道大帝没有休息, 立刻着手布置起来, 这时间阵法是阵法当中最为难的, 也是最为不容易被阵法师布置出来的, 除非真的达到了天道大帝这样的水准才可以, 否则跨不过的。 星天老君和安兰没有打扰他, 站在一边看着, 布置阵法需要绝对的安静。 安兰其实不傻的, 他知道段言斩过来了, 段言斩来到死人山的那一刻, 他就知道了, 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 要是说出来了, 反而觉得不好了, 会感觉极为尴尬的。 安兰还是极为聪明的, 这一切都在稳步进行, 西兰也在炼制武器, 当然炼制的都是一些小玩意儿, 毕竟要有基础的。 博弈道军在一旁指导着, 将来西兰绝对是林天宇的一大助力, 炉叶枪和火星剑都是要修复的, 没有办法。 尤其是火星剑, 这是火尊真人留下来的, 当初天外天都抢夺过, 那时他修为还说得很, 控制好温度, 博弈道军出声提醒西兰道, 西兰额头上都是汗水, 精神力高度集中, 完全不敢恍惚一下, 炼制的是一把匕首, 是衣镜武器, 很难做出来的。 对博弈道军来说, 那是简单无比, 可对于西兰来说, 他刚接触是极其难的, 有如惊儿走路一样。 炉火内, 匕首漂浮着, 他已经炼制了五个小时了, 还没有炼制成功, 不由他慌张起来, 最后的成行极为麻烦。 不要慌, 我一道军舰图儿慌张起来, 忙提醒道, 成行很考验一个人的耐心, 不能出错的, 慢慢来。 西兰知道, 可是失败很多次了, 要是再不成功, 他都快觉得自己没有炼击天赋了。 咔嚓, 一声破裂之声响起, 最后还是破了, 匕首还是没有成行。 师父, 失败了。 西兰看着化为碎片的匕首, 很是失望, 这是第三十七次失败了, 浪费了很多炼技材料。 没事, 博弈道军笑了笑道, 文师当年练制武器时, 踏入基础时, 失败了上万次, 才走得如今成行。 你进步很快了。 博弈道军一点不着急, 反而很满意, 第三十七次就走到现在这个地步, 说明了什么? 说明西兰有绝对的炼气天赋。 休息会儿吧。 博弈道军心疼土, 让他休息休息, 他则是打开了炼气阁的门, 通通风, 炉火的温度极为高的。 对了, 你说你有个小师弟叫林天宇, 住在哪儿来着? 博弈道军突然间问道, 他也是闲着无聊问的, 陪着自己突然聊聊天, 让他休息休息, 一直失败会让人烦躁的。 西兰也是之前说了, 博弈道军当时正在处理事情, 没有听到心里, 忘记了。 都是死人山? 西兰回道, 现在是上国的顶梁柱, 是一个天才, 我师父说的最后一个徒儿, 是林家人。 西兰说起来自己小师弟, 只有自豪, 太优秀了。 死人山? 话出, 博弈道军眉头一重, 那勇武枪就是送到都市死人山的, 那是魔族一位皇族人员亲自过来的, 用一生寿命加魔族血液, 还有珠宝, 让他勉强出手的。 你小师弟和魔族熟悉不熟悉啊? 博弈道军问道, 西兰文言好奇了, 突然问起来这个, 他是上古顶梁柱和魔族是极为熟悉的, 肯定熟悉了。 西兰回道, 坏了, 不会那把勇武枪是给他炼制的吧? 博弈道军心里嘀咕起来, 当初的事情他可是记得的, 于建峰极为着急, 甚至不惜一切代价。 他虽然不出去观察外界的事情, 但还是知道的, 魔族已经没有很天才的人存在, 能够让于建峰, 一个魔族组长, 亲自来求顶级神器的, 必然是重要之人, 就和魔族熟悉, 搞不好就是给灵天宇的。 这可是他徒儿的小师弟啊, 博弈道军顿时有些后悔起来。 你先休息休息, 博弈道军有些不放心, 魔族来求和灵天宇熟悉, 自然而然也就和他有关系, 于建峰已经去世了, 他的规矩也分关系的, 要是天道大地那样的关系, 直接炼制了, 现在西兰是他唯一的传人, 毁了一个人才炼制的也说不过去啊。 现在只能确认, 勇武枪是不是给灵天宇炼制的? 如果是, 就真的不好说话了。 博弈道军现身外界, 眼睛一闭, 准备寻找死人山, 结果就到了老朋友天道大地的气息, 还有一位强者的气息, 芒闪身过去, 眨眼的时间就到。 何人? 星天老君就在昆阳山, 一声呵斥, 准备出手。 天道大地刚结束第一个阶段的布置, 看到博弈道军, 忙足使星天老君动手, 他们不认识的。 你怎么出来了? 天道大心极为担心道, 六一正不老实呢? 这个时候出来, 被发现了就糟糕了。 我来找死人山的。 博弈道军回道, 看了一眼星天老君, 有点印象, 但不记得了。 找死人山? 天道大地等人闻言, 有些不解, 找死人山干什么呀? 啊, 你既然过来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星天老君, 这是岳阳圣人的女儿, 安兰。 天道大地暂时没有问, 找死人山干什么, 先介绍介绍人, 道, 这是博弈道军, 顶级神器师, 你托儿的师父。 星天老君和博弈道军听到介绍, 恍然大悟过来, 他们都有点印象, 毕竟都是当事强者, 多少都要听说过的。 有幸见到你这样的强者, 是缘分的。 博弈道军主动和星天老君说起来话, 星天老君也知道他是谁了, 他以前就有一点印象, 天道大帝说的时候, 你找死人山干什么呀? 天道大帝问道, 博弈道军一番解释, 天道大帝知道这么一回事, 只是不知道送给谁了。 余剑锋是吗? 安兰不敢确定, 忙再次问了一次。 博弈道军点了点头确认, 原来那把永武枪是余组长送来的, 可是他人现在没有回来。 安兰知道永武枪的事情的, 于剑锋现在都没有回来呢, 林战青夫妇一直找呢? 唉, 真回不来了。 博弈道军确定后, 一声叹息道, 博弈道军的回答, 让星天老君和安兰意识到事情不好了。 天道大帝知道的, 于剑锋用了一生寿命换来的永武枪, 他也没有想到竟然是给林天宇求的, 真是不可思议啊。 星天老君问了问, 博弈道军把事情说了说, 也知道怎么回事了。 悲伤自然是悲伤的, 也知道博弈道军过来是干什么来了。 西兰办事于他, 自然林天宇和他就有关系了, 博弈道军是觉得过意不去啊。 博弈道军, 你不必难受, 那时候西兰尚未办事于你, 你是顶级神器师, 有自己的规矩, 要是随便来个人就答应炼制, 太说不过去。 这不是神器, 而是顶级神器。 星天老君是一博弈道军没事, 这只能说是命啊。 隐世于剑锋一生当中该有的一劫难, 谁也阻挡不了。 这件事只能瞒住, 别让林战青夫妇知道, 林天宇自然解就不知道了。 安兰自然不会说的, 这件事轻重, 他是知道的。 博弈道军只能叹息, 毕竟和徒儿有关系, 只能说, 于剑锋来求的不是时候。 为了赔偿, 博弈道军还是觉得心里过意不去, 换做其他人没什么, 他突然对林天宇评价极为高, 一看关系就好, 要是知道了, 难免会有意见。 起码做点什么, 道, 你们谁要顶级神器, 我练制一把同等级的天级神器, 算是心意吧。 不用。 星天老君嚼了摇头道。 不用的, 还是心意吧。 博弈道军坚持道, 见此也知道推脱不了了, 星天老君只能同意。 安兰, 给你吧。 星天老君想了想道, 这是他师弟的女儿, 也是天赋异禀的一个小丫头, 给他一把好武器, 实力会增加很多的。 安兰一听要给自己, 很是意外, 他以为师伯会给林天宇的, 没有想到是给他自己。 博弈道军看着安兰, 等着他的回答。 我要一把剑。 安兰说了出来。 博弈道军知道了, 告辞先离开了这里, 毕竟六狱现在正不安静呢, 也算是阴差阳错。 于建峰要是迟来点, 或者说, 红烟把套铁送下来的迟点, 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到时候西兰办师, 林天宇当师束手无策, 他的师父必然出面。 可惜, 现在说什么都迟了, 没有后悔药可施。 于建峰已经和妻子埋葬在一起, 也算是夫妻同根络。 天到大地, 继续布置实现阵法, 星天老君和安兰哪儿也没有去, 一直看着。 月牙圣人等人也没有闲准, 都在做着事情, 都是为了林天宇。 日复一日的布置者, 阵法也慢慢地 趋向于完善, 就差最后一个步骤, 调整比例。 天到大地正在和星天老君商量, 看看多少比例合适, 这比例最高是一比五, 这是目前时间阵法最高的时间比例了。 六年, 一年按照三百六十五天来说, 今天老君思考着道, 那就是说, 六年就是两千一百九十天, 调成一比五天, 在阵法内一天便相当于五天, 六年在阵法内便是四百三十八天, 阵法内一天相当于外界的五天, 在阵法内待四百三十八天, 便是外界六年的时间, 这是目前时间比例最高的了, 严格来说还缩短了几天, 毕竟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开始, 时间阵法布置成, 才算是正式开始, 红黄祖师那边也没有闲着, 他那个等级的高手交手, 不是一般的强者可以加速的, 就是星天老君这样的实力, 也不好说的, 红黄祖师可以说是站在了真正的巅峰, 这是第九重天的事情, 无论如何暂时也管不着的, 这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插手的事情, 星天老君确定时间比例后, 天道大帝进行最后的一步, 设定时间比例, 一番设置天道大帝收手, 时间阵法完成, 也是时候开始修炼了, 修炼的时候你可以测试了, 星天老君看着天道大帝小道, 他敢说一定合格, 天道大帝夫妇的传承必须拿到, 计划改变, 不耽误天道大帝测试, 两码是不耽误, 好, 天道大帝点了点头, 他正有此意, 趁早测试了, 行不行一回事, 天道大帝的测试很苛刻的, 测试通不过, 就是星天老君的面子, 他也不给的, 可惜, 天道大帝夫妇的传承, 林天宇不见得会看上, 他有自己的打算, 他是星天老君的徒儿, 他真不见得会看上天道大帝夫妇的传承, 林天宇这个人不好说呀, 他的想法和别人基本不一样, 一般人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用变化无常来形容, 是最合适不过的, 星天老君带着安兰先返回了死人山, 他传音给了徒弟林天宇, 让其回来修炼, 林天宇知道该分开了, 带着段言然返回了死人山, 安兰一看还是完毕之身, 不由得搞不懂林天宇在干什么, 按理说该要了的, 他也不好说什么, 星天老君送段言然回了洪谷, 他则是立刻返回, 但是林天宇就去了昆阳山, 岳阳圣人等人早就起就昆阳山了, 林天宇一看这架势, 修炼是前所会有的男, 他的师叔都过来了, 这是时间阵法, 在里面一天相当于外界的五天, 星天老君和林天宇介绍道, 这里面是一个空间, 也算是一个小型的世界, 星天老君继续道, 你进去后会先适应几天, 时间比例不一样, 产生的重力也不一样的, 这倒是实话, 林天宇也知道, 进去吧, 星天老君把说的都说了, 可以开始了, 林天宇毫不犹豫, 一步踏了进去, 完全没有惧怕之意, 不由得, 让巨崖圣人等人点头满意, 天道大帝也在暗暗打两转, 此人很决绝, 天道大帝在心中, 看出来林天宇的一点做事方法, 他对神经之道极为熟悉的, 看一个人的行动, 能够看出来的, 天道大帝的测试已经开始了, 踏入时间阵法的林天宇, 看到的是屑腕, 里面还有血量, 林天宇极为震撼, 创造世界真是不简单, 山川河流都有, 唯一没有的就是生灵, 林天宇是第一个, 重大的重力, 林天宇在空中飞着, 感受着大气压产生的重力, 不由得惊讶, 林天宇感受着天地的重力, 和都市比了比, 大概是一比一百, 也就是说, 在外界需要承受一斤, 来到这里就得是一百斤, 翻倍啊, 稳稳地落在地上, 林天宇感觉了感觉, 行动有些不容易, 感觉身体受到了一定的加厉, 行动起来不利索, 他师父让他适应几天, 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么重的比例, 极为难的, 你土耳适应能力很强啊, 天道大帝看着阵法内的林天宇道, 他预算的是, 进去后很难站起来的, 甚至不可能飞起来, 可林天宇还是飞起来了, 飞得还是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天道大帝看着林天宇, 满意程度缓缓地增加, 可惜, 林天宇对天道大帝仅仅看上几眼, 真不一定可以看得上他的传承, 我试试他的身手, 天道大帝笑了笑道, 右手一挥, 阵法内的空间突然出现三道虚影, 手持三把不一样武器的虚影, 林天宇突然看到出现这样的虚影, 看了看实力, 比他刚出来一层修围, 五象七六层, 他才五象七五层, 看来有人在试他, 林天宇一眼看出来了目的, 就是不知道是谁, 但绝对不是他师父, 可能是他的师叔们, 总要是一个人的, 林天宇也不在乎, 看着三道虚影, 右手一挥, 勇武枪现身手中, 嗖嗖嗖, 三道虚影手持刀剑解而来, 枪, 枪, 林天宇一枪动手, 被三人围攻着, 完全不怕, 即便重力加深也没有什么, 动作可能直缓一下也倒是没有什么, 他还可以从容的应对的, 三人的动作要比林天宇的快, 一刀顿水林天宇的脑袋过来, 林天宇忙整个人后仰躲了过去, 枪, 勇武枪没有闲着, 在林天宇手中出动, 另外两道虚影也攻击过来, 可惜, 林天宇已经开始适应重力, 速度提升了上来, 在躲过两道攻击后, 一枪命中那持刀的虚影, 瞬间将其击杀, 随之化为了灰烬, 勇武枪紧握在手中, 看着剩下的两道身影, 双眼内散发着无尽的战役, 体内的战火更是旺盛, 三人挑起来了林天宇的火焰, 就得负责平息下去, 惊天老君等人看着林天宇的动作, 在他们眼中算不上多么厉害, 但确实不错, 在同级别当中, 甚至星天一脉的所有徒弟当中, 可以堪称第一, 就是西兰, 星天一脉的第一个徒弟, 也做不到这种的, 林天宇却做到了, 能够让他们点头, 不容易, 岳崖圣神看到了希望, 看到了报仇的希望, 难怪他大师兄如此自信, 如今仔细一看, 不是没有道理啊, 他们这个修为的时候, 还没有这样过, 林天宇比他们优秀多了, 假意时日, 绝对是混顶人物, 说不定将来还可以撼动九重天, 这都是说不好的, 林天宇还年轻, 比他们有的是机会, 阵法内, 林天宇手持勇武枪, 和剩下的两个人对打着, 纵然修为高出, 也瞎置之打, 完全拿不住他, 不知, 一枪击中在一人的头颅上, 勇武枪一抖, 将其震碎成碎片, 至此, 三人就留下一人, 也逃不过死的下场, 果不其然, 不到十个回合, 最后一人消失不见, 天道大帝的士身手, 也就此结束, 天道大帝自然满意了, 可惜林天宇却不太满意, 他马上就修炼了, 不太想浪费时间的, 他可以盘出不是他师父, 要是修炼后对敌, 可以说是历练, 很合理, 这还没有正式修炼了, 林天宇将勇武枪收了起来, 伸展伸展了身体, 感觉很舒服, 没有了之前的不适应, 他已经彻底适应了, 他进来打了, 也就将近一个小时, 原本认为要适应几天的, 也就适应了阵法内的一个小时罢了, 他的身体强度早就非同长神, 不是一般人可以比较的, 别人适应很长时间, 他不需要, 毕竟敢吸收雷节当做练体玩, 身体适应能力再不强, 那可就怪了, 天道大地的测试才开始, 这只是小事牛刀, 还有众多考验, 他要考验林天宇的还有很多, 要仅仅如此, 就太觉得测试容易了, 适应如何了, 星天老君看林天宇也适应了, 比他预料的快, 传音确定了一下, 必须确保完全适应后, 才可以开始第一层, 可以了, 林天宇听到师父的声音回到, 星天老君确认后, 开始七魔预炼的第一年修炼,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修炼, 也是很难的, 第一年的修炼, 就是身体, 灵魂, 精神三种修炼方式, 这三者要一起进行的, 痛苦会瞬间加倍, 针对三者的修炼, 也很简单, 七魔预炼, 有第一年修炼要经历的步骤, 他要在最恶劣的环境当中, 承受各种魔炼, 还要一心多用, 还有相法传承, 现在看的是玉阳圣人的传承, 星天老君已经吩咐过林天宇, 现在就看他自己了, 镇法内, 林天宇正在经历大风, 大雨, 酷热, 寒冷, 各种四季情况, 第一年的修炼情况, 星天老君和天道大帝极为熟悉的, 玉阳圣人也在布置镇法这段时间内看过了, 七魔预炼的第一层, 就是感受各种环境, 大自然的环境多样, 尤其看到, 犹如世界末世一般, 要承受精神压力的, 不许用修为鼎, 风雨交加, 越来越大, 林天宇就用修为稳住身子, 被星天老君传音阻止, 第一年的修炼是根基, 极为重要的, 感受各种环境, 前提就是不能用修为, 就是火山爆发, 地震, 洪水, 干旱, 无论遇到什么都不能用修为, 就是石头砸在身上也不行, 说句不好听的话, 第一年的修炼, 就是狂虐身体, 精神, 灵魂三方面的磨炼, 最好的磨炼便是感受大自然, 不得不说, 七魔圣云绝对是一个天才, 这世上最强大的, 莫过于大自然的力量, 洪黄祖师修炼的实力, 毕生追求的, 其实就是掌控自然, 也就是反仆归真, 成也自然, 反也自然, 无限制的接近自然, 就要感受到, 大自然当中蕴含无数道, 只有领悟到后, 才能更可以踏上更高的层次, 洪黄祖师就是这样踏上的, 还有星天老君, 都是这样一个一个领悟的, 极为难的, 修炼到天地期, 不是什么本事, 能够一路直奔上古巅峰, 甚至更高层次, 那才是本事, 当年星天老君领悟道时, 被一个道卡了三千年, 月牙圣神他们, 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有的愣是卡了上万年, 要不是早已永生, 这么长的时间就得作画, 原济不可呀, 灵天宇的天赋是强, 遇上道还真是不好说, 只能说占据相当大的优势, 阵法内, 灵天宇承受着各种环境, 大风伴随着冰雹下来, 灵天宇只能硬顶着, 冰雹粗粗成人拳头那么大, 完全受不了的, 哗啦啦, 哗啦啦, 冰雹下的极为密集, 砸了地上都是, 有的树木都被砸得数十折断, 可想而知, 灵天宇得承受多么大的压力, 要是可以动用修为, 灵天宇自然不怕, 现在修为不能动, 心里莫名出现了荒神, 精神力很重, 压力太大, 这就是修炼精神, 灵天宇现在, 就算是一个助击期, 也断然不会如此狼狈的, 用灵力都可以形成护上, 挡住冰袍袭击, 可惜, 不让他动用修为, 空有一身修为, 却不能用, 滋味可想而失啊, 冰袍打在身上, 甚至头颅上, 自然是痛的, 这免不了的, 一场冰袍后, 灵天宇鼻青脸肿, 盲点穴进行消耗, 这不算动用修为, 是利用身体的自动愈合功能来的, 不在动用修为之内, 这就是修炼身体, 光当, 灵天宇刚利用身体自动愈合功能消耗, 前方爆发出巨响, 顿时山崩地裂, 巨石从山峰上滚落下来, 他的脚下裂开了巨大的裂缝, 灵天宇的精神力压力大增, 盲跳了出来, 这是地震啊, 无形中精神力在修炼, 只是灵天宇不知道罢了, 刚在剧烈的晃动当中站稳, 灵天宇傻眼了, 洪水倾气而下, 直冲而来, 洪水没有给灵天宇机会, 直接冲走了他, 他知道现在是地震, 可以说是风雨交加, 灵天宇在洪水当中, 努力使自己稳住身子, 地震也在晃动, 导致地面不稳, 啪, 灵天宇暴住一块浮沫, 忙爬了上去, 才得以喘息几口气, 呜呜呜呜, 不等喘息一会儿,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前方由于地震, 一个巨大的漩涡形成, 洪水开始卷入, 灵天宇暴住浮沫也被卷入, 那窟窿还不小, 离心力很大, 灵天宇可不想被卷入进去啊, 这样是进去了, 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一跃站在了浮沫上, 控制着身子稳住, 藤条, 灵天宇极为冷静, 看到洪水内有一根很长的藤条, 双脚夹住浮沫, 整个人后仰, 双手猛然间拍在了洪水内, 瞬间和浮沫腾空, 灵天宇夹住浮沫, 在空中硬生生的旋转了三个三百六十度, 落在了藤条附近, 一手握住, 这可没有动用修为啊, 完全是身手, 尤其还伴随着离心力, 能够做到如此, 那是极为不简单的, 好聪明的小子啊, 借力用力, 阵法外的天道大地, 看到灵天宇的做法, 枕不住开口赞赏, 满意程度又提升了一点, 他的师父星天老君, 不用说, 自然是满意, 玉阳圣人等师叔, 满意程度不用想, 也知道是多高, 阵法内 灵天宇刚握住藤条, 大风刮了起来, 身子更不好稳住, 摇晃起来, 啪, 见大风不停, 眼看就要进入漩涡中心了, 时间紧迫, 压力大增, 右手猛然间一甩, 这藤条足足二十米有余, 藤条稳稳地, 在十五米一卷的一棵树上卷住, 卷了四圈, 趁着藤条还没有脱落, 再次利用借力用力, 逃出了漩涡中心, 这一穴足足十几米远, 一直爬上那棵树, 才大口喘息起来, 他毕竟不是普通人, 普通能力都要高于没有修炼过的, 跳跃能力远超数倍, 最终还是脱险, 林天宇经历了这些, 他的精神力都在高度集中当中, 被冰雹袭击晃动身体, 在洪水中稳住身子, 就是刚才的跳跃, 都是在修炼精神和身体, 痛苦是难免的, 这只是小事牛刀, 还没有真正的开始, 一旦真正开始, 林天宇不可能如此轻松, 这只是感受环境当中的一种罢了, 真正的开始还没有, 这只是热身, 阵法坏的星天老君等人, 全部看在了眼中, 看来这种难度对他来说小菜一碟呀, 天道大帝笑道, 自然, 星天老君无比自信地点头道, 天宇是我守得最自豪的徒弟, 要是没有点出众能力, 我怎么敢打你们夫妻传承的主意呢, 天道大帝闻言, 摇头笑了笑, 这么说确实如此, 他们夫妻的传承, 那不是说谁都可以得到的, 阵法内继续天翻地覆, 洪水消失, 大风停止, 林天宇落在地上, 环固着四周, 地面轻微震动起来, 甚至响声满天, 树木大面积地倒塌, 泥石流, 林天宇一眼看了出来, 芒提先找一个高位置, 他现在不能用修为, 只能按照常识来, 踏着泥石流上去, 刚找好位置, 星天老君的声音响起, 道, 和我踏上眼前那座山峰, 话音落下, 林天宇直好下来, 看着已经在眼前的泥石流, 要是说头皮不发麻, 那是不可能的, 泥石流不比洪水, 这比洪水厉害多了, 至少洪水内没有大块石头, 泥石流内可有啊, 林天宇的精神力, 再次被家里加住, 距离那座山峰, 得有几千米远呢, 还要踏着泥石流上, 那就只能踏着泥石流内的石头过去, 借力用力, 这不比在洪水内, 也不比在地震内容易, 这里面的石头都是滚动的, 是很难站稳的, 借力用力也很难, 可以说, 基本用不上力, 一想到这里, 林天宇家里就大增, 精神力都有些不够用, 不知不觉当中, 已经踏入了七魔玉恋, 看看你徒弟, 怎么进退这种情况, 天道大帝极为有兴趣道, 星天老君自然很自信, 区区泥石流, 对他的徒儿, 还是可以从容应对的, 玉阳圣人等人更是自信, 阵法内的林天宇, 已经有所动作, 身子动了起来, 泥石流内是有石头, 但大小不一, 甚至有的踩上去都是空的, 借力用力都无处用力, 林天宇极为无奈, 已经动了, 不可能后退, 只能硬着头皮上, 一脚踩在一块大石头上, 突然坍塌了下去, 啪, 林天宇倾听点水一般的跳了起来, 还算有点福利, 勉强跳了过去, 神石也是修为的一种, 也不能用的, 不然的话, 可以查看您是留下, 到底哪块石头是空的, 坏了, 林天宇再次跳上一块石头时, 突然坍塌了下去, 附近的浮力也不够大, 瞬间双脚陷入了进去, 心揪住了, 起, 泥石流的冲击力, 林天宇感受到了, 不是一般的强大, 借助身体的轻盈, 算是将双腿拔了出来, 单脚落在一块, 只有拳头大的石头上, 下方是石心的, 盲向前方跳动, 一步树迷远, 林天宇惨着浮沫, 石头, 甚至拳头那么大的石头都有, 没有办法, 泥石流内什么都有, 能够借力用力, 就借力用力, 总比诊弱泥石流好, 要是水, 还能够看清楚里面的情况, 这陷入进去, 别说看清了, 不受伤都是好的, 阵法外, 天道大地摸着下巴, 看着林天宇, 嘴角略带坏笑, 知道泥石流难不住他, 抬头看了一眼惊天老君, 道, 让他陷入泥石流内, 忍受精神身体的痛苦, 灵魂还不到时候, 惊天老君知道, 不能浪费了这一次小小的泥石流, 右手一挥, 林天宇的秀为被封, 瞬间上空压力大增, 将他硬生生地摁了下去, 林天宇大精忙要上去, 却发现北宁石流内的力量缠绕住, 完全跳不出来, 他知道是他师父出手的, 封了他的修为, 以防他下意识地动用修为, 也是为了他好, 除了他师父这么做, 他的师叔们不会如此主动做, 林天宇倒是分析得很精准, 各种石头还有浮沫, 击中在林天宇的身上, 身体疼痛还有精神力上的压力很是大, 宁石流内很难稳住身子, 足足半个小时, 林天宇被宁石流冲出了多远, 他自己都不知道, 只是知道身体上遍体鳞伤, 痛得很, 精神力一次被一次加制, 面对这种情况, 修为用不了, 就算心理素质过硬, 也受不了啊, 怕到不须瑜, 就是遇到这种情况, 精神加厉大, 无时无刻不在修炼着, 七磨续炼的第一年, 就是如此残酷, 后面是怎样的, 真的不敢想象, 喷, 一块直径半米的石头, 在宁石流的冲击力架, 狠狠地砸在了林天宇的脑袋上, 一个大包出现, 倒没有流血, 毕竟他的身体强度异于常人, 一股剧痛袭来, 林天宇脑袋有些军乎, 星天老君等人看到, 自信是自信, 可是这种情况看到, 不免还是担心的, 安兰也来到了昆阳山, 看到阵法内的情况, 方心揪住了, 秀眉紧皱, 心里担心的剿命, 啪, 安兰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将要出手帮一下, 不让用修为, 这谁能出来, 是在玩命啊, 刚抬起手来, 被自己父亲绝牙上身活住手腕, 施意不要, 帮他反而是害他, 只能他自己来, 父亲, 安兰有些不甘心, 只能无奈地放下手, 看着, 去, 星天老君继续施加恶劣的环境, 狂风暴雨伴随冰雹, 地震, 甚至火山爆发这样的情况, 全部出来, 林天宇感受到了, 世界末日一般的存在, 脸色大变, 暴雨和泥石流融合, 冰雹在他头顶上, 犹如石块一样, 猛砸, 可谓雪上加霜, 身处绝境, 星天老君也是下得举手啊, 不心疼那是假的, 留给他的时间只有六年, 只能如此, 身处泥石流内的林天宇, 将一块伏木抱在了头上, 冰包砸下来, 受不了的, 他心乱了早就, 却还不至于被吓死, 心理素质还是可以的, 呜, 呜, 林天宇一咬牙, 双手舞动头顶上的伏木, 猛然间拍在泥石流内, 既然力不够大, 那他就制造力出来, 拍下去的力很大, 一个力下去, 必然反过来一个力, 林天宇借助那轻微的力, 把握住机会, 整个人腾空, 眼急脚快, 踩在一块大石头上, 身子一却, 跳出了泥石流范围, 落在了岸上, 啊, 啊, 林天宇大狗喘息者, 终于算是出来了, 地震冰雹都还在, 身子还在晃动, 哗啦啦, 喘息不等几口, 四周的六座火山爆发射, 岩浆席卷下来, 所过之处, 寸草不生, 今是复制一具, 很快, 覆盖在泥石流上, 涉气冒着, 很是残酷, 瞬间被包围, 唯一的出口, 就一个地方, 他师父让他踏上那座山峰, 那就是唯一的出口, 可岩浆席卷, 无路可走啊, 林天宇视不惧高温, 身上的衣服不行啊, 他可不想身上什么都没有就历练, 还要轻微保持形象的, 岩浆尚未把泥石流覆盖完毕, 流动速度严重减小, 里面石头不少, 啪, 林天宇画圈为爪, 直接抓住一块大石头, 拿了上来, 力量可想而知, 砰, 右手被手上的力量震碎, 化为小块小块的石头, 林天宇捡起来十几块, 拿在了手中, 岩浆带来的有毒气体, 充斥着林天宇的嗅觉, 他倒不会中毒, 闻的时间久了, 也会不舒服的, 嗖, 一块石头被林天宇, 如同打水漂一样在岩浆上, 林天宇身子一却, 单脚脚尖踩在石头上, 渐受滑行速度在岩浆上滑动着, 力量消失前, 林天宇会提前挣出来另一块石头, 再越往复循环, 算是踏上了回衣的出口, 安全了下来, 火山灰满天, 俯视下去, 下方就是世界末世一般, 这种场面, 确实冲击一个人的视觉, 甚至精神, 他的身体和精神在一点一点提升, 提升速度很慢, 林天宇感觉不到罢了, 阵法坏的安兰剑安全了, 松了一口气, 他的心一直揪着呢, 林天宇也算是经历了普通人不敢经历的事情, 人一旦进入泥石流, 基本无生还的希望, 这是事实, 古往今来陷入泥石流的人, 就算是动物也得死, 林天宇算是逃了出来, 也安全了, 这只是精神和身体的修炼, 还没有到灵魂呢, 只是两者之痛, 加上灵魂够他受的, 星天老君倒是没有立刻动手, 起码要让林天宇休息休息的, 至少也要休息十分钟左右, 封了他的修为, 不给休息不可能的, 再残酷也要劳逸结合, 不然的话得类似林天宇, 也算是给林天宇足够的注意时间, 期末欲炼已经渐渐的踏入正轨, 林天宇的设身也快结束了, 上古这边也倒是安静, 天外天圣主安静了很多, 现在双方都是持平的, 谁也不敢轻易动手, 除了第九重天, 洪荒祖师那边有动静, 唯一有动静的地方, 就一个地方, 便是洪谷, 宁阳没动手, 洪炎动了手, 现在尤可灵, 还有蛇妖妻儿女和洪炎对抗着, 洪炎不老实得很, 是极为不老实, 约善是薛善, 知道动灵天宇很难动, 将眼光盯向了段坚然身上, 这女子横空出世, 给她们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如今过去了这么久, 没有出来过, 洪炎不会忘了, 这倒不是主要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点, 天外天圣主送回来一张照片, 一张灵天宇妻子的照片, 现在谁都知道, 林天宇的妻子是段坚然, 星天老君有意紧藏段坚然的身份, 还有面貌, 过去这么久, 终究要露出来的, 洪炎知道, 他就是段坚然的时候, 别提多兴奋, 击败不了星天老君, 杀不了林天宇, 他的妻子总可以吧, 已经动手了, 倒不是大面积的动手, 而是暗地里动手, 毕竟约站, 还是要顾忌点的, 不然的话, 宁阳那里不好交代, 大殿内, 尤可林还有蛇摇鸡, 看着光幕内的人, 都是洪炎派进来的人, 洪炎派人进来在什么? 尤可林好奇问道, 这女子不走寻常路, 很是让人郁闷, 三天前就过来了, 一直在看着, 是在找什么, 就是不知道具体找的什么, 找人, 整个洪谷最有价值的, 石药基倒是看了出来, 而且是看得清清楚楚, 他对洪炎太了解了, 这女人从来不做没有利益的事情, 整个洪谷, 星天老君等人都没有出现过, 约然卡着他, 就只有断肩然了, 天外天圣主肯定是知道的, 也肯定送了照片, 不然还有其他解释, 奕然, 尤可林也知道是谁了, 都是聪明人, 一提醒, 还真是, 也知道是谁透露的, 隐瞒是不可能隐瞒了, 当初隐瞒的时候, 就考虑到了, 会泄露, 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罢了, 那就陪他玩吧, 尤可林敲道, 可以, 蛇妖鸡姐来了兴趣, 来了几天, 该出手解决了, 起先蛇妖鸡也没有看出来, 是后来看出来的, 一分析, 红骨现在最有价值的人, 只能是段仙燃了, 林天宇给他造成的损失, 远远超过星天老君的, 知道段仙燃在这里, 抓住他, 又者掐住了林天宇的七寸, 想跑也跑不了, 不愧是和红年一个时代的人, 比起来尤可林对他的了解, 那真是多出来的不是一星半点, 引他们进来, 蛇妖鸡笑道, 然后给他们制造假消息, 就说燕燃在回山桃林那里军书, 故意造成戒备森严的现象, 让他们深信不疑, 戒备之人修为高于他们, 或使传消息回去, 让红颜派身过来, 一网打尽, 让他吃个暗亏, 尤可林没有意见, 立刻着手安排, 消息与此同时也放了出去, 回山桃林必定是戒备森严, 从安排到现在不过数个小时的时间, 消息已经传到了那些人的耳朵内, 故意放开了路, 让他们回山桃林查看, 让他们产生不了怀疑, 尤可林二女, 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动向, 看到他们通过密法传消息回去, 知道成功入圈套了, 就是如此简单的一个算计, 就可以成功, 只要合情合理, 不露出马脚, 就一定可以, 蛇摇机的脑子, 还是很厉害的, 奸然, 你怎么来了, 刚安排好所有, 段奸然来到了大殿内, 有可林二女极为奇观, 红颜的神见来了吧, 段奸然已经察觉到了, 不然的话, 怎么可能说他在回山桃林那边呢, 蓝月都和他说了, 不用想也知道怎么回事, 红颜一定是知道了他的面容, 还有名字, 准备用他来诙胁他男人, 现在谁都知道, 他在回山桃林居住, 进来了, 目标是你, 尤可林没有隐瞒他, 道, 放心吧, 红颜还没有那个本事, 段奸然是不怕, 他再厉害也找不到这里的, 这儿可是腹地, 红颜派人进来也要掂量掂量的。 红颜还真是不老实啊, 段奸然无奈道, 即便抓到了他, 也别想威胁住。 哼, 傻丫头, 他不老实就不是一天两天了, 尤可林笑道, 打不过你老祖, 又收拾不了千语, 他的世子不好过的, 红颜背后的势力正着急呢, 上古根源他还没有找到, 天外天圣地, 还在找两条天体呢。 尤可林一提起来红颜这个女神, 就吐不完的草, 尤其他对血牙圣神做出来的事情, 更是被人吐槽个遍, 这个女神已经不能用不要脸来形容了, 消息已经传到了红颜耳朵内, 派过来了不少强者, 其就回山桃林附近, 准备踏平那里, 尤可林二女等着他们动手呢, 都安排好了, 进去了就别想出来, 都得际落在那里。 人一窝蜂冲进了回山桃林内, 一任交手声, 仅仅持续了不到一分钟, 结束。 回山桃林内, 尸体被清理干净, 血液都不见, 完全和没发生一样, 尤可林和蛇摇鸡相是一眼, 知道解决了, 红颜得弃死不可, 也是罪有经德。 哼, 看看红颜还能耍什么花招。 蛇摇鸡冷笑道, 这个女生为了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 什么都救得出来。 可以说, 万年不出她这样一个女人哪。 尤可林很赞同蛇摇鸡的话, 还是举双手赞同, 道, 这个女生哪, 很不一般, 要是说她不要脸, 都觉得高抬她。 当年血液上人的事情, 尤可林至今记忆犹新, 永远忘不了。 红颜这个人没人可以忘记, 竟是将来死了, 也得被人唾马。 做出来的事情可以说, 任何人做不出来的, 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令人发指。 幸好我和天宇没有要孩子, 要是要了, 还不得更危险呢。 段燕燃虽然不怕她过来, 可是初点意外就不好说了, 要知道, 有了孩子, 控制住他们母子俩, 可真就坏了。 她可以死, 孩子不能死的。 段燕燃对自己的心头肉, 还是很心疼的, 林天宇更不用说, 更是心疼。 先别要, 尤可灵赞同这种做法, 之前倒是也希望可以有个孩子, 就红颜今天的做法, 想想, 还是确保万一, 算了。 对, 沈药姬也赞同道, 还是先别要了, 况且你们还年轻, 就是几千岁了笑都行, 不慌, 先做自己的事情要接。 段燕燃也知道, 孩子什么时候要都可以。 燕燃, 突然, 有可灵神秘兮兮的道, 倘说你们叫的话, 想好了叫几个了没有? 啊, 面对突然的问题, 段燕燃有些被问得措手不及, 这怎么回答? 这个问题, 她倒是偷偷想过, 最好是龙凤胎, 一儿腻腻, 要是两个儿子的话, 负担太重。 是啊, 想要几个呀? 蛇羊姬也来兴趣了, 想要知道, 他们一个身怀凤凰血脉, 一个已经血脉融合成功, 孕育出来的孩子, 必定天赋血脉都是上家的。 啊, 还, 还没有想好呢? 段燕燃满脸红彤彤, 变得极其扭捏起来。 哼, 还不好意思了, 有可灵见此模样, 哭向不得道, 想要几个, 自己还不知道啊? 说说, 老祖, 我真不知道。 段燕燃转身, 一手捂着脸颊, 被人当面这么问, 很难为情的。 傻丫头, 大家都是女人, 我和你老祖都是过来人, 这有什么的? 蛇妖鸡打去舍段燕燃, 道, 说说看。 段燕燃知道不得不说了, 干脆就说了出来, 他之前觉得最好是两个男孩, 毕竟邻家家大业大, 将来他男人还要接任老祖的婚事, 更得堪吃散业, 多生两个, 他不做剖腹产的, 可以随便生的, 还是觉得龙凤胎好。 段燕燃偷偷地在邮可灵耳旁边, 小声说了出来, 想要龙凤胎啊, 有可灵意外道, 舍羊鸡也听到了, 也很意外, 他们倒是不赞同龙凤胎, 最好是两个儿子。 上古的邻家要有一个人继承的, 红古也需要一个的, 要是龙凤胎的话, 女孩毕竟很弱, 不讲他们, 都是一步步打出来的, 需要耗费很长时间来培养, 他们都是古老家族出来的, 走到了现在。 就如今这种情况, 还真得生两个大胖小子。 段燕燃早就害羞地跑出离开了, 等彻底解决了这里的事情, 就打算要个孩子, 那个时候肯定不会拒绝了, 也肯定不会犹豫的。 我看啊, 还是多给天悦去几方欺负的好。 舍羊鸡看着尤可灵提意道, 灵家得堪之散叶的, 就一个男孩, 那肯定不行的。 唉, 我倒想啊, 尤可灵搅头叹息道, 也得他们俩同意啊, 不然的话, 暗兰早就嫁给天悦了。 蛇摇姬文言, 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继续关注红颜那边的情况, 解决了他的人, 肯定还会来。 如今的第九重天, 可是打得不可开交, 红黄祖师, 不会是星天一脉的扛把子, 确实了得。 狱外, 五欲, 全部看着, 全部被吸引过去, 就是天道大地的师父, 也在时刻关注着战况。 红黄祖师一人单挑整个第九重天, 下面的根本没有资格输他的法眼, 看情况还是平手, 也不分上下的, 现在就看灵天宇的了。 星天老君等时没日没夜的指导师, 灵天宇, 如今灵魂修炼也开始了, 三者合一, 灵天宇现在就差惨叫出来了, 全力享受各种环境的交替, 已经热身完毕, 现在站在一处地势较低的地方, 原地不动, 任凭洪水, 干旱, 冰雹, 狂风, 泥石流, 岩浆席卷在身上, 鞋早已经消失不见了, 裤子在小腿树灼烧焦, 还算完整, 上身的衣服出现了破洞, 头发也是乱糟糟的, 这已经正是踏出了七魔训练第一年的修炼, 在他的跟前, 灵魂早已出窍, 只是精神一分为二, 身体和灵魂内都有, 和他在天火内中和血脉有些相似, 这一次只是灵魂出窍罢了, 并没有血脉经脉之类的, 饶是如此, 也让人受不了啊, 灵天宇虽然不惧高温, 但为了主动享受岩浆这种环境, 特意将血脉封住, 不让爆发出来一丝气息, 对岩浆感受也只能有八层, 也算达到标准了, 仔细体会大自然的各种力量, 星天老君的声音, 在灵天宇耳旁响起, 这是感悟大自然的最好机会, 也可以领悟到, 功法奥运五龙诀, 两个月的限制, 星天老君是无法改变, 他当初也是修炼的这一部功法, 这是功法限制, 这是天极功法, 还是天极功法当中的贵族天极, 也就是蕴含自然之力的一部功法, 两个月, 很快的, 尤其现在身处时间阵法内, 更是快, 灵天宇现在是五象期第五层, 再突破便是天地期, 之后一举突破到上古巅峰, 就可以正式开始领悟道, 大道无数, 领悟道, 其实就是领悟大自然之力, 道产生于自然, 七魔圣云一手打造出来的这种修炼方法, 完全是修炼的最短捷径, 根基很稳, 就是伴随着生命危险, 光这种各类的自然环境, 人力就不可为, 灵天宇闭着眼, 仔细感受着身体, 精神, 灵魂三者之痛, 无时无刻, 不再冲击着他的大脑神经, 火, 土, 风, 水, 金, 灵天宇现在感受着这五种道, 除了木不在, 目前他能够感受出来的, 就是几种自然之力, 这是他感受最为深的大自然之力, 尤其是风, 狂风大作, 根本稳不住身子, 风之道, 他是感受最为深的, 只是现在狂风大作, 皮肤坚持着风, 极为舒服, 可是风的力度太大, 让他确实有些承受不住, 不让他动用修为, 确实有些难为, 岩浆流淌过他的双脚, 皮肤完好无损, 好似在泡脚一样, 还是那种极为热的水中泡脚一般, 灵天宇始终闭着眼, 不说话, 按照自己师父的话去做, 感受大自然的力量, 大自然中的各种环境全部过来, 挨个让他感受, 最后齐齐上阵, 能够经历一遍的, 非灵天宇无疑, 阵法外, 天道大帝已经结束了一部分测试, 总体来说, 只有两个字, 满意, 各种测试都能够达标, 他体内的神龙血脉和奇脉彻底融合, 这种血脉, 只有传说中才会有的, 还仅仅只是传说, 无人见过的, 天道大帝扭头看着星天老君道, 有传说就是真实, 并非空穴来风, 星天老君回道, 谁见过神龙, 我是没有见过, 我曾经看到过神龙留下来的爪子, 四大神兽我见过, 可惜, 也不知所踪啊, 鸡脉虽比不上神龙血脉, 也是仅次于的存在, 鸡脉, 神龙血脉, 处自七体和神龙天体, 位列五大天体, 五大天体也倒不相上下, 只是七体和神龙天体, 隐藏在了上层界面, 其余三条天体, 不知下落啊, 天道大帝闻言, 和岳崖圣人等人相识一眼, 眉宇间闪过一抹凝重之意, 他体内的血脉, 就是流传下来的道脉, 岳崖圣人出言道, 这是很古老的传说了, 天地初开, 自东方第一缕霞光之处, 击射出五道光芒, 散落天地间, 五道光芒便是五条天体, 灵天宇一人就得到两条, 这是星天老君的功劳, 也有红黄祖师的意思, 于飞鸿毕竟是一代英雄, 培养他的后神也是应当的, 传说中, 神龙天体, 七体产生的血脉融合在一起, 便是盗脉, 其余三条天体不能融合的, 也就是说, 五条天体, 只有七体和神龙血脉可以融合, 其余的不能, 传说是这样的, 真假难辨, 按照现在看来, 应该是真的, 盗脉, 是迄今为止知道的最高血脉了, 高于五条天体所在的血脉, 没人知道他的力量, 在星天老君等人眼中, 盗脉除了灵天宇雄有, 还没有人雄有过, 至少灵天宇是迄今为止雄有的人, 他天生就该领悟道, 天师先尊开口说了一句道, 可能领悟道的路途上会被卡住, 领悟完必道也是迟早的事情, 比我们走的路要远, 恐怕也只有师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了, 不错, 天药真尊也出言道, 确实如此, 道脉的传说古往今来就有, 一切看他后面怎么走了, 星天老君摇了摇头, 都给他准备了, 传承也给他要了, 能做的都做了, 灵天宇现在感受着大自然的力量, 还要同时忍受精神, 身体, 灵魂的痛苦, 这就需要一心二用, 精神力一分为二, 可惜, 现在的他不是一心二用, 更不是精神力一分为二, 而是一心三用, 精神力也是, 他现在还在看巨牙圣人的传承, 忙的是不可开交, 完全没有多余的心思思考其他的, 这样的压力下, 一般人顶不住的压力太大, 父亲, 同时修炼的太多了吧, 安兰也不管灵天宇体内的血脉, 是盗脉还是什么, 只知道同时进行三种, 他都没有听说过, 有些担心, 多, 月牙圣人听到女儿说的, 摇头笑了笑道, 这只是一心三用, 等两个月时间到了, 他还要一心四用, 还要修炼呢, 啊, 安兰听到, 吓得都捂住了小嘴, 双眼内满是恐惧, 一心四用, 这太可怕了, 他完全想象不出来, 灵天宇是怎么承受的, 太可怕了点, 这完全不是人能够做到的呀, 你们, 你们想累死他呀, 安兰艰难的通咽了一口口水道, 天宇是人, 不是铁人做的, 一心四用, 这怎么可能啊, 感受大自然之力, 承受身体, 精神, 灵魂三者之痛, 消化传承, 修炼, 这就不是人寿的, 安兰都吓得一时出现了恍惚, 太可怕了, 就是个铁人这么折腾, 也得融化了不可呀, 他必须承受, 天道大地看了一眼时间阵法内的灵天宇, 道, 不然的话, 他崛起不了的, 还有很多大事情等着他去做, 去完成, 不错, 星天老君也同意道, 确实如此, 一心四用, 就是一心五用, 也得这么做, 塔上七魔欲练了, 没有回头路, 安兰现在都快站不稳了, 太可怕了, 他只能祈求灵天宇, 别出什么事情, 否则奸然得崩溃了不可, 这样的修炼方法, 堪称古往今来第一人, 哎, 仙宇别说事情就好啊, 安兰叹息一声道, 小丫头, 心疼了, 天池仙尊扎巴扎巴嘴, 调侃起来一脸担心的安兰道, 那, 哪有啊, 安兰顿时慌神了, 原本担心的心情, 被施出天池仙尊的话, 一瞬间转移了去, 还说没有, 喜欢就是喜欢, 天池仙尊一眼看出来安兰心中, 对灵天宇的感情, 人心知道, 他们玩的都是炉火纯青了, 一眼贯穿, 安兰两三飞红, 完全不敢回话, 被人看穿, 还当众说出来, 一个女孩子家家的脸皮薄, 自然不好意思, 叶牙少神只是叫了笑, 完全没有说任何话, 当师叔的调侃两句, 实属正常, 安兰, 要加油了, 天池仙尊看着安兰, 为其打气加油道, 嫁给天宇, 绝对不亏, 是你一生的幸福, 是啊, 天药仙尊等人也赞同, 能够看到他们在一起, 也是不错的, 可能比不上段言燃鸠秀, 但不会差太多, 安兰早就害羞的说不出来话了, 只能背着身, 玉牙少神见女儿害羞的不行, 是以师妹师弟, 不要再说了, 再说下去, 得把他女儿说得抬不起头来啊, 天药仙尊等人一笑, 没有再说什么, 安心看着时间阵法内的灵天宇, 安兰确实喜欢上了灵天宇, 并不是因为他的背景, 而是人格魅力, 任何时候, 灵天宇都是淡然, 不经常发脾气的, 这一点, 是真正进入安兰的原因, 可惜, 他已经退出了, 要是不退出的话, 可以再试试看, 万一成功了, 这也是说不好的, 安兰现在还是害羞的, 看着时间阵法内的灵天宇, 一言不发, 不敢说一句话, 他这几位师叔调侃起来, 可是极为厉害的, 日复一世, 除了简单的休息, 灵天宇没有停止过, 不停地感受大自然的力量, 安兰看得除了心疼, 就是觉得灵天宇不容易, 功法的现实是两个月, 这两个月内, 灵天宇已经成了乞丐模样, 外界一天, 外面是五天的, 两个月六十天, 里面便是三百天, 胡子极为长, 头发满是污垢, 身上的衣服早就破破烂烂, 看上去根本不是一个人哪, 就是一个隐居深山的人, 星天老君站在原地, 一步步曾挪动过, 天道大地, 玉阳圣人等人也没有挪动过, 就安兰走动几步, 偶尔回紫人山一趟, 看看有什么事情没有, 最后一天了, 星天老君抬头看了看, 有些心埋的解碗, 看不到绝两道, 是啊, 最后一天了, 该修炼了, 玉阳圣人也出言道, 天道大地这期间, 已经测试到了最后一项, 等灵天宇开始修炼的时候, 他会开始测试, 只要通过最后一项测试, 就可以了, 他们夫妇的传承, 就归他了, 天道大地的测试涉及方方面面, 涉及到反应能力, 还有体内各种指标, 都要合格才可以, 一项不过就算是失败, 好在灵天宇都过去了, 这最后一项测试, 是要考验灵天宇, 能否承受住, 来自外界的强大实力压力, 而非自然的压力, 天道大地要亲自出手, 要在灵天宇, 一心自用的情况下出手, 用强大的实力, 给他造成压力, 只要他没有趴下, 坚持一个小时, 就算通过, 目的就在于测试灵天宇的抵抗之力, 只要他可以承受下来, 一切通过, 传承就是他的,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最后的一天一夜, 也不过二十四个小时, 还是以外界的时间为损, 也可以以时间阵法为主, 星天老君考虑的比较远, 多在时间阵法里面感受感受, 那是最好的, 灵天宇在里面待的时间不短, 也该到了突破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等着他, 就等他时间到呢, 一番等待当中, 闭关时间到, 一心自用, 闭关, 冲击天地期, 星天老君传音给灵天宇道, 一听到一心自用, 灵天宇也不免吓了一跳, 一心三用, 他都够费力的, 有些牵手不了, 但还是迎难而上, 仙石拿了出来, 星天老君直接固定在了他的四周, 下方是岩浆, 会把仙石融化来的, 他现在不能用修为, 自然星天老君动手固定了, 灵天宇没有休息, 也没有盘腿坐下, 依旧保持着悬来的模样, 功法运转, 心融合的道脉也动了起来, 一心自用, 起先有些承受不了, 也很难把控住, 慢慢的才适应下来, 极为难, 毕竟一心自用, 一般人都不敢这么来的, 先例游出光丝一般进入体内, 甚至灵魂内, 星天老君等身目不转睛的看着, 知道他辛苦, 没有办法, 必须这样走, 翁, 刚修炼半个月, 昆阳山现身一道身影, 来人正是蛇摇姬, 星天, 快, 出事情了, 蛇摇姬满手都是血, 大口喘息着, 甚至脸颊上还有血, 神情极为着急, 怎么了, 星天老君见此一副模样, 心中生起来一股不好的感觉, 你先回红谷, 竟然那边出事情了, 蛇摇姬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现在急需要他回去, 月牙, 你们守着, 星天老君忙吩咐众位师弟师妹道, 立刻闪身消失, 天道大地眉头一中, 也纵身离去, 父亲, 我去看看, 安兰也跟着去了, 月牙圣人等身相识一眼, 但愿先人那边, 便是什么大事情, 现在不能再出现什么大事情了, 地久重天那边的事情够大了, 现在灵天雨还正在突破的节骨眼上, 突破后才天地七, 本来是两个层次, 可上古巅峰是道, 需要领悟道才可以, 只能突破到天地七巅峰, 也就是第十层, 红谷归房内, 尤可林还有蓝月, 四只手在段延然身上捂着, 艳燃, 艳燃, 没事, 没事, 尤可林一手捂着段延然血白之内的脖梗, 手上都是凤凰之血, 嘴中更是吐之血, 艳燃, 呼吸, 蓝月一手捂着段延然的腹部丹田处, 床上都是血, 尤可林现在着急得很, 血止不住, 刚止住血, 伤口自动裂开, 现在只能等他男人回来, 没有办法, 这还不知道谁做的, 但一定和红颜有关, 段延然要去看潇潇, 原本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 没人知道段延然居住在哪儿的, 可不知道怎么回事, 半路杀出来人, 都是蒙面人, 林天宇叮嘱过段延然, 要照顾好潇潇的, 作为审人, 自然要去看看的, 这是极为正常的, 走了一半, 人突然杀了出来, 段延然脖梗上中了一刀, 腹部丹田被毁, 事情发生后, 第一时间没有得知的, 还是林天宇的师兄邓周路过的时候, 看到的, 忙出手, 传音给了尤可林, 这才赶了过去, 不然的话, 段延然的脑袋指定搬家, 碰, 星天老君推门而进, 蛇摇姬, 天道大地, 安兰, 紧跟其后, 戒, 看到床上子孙的情况, 星天老君双眼内, 爆发出来一股杀意, 蛇摇姬在路上的时候, 将事情说了说, 完全想不到, 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立刻出手, 啪, 啪, 星天老君盲止血, 钢指住血, 再次裂开, 心中震惊, 右手瞬间覆盖在段延然的身上, 先控制住生命力的流逝, 仔细看着伤口, 虫伞? 星天老君和天道大地, 同时惊呼一声, 瞪大了眼睛, 这怎么可能啊? 这谁做的? 星天老君满是杀气道, 不知道, 暂时还不知道, 尤可灵回道, 我怀疑和红颜脱不了关系, 我也是怀疑红颜, 蛇摇姬也是这样认为的, 现在不是怀疑的时候, 先把血止住, 星天老君听到可能是红颜, 脸色已经变得极为难看了, 竟然凶得虫散, 这可不是好东西啊, 虫散可以让伤口合不上的, 这伤口一看就知道是武器, 武器上有虫散, 想要伤口合上, 就得将虫散从体内驱除出来, 现在已经进入体内了, 不在伤口处凝聚, 已经进入奇经八脉, 否则光流血, 就可以流死一个人的, 丹田的事情只能以后再说了, 只能前往第八重天, 要一出灵油仙草, 天道大地道, 只有灵油草可以将体内的虫散驱除出来, 灵油草带有的叫残之力正好克制虫散, 不能用实力驱除, 这种毒越强则强, 越驱逐越反抗, 越会在体内驱扎, 必须拿到灵油草, 红骨是没有的, 灵油草唯一适合生长的地方, 只有第八重天, 只有那里的土地适合生长, 不是一株那么简单, 不了解灵油草的人, 会认为是一株草那么简单, 其实它是一棵树, 一棵胸有特殊之力的树, 灵油草就是长在树干上的, 只有第八重天有, 那一棵树天地初开就在, 没人知道它的来源, 啪, 天道大地代替青天老君, 先控制住段岩然体内的生命流逝, 拿到灵油草也需要时间的, 第八重天也有强准, 青天老君是不怕, 人家起码会阻挡, 段岩然现在是什么情况, 坚持不了多少时间, 十万节级长城, 青天老君伸手算了算时间, 这还不到时间, 根本没有长城呢, 还不到时间呢, 天道大地也算了算时间道, 只能前往第八重天, 找龙门九地去用上一次的长城之物, 只能如此了, 青天老君平复下去心中的怒火, 深深地看了一眼子孙段岩然, 吩咐其次游客领导, 既然进来了人, 半路截杀, 我不信红颜敢冒险来腹地, 城市也就在边缘小打小闹, 给我查, 一定是我们这里的腹地势力, 需要好好地查查, 都是哪些背叛的家族了, 青天老君双眼慢慢地阴冷起来, 已经怀疑起来是谁, 回山桃林也只是边缘地带, 算不得腹地, 来腹地减杀人, 红颜还不敢派人来腹地的, 一定是管辖下的势力, 当初于伯克于建峰说过, 管辖下的势力内有背叛的家族, 只是太麻烦, 一时没有收拾, 这一次没有猜错的话, 红颜暗中下令, 让他们寻找段燕燃的下落了, 毕竟回山桃林的事情, 给他反过来设了一个圈套, 轻易放过段燕燃, 不可能的, 活捉不了, 就下手杀, 事实确实如此, 红颜确实暗中命令了收服的势力, 查看段燕燃的下落, 本来还不是现在动用的时候, 等关键时刻使用, 现在不得不用了, 好在成功了, 虫散都用上了, 是下了血本的, 何为虫散, 那是出自于大自然产生的一种毒, 普通教才是解不开的, 只有天地诞生的灵幽草可以解开, 可惜十万节才长成一字, 我知道了, 尤可灵点头道, 他会立刻着手查的, 就算花费大力气, 也要查, 星天老君已经离去, 前往了第八重天, 顾不得及他了, 不破坏游戏规则就可以了, 一道身影渐深, 正是星天老君, 眼前一束散发着光芒的空间, 一处高于六玉的地方, 六玉之上, 第一层空间便是第一重天, 眼前的空间正是第八重天, 他师父洪黄祖师正在第九重天交手, 第一重天相隔数百万里的高度, 没有大实力的人是到不了上一层的, 崩, 星天老君一步踏出了第八重天内, 看着广袤无边的空间, 直奔东方而去, 灵幽草, 隶属于第八重天的龙门九地管理, 也是第八重天的最高势力, 统治势力, 一处仙境现身星天老君眼前, 亭滩楼阁, 严格按照风水学, 还有阵法布置, 最中间, 一颗散发着独特清香味的巨石, 折天蔽日, 那主干得需要上百人手拉手, 才可以环绕出, 可见其高度, 这就是诞生灵幽草的树, 灵幽树, 十万节才长成一次, 来着何人, 星天老君还没有下去, 一声呵施声响起, 一盘身影见身, 都是红骨强者, 叫你们地主出来, 就说星天老君, 来给他叫一样东西, 星天老君直接坦明身份道, 底下就是龙门九地所在地, 这儿严禁坏人进来的, 星天老君, 现身之人听到, 仔细看了看, 还真是不认识, 听说过其名声, 但没有见过, 当初打上第九重天的时候, 星天老君变换了容貌, 自然认不出来, 进来吧, 不等人说话, 下方传来一声, 行, 以身穿白色铠甲男子站了出来,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星天老君跟着此男子降落在地上, 七拐八拐来到一处奢华的大殿内, 以身穿九五之尊龙袍的男子, 早已副手而立在大殿内, 静等星天老君的到来, 此人就是龙门九地地主, 台浩天, 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强者, 不是到来我龙门九地, 所谓何事啊, 龙门九地地主倒也客气, 让人上茶道, 是以星天老君做, 那些下属没有见过星天老君, 台浩天是见过的, 星天老君的名声, 在九重天也是响当当的, 尤其他半时洪狂俗尸, 更是名声大噪, 现在第九重天正在打, 我来要一株灵幽草, 星天老君没有隐瞒, 直接说了出来的, 灵幽草, 台浩天文言, 有些意外, 这是他们龙门九地最珍贵的宝物, 一棵灵幽树, 灵幽草十万节一长成, 还只是结三株, 一棵树只能结三株, 可想而知, 这是多么难以结成, 现在还不到收获的时候, 星天老君, 你我并无大仇, 只是还不到收获之时, 你来得太早了, 龙门九地地主台浩天摇头道, 倒也没有说不给, 只是来得不是时候, 星天老君当然知道还不到时候, 不然的话也不会来了, 来之前就算出来了, 还差三百零一节的时间不到长成, 我来要上一次长成之五, 星天老君来要的是上一次十万一节收获的三株零油草, 希望还有, 要是没有, 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一旦救不回来段奸然的命, 不说将来的事情, 就说他徒儿, 知道了, 只定疯狂的报复报仇, 不光是杀红颜那么简单, 会把背后的势力解药杀的, 只要是红颜那一方面的势力, 都得灭了不可, 目的只有一个, 陪葬, 段奸然在灵天宇心中, 堪称生命的存在, 比他自己看得都重, 无论如何也要救回来, 台浩天文言, 竟然是来叫上一次的长成之物的, 这就不可能了, 道, 一共三株, 都用完了, 来得真不是时候啊, 一个月前, 刚被第九重天的人拿走了最后一株, 只能抱歉了, 台浩天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星天老君一听没有了, 心里乱糟糟的, 这可怎么办, 要是没有的话, 段奸然就得死了, 他不想自己子孙险落的, 更不想自己突然出关后, 未婚妻不在了, 这样的打击, 他承受不了的, 心理素质再强, 也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地球重天谁拿走的, 星天老君现在只能去拿这一株了, 但愿还没有用, 要是用了, 就真的无能为力了, 我劝你不要去, 台浩天知道星天老君要干什么, 肯定是要试图去拿, 地球重天现在正乱呢, 已经打得不可开交, 洪荒祖是一人单挑整个地球重天, 台浩天时刻关注着地球重天的情况呢, 你师父在地球重天正打得乱糟糟呢, 况且都一个月了, 买株灵油草肯定有, 台浩天出于对星天老君的考虑道, 也算是出于好意, 台浩天并不知道当初星天老君打上过地球重天, 是第二个搅动地球重天的人, 外界一直认为是一个神秘人, 也就那天他的师弟师妹问, 才说出来的, 告诉我是谁就可以了, 星天老君现在没有别的选择, 只要知道是谁, 无论有没有用都要去一趟, 万一没有用了, 就是抢也要抢过来, 星天, 算了, 那一株灵油草肯定不在了, 台浩天白手道, 我佩服你, 你是我为数不多的佩服之人, 你师父也是一个, 你去了也是白去啊, 一个月了, 肯定用了, 要是下一次上城, 就从你的名声, 我可以给你留一株, 台浩天倒是不吝啬, 星天老君是一个传奇一般的人物, 他最佩服的就是强者, 敢于反抗游戏规则的强者, 给一株又如何呀, 台浩天说, 我有急用, 无论是何也要尝试一下, 星天老君依旧坚持道, 台浩天见他如此坚持, 只能说出来了道, 玄门, 咯噔, 听到玄门二字, 星天老君心里咯噔了一声, 竟然是玄门拿走了, 眉宇间营绕着凝重, 玄门第九重天最高统治者, 没有想到会是他们, 告辞, 星天老君起身告辞道, 星天, 刚走一步, 台浩天提醒道, 你要去, 从后方进去, 你师父将地久重天搅动的天翻地覆, 从后方进会很安全, 你毕竟是洪荒俗世的大弟子, 多谢, 星天老君回了一句, 消失在原地, 祝你好运, 台浩天发自肺腑地说了一句, 他和星天老君没有多大交情, 甚至见过的次数也不多, 只是强者之间的惺惺相惜罢了, 星天老君离去后, 从第九重天后方进去的, 他现在不想惹下事情, 毕竟子孙的命重要, 踏入的一瞬间, 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波动, 星天老君看了看第九重天上空, 他师父洪荒祖师就在上方打, 搜, 一步消失在原地, 再次现身时, 星天老君现身一处深山内, 右手弹起一道光芒消失, 直奔西北方向而去, 悬门, 星天老君看着西北方向, 双眼内满是阴质, 悬门这个地方, 他太熟悉了, 还不是一般的熟悉, 咻, 自西北方向一声破空之声响起, 一道身穿灰色长袍, 腰挂一枚上好吊坠的中年男子现身, 稳稳地落在地上, 星天老君看着前来的中年男子, 周身闪过一层光芒, 一副中年模样现身, 极为精俊, 极具男人魅力, 这才是星天老君的真正模样, 若是仔细看, 可以看出来, 和过来的人的长相有几分相似, 哥, 灰色长袍男子激动地喊道, 玄泽, 我问你, 你们从龙门九地拿走的那一树灵油草, 还在不在啊, 星天老君急忙问道, 他们俩确实是兄弟, 还是亲兄弟, 当年被赶出家门, 正是悬门, 第九重天的统治势力, 星天老君是当年的玄门大少爷, 只是被驱逐地赶了出来, 还在, 还没有用, 身了一只大爽老的, 现在还放着, 你要用, 哥, 玄泽好奇道, 他哥只有上一次现身过, 就一直没有现身过, 他们是亲兄弟, 他相信自己哥, 是玄门宣旺的, 这么多年来, 他没有停止过平反, 星天老君当年一种打上第九重天, 就是和玄门交手的, 这件事, 玄门一直都是懵的, 被人无缘无故打, 十分不爽的, 家族强者出动, 也没能留下那人, 玄门大长老的伤势, 其实就是星天老君当年重伤的, 仔细算算, 距离星天老君那一次打上第九重天的时间, 也快八万节的时间了, 也不短了, 虽被赶了出来, 但玄泽一直和星天老君私下联系着, 和玄门的交手, 他知道是他哥, 他不会说, 也不可能说, 这是玄门欠他哥的, 欠了, 就得还, 我现在要用, 星天老君听到还在, 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幸好还在, 不然段燕燃的命救不回来了, 我这就跟你学来, 大长老的伤势, 那是他咎由自取, 玄泽毫不犹豫答应了下来, 他拿走灵游草, 也没人敢说什么, 他在玄门的地位, 那是极其高的, 一般人舍不起, 惊天老君点了点头, 他弟弟前去拿, 自然没人敢等, 他怎么也想不到, 会是玄门, 他是不想低头的, 也不想从玄门拿任何东西, 可现在不得不拿, 为了子孙的命, 更为了徒儿的完成, 拿就拿了, 星天老君没有办法, 整个玄门和他联系的, 也就他弟弟玄泽, 他大可以再次打上去, 亲自去要, 可现在正是他突然突破的节骨眼上, 还是算了, 没有必要大动干戈,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要是哥以前, 星天老君根本不会通过自己弟弟, 直接打上门去了, 玄泽, 玄门内地位最高的存在, 也是最有可能继任下一任, 玄门门主之位的人, 是继星天老君之后最有希望的, 可惜, 玄泽对其毫无兴趣, 玄门门主摆给他, 他也没有兴趣, 这个位置他只知道一点, 他哥哥的, 玄门欠家的都必须还回来, 玄泽可不是一般人, 他是一个分得清大是大非的人, 更是极为助宠亲情之人, 和玄天宇的性格有几分相向, 亲情永远不能被割舍, 星天老君副手而立在原地, 等着玄泽拿回来灵油草, 回去医治自己的子孙, 返回玄门的玄泽, 直奔储藏室上去, 他还是有资格进去的, 少爷, 玄泽刚落在储物室门口, 守卫在这里的人忙行礼道, 打开, 玄泽面无表情地命令道, 守卫之人忙打开储物室的门, 玄泽走了进去, 这储物室是一个十八层塔, 戒备森严, 一天十轮守卫挨个守护, 每一轮百人, 修为最低的都是红骨, 可讲而知, 这里戒备的多严格, 玄门, 毕竟是第九重天的统治势力, 也是背靠第九重天, 几位巅峰强者的势力, 储物室再不戒备森严, 还真是说不过去, 玄泽一个闪身, 现身第十八层塔, 推开了厚重的门, 第十八层上, 放的都是罕见的宝贝, 灵油草, 自然有资格放在这里, 一打到极为精致的盒子, 放在架子上, 玄泽走过去, 拿了起来, 打开看了看, 一株只有八厘米长, 散发着白光的灵油草, 静静地躺在盒子内, 嗡, 玄泽收了起来, 离开了第十八层, 离开了储物室, 这前后不过三分钟, 随之, 直奔星天老君所在处, 嗯? 刚走了一半路, 玄泽眉头紧收, 停下了身子, 转身看着背后不远处, 远明, 出来吧, 玄泽看着一处地方, 冷声道, 竟然跟踪他, 是不想活了, 话音落, 一道身影现身, 一身着一袭白衣的男子, 面说中秋之月, 色如春晓之花, 并说刀材, 眉如墨画, 面如陶瓣, 目说秋波, 和星天老君的容貌有的一瓶, 此人正是玄泽嘴中的玄明, 与他同为少爷, 二哥, 你拿走灵草干什么, 那可是一只大张朗的药材, 也是极其重要的药材, 玄明看着玄泽左手尸纸上带的除物件事都, 他轻眼看到玄泽进入除物室的, 出来时感应到了灵荣草的气息, 断定他拿走了, 以为要一只大张老, 最后发现不是, 离开了玄门, 这才跟了上来, 结果被发现了, 我拿走又如何, 你有意见啊, 玄泽瞥了一眼玄明道, 他做事还轮不到其他人来阻导, 也轮不到其他人指手画脚, 就是现在的玄门门主, 他父亲也没有资格, 我当然没有意见了, 玄明不音不仰, 走了从肩膀道, 只是我这人嘴不守颜, 万一不小心说出去, 就不好了, 家族要是知道, 可就不好玩了, 玄明说到最后一句话, 双眼微微眯了起来, 一脸玄泽懂得意思, 哼, 是吗? 玄泽听到, 只是淡淡一笑, 一步跨出, 单手握住了玄明的脖口, 道, 敢威胁我, 你喜悟你是谁啊? 你喜悟你是天王老子? 别说是你, 就是你姐姐, 我玄泽也不怕, 这世上还没有我怕的人, 滚蛋, 玄泽极为强势, 随手将其甩了出去, 玄明在他眼中什么都不是, 杀他亦如反掌, 只是不想杀同门罢了, 倘若不识好歹, 杀了也无妨, 玄门也分派的, 玄明跟他不一派, 想说他不怕, 并不是成一时之口快, 玄泽是真不怕, 自从他哥出事情后, 没少在玄门内大闹, 却无神可以奈何他, 玄泽一个注定不会安生的强者, 玄明被扔出去上万里, 这就是差距, 实力的差距, 玄泽快速回到星天老君这里, 哥, 玄泽落在地上, 右手一挥, 格子现身, 递给了星天老君的, 这里面就是灵油草, 星天老君直接收了起来, 不用看, 里面就是, 我先回去了, 星天老君现在没有多少时间了, 他的子孙还在等着这一树灵油草呢, 玄泽目送走了自己哥, 返回了玄门, 完全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玄明说出来也没人怎么讨, 在玄门内, 他有的是本事, 大不了打一场, 星天老君离开了第九重天, 回到了红谷, 立刻一日, 一连三天的一日, 灵油草的药药才起来, 将段燕燃体内的虫伞逼了出来, 血液止住, 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段燕燃被放在床上, 暂时昏迷着, 丹田怎么办, 蛇摇姬问道, 游可灵不在, 正在调查管辖下的势力, 丹田被毁, 得想办法恢复啊, 重塑丹田, 天道大帝回道, 目前只能重塑丹田, 别无他法, 可重塑丹田, 需要很多的天才地宝, 其中涉及到, 很多罕见的药材, 虽比不上灵油草, 也够呛啊, 蛇摇姬担心道, 好在命保住了, 星天老君倒是不怕, 那就找呗, 命拉回来, 比什么都强, 这是重点, 药材终有一天要凑齐的, 一副药材单子, 被星天老君写了下来, 给了兰月, 道, 按照这单子上的药材找, 兰月忙照办, 前去派人寻找, 整个房间内, 只有星天老君, 天道大帝夫妇, 还有昏迷过去的段燕燃, 哎, 可怜了这丫头, 蛇摇姬极为心疼段燕燃, 好好的一个姑娘, 受这么重的伤, 实属造孽啊, 段燕燃受伤, 最伤心的, 莫过于星天老君, 毕竟是他的后代, 这件事, 林天宇目前肯定是不能知道的, 但也瞒不住的, 闭关后, 必然知道的, 牧天星天老君还离不开, 他还得等着妻子调查的结果, 管辖下的势力, 包括家族和众多门派, 多数牛毛, 像要查出来, 也需要一段时间的, 他们不会白白的露出来等着来查, 一定隐藏得极为深, 这是一项不容易的工作, 天道大帝看着段燕燃, 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当也佩服星天老君, 竟然可以拿到, 酒门酒地还是给他面子的, 殊不知, 这是玄哲从玄门拿来的, 星天老君到底是星天老君, 也就他能够拿得到了, 回来的路上, 他已经恢复了容貌, 段燕燃被悉心照顾着, 是天道大帝的妻子, 蛇妖姬亲自照顾着, 面子不小, 天道大帝也没有离开, 而是暂时陪着, 有可能还需要他出手, 多待会儿些无防, 昆阳山那边, 九旭牙圣神等人, 自然没事的, 至于跟着过来的安兰, 和兰岳在一起, 寻找这药材, 看到段燕燃身上的伤口时, 心里也是极为难受的, 他和段燕燃没有过节的, 同为星天一脉的人, 过节根本不存在, 安兰也是尽心尽力地去找, 希望短时间内找到, 罕见药材是难以找到的, 还是可以凑齐的, 至少短时间内是可以凑齐的, 远在昆阳山的林天宇, 已经在阵法内开始突破, 时间不断地过去, 个把穴的时间, 是一眨眼而过, 一心四用, 林天宇勉强适应了下来, 有可能继续调查者, 段先生还在昏迷当中, 伤势过重, 流血过多, 也要等体内的造血功能, 慢慢造血的, 必须慢慢补充过来的, 他体内是凤凰血脉, 更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 恢复期要很长, 在林天宇突破到五象期第九层时, 天道大帝率先返回, 玉牙圣神等身问了问, 知道没事情后, 才算是放心下来, 五象期第九层, 天道大帝看了看, 很是满意, 一心四用的状态不错, 星天老君还在等调查, 调查起来极为难, 不清理完毕, 星天老君是很难下来的, 毕竟有过前蛇之剑, 再有一次, 再用一次虫散, 可就麻烦了, 灵油草可就没有了, 最高兴的莫过于红颜, 星天老君现在对外公布的是, 段燕燃已经陨落, 是通过小道消息公布的, 为了迷惑红颜, 亲自举行了仪式, 让他信以为真, 也是为了保护段燕燃。 星天老君是拿到了灵油草, 这件事, 也使得整个玄门围之震动, 玄门将这件事说了出来, 玄门高层人员全部齐续, 玄折自然难逃其旧, 玄门大殿内, 气氛异常不对, 为此事, 还将第八重天的台浩天也惊动了, 玄门门主玄杰中派人让他过来的, 让他想办法再寻找他一出, 整个玄门被戒严, 大殿内火效位十足, 台浩天站在大殿内一言慰发, 他实力再强, 也只是第八重天的人, 玄门是九重天至高无上的存在, 谁敢说呀? 他们龙门九地是惹不起的, 玄门门主玄杰中高作首位, 下方各座四位狼者, 地位仅次于玄杰中, 就是玄门四位护法, 比长老的位置都高, 此外便是玄门的四派, 四派可不合呀, 恨不得将对方都打压下去, 可以说大殿内齐聚的都是玄门精英人员, 玄辙自然在, 台地主啊, 坐吧, 玄辙完全不在乎, 也无视父亲玄杰中的怒火, 根本不怕这种场合, 想惩罚他, 就试试他的拳头, 这, 台浩天听到玄辙的话, 帮拱手坐了下来, 台浩天不至于被吓死, 这里虽然都是强者, 他的实力也能有一席之地, 至少比玄门强, 这是一位城市不足, 办事有余的少爷, 好吃懒做是对他最好的形容, 台地主, 我命你七天内找到一株灵油草, 玄杰中命令台浩天道, 大长老的伤知要紧, 急需用, 台浩天文言过来后, 他听玄门的下人嘴中说了, 知道灵油草被拿走了, 被玄辙拿走的, 一想知道是星天老君, 让他疑惑的是, 星天老君和玄辙不认识的, 他也搞不懂, 也知道让他过来准备灵油草的, 以为是等收获, 没有想到是现在, 这是为难他呀, 玄门说, 这件事恐怕无能为力呀, 灵油草十万节一长成, 属性还不到时候, 上一次长成之后, 已经用完了, 台浩天如实回道, 这是你的事情, 玄杰中不管那么多, 只要灵油草, 办法他想, 七天内拿不到, 问罪, 这, 台浩天被玄杰中的不讲理, 整得有些进退两难, 答应了肯定做不到, 不答应, 今天很难走啊, 真是实力大, 就是老大, 台地主, 不用为难, 台浩天进退两难时, 玄哲出言开口道, 一个长老的死, 不过一条狗命罢了, 不足为奇, 灵油草虽是罕念之物, 也只是一味药材罢了, 狂, 玄哲够狂, 这里可都是玄门强者, 竟然知乎大长老为狗命, 真是嚣张得很的, 话出, 台浩天松了一口气, 玄哲出面保他, 那自然没事, 玄哲, 你将灵油草拿走, 属今还在这里大放厥词, 你是不是真觉得没人治得了你啊, 玄明的爷爷玄政武出面, 站起来指责玄哲, 休本是你来治我呀, 玄哲也不甘示说道, 老不死的, 你一大把年纪了, 想死, 我送你下去, 别给我习老卖老, 默契了这么长的时间, 休本事, 来给我打一场, 像我说啊, 你们这帮老不死的, 都退下去吧, 站着毛坑不拉屎, 该下去, 玄哲极其张狂, 看着另外三派道, 想来问罪的, 我玄哲等着, 我随时恭候, 你们给我记住了, 欠我大哥的, 你们都得给我还回来, 还有你, 玄哲说完, 将目光盯向了坐在高位上的玄节中, 纵然是他父亲就怎样, 做错了事情, 一样得受惩罚, 哼, 走, 玄哲冷笑, 带着自己这一派的人, 大摇大摆地离去, 台地主, 跟我走, 玄哲不忘, 把台浩天带走, 玄哲的离开, 令玄武韧气地吹胡子瞪眼, 玄节中看着儿子离开, 眉头紧张, 双眼内闪过一抹金光, 不生气那是假的, 大长老在玄门内, 那是功勋卓越的, 不能不救的, 可惜, 玄哲已经翅膀静了, 就是他亲自出手, 都不见得可以战胜, 搞不好还得被中伤, 他们父子不和的, 谁能想得到, 第九重天, 顶级势力, 玄门门主父子不和? 没人想得到, 尤其是长子的事情, 更是被禁止说, 就是玄武任都不敢明面上说的, 玄哲却敢, 当是玄门第一人, 玄门已经没人可以夹着住他了, 玄哲注定要单飞, 门主, 玄哲太张狂了, 玄武任分分不平道, 竟然还阻止他们死, 实属大逆不道, 其余两害也出言分分不平, 纷纷要求惩罚玄哲, 否则难以平息怒火, 玄结中一时起火难下, 玄门本来就内部分裂, 虽然还能一时对坏, 一旦不给一个说法, 还真是不好办呢, 有本事就去, 没本事就别乱废, 四大护法内, 一身着红色衣服的狼者站了起来, 道, 好好管管你们的人, 狼者瞥了一眼旁边坐着的三位护法, 甩袖离去, 四位护法也不合的, 红色衣服狼者是玄门的大护法, 也是实力最强的护法, 说白了, 四位护法都是一派的支持者, 红色衣服狼者正是玄哲那一派的, 玄吉林, 你, 其余三位护法被玄吉林的话气得不轻, 竟然跟他们甩脸子, 真动起手来不见得怕他, 玄结中看着闹僵的四位护法, 一言未发, 离去的玄哲带着台浩天来到自己的住处, 身后全部是跟随者, 台地主, 我出面解围可不是白解围的, 需要代价的, 玄哲看着台浩天道, 自然, 台浩天了解玄哲的为人, 道, 您从不做没有回报的事情, 你明白就好, 玄哲道, 臣服我, 直接将代价说了出来, 台浩天只要臣服他就可以了, 龙门九弟的势力, 遍布第八重天以下, 将来可以用上, 台浩天文言, 万万想不到会是臣服他, 这有些突然了, 根本想不到, 玄哲知道说的突然, 龙门九弟也是大势力将来用得着的, 尤其是那一株灵幽术, 更可以用上, 那可是天地初开的神术, 可否说我考虑几天, 台浩天现在拿不定主意道, 可以, 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要是三天的时间没有回复, 我是为放弃, 玄哲挥手, 事已下去, 台浩天拱手告辞, 离去, 玄哲, 坐吧, 台浩天前脚离去, 玄麒麟欠身房间内, 事已玄哲道, 好, 玄哲起身道, 所有人听令, 属下在, 玄门跟随者, 齐齐单膝跪地拱手, 带领各自势力, 一个小时内, 搬往新住处, 脱离玄门, 玄哲命令道, 是, 所有跟随者点头, 领命而去, 玄麒麟看着人离去, 知道该走了, 你将领草给了谁啊, 玄麒麟看着玄哲, 极为好奇道, 嘿嘿, 你以后会知道的, 玄哲神秘一笑道, 故意迈起来关子, 玄麒麟见此, 也没有再问, 玄哲从来不做无把握的事情, 和他哥一样, 被除出玄门后, 玄哲就开始准备了脱离玄门, 自立为王, 玄节中让玄哲极为失望, 当年谁都知道是被宣望的, 申诉了多年, 也没有个结果, 失望, 伤心, 愤怒, 让玄哲心生脱离玄门, 他现在的势力, 包括跟随者, 足够和玄门平起平坐, 新住处不比九重天小, 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一个小时后, 玄哲, 玄麒麟, 全部站在第九重天上空, 玄门被惊动, 将近三分之一的普通人员, 全部被挪走, 速度之快, 堪称闪电, 这件事早就密谋了很久了, 只有玄哲这一派的高层人员知道, 一旦提前泄露, 势必阻挡, 玄门的巨变, 让整个第九重天天翻地覆, 玄节中听到脱离时, 带着人赶了过来, 已经迟了, 第九重天, 向通一千万里处, 可以看到一处散发着光芒的空间, 那是新住处, 也是刚刚禀报上来的, 玄哲, 玄节中教授正要离开的玄哲, 诞人围住了他和玄麒麟, 玄哲, 你可真是大胆, 自自脱离玄门, 在玄门, 是要承受临时之罪的, 玄武镇怒指玄哲道, 实在心里极为高兴, 他恨不得玄哲死呢, 这样一来, 就少了一个强劲对手, 其余两派也是, 都是洋装生气罢了, 您先走, 玄哲看着一旁的玄吉林等, 玄吉林纵身离去, 没人拦战他, 主要是玄哲, 来吧, 有本事留下我, 玄哲没有说废话, 直接动手, 和其余三派动手, 玄节中动手, 他也不怕, 就是和其余三位护法一起上, 也不怕的, 他一人单挑他们, 也是可以的, 整个玄门, 除了和洪黄祖师打的那几个人, 他打不过, 其余人都不放在眼里, 玄哲出手, 玄武阵等人不敢与之硬碰硬, 只能后退, 玄哲的实力有目共睹的, 砰, 砰, 一阵震退声响起, 玄哲一旋将玄武阵等人全部震退, 顿时没人敢上来, 玄节中更是不敢动手, 玄哲如今展现出来的实力, 比万年前展现出来的实力还要强, 一拳就震退了这么多人, 实在是可怕, 那三位护法更是不敢站出来, 只能看着, 玄门内我放在眼中的, 也就和洪黄祖师打的那几位, 对了, 还有那几位强者博弈的强者, 玄哲看着玄武阵等人冷笑道, 哼, 记住了, 我玄哲脱离了玄门, 从我这一带开始, 和你们玄门就没有关系了, 别来惹我, 我不敢保证, 我做不出来什么捅破天的事情, 玄哲极为强势的, 威胁玄节中等人, 转身离去, 消失在玄门内, 如此大的震动, 必然惊动第八重天等以下的势力, 事情发生后的半个小时内, 太好天就已经得失了, 他已经知道玄哲为什么让他臣服了, 立刻命令龙门九地高层人员齐去, 商量这件事, 只有三天的时间, 时间不太长了, 龙门九地内全部戒严, 高层人员全部齐去, 不许人靠近大殿一步, 弟叔, 何时如此着急啊, 几位高层人员过来好奇道, 现在第九重天发生的变动, 他们还在讨论, 突然接到齐聚的命令, 太好天事宜坐下来先, 三天的时间有些紧迫, 先看看意见是什么, 龙门九地最高者自然是太好天, 其次便是龙门和九地, 龙门一人, 九地一人, 全部归台浩天管理, 这也是龙门九地的来源, 龙门和九地之下, 也分各自掌管者, 也都全部来到, 台浩天见人来到, 很干脆, 把事情说了出来, 也把去第九重天说的事情说了, 玄姐生回难他的事情, 灵幽草早就用完了, 是玄哲解围的全部说了, 臣服的事情也说了, 如今玄哲自立为王, 玄门至今拿他没有办法, 可见玄哲已经有了独当一面的实力, 抛出橄榄枝, 不接着, 将来以后站错了队了, 可就不好办了, 他们不是第七重天, 更不是第六重天, 他们是第八重天, 紧贴着第九重天的, 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会牵连他们的, 他们得提前找队伍的呀, 玄门和玄哲之间必定有一站的, 搞不好, 玄门也得拉拢他们, 必须做出个选择, 龙门负责人薛灵开口道, 目前玄门还没有来人, 倘若来人的话, 我们势必要做出一个选择的, 要是臣服玄哲, 势必要和玄门为敌, 要是臣服玄门, 一旦开转, 势必要和玄哲为敌, 我们是进退两难, 九地负责人, 魏烟也出言道, 按理说, 这是玄门的内部事情, 和我们无关的, 但我们是第八重天, 今天第九重天, 势力耳目遍布第八重天以下, 也是一股不弱的势力, 选择拉拢我们, 很明显, 就是看中了这一点, 反之, 玄门也是, 是啊, 其他高层人也解释这样想的, 现在的情况是怎么选择, 独善其身是不可能了, 恐怕玄门的拉拢马上就到, 不等台浩天开口,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一人跑进来道, 地主, 玄门来人, 台浩天文言, 是以薛灵, 魏烟等人先下去, 不能让玄门的人知道, 他们在商量, 要装平常, 薛灵等人全部下去, 整个大殿内, 只有台浩天一人, 是以请进来, 很快, 一老舍走了进来, 台浩天看到, 双眼内闪过一抹意外, 竟然是玄门二长老, 玄飞虎, 玄门真看得起他龙门九弟, 派出来了长老, 看来很看重他们, 我不磨叽了, 玄门变动, 开战在即, 你们龙门九弟, 臣服我玄门, 玄飞虎一副上尉者气息道, 命令台浩天, 好, 是我考虑几天, 台浩天拱手道, 这一副上尉者气息, 让他极为不爽, 他再怎么说, 也是堂堂掌管第八重天的地主,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上来就这样, 太看不起他们龙门九弟了, 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 玄飞虎倒没有立刻让台浩天给回答, 给了他考虑时间, 随后离去, 薛灵, 魏烟等人回到大殿内坐了下来, 刚才的情况他们都看到了, 可真是厉害啊, 态度极为不好的, 李叔, 就看这态度, 我们不臣服, 就得死啊, 薛灵道, 不错, 和玄哲差远了, 魏坚也道, 我印象当中的玄哲, 是一个戴神极为修理的强者, 那你们的意思是, 臣服玄哲? 台浩天剑手下, 全部倾向于玄哲那一方, 问道, 话出, 薛灵, 魏烟等人沉默了, 论态度, 自然是玄哲为上选, 可玄门是老牌顶尖势力了, 要是就这样臣服了, 不见得玄哲可以打得过玄门了, 他们只是听说过玄哲的实力极为强, 毕竟只是听说没有亲眼所见, 剑步说话, 台浩天开口道, 玄哲给了三天的时间, 玄门给了一天的时间, 时间紧迫, 我们龙门九弟, 得做出来选择呀, 玄哲公开脱离玄门, 使其颜面尽失, 玄哲中必然不会罢手的, 毕竟有关于玄门脸面的问题, 势必要和玄哲来一场大战, 已经在筹备, 玄哲中知道很难收拾了玄哲, 也得有所作为呀, 地主, 这怎么做呀, 薛灵无奈道, 站错了队, 就是死啊, 是啊, 魏焰也出言道, 玄哲到底是什么实力, 我们也不知道, 没法选择, 咱们就不想和玄哲为敌, 台浩天知道说的这些, 现在必须拿出来一个决定, 不然的话, 龙门九弟都会得罪两头势力的, 现在都拉拢了, 得罪两头了, 无论将来谁得了势, 都会找他们算账, 到时候, 龙门九弟都得灭了, 这样的结果, 不是台浩天想看到的, 玄门巨变的消息, 也传到了六欲, 还有红谷, 星天老君也知道了, 他万万想不到, 玄哲会公开脱离玄门, 原因他想到了, 大护法玄熙林也跟着走了, 这是第九重天前所会有的巨变, 不敢想象, 你不可以进去, 拦住他, 台浩天等着还在商量当中, 大殿外一阵嘈杂声, 吸引了台浩天等人的注意, 他下过命令了, 不许高层以外的人物靠近大殿一步, 看来有人是当成耳旁风了, 台地主, 一道身影见身, 戒备大殿的龙门九弟的人员, 也追了进来, 却被台浩天睡一下去, 星天, 你来是个何事啊? 台浩天看着星天老君道, 来人正是星天老君, 他知道巨变后, 考虑了一些时间, 直奔第八冲天过来, 他很了解玄哲, 脱离玄门就一定会拉拢, 龙门九弟, 他过来是当说客的, 他相信玄门也拉拢了, 也相信台浩天很难做出来选择, 我要你臣服玄哲, 星天老君没有磨叽, 直接说了出来, 他不会亏待台浩天的, 或者说不会亏待他们整个龙门九弟, 台浩天等人听到星天老君的话, 很是意外, 尤其是台浩天, 灵幽草是玄哲拿走的, 他告诉星天老君, 是玄门拿走了最后一株, 必然去了, 今日过来让他们臣服玄哲, 二人之间的关系一定匪浅, 薛灵和魏烟等人也没有想到, 竟然是让他们臣服玄哲, 星天老君和玄哲扒杆子打不着的, 不可能有关系, 难不成他们之间有着关系, 可没有听说过呀, 理由, 台浩天梅雨坚, 营兆是疑惑和沉重, 问道, 给他一个臣服的理由, 否则他不会经一下决定的, 臣服玄哲也罢, 还是玄门也好, 都有危险, 不知道谁会站在最后, 这对我不好站的, 一旦站错了, 完蛋了就, 现在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谁能赢, 都是一个问之术啊, 理由就是, 玄哲可以让你们龙门九地, 更上一层楼, 星天老君极为自信道, 玄门却不能, 就这么简单, 机会不多, 错过这个机会, 到时候你们会哭的, 星天老君让他们臣服玄哲, 那是有道理的, 更不会害他们, 玄门根本加持不住玄哲的, 他太了解玄哲了, 早就翅膀硬了, 脱离也是迟早的事情, 只是没有想到, 会因为灵游草这件事而脱离, 比他预想的要早很多, 星天老君, 我们敬重你是一代强者, 我们龙门九地, 就是倾尽全力, 也拿不下你, 薛灵起身, 还是生气道, 可你这么说, 也未免太小看我们龙门九地了吧, 不管怎么说, 我们龙门九地, 也是有头有脸的势力, 就是, 我以前也出言复合道, 其余高层人员, 也是如此, 星天老君文言, 知道刚才的话难听了点, 确实是事实, 这是毋庸置疑的, 台浩天看着星天老君, 对刚才的话倒没有什么生气的, 只是让他想不通的是, 为何这么做, 月灵, 你们先下去, 台浩天是以薛灵卫焰他们下去, 他要和星天老君单独谈谈, 问问是什么关系, 薛灵和魏焰带着人离去, 整个大殿内, 就只有星天老君和台浩天二人, 薛灵等人守在不远处, 他们也不知道, 自己地主和星天老君这位强者, 要说什么, 但一定谈话都是重要的事情, 星天老君这位大神物, 为什么让我们臣服玄车呢? 薛灵道, 不知道, 薛灵摇了摇头, 随机话锋一转道, 不过我记得, 星天老君拜师洪狂祖师, 实力一直是一个谜, 可和玄车, 他们肯定不认识的, 薛灵现在极度迷茫, 不光是他迷茫, 就是薛灵等人都是迷茫的, 星天老君, 一个谜一样的强者, 还有那位天道大帝也是, 薛灵无奈一声道, 听说星天老君, 收了一个天赋卓绝的徒儿, 叫林天宇, 将整个上谷, 红谷, 全部搅动, 修为连上谷都不是, 我们也听说了, 其余高层人员出言点头道, 不知道啊, 薛灵熟了熟太阳穴, 回了一句道, 耐心等着, 没人敢靠近大殿, 足足七个小时的谈话, 星天老君才离开, 薛灵等人全部进来, 台号天事宜都坐下, 他要宣布一件事, 我们沉浮玄折, 台号天说出来了最后的决定, 薛灵, 卫先等人有些不解, 忙问理由, 他们在外面等的时候, 也想了, 觉得沉浮玄门胜算比较大, 毕竟是老盘势力了, 把握大些, 没有想到会是沉浮玄折, 对外不要宣布沉浮玄折, 台号天事宜薛灵他们稍安勿躁, 道, 星天老君会替我们给玄折说的, 我们现在要假装沉浮玄门, 也就是说, 我们真正沉浮的是玄折, 不必担心泄露, 玄门要是动用我们和玄折打, 也只是让我们受伤, 不会费了我们神的修为, 这样一来, 无论谁胜都对我们没有害处, 我想最后的结局是平手, 台号天解释得有理有据, 假装沉浮玄门, 实则沉浮玄折, 还可以明哲保身, 再好不过了, 只是一次谈话, 就让台号天做出来这样的结果, 还是有些很突然的, 到底是星天老君说了什么, 才让台号天做出来这样的决定的, 星天老君和玄折难道有关系, 关系还很好, 薛灵等人想不通, 既然做了决定, 执行就可以了, 台号天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到底谈了什么, 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星天老君的本事不小啊, 让台号天如此就沉浮了, 一般人做不到的, 离去的星天老君和玄折碰面, 在玄折开辟的新住处坐了下来, 在这里就不需要谨慎了, 他不怕玄门的, 要是能灭了, 他一定灭了, 可惜不能, 玄门背后也有人的, 正在交手呢, 龙门九地的事情, 他和玄折全部说了, 也吩咐怎么做了, 身为玄折的哥哥, 自然要做点什么, 我这里不用担心, 玄门怎样不了我, 玄折示意自己哥不用担心, 道, 说说你吧, 怎么样了, 你那个小徒儿快起来了吧, 我的真来消息说, 红颜被他折腾得不轻啊, 玄折一直关注着红骨的情况, 只是没有掺和罢了, 现在也用不着他掺和, 快了, 今天老君点了点头, 道, 等他起来了, 我的位置就传给他, 该做我的事情了, 玄折听到, 知道自己哥说的事情指的什么, 玄门之间的仇, 肯定是要报的, 这只是其一, 还有其他事情, 那个约定, 你真要去啊, 玄折端起来茶杯, 喝了一口, 极为认真的问道, 去, 星天老君道, 我灭不了玄门, 你也灭不了, 天语可以, 只要他崛起, 踏上鸿骨修为, 我就可以彻底不管了, 可以安生离开, 强者伯异, 其次, 约定之后, 把该留下的留下, 也算是做完了, 星天老君说的极为轻松, 可玄折听到心里, 却极为不好说, 你师父洪黄祖师, 恐怕有更远的打算, 玄折道, 星天老君闻一言, 一笑道, 他老人家, 能够真正家事住的, 还真不多, 就算也是棋子, 也没人敢轻易动他, 说完, 深呼吸一声, 星天老君站了起来, 告辞道, 好好准备和玄门的交手, 玄门还是有点睡的, 放心吧, 哥, 玄折极为自信道, 我有分寸, 我倒想看看, 你那小徒儿有多天才, 又能够走到什么程度, 星天老君闻一言笑了笑, 很快就可以看到, 他的徒弟快要崛起了, 一旦崛起, 就走了一部分了, 到时候, 他也可以将身上的担子卸下去做自己的事情, 这盘棋迟早是要破了的, 好了, 星天老君看了看时间, 起身道, 我先回去了, 说完, 消失不见, 玄折则是准备着和玄门的战斗, 玄折对玄门已经没有感情了, 里面乌烟瘴气, 四分五裂, 算计别人, 除了利益还是利益, 一点亲情感都没有, 他哥哥被驱逐出去的时候, 明知道是冤枉的, 可玄杰中还是不说话, 这样的呼囊父亲, 要他何用啊, 玄折现在不能提玄杰中, 提起来就生气, 可以说是生气得很, 论脾气秉性, 玄折的脾气还是很好的, 如今变成如此, 也是被逼的, 玄门留给他的, 只有恶心, 如今还敢打, 他还真是不怕, 玄门快准备好了, 玄吉林来到了大殿内, 提醒玄折道, 我知道了, 玄折点了点头, 他的人早就准备好了, 这一次他要大肝杀戒, 不能灭了, 也得让他们损失惨重, 玄折绝对不会心死手软的, 他会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做死神的味道, 离去的星天老君, 回到了洪谷, 继续等着妻子的调查, 这是一件麻烦事情, 需要耗费一段时间, 只要查到一个, 就可以顺头摸瓜, 全部查到, 就看第一个查出来的是谁了, 尤可灵派下去的神, 全部一个一个筛选, 不信没有痕迹, 隐藏的再身, 也要露出来的, 星天老君就在等着, 他倒想看看都是谁, 背叛的事里都不会留下的, 一律杀, 原谅那是不可能存在的, 背叛第一次, 那就可能背叛第二次, 狗改不了吃屎的, 人一旦背叛了, 尤其是家族门派, 都很难保证, 第二次不会背叛, 星天老君这样的人户, 一定会下手抹出的, 远在昆阳山的林天宇, 稀微不断突破, 如今是五象七第十层, 再突破便是天地七一层, 时间不断的过去, 仙师也一块一块化为灰烬, 大自然的力量, 林天宇也在感受, 天道大地的测试已经完毕, 林天宇完全没有压力, 稳稳的通过, 他算是彻底服气了, 林天宇的身体承受能力实属厉害, 比他预想的还要优秀, 天地七一层, 林天宇瞎睡了突破的进程后, 一举突破到天地七一层, 天道大地等人看到, 欣慰一笑, 再突破便是天地七十层, 很快就是上古巅峰, 时间不短了, 天道大地看了看时间, 道, 西魔玉裂, 第一年过去了不少时间, 火牙圣人等人也在算着时间, 林天宇这边突破者, 玄哲和玄门的交手也已经开始了, 洪荒祖师那边还没有结束呢, 下边打了起来, 玄哲热编, 就玄哲站了出来, 他一个人把站出来的人全部加了回去, 甚至还灭了几个人, 玄门毫无办法, 玄哲中又不敢交手, 玄哲的实力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 实力提升的实在太快, 兴天老君也在关注着, 尤可林还没有调查到, 也倒是稳步进行, 玄哲, 小心玄武顺, 兴天老君在洪谷用密法提醒玄哲道, 此人会是下三滥手段, 玄哲听到提醒, 看着四周回车的人, 盯住了玄武镇, 着重注意他, 玄门一共四派, 玄武镇一派, 玄公明一派, 玄明岩一派, 这是三派, 玄哲已经脱离了, 现在就剩下了三派, 玄门势必要找回面子的, 不可能放过玄哲, 就算打不过, 也会狠下心来交手, 玄哲的脱离, 打了玄门一个措手不及, 玄哲中根本反应不过来, 事先没有一点消息, 创造新的住处都没有反应过来, 可见其保密能力, 玄武镇三人还没有动手, 剑武回忆术的时间差不多了, 再不动手, 会觉得丢人的, 三人围攻一个, 肩不管能否拿下, 得先打起来再说, 看到勇气, 不怕玄哲, 玄哲根本不放在心上, 对付三人就是轻而易举的, 只是觉得上来就击败他们太便宜了, 这三人可都心怀鬼胎啊, 一拳震退了玄明炎, 随时一脚击中在玄公明胸膛上, 踢飞十多米远, 呼之, 玄哲一个转身, 准备收拾玄武镇, 一股白气过来, 哼, 就知道你会这样, 玄哲防着呢, 他哥都提醒了, 这白气是毒, 可以让人的眼睛瞎了, 玄武镇是一个下三滥手段都用得出来的人, 一般的强者都不会用的, 哼, 躲过白气, 玄哲一个直拳, 击飞了玄武镇, 瞬间中伤, 幸好身上有铠甲, 不然的话要他的命, 玄明炎二人身上也有铠甲, 也是铠甲挡了下来, 他们身上的铠甲都不一般, 下三滥的手段都用得出来, 玄武镇, 这世上, 天下第一不要脸, 非你莫属啊, 玄哲毫不留情的, 蔑视着玄武镇道, 堂堂一个强者, 暗中使用这种手段, 着实丢人的狠啊, 玄武镇根本反抗不起来, 只能选择沉默, 理亏在先, 玄门连派两次人, 全部败下阵来, 三位护法早就败下阵来了, 玄节中动手也无济于事, 只能暂时退兵, 再另云塌法, 事情已经发生了, 面子能拿回来一点是一点的, 玄哲击败玄门的场面, 太浩天都看到了, 知道站队了, 三位护法都落败了, 明显玄人哲更胜一筹啊, 玄门不可能完全罢手, 还会再来的, 这就是以后的事情了, 反正也怎样不了, 见玄门暂时罢手, 星天老君也收回了注意力, 赎金耗费的时间不短了, 等着妻子尤可玲的消息, 相当难查的, 都隐藏得太深了, 尤可林可不会放弃, 既然查了, 就不可能罢手, 是要将这些隐藏的蛛虫全部跑出来, 这些人都得死, 待他们不薄, 竟然背叛, 称之为白眼狼都不为过, 必须灭, 找到了没有, 星天老君来到大殿内问道, 等的时间不短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不免有些着急, 还在找, 尤可林回道, 一听还在找, 星天老君有些生气, 在隐藏的身, 花大力气找, 也是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的, 星天老君看了看名单上的家族和门派, 一张一张看着, 事理不少, 查起来确实费事, 筛选了多少, 星天老君问道, 四分之一, 尤可林回道, 星天老君一听才这么点, 速度有些慢了, 看来红颜他们下过命令, 让他们没有重大事情的时候, 不要露出蛛丝马迹, 红颜心思缜密, 那是一定的, 得想办法, 调他们出来, 将是不出来, 只会耽搁更多时间, 天道大地倒是在昆阳山, 还是亲自守着比较好, 不管怎么说, 亲自守着才安心的, 找他们不好找, 除非想个办法, 引出了他们, 尤可林也意识到了, 这么按部就班的找下去, 效率太低, 可是办法又不好想, 星天老君背着手, 来回走动着, 想着办法, 必须调出来他们, 要是调不出来, 只会一直被拖着, 尤可林没有打扰, 青天老君, 知道他在想办法, 他是调查得有些头疼, 一个个像地底下的蚯蚓一样, 找不到, 红颜现在正处于兴奋状态, 悬门巨变对他来说, 没有什么影响, 他只知道, 段坚然被杀了, 宁阳也信了, 殊不知, 根本没有, 红颜再高兴也只能是暂时的, 段坚然活了下来, 重塑丹田的事情, 药材正在找, 段坚然和别人不一样, 他身怀凤凰血脉, 只要丹田重塑后就可以了, 实力自然会恢复, 这也是为什么, 星天老君不太关心丹田的事情, 就是在于这里, 许久, 星天老君开口道, 用安兰, 安兰, 尤可林文言疑惑了, 安兰能够引出来? 红颜一直想拉拢势力, 安兰是条件之一, 红颜从没有放弃过, 带走安兰, 星天老君道, 尤可林考虑了考虑, 觉得可以, 只是必须做好完全准备, 星天老君不需要考虑太多, 将安兰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相信红颜从没有放弃过, 要带走安兰的想法, 以前是, 现在是, 将来更是, 星天老君亲自安排, 再耽搁就太浪费时间了, 根本耗不起啊, 尤可林调查的速度确实太慢了, 林天宇现在都天际七一层了, 想想调查了多长时间, 星天老君升起, 也有一点在于这里, 现在时间紧迫, 只有六年, 六狱现在正不安生呢, 一番准备, 放出消息, 让安兰亲自在腹地一处地方, 安排得有理有据, 星天老君利用了安兰一个习惯, 一个从小到大的习惯, 安兰喜欢钓鱼, 和都市中的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 专门找了一处好地方, 必须是腹地, 红颜不敢派人进来, 一定会吩咐收服的人进来, 只要来, 动手就抓, 这一次一定要连根拔起, 全部砍了, 星天老君一直等着, 就是等不到, 自然不甘心了, 要是不把怒火全部发泄在他们身上才怪, 所有一切全部准备好, 安兰拿着鱼竿在河边钓鱼, 星天老君交代了他, 让他安心钓鱼, 跟往常一样, 红颜定然不会挤疑心, 安兰好久没有钓过鱼了, 就他一个人, 安排得密不透风, 红颜根本怀疑不起来, 师父, 来了, 邓州跟着师父在一处空间那单上, 看到后方已经有人偷偷摸摸地过来, 还不少, 一共六个人, 实力都不错, 围攻安兰的话, 完全可以带走他, 星天老君看到了, 瞒不过他的, 啪, 不等他们摸过去, 甚至靠近都没有, 一声清脆的响声响起, 六人全部被星天老君一直拍晕, 带走他们审问, 星天老君吩咐徒弟邓州道, 六人被带走, 不说可求不得他们了, 安兰收起来了鱼竿, 他现在可没有心情钓鱼, 段燕燃还受着伤, 钓鱼也不是这个时候, 这一次还要多亏安兰, 不然的话, 还得耗费时间, 六人就是自杀也不可能的, 星天老君出手, 他们自杀的可能性为零, 嘴再硬也得说出来, 顺藤摸瓜也要连根拔起的, 红颜一定让他们认识的, 方便关键时刻动手,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星天老君回到了大殿内, 等着, 安兰继续和兰月一起找着药材, 现在就是等着背叛的名单, 邓州亲自审问的六人, 先开始还真是不说, 最后动用了酷刑, 一一说了出来, 嘴再硬, 落网了, 不说求不得他们, 邓州将名单送了过来, 星天老君一看名单, 脸色多少有些不好看, 毕竟背叛了这么多人, 没有一半也有三分之一了, 早就知道了, 一时忙其他事情, 如今不得不找出来他们, 已决后患, 啥, 星天老君毫不犹豫下了令, 全部格杀勿论, 解决了再宣布, 让红颜知道, 他收服的势力没有了, 邓州的速度很快, 巧无声息地判处了人, 同时动手, 一个一个解决的话, 容易泄露消息, 前后耗时不到半个小时, 全部解决, 没有一个漏网之余, 雷厉风行, 势力调整还要重新布置, 一下子消失了那么多势力人权, 难免要重新分布, 消息已经宣布了, 就是背叛罪, 红颜得知, 气得差点吐血, 知道被算计了, 还在兴奋的头上呢, 没有仔细想, 这下子, 辛辛苦苦收服的, 全部被灭, 损失不小啊, 星天老君可没空看红颜的反应, 他突然还在闭关当中, 他得回去, 临走之前, 给其他管辖下的势力提了一个醒, 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便是问罪九卒, 背叛这种事情, 任何人都不能容忍的, 红颜算是无计可施了, 安生了下来, 没有了爪牙, 派人进腹地, 完全是找死啊, 安生等决定时间到吧, 返回昆阳山的星天老君, 看着时间镇法内的灵天许, 看了看修为, 快接近天地七十层了, 七魔续炼第一年的修炼, 也所剩不多了, 进入上古巅峰, 就是领悟道的时候了, 我的人传来消息, 悬门巨变了, 天道大帝将拿到的消息道, 对, 星天老君点了点头, 道, 波及不到我们这里, 柳玉倒是会波及一下, 他们和九重天的关系很复杂, 利益, 利用, 复杂得很, 敌人, 朋友, 谁都搞不清, 就是我也得仔细辨别辨别辨别, 天道大帝很赞同这个说法, 确实如此, 他们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的, 没人知道会是怎么回事, 可能转身是朋友, 也可能是敌人, 六玉说白了, 就是一个烂摊子, 一个根本不知道谁能做朋友的烂摊子, 除了几少一部分人外, 可以有个交心的, 其余的都得防备, 当初现身交代林天宇的三人, 和星天老君是认识的, 也是为数不多的可以信任的人, 这就是六玉目前最真实的情况, 没人知道会怎样, 只能说是一锅粥, 里面什么都有, 星天老君现在不想考虑这些事情, 先看着自己徒儿的修炼, 突破到天地七十层, 就得让他停止, 上古巅峰需要领悟道, 需要领悟一定量的道, 才能够达到踏上上古巅峰的资格, 大道无数, 就看他自己的领悟力了, 要是领悟能力极为强, 那没说的可一举踏入, 万事开头难, 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只要他可以踏入开口, 就可以慢慢适应这种领悟道的过程, 枯燥, 乏味, 只有享受不完的时间, 星天老君, 天道大地, 月牙圣人等人, 寸步不离地守着林天宇, 日复一日, 炙热东方出现, 阴凉西方落下, 昼夜交替, 除了知道过去多长时间, 几月几号, 根本没有人记得, 断肩燃的笑咱只要找七就可以了, 医治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星天老君对这一点根本不担心, 主要担心的还是林天宇, 至于玄哲那边, 中途交手了七八次, 无一例外全部被打退, 甚至还被玄哲杀了不少人, 玄门只能暂时退, 至少到现在, 这么长的时间, 没有人在动手, 相安无事, 无论是星天老君, 还是天道大地, 亦或者玄哲, 他们都知道, 这只是短暂的安静罢了, 轰隆隆, 在林天宇即将踏入天地七地十层时, 整个上谷剧烈地震动起来, 距离极为远的红谷也感受到了, 死人山的林天雪, 火行绝地都有感受, 完全是突如其来, 哪地震了吧, 玄哲盛是没有释放神石, 只是猜测到, 这种震动不是地震, 星天老君摇了摇头, 瞬间神石覆盖在整个上谷, 每一处地方都覆盖到了, 上谷根源, 星天老君猛然间睁开眼睛, 很是平静地看向了南方, 那是上谷根源。 上谷根源? 天道大帝等身闻言, 目录差异, 纷纷神石展开, 盯住了南方一束河流内, 果然是上谷根源, 差异也仅仅只是几秒钟罢了, 好似在红颜眼里很珍贵的上谷根源, 不知一提一样。 柳鱼该动了, 红颜也该动了。 天道大帝收回了神石, 扭头看着星天老君道, 这里是上谷, 他们过来, 也不可能太过张狂的。 星天老君摇了摇头, 话锋一转道, 算算时间, 距离上谷根源上次出现, 有六万节了, 上次也是这颗点, 看来上谷根源, 六万节一动了。 六万节年以前, 上谷根源出现过, 但没有像熟军这样剧烈的反应。 嘿, 让他们找吧。 天道大帝淡淡一笑道, 上谷根源是好东西, 可极其难以抓到, 尤其现在, 又变化了位置。 确实啊, 星天老君点头道, 天语出关后, 上谷根源交给他吧。 上谷根源, 还是极为重要的, 关乎着上谷的稳定。 红颜千方百计想要得到, 只有一个重要原因, 贪图上谷根源内带的力量。 红颜是一个强大的女人, 不错, 但有一个弱点, 便是天赋有限。 领悟道, 已经穷途末路, 唯有吞噬外来力量, 才可以使他的力量更上一层楼。 他的天赋和其他人比, 那是没得说的, 和星天老君等身一比, 什么都不是了, 唯有上谷根源, 能够让他更进一步。 红颜朽了实力, 就一定会作妖, 又不能杀他, 都是棋子。 星天老君嘱咐灵天鱼, 保护上谷根源, 就是在于这里。 灵天鱼还有动手的机会, 星天老君, 天道大地, 根本没有。 六玉, 红颜, 全部现身上谷, 寻找上谷根源。 六玉肯定也会掺和一脚的, 上谷根源毕竟是好东西啊, 要是不收了, 可就怪了。 可惜啊, 上谷根源只是动了动, 换了个位置罢了, 想要收了它, 需要耗费极为长的时间。 当初红颜拿其他文明根源的时候, 损失多大, 星天老君等人是知道的, 找不到, 自然就回去了。 果不其然, 六玉, 红颜, 纷纷卷路返回, 上谷再次安静下来。 时间阵法内的灵天鱼, 已经开始冲击天地七地十层, 只要冲击成功, 修为巩固好, 开始坚触道。 灵天鱼体内的道脉, 全力迅转着, 功法也没有停止, 道脉和功法相处极为平静, 谁也不排至谁, 这是灵天鱼最放心的地方。 灵, 先例如同洪水泄洪一般, 在体内经脉内游动, 天地七地十层, 灵天鱼正式踏入天地七地十层, 外界过去将近一年, 阵法内便是五年, 从五象七五层, 突破到天地七十层, 足足十五层。 真要是在外界修炼, 光突破到天地七地十层, 就得五年。 都过去, 洪荒祖师说的时间限制了, 不容易啊。 时间阵法是天道大地, 欧金力血布置出来的, 帮了灵天鱼大忙, 天地七十层, 接下来便是领悟道, 需要灵天鱼调生几天, 大自然的各种环境, 他也熟悉得差不多了, 枯燥乏味的修炼, 也得开始。 熟。 星天老君一挥手, 整个时间阵法内的一切恶劣环境, 像是不见, 恢复了平静。 灵天鱼找到了一条河流, 一头扎了进去, 好好的清洗清洗自己。 终于突破到了天地七, 突破到了上古巅峰, 他便可以和天外天圣主一较高下了, 甚至灭了。 和天外天圣地之间的仇恨, 已经达到了不可解开的地步。 先让他领悟了五行道, 火星绝地的宝贝在他的身上, 其中两个道领悟起来, 不会太难。 星天老君道, 确实啊, 天道大帝点了点头, 赞同道, 五行之道, 乃是最基础的道, 最开始领悟, 也最能看出来, 一个人天赋到底多高。 星天老君现在看着灵天鱼, 顶住了七魔续炼第一年, 接下来就是第二年, 耗费的时间过长, 万事开头难, 没有办法, 后面就好了。 只要他开始领悟道, 达到红古修为就可以, 这中间还有众多修为等级存在, 得让灵天鱼休息一小段时间, 不能仓师过急, 就算时间紧迫, 也得让他休息休息, 老一结合还是要的。 灵天鱼在河流内漂浮着, 享受着水流的感觉, 极为舒坦, 全身都是污垢, 没有办法, 有的都已经结痂, 需要泡散了才行, 在镇法内台了这么久, 一般的修炼者还真是承受不了啊。 他用了数年的时间, 消化了师叔续牙圣神的传承, 可以说根本没有闲着, 说是一心四用, 都觉得小看他了。 天鱼, 等那九脸时, 你的传承给他。 星天老君吩咐师弟道, 天鱼真尊点了点头, 终于轮到他的传承了, 他的传承也不少, 比不上两位师兄的, 但一定不差, 他也是九名的强者。 所有人都在看着灵天鱼, 等着他休息够了。 星天, 你回鸿骨一趟。 灵天鱼刚休息好, 有可灵的声音现身。 天道, 你回鸿骨一趟。 蛇摇鸡的声音也出现, 星天老君和天道大帝一听, 扭头相视一眼, 难不成又出事情了? 悬门巨变, 六欲躁动, 红颜算计, 怨然才安全下来, 再出事就真的不好办了, 实在是没有精力, 再处理多余的事情了。 星天老君吩咐了 血牙圣神等人, 和天道大帝一起, 纵身回了鸿骨。 星天老君所管辖下的地盘, 被人包围住。 那些人监视, 手持银盘色长枪, 身穿血盘色砍甲, 犹如天兵天将一般, 全身散发者, 不属于鸿骨的气息, 更不属于六欲, 也不属于九重天的气息。 虎奔军? 星天老君二人看到眼前的人, 眉头微微一皱, 心中疑惑, 他们怎么会现身啊? 今天, 飞艰极炸。 天道大帝给了星天老君一个眼神, 星天老君是已知道, 大幅流行的闪身进了大殿内, 尤可灵, 蛇摇鸡, 看到各自的男神回来, 松了一口气, 可算是回来了, 再不回来, 他们还真解决不了, 来的是虎奔军, 一个可怕的存在, 也就他们二神可以解决了。 星天, 天道, 大殿内, 一头戴三叉竖发紫金棺, 体挂四川红锦百花袍, 身披寿面吞头连环凯, 腰挂乐甲玲珑诗篮带的男子, 坐在大殿内, 看到星天老君二神叫出了二神的名字。 白鱼? 星天老君二神一眼睁出来眼前, 双眼微微眯了起来。 所来何事啊? 星天老君看着白鱼, 沉声道, 此人是虎奔军首领, 不会平白无故过来的。 来他一人, 白鱼放下手中的茶杯, 诞声回道。 谁啊? 星天老君问道, 短剑闪? 嗯? 话出星天老君二神甚是意外, 尤其是星天老君, 带走他的子孙, 这是为何啊? 理由? 天道大地开口问道, 这件事和你这位大神户无关吧? 白鱼见天道大地开口, 瞥了一眼反问他, 问的是星天老君, 可不是他天道大地啊。 您要带走短剑闪, 当然和我有关系啊。 天道大地却并未生气, 不仅不慢反驳道, 我和我夫人只有儿子, 没有女儿, 认了短剑闪为女儿, 你说有关系没有啊? 不错。 蛇摇姬瞬间心领神会, 知道丈夫的意思, 不让问, 干脆编理由问。 就当是认段燕燃为女儿了, 白鱼也说不出来什么的, 带领虎奔军包围这里, 一句理由都没有, 实属无理。 还要带走段燕燃, 更是没有任何理由, 想来就来, 实在是过分了。 是吗? 白鱼闻言, 甚是诧异, 没有想到, 段燕燃竟然这么厉害, 不愧是林天宇的妻子, 不愧是拥有天煞孤星的妻子。 白鱼过来, 不单单是为了段燕燃, 更重要的是为了林天宇, 他是奉命过来的, 目的就是带走段燕燃, 牵制林天宇的崛起, 使这场博弈比赛更好玩, 他只管带人不给的话就动手。 星天老君确实是不好对付的人, 还有他的师父洪黄祖师, 都是不好对付的人, 但都是棋盘上最有能力的妻子, 这样才好玩。 我奉命来拿的, 理由嘛, 就是棋盘了。 白鱼随口回了一句道, 咯蹦, 咯蹦, 听到棋盘二字, 星天老君的牙齿紧咬, 拳头更是握紧, 看来还是盯着他徒儿了, 带走段燕燃, 无非就是遏制他徒儿的崛起, 更是为了这场博弈比赛好玩, 真是神命属草剑, 一分不识, 他们想怎样就怎样, 说一不二。 看来你是非带走不可了。 星天老君松开了拳头, 看着白鱼道, 你说呢? 星天老君, 白鱼目视着这位大神悟道, 他说得很明显了, 不带走是不可能走的, 虎奔军从没有失败过, 这一次也一样。 文言, 星天老君要动手, 没有说的, 欺人太甚, 虎奔军算个屁啊, 他还真不放在眼中。 阴天, 正要动手, 天道大地拦了下来, 示意他冷静, 这才算是让星天老君家事下来怒火。 白鱼, 既然你来了, 怎么也得给我们几天的时间准备吧, 我女儿现在还受着伤呢, 还没有恢复, 单天还要修复, 相信你也不慌的。 天道大地看着白鱼, 相信这点面子还是会给的。 八天的时间, 我最多只能给你们八天的时间。 白鱼倒也没有为难, 很慷慨道, 旋即起身离去, 命令虎奔军撤出十里, 还不至于跑了,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星天, 怎么办呢? 尤可林现在极为着急道。 先冷静一下, 星天老君是一妻子双安勿躁, 他刚才差点动手, 实在是欺人叹甚。 白鱼一定知道什么, 他刚才可是心里想了四个字, 天煞孤星, 显然他知道的很多呀。 白鱼跟随的是那两位强者博弈, 他们现在正在棋盘上下棋呢。 洪狂师祖那边的交手, 他们关注得清清楚楚, 玄哲那边的交手, 六玉, 红谷这边都在关注着, 他们就是玩弄众生, 为自己无聊的生活找乐子。 天道大地站了起来, 看着星天老君, 道, 很明显啊, 这个世界越乱, 他们越开心, 越觉得有乐趣, 看得出来, 你突然被盯上了呀, 还是一颗极为重要的棋子。 以前可能不重要, 可现在重要了。 星天老君自然知道, 没有想到, 再怎么隐藏, 还是让他们注意到了, 之前认为不会, 是估算错了, 或者说, 估算错了他的徒儿。 他这徒儿却是修秀的不行, 无数年都不见得可以诞生一个。 到底是余红飞的后代, 望眼天下, 也就他们魔族, 可以诞生出来这样的天才。 是天才, 才是注意的开始, 隐藏了这么久, 现在并未崛起, 就被盯住。 段仙然没有死, 可以瞒住红颜, 但一定瞒不住他们两个。 他师父红黄祖师, 现在还在第九重天上空打, 甚至打得不可开交, 一年了, 没有停止过交手, 他师父更是棋盘上一颗, 仅次于帅的棋子。 天道大帝说得不错, 他们二神已经无敌了, 甚至无敌道, 谁也打不过谁, 天下的武功, 没有他们不会的, 也没有他们不会的道。 红黄祖师的交手, 也是他们乐趣之一。 玄折脱离玄门, 没有人出来阻挡, 也是他们在玩弄罢了。 他们实在是无聊到, 没有事情可做, 就只能玩弄众生, 就是如此简单, 总要少事情做的。 他们掌控云云众生之死, 让谁死, 就得死, 轮回由他们定。 可以一念定义人的下一生, 头胎是人还是畜生, 他们都可以定, 不费吹灰之力。 红黄祖师, 惊天老君, 天道大帝, 玄哲, 玄麒麟, 玄杰忠, 玄武镇, 玄公明, 玄明炎, 六玉, 红炎, 宁阳, 游可灵, 甚至蛇摇鸡, 都是棋子, 他们打发时间的乐子, 就是这么简单, 他们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红炎之所以如此拼命, 就是想跳出掌控, 二神为了更加有趣, 抛出了橄榄枝, 一个位置, 红炎拼命提升实力的原因, 凡是踏上那个位置的, 可以脱离其子身份, 成功跳出他们掌控, 任由离开, 可惜, 无数年来, 没有一个人成功, 红炎毕生的追求, 就是那个位置。 惊天, 你打算怎么做啊? 天道大帝, 看着星天老君问道, 这件事, 他最有发言权。 唉, 救不得我呀。 星天老君落寞地摇头回道, 他们耳身要带走奸燃, 是所神智, 也不会出现生命危险。 可是, 一定不是如此简单。 星天老君突然话锋一转, 双眼内散发是一团难以拣续的光芒, 道, 按照他们既往的做事风格, 不需要神智的。 对, 天道大帝抬起手, 只能使星天老君, 叫道, 他们那个层次, 还有对手? 断然没有, 就是你师父洪黄祖师, 和我的师父联手, 也在他们手底下, 走不过一个回合。 让白宇带顶虎奔军过来, 只有两个可能。 说到最后一句话, 天道大帝停了下来, 给了星天老君一个眼神, 接下来的话, 不用他说, 也知道是什么。 有可灵和蛇摇鸡也知道什么意思, 话都说得如此明白了, 再听不出来, 可就怪了。 能够让他们二位如此要人质过去, 就只有林天宇。 威胁, 可以威胁到他们, 甚至还不想杀了林天宇, 觉得极为有趣, 又怕威胁, 又想打发胡聊的时间, 找来乐趣, 他们很矛盾。 既然如此, 断然断然不会有事情, 他们只是单纯的, 想要用林天宇的未婚妻, 消除林天宇的威胁, 将其转变的只剩下乐趣, 老谋深算。 星天, 你的徒儿, 恐怕有什么让他们忌惮的啊。 天道大帝话里有话道, 星天老君眉头紧皱, 手指敲着茶几, 在心中思考着, 道, 天宇出身于魔族, 于飞鸿前辈的后代, 没有其他的了, 这就是天宇的出身, 再有就是现在的道脉, 威胁他们至少不是现在, 况且, 他们不见得知道道脉的事情了。 天道大帝闻言, 想了想, 背着手来回走动着, 你师父红黄祖师还在打, 要是他在, 可以问问他。 看来谁能询问我师父了, 天宇身上恐怕有什么东西啊? 天道大帝无比确定道, 一定如此, 不然他们不会如此做的。 可灵, 你先手势奄然, 我和天道去一趟。 星天老君吩咐妻子道, 忙和天道大帝离去, 游可灵和蛇摇姬 闪身断言燃归房内, 寸步不离地守着, 白羽还查不到二神离开, 是跟随着不错, 实力还远远不够。 一处有山有水湿地, 瀑布遍布, 河流不及不卖流动着, 青青草地边, 一把竹子所做的躺椅上, 以风竹残棉, 满头白发, 甚至脸颊上, 都是皱纹的老者, 躺在躺椅上。 师父, 天道大帝走上去, 拱手行礼。 前辈, 星天老君也行礼道。 这是和洪狂祖师齐名的强者, 灭天祖师。 当年神话一般的事情, 不比洪黄祖师少, 都是一等级的存在。 两个老家伙派人了吧? 灭天祖师极为平静道。 是, 天道大帝回道, 白鱼。 好大的手笔呀。 灭天祖师, 灭天祖师略带调侃语气道。 虎奔军都出来了, 还真是不简单呐。 师父, 他们要带走天羽的未婚妻, 作为人质, 这是他们从不会做的事情。 天道大帝道, 天羽一定可以威胁他们, 加以时事, 给足时间。 天羽倒是可以跳出他们的场库, 可眼下根本不是实惑, 他们没有必要这么做的。 所以你们过来, 是来算算天羽身上, 到底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忌惮的, 对吧? 灭天祖师笑道。 是, 青天老君拱手道, 他们确实过来是为了这件事的, 要是他的师父在的话, 也可以, 可现在不在。 好吧, 灭天祖师起身, 手持龙头拐上, 带着星天老君二人, 一步步走向了一处不起眼的大殿内。 那大殿极为孤独, 四周就这一座大殿, 倒是有几分凋零, 大殿门被推开, 灭天祖师手一挥, 上千颗散发熟和光芒的惊石, 照亮整个大殿, 犹如仙境一般。 大殿内, 只有一把探尸戟, 以及一张陶木所做的茶几, 还有一散发式清香的香炉, 再没有其他东西。 灭天祖师右手一挥, 大殿的地板上一团金光散发出来, 急速旋转, 一太极八卦阵陷身地上, 左手抬起, 灭天祖师在算着什么。 天道大帝和星天老君不敢打扰, 站在一旁。 这小家伙竟然生辰八字, 是几四年, 几四月, 顶丑事, 假尘时。 灭天师祖放下手, 极为意外, 好多年没有碰到这样的生辰八字了, 灵天宇绝对是第一个。 星天老君和天道大帝听到这样的话, 眉宇间满是沉重, 这八字蕴含很多信息。 灭天祖师左手抬起, 手指轻轻一动, 地上的太极八卦阵转动了起来, 金光大闪, 一缕缕金光闪烁着, 灭天祖师盯着, 生辰八字他已经打入进去了, 就看算出来的什么了。 很快, 太极八卦阵内, 飘起来两行字。 九霄龙吟天煞献, 六道虎啸, 苦心中。 一共十四个字, 随之, 金光消失不见, 太极八卦阵停止。 天煞孤星? 星天老君和天道大帝看出来了意思。 九霄龙吟, 指的便是功法, 奥寻虎龙诀, 六道虎啸, 指的便是道脉。 道脉还有一个名字, 六道轮回之脉, 合在一起便指的是天煞孤星。 这是林天宇的命格, 没有想到一切明明注定。 星天老君算尽了所有, 没有算到他的生辰八字是天煞孤星。 难怪他们要带走段延然, 不是没有道理啊。 天煞孤星一旦成长起来, 唯有以沙止沙, 一踏尸骨满天。 步步血流成河, 没有人可以阻止。 有过记载, 命格天煞孤星者, 只有终老一生。 前期没有成长起来, 还没有什么。 后期一旦崛起, 他身边的人都会一个坚持一个出事情。 林天宇一旦踏上红骨, 恐怕星天老君二人想到这里, 不敢抢下去了。 六道虎叫孤星钟, 那钟指的就是孤老钟声。 崛起后, 天煞孤星会带给林天宇周身之人霉运, 谁也改变不了。 万千星辰, 每人都有命格, 没人可以改变。 星天老君也有, 灭天祖师也有。 师父, 可有劫法呀。 天道大帝拱手熊问道, 灭天祖师并未立刻回话, 手持龙头拐杖离开了大殿。 星天老君二身紧跟其后, 再次来到河边, 坐了下来。 凡命格天煞孤星者, 无人可解。 灭天祖师手握龙头拐杖, 顿了顿, 道, 在我的记忆当中, 有过一人命格是天煞孤星, 你是否洪黄祖师和此人救过一面之缘? 他们二人不是设下一个位置吗? 凡是坐上的可以脱离他们的掌控。 你们认为的是没有一人坐上。 灭天祖师不仅不慢道, 即使有一人跳出去了。 谁啊? 星天老君二人文言极为震撼, 竟然有人跳出去过, 实在是不可思议。 除了他们二人是无人可敌外, 最强大的莫过于, 洪黄祖师他们这一辈的人呢? 再有就是星天老君, 天道大地这一辈的人, 下面的都不足为惧。 太古见种, 灭天祖师回道, 和我, 还有你师父洪黄祖师, 是一辈的人。 此人性格孤僻, 没有朋友, 孤身一身, 他是第一个跳出去的。 当时知道这件事的, 我, 洪黄祖师, 于飞鸿等人。 于飞鸿是魔族血腕之手, 他必死无疑, 目前知道的, 就我和洪黄祖师知道。 本来要斩尽杀绝的, 出于一些原因, 他们没有动手, 解决了徐飞鸿他们, 战死沙场, 就是他们做的。 灭天祖师将一段 不为人知的事情说了出来, 这些事情, 星天老君二神根本不知道, 甚至没有听说过。 师父, 既然天与命格天上孤星, 还没有崛起, 正在修炼, 那现在他们要带走段燕燃, 是由他们带走吗? 天道大帝拱手道, 星天老君现在心里乱糟糟的, 只能忍着冷静听着。 让他们带走吧, 灭天祖师道, 他们不会怎样一个小丫头的, 只是控制住罢了, 非但不会怎样, 还会好吃好喝供着。 他们不甘心, 不甘心当年有人跳出去, 如今再次出现一个, 命格为天煞孤星的人, 想乐趣, 又想用段燕燃化威胁为乐趣, 又想弥补当初的不甘心, 用都市的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严重的精神分裂, 甚至精神变态。 灭天祖师说到最后, 言语内都出现了嘲讽, 都看不起他们二人了, 想这样又想那样, 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啊, 那是不可能存在的, 说是精神分裂, 一点不错, 就是疯子。 青天老君知道不会有危险, 只是这么下去, 也不是一个办法呀。 青天, 灭天祖师知道他现在心里想的什么, 道, 舍不得孩子, 逃不着狼。 你既然已经夹在你徒儿的身上, 就不要犹豫, 他躺上红骨后, 你们就远离, 包括他的兄弟, 朋友, 一切有关系的人, 全部远离, 你们方可活下来, 尤其是他的未婚妻, 那小丫头更得远离。 你更是, 你还有全门的事情没有解决, 还有约定, 尽管去做, 你是否洪荒祖师会替你安排好一切的。 灭天祖师给星天老君打了一阵镇定计, 让他冷静下来, 收一个命格天煞孤星的徒儿, 是好事, 也是坏事, 好坏相伴。 前辈, 五行相克, 一物相一物, 难道天上孤星, 就真的无解吗? 星天老君不甘心, 他千算万算, 就是没有算到生辰八字相对的命格。 迄今为止, 我还真没有听出过有解决的办法。 灭天祖师想了摇头道, 因果皆有缘, 你做了你该做的就可以了, 你徒儿确实堪称大任, 踏上红骨后, 让他自己发展吧, 不要再管他, 或许他自己能够走出来一条路, 也说不定啊。 灭天祖师现在能说的, 就只有这些。 灵天与静德星天一脉传承, 更是拿下了天道大地夫妇的传承, 前途无量。 如今出现这样的事情, 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古人云, 祸兮福之所以, 福兮祸之所福, 灵天与就是最好的证明。 面对灭天祖师前辈说的话, 星天老君献说了沉默, 真要是让燕燃去了, 他徒儿闭关出来后, 会成为怎样? 实在是难以想象, 这件事让他怎么做出, 就怎么和子孙说呢? 天道大地看着老有星天老君的眼睛, 知道他心里难受, 安慰道。 星天, 燕燃既然没事, 这件事你无需担心, 就看天雨的了。 话是这么说, 可事情搁谁身上, 谁受得了啊? 这个结果, 莫说让他徒儿知道了会怎样, 就是他妻子朽可灵知道了, 就他那护独子的性格, 指定不同意, 更得落泪不可呀。 他是他妻子里面的大姐大, 每一个子孙都是心头瘦。 灭天祖师看了一眼星天老君道, 星天, 你只是他的师父, 他出身于巨外, 这些事情我早就算到了, 命格天煞孤星, 这是他的命, 解灵含须细灵真, 只能看他自己了。 以我看, 你徒儿的面相, 此人还真说不定, 能够走出来一条不同寻常的路, 他骨子里是魔族的傲气, 于飞鸿当年多硬气啊, 以秦之力, 力挽狂澜, 他的后代, 不是匈鹿之辈。 灭天祖师动了动龙头拐杖, 事已可以离开了, 现在发生的事情够多, 他也出事了, 九重天那帮老对手可没有闲着, 说不定最后他也得过去和红黄祖师一样, 和他们打上一场, 星天老君和天道大帝拱手离去, 星天刚走了三步, 灭天祖师再次开口, 但是提醒的口气道, 师父灵进门, 修行在各神。 星天老君听到这句话, 知道灭天祖师什么意思, 他把该做的都做了, 传承该给的也给了, 还在于灵天宇自己怎么走, 随时二神离去, 灭天祖师坐在躺椅上, 手获龙头拐上, 双眼如炬, 炯炯有神, 喃喃自语道, 天煞孤星, 有点意思啊, 红黄, 你的徒孙可不得了了呀, 看你的了, 看得出来, 灭天祖师对灵天宇很有兴趣, 现在的情况越来越有意思了, 强者博弈, 多了灵天宇这样一个人, 也是一种乐趣, 至少在他们二神看来是这样的, 返回鸿骨的星天老君二神, 来到段间燃的闺房内, 还是尚在昏迷当中, 星天老君把了把脉, 体内的凤凰血脉正在恢复, 怎么样啊, 尤可灵轻声问道, 没事, 星天老君摇了摇头, 暂时没有告诉心中的决定, 快醒了, 星天老君站了起来, 喃喃自语一声, 随之离开了闺房, 来到了大殿内, 叫来了白鱼, 得和他单独谈谈, 讲好了, 白鱼端起来茶几上的茶杯, 不紧不慢地问了一句, 当然, 星天老君心平气和地回道, 我这子孙, 是个女孩, 受不了苦, 你们干事到怎么做的, 白鱼文言, 淡淡一笑道, 星天老君天到大地, 我们三个人都是聪明人, 带走他都知道什么意思的, 尽管放心, 修炼根源, 要什么有什么, 我保证, 没人敢动他一根汗毛, 好, 记住您说的话, 星天老君也倒是礼上往来, 端起来茶杯, 隔空喝白鱼, 以茶带就碰了一个, 白鱼还算可以, 为人还说得过去, 第九天天亮, 你过来带走, 星天老君说了一句, 起身离开了大殿, 天道大地尚未离开, 看了白鱼一眼, 随口一句道, 白鱼, 相信你也不甘心做棋子吧, 说完, 转身离去, 白鱼看着天道大地离去, 眉宇轻轻地皱在了一起, 双眼内闪过一抹难以察觉的光芒, 也仅仅只是一闪而过, 星天老君独自一人站在一处瀑布处, 覆手而立着, 看似平静, 实在心里极度怒火, 憋屈, 踏射一辈子, 就是面对成为棋子这样的事情, 他也没有如此憋屈过, 人生引以为傲的徒儿, 却是天煞孤星, 看开点吧, 天道大地走了过来, 安慰他道, 至少事情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老夫打了一辈子, 没怕过睡, 九十九重天, 老夫也在他们咸皮子底下动手过, 倒架在脖子上, 也没有眨眼过, 如今倒是被僵了一群, 老夫啊, 迟早叫连本带立讨回来, 星天老君发了誓, 这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情, 只有他想不想做的事情, 这些事情你徒儿会做的, 这件事你不要操心了, 你们星天一脉, 要比我天道一脉卷熟的更深, 他踏上红骨后, 你尽管去做你的事情, 天道大地也算是够朋友, 言外之意就是说, 代替他看着点灵天虚, 不能接近, 可以必要的时候出手一次, 星天老君深深的呼出, 胸膛内挤压了许久的憋屈之气, 扭头看了一眼天道大地, 惨淡一笑道, 西兰那边, 你多操点心, 毕竟是我的大徒弟, 你要, 天道大地听到这话, 眉毛轻条, 很是认真地看着星天老君道, 你要离开? 对, 星天老君双眼微微眯了起来, 道, 严战离开后, 我和可灵会离开, 天语那边就靠你了, 如今这种情况, 该把事情解决了, 约定之中的事情, 不能再等了, 是不是太急了点? 天道大地面对突如其来的决定, 有些恍惚, 甚至接受不了, 道, 现在还不到时间呢, 提前解决吧, 星天老君摇了摇头道, 天语出来后, 你告诉财先然的事情, 把强者博弈的事情全部告诉他, 可以让他知道了, 我的事情, 我要透露一个字, 红骨是我留给他的舞台, 红颜, 宁阳, 龙傲天他们, 都是留给他踏上巅峰的尸体, 天道大地一脸沉重, 星天老君身上还有尚未处理完毕的事情, 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还挺重要的, 不光悬门那一件事, 不知道此次一去, 能不能回得来, 星天一脉的掌管者将来要由灵天鱼领头, 他的各位师叔们也不可能一直陪着他, 雏英始终要独自飞行的, 此后一连八天而过, 药材齐聚, 段渐然恢复如初, 星天老君也说了事情, 段渐然考虑了一夜, 选择了同意, 段渐然看着收拾好的东西, 全部收拾了储物空间内, 看了看自己住的闺房内, 原本还想去看看灵天鱼, 现在也没有时间了, 只是短暂的时间分离, 灵天鱼会来找他的, 到时候还是团聚, 去了那边也是好事, 红颜不会打他的主意, 也不敢乱来, 除非是不想活了, 能够让他的老祖妥协的, 少之又少, 可见其实力不简单, 尤可灵双眼红彤彤的, 蓝月也在, 安兰已经回昆阳山去了, 在那边, 什么也不要想, 安心修炼就可以了, 天鱼会去接你的, 尤可灵反复叮嘱段渐然道, 我知道了, 老祖, 段渐然点了点头, 是一会的, 他去了后, 自然想念, 当然会用修炼来打发时间, 况且老祖星天老君, 也告诉他了, 就是遏制他男人威胁的, 该感到自豪, 不带走他控制起来, 怎能说明他男人不简单呢, 反过来想想, 便会觉得心里极为舒服, 至少也是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 星天老君也没有要送给他的东西, 凤凰血脉, 石粒都给了他, 路还是要他自己走的, 星天老君夫妇 带着段渐然来到大殿内, 白鱼早已在等候, 看着段渐然对着星天老君道, 那我就先告辞了, 随时带着段渐然要离开, 白鱼, 刚走到大殿门口, 星天老君喊住了他, 转身看着他道, 记得你答应老夫的, 放心, 我白鱼说话算话, 白鱼很是信誓旦旦的, 大丈夫, 一口唾沫, 一颗钉, 随之, 带着段渐然离去, 尤可灵现在还带着泪水, 眼睛通红, 显然还是接受不了, 所有子孙当中, 当属段渐然前途最好, 蓝月也只能排名他之后, 被带走了, 自然心不甘哪, 尤可灵, 这里就暂时交给你了, 星天老君知道该离开了, 叮嘱蛇摇鸡道, 他们也该走了, 放心吧, 蛇摇鸡点头道, 有我在, 没事的, 有了这句话, 星天老君夫妇离开得也安心, 顿舍天道大帝点了点头, 随之离去, 整个大殿内, 只留下了天道大帝夫妇, 邓舟他们, 自然还得在红谷处理事情, 星天一脉, 比我们天道一脉承受的还要多, 蛇摇鸡有些同情星天老君夫妇道, 没有什么, 天道大君摇头笑了笑道, 阅崖圣人, 天药身尊他们, 也都不是简单之人, 蛇摇鸡文言, 没有说什么, 全盘接受红谷的事情, 得处理一大堆的事情, 天道大帝返回了昆阳山, 守着灵天宇, 进行七魔剧炼第二年, 天地击十层, 等他踏上上古巅峰, 只是进阶, 时间一定会耗费, 踏数就好了, 太阳升起, 月亮挂起, 灵天宇一步步修炼着, 消化传承, 领悟道, 还要承受七魔炼狱带来的精神, 身体, 灵魂三者之痛, 那滋味可想而知, 功法奥运五龙诀, 本身就是一部蕴含大道的功法, 如今, 灵天宇更是融合了新血脉, 严格来说, 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不知道能否胜利领悟了五行道王, 月牙圣人看着时间阵法内, 盘腿而坐的灵天宇, 有些担心道, 一定可以, 天药真尊等人出言肯定道, 天赋放着呢, 就是领悟的时间长短, 五行之道是基础道, 看似简单, 实则很难, 尽是基础, 也是决定一个人天赋高低, 到底怎样的一个测试碑, 阵法内的灵天宇, 精神陷入了空灵状态, 这就是木道吗? 灵天宇看着那一丝一丝散发着独有光芒的线条, 在心中说了一句, 他虽然没有真正意义上坚属属于自己领悟的道, 但他从玄机道上那里拿到过一本天道经, 是天道大地所著, 灵天宇在天道经中发现的, 恐怕天道大地也想不到, 他曾经写下有关于道的领悟和记载, 传到了玄机道上的道观内, 还有幸被灵天宇得到, 甚至看了, 灵天宇和天道大地并不熟悉, 甚至都没有说过太多的话, 领悟道的途中, 这本天道经帮了灵天宇不少忙, 确确实实是一本无价之宝, 他反复研究过, 要不是有幸得到, 甚至领悟到了这本书的精髓, 还不可能这么快地领悟到第一个道, 万事开头难, 灵天宇已经踏出了, 搜, 灵天宇毫不犹豫地, 吸收了眼前散发着光芒的木道, 瞬间体内的修为提升了一点, 功法限制是最多两个大层次, 也就是二十个小层次, 五象七五层到天地七十层, 也不过十五个小层次, 还差五个小层次, 一个道, 根本多不出来什么, 吸收了木道的一瞬间, 灵天宇的体表闪过一抹木道光芒, 他领悟了木道, 天道大地眼睛很尖, 看到后心里乐开了花, 没有想到这么快, 岳崖圣神等人也看到了, 比他们当初领悟道的时候快多了, 看样子, 红骨时势可待啊, 岳崖圣神等人竟然是笑了出来, 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 灵天宇终于踏上了领悟道的路程, 七魔玉炼的第二年, 痛苦正在逐步增加, 比第一年还要大, 别看灵天宇领悟道很轻松, 实际他的身体也在轻微颤抖着, 七魔玉炼最残酷的地方, 顶住了第一年的修炼, 越往后越难, 必须顶住, 一旦顶不住, 结果只有一个, 陨落, 想要得到, 就得付出同等代价, 甚至付出别人不敢付出的代价, 其他的付出多少会得到一些, 七魔炼鱼一旦失败, 没有后悔药可施, 灵天宇是必死无疑, 七魔圣云一手打造的修炼方法, 不得不说, 此人也是一个十足的疯子, 就这样的修炼方法, 除了他, 也就灵天宇敢这样修炼了, 第二年的修炼, 全部是针对的骨头, 灵天宇的骨头那有天偶的, 本身就比较强大, 七魔续炼磨炼以下, 更是强大, 按照预计, 第二年前术, 加上功法的两个月限制, 第二年前术, 可以达到天古, 寒武修为, 天时先尊预计了一下, 只要中间不出意外, 可以的, 上古巅峰之上, 便是天古修为和寒武修为, 想要达到天古修为, 就必须领悟五千大道, 这是最少的, 寒武修为更多, 甚至多道难以想象, 纵人认为是三千大道, 可两两身一组合呢, 三三组合呢, 甚至四四, 三四, 三二组合呢, 还有更多, 任何一种道都可以组, 这可不是说, 三千大道那么简单, 那是很多, 多到数不清楚, 上古巅峰最低一千大道, 这是底线了, 天古修为最低五千大道, 也是底线, 寒武修为底线一万大道, 还需要再领悟五千大道, 灵天于酒的领悟了, 至少短时间内, 是不可能领悟的, 幸好是在时间阵法内, 不然的话, 灵天于还真不好说呀, 时间肯定是不够用的, 天道大地给了灵天于一个天大的机遇, 不亚于他师父给的, 领悟了第一个, 自然后面就有了经验, 金, 水, 火, 土, 四种道, 皆被灵天于一个一个领悟出来, 全身皆是闪过道的光芒, 日复一世, 只有两个月时间限制到了, 灵天于才停止下来, 毕竟功法限制在, 就是这两个月的时间, 灵天于也没有闲着, 传承不要命的消化者, 不要命的享受着七魔剧炼带来的痛苦, 经历过第一年享受大自然的力量, 他的身体和灵魂还有精神, 再次提升了一个高度, 尤其是身体方面的, 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强度不是一般的强, 一块石头急速打在身上, 恐怕一个红点都不留, 一般的武器是很难伤到他的, 付出多少就得收获多少, 毕竟是七魔玉炼这种残酷的修炼方法, 天道大地等人, 一直寸步不离地守着灵天于, 安兰也会经常过来, 看到灵天于那一副模样, 心疼又无奈, 他阻止不了, 灵天于已经停止不下来了, 父亲, 第二年修炼还有多少时间呢? 安兰问道, 哦, 还有七个月, 镇法内还有三十五个月, 岳崖圣人回道, 还有这么久啊, 安兰一听, 有些哆嗦, 要是换作他, 得枯燥死不可, 也就灵天于了, 真不是一个人呢, 对了, 天外天那边怎么样了, 岳崖圣人倒是没有忘记, 关心上古的事情, 九崇天上空还在打, 玄哲和玄门交手也没有停止过, 全部被玄哲化解, 根本拿玄哲没有办法, 玄哲的翅膀已经彻底硬了, 想要拿下他, 就是玄哲中等人一起上, 也无济于事, 红谷有蛇摇机处理着, 红颜偶尔不老实点, 也折腾不起来太大的浪花, 它不是省油的灯, 蛇摇机更不是省油的灯, 岳崖圣人等人都没有绅士展开, 自然不可能关注到天外天的情况, 毕竟注意力都在灵天雨的身上, 天外天圣主还有霍不丰, 都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对他们来说, 当然没什么, 关键是四大圣地, 还真是不放心, 天外天圣主最近不安生, 还是很不安生, 安兰道, 哦, 玄哲圣人等人闻言, 极为诧异, 天师先尊接嘴问道, 丫头, 怎么个不安生法呀, 安兰无奈一声, 将上古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 唉, 江河为界, 天外天圣主倒是不敢跃见, 就是一只骂阵, 每天轮流有只骂阵, 将祖宗十八代都骂进去了, 时不时的来点事情, 一件巧事情没有什么, 积累在一起, 就是大事情了, 吼颜无耻, 天道大帝也听着呢, 冷笑道, 哼, 也就这点本事了, 再大的本事, 也错不出来了, 说不上越界, 都这么久了, 巴不得打呢, 打得越厉害, 越觉得有趣, 天道大帝严重, 怀疑天外天都是一帮什么脑袋, 只要不破坏游戏规则的根本, 闹得却狠, 那两位越开心, 越可以打发无聊的时间, 刚开始宣布后, 可以不动手, 现在过去了很长时间, 可以开始了, 那要不答, 安兰文言, 询问道, 可以答, 天道大帝给了答案, 上古也得摄挡起来, 既然那么想乐趣, 就好好的乐趣乐趣, 不, 然而巨崖圣神不同意道, 还是等天语出关后再说, 照着他, 红颜势必会隔空指挥天外天大, 诡计多端, 九四大圣地的脑袋, 不是小桥他们, 真算计不过红颜呢, 到头来还是损失, 嗯, 不错, 天药真尊等人也出言赞同道, 话之有理, 论算计, 四大圣地真不行, 不是小看他们, 那是真的有些弱, 纵观整个上古, 也就林天宇可以算计的过, 甚至还可以反过来给他们下套, 缺了林天宇这个主心骨完全不行, 他们就不能动手, 都在林天宇身上没空管理上古的事情, 上古将手可以, 他们出手还真是不行, 那两位不会容忍他们这等强者在上古大打出手的,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不可同志而语, 天道大地文言也同意了下来, 使他欠考虑了, 阿兰知道该怎么做了, 挑衅就挑衅吧, 哎呀, 还忘了一件事, 阿兰突然一拍额头, 想了起来, 他过来, 除了是来看林天宇的, 还有一件事, 这件事是苏若曦求他的, 他儿子林苏也踏入了修炼, 来要点好宝贝, 用来保护身体的, 虽然都市没有危险, 就凭他是林天宇的侄子, 就没人敢怎么样他, 意外损失可能发生, 都市隐藏的强者不少, 还是谨慎点的好, 林天宇倒也留下过礼物, 林苏就算没有灵根, 也得修炼, 安兰把来的目的说了出来, 天道大帝直接让巨崖圣人, 陪着安兰回洪谷拿, 他天道一脉的储物室内, 宝贝不少, 放着也是放着, 星天一脉的不能动用, 也像是他们在处理洪谷的事情, 随时可能用上, 也是为星天一脉考虑, 九巨崖圣人陪上, 也是为了安兰的安全着想, 红颜毕竟没有放弃, 修炼未曾停止, 安兰挑了不少的宝贝, 返回了都市, 岳阳圣神继续守着, 一切按照正常步骤进行者, 林天宇领悟的道越来越多, 再有一个月的时间, 差不多也该天谷修为了, 十道, 林天宇提表闪过十道光芒, 天道大帝心里甚是激动, 仿佛自己领悟了一样, 还差两个道, 就达到天谷修为的底线了, 天药真尊数着, 林天宇领悟道的数量呢, 天药真尊数着, 玉阳圣人等人也在数着, 毕竟林天宇的重要性很大, 两个道也是道, 达到天谷修为后, 可以让他好好地休息休息, 毕竟七魔玉炼的第二年修炼, 却是有些不容易, 比起来第一年还要可怕, 还要辛苦, 林天宇身上的衣服早就破了, 换了几套也不知道, 所有人等着林天宇的最后两个道, 天谷修为, 最低是五千大道, 不少了, 林天宇现在很累, 还不是一般的累, 脑袋内都是懵的, 这是领悟过度, 他自己知道的, 毕竟很少停歇, 一次一次领悟, 一次一次突破, 力量积累, 两个月的限制, 林天宇不光是消化传承, 还在适应道的力量, 毕竟领悟了, 还没有使用, 也得熟悉一下, 林天宇不光是纸上谈兵的, 他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历练, 消化后练习一样没有落下, 要知道他还在承受七魔剧练的途中, 实属不易的, 这样的忍耐力, 一般人承受不了, 换作俊阳圣人等人, 这个年龄的时候, 门心自问一下, 也做不到的。 最后一道, 天道大帝, 见林天宇提表, 再次闪过一道光芒, 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激动之意, 一举言表, 月牙圣人他们也看到了, 都在等着最后一个道结束, 天谷修为指日可待, 林天宇也可以成功歇歇了, 他的领悟的速度提升了不少, 天道大帝等神明显感觉到了, 看来是得心应手了, 也可以说是天父好。 林天宇领父的最后一个道, 是气道, 无疑就是空气, 也是很常见的一个道, 也需要时间来领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林天宇不慌不忙地滚步进行, 一点没有慌神, 他知道, 马上就是天谷修为了, 踏上上谷巅峰时, 道一个尖是一个, 翁, 体表透明之光闪过, 林天宇成功领悟了最后一个道, 五千大道, 集聚一身, 一步天谷脱离了上谷巅峰, 他现在的修为, 秒杀天王天圣主, 就是一只手都可以, 强大的实力差距不可弥补。 领悟完最后一个道, 林天宇累得, 直接躺在了身后的草地上, 大口喘息着, 太累了, 五千大道不是一个小数目, 至少在林天宇看栏市, 天道大帝等身也松了一口气, 踏入天谷修为, 也算是脱离上谷了, 只是可惜了, 天谷文明已经消失, 包括韩武文明也消失了, 全部是被红颜折腾的, 折腾到最后, 文明消亡。 上谷的功法, 武计, 绝计, 仙计, 灵计, 之所以少, 就是上一个文明没有传下来, 导致了断层, 这一切都是红颜折腾的。 好在还有上谷, 他现在折腾不起来, 上谷根源还没有被他得到, 一旦被得到了, 他绝对会不顾一切, 毁了上谷的。 等下一个文明再诞生, 再抢夺根源, 直到坐到那个位置为止。 去河里冰冰脑袋。 天道大地看着极为累的灵天宇, 督促他道, 去河里可以使其快速恢复清醒。 灵天宇一头扎入了河流内, 凉水的感觉让他极为舒服, 甚至是舒服到极点。 水道? 灵天宇可以极为紧密地感觉到水之力, 那种感觉极为美妙, 尤其是水流过体表那种感觉, 只有领护了道后可以深切感觉到的。 时间阵法坏的天道大地等人, 也坐了下来, 等着灵天宇休息好。 接下来是寒武修为, 更是一个层次。 天道, 看看九崇天那边吧, 已经捅破了天。 天道大地闭目养神时, 妻子蛇妖姬传来了话。 捅破了天? 闻言, 天道大地极为祭怀, 怎么个捅破天草呀? 二十一潭, 一道光目现身, 九崇天那里的情况展现了出来。 一看, 还真是把天捅破了。 九崇天最西边被打出来一个大窟窿, 已经影响到了九崇天内普通居民的生活。 大面积的吞噬力席卷到九崇天, 完全就是一个漏洞。 玄者根本不看大窟窿, 玄节中最后, 还是出手和二次玄者打了起来, 那大窟窿就是他们打出来的。 那几个被玄者重伤的玄武镇等人, 正在恢复打出来的大窟窿。 打得窟窿太大, 他们都是巅峰强者, 也需要时间来恢复, 而且虚空恢复, 不是单纯依靠实力就可以恢复的, 还需要修复窟窿的材料。 材料不难找, 已经开始修复了, 可也是够呛。 虚空打上了一个小窟窿, 根本不用管, 自己会被童话弥补过来, 这么大, 至少有万里那么大, 根本就童话弥补不过来, 需要人力恢复, 这天还真是被捅破了。 玄者的实力, 应该和大师兄差不多, 光耀真尊道, 肯定啊, 就玄者这实力, 在他们二身眼皮底下打, 胆量不是一般大呀。 天池仙尊倒是佩服玄者道, 我看还没有打到, 玉牙圣人倒是反驳道, 不会吧, 天药真尊等身文言, 有些不相信, 这实力看上去, 确实和大师兄差不多呀。 玄牙说得不错, 天道大帝最清楚, 星天老君的实力, 确实没有达到, 和星天老君还是差了很多, 玄者只能说是, 丽家玄门还达不到灭的地步, 星天老君是真有灭了玄门的实力呀, 只是被游戏规则束缚着, 想灭也灭不了, 他们在关注着, 第八重天的台号天腾神也在关注着, 大到如今这个地步, 动静闹得很不小, 玄者闹得越大, 反而对我们越有利, 叶牙圣神突然开口道, 不错, 天道大帝闻言, 极为赞同道, 玄者闹得动静越来越大, 他们二人已经盯上了天羽, 可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暂时不会关注上谷这里, 他们想的是这样的, 玄者也是这样想的, 不然的话, 他还不至于将天捅破, 星天老君离开红谷后, 来了他这里一趟, 告诉他林天羽被盯上的事情, 让他和玄门闹得动静大一些, 越大越好, 吸引他们二人的注意力, 这是星天老君临走, 唯一还能做的事情了, 师父做到这个地步, 也是真的做到家了, 也看了个把小时, 天道大帝关了光幕, 继续等林天羽休息好, 玄者不会轻易把守, 只要玄门开打, 没说的直接开打, 动静会闹到最大, 吸引注意力, 这是玄者唯一能做的, 离去的星天老君, 也开始处理自己的事情, 都有的忙, 红谷几乎有名的巅峰强者, 都在昆阳山, 守着林天羽, 星天一脉有头有脸的人物, 都过来了, 林天羽面子很大的, 林天羽如今是天谷修为, 再突破便是寒武修为, 可以完美挑出天谷文明, 想当年, 林天羽会了突破金丹, 都是累死累活的, 如今眨眼间踏入天谷修为, 不到百年就踏入, 堪成天才, 河流内的林天羽, 还在清醒着, 主人, 恭喜, 许久没有路面的纤路开口道, 这只是开始, 林天羽淡淡的回了一句, 天谷修为, 已经满足不了他了, 他要更高的修为, 抹平天外天, 踏平红谷, 灭红炎, 顺便灭了他师叔倦牙圣神, 那几个白眼狼徒弟, 已经灭了几个, 还需要再灭干净剩下的, 必须灭, 消化了倦牙圣神的传承, 就得做点事情, 也是回报, 做神不能指拿, 什么都不回报, 那跟白眼狼没有什么区别, 不错, 只是开始, 主神的修炼之路, 才算是正式开始啊, 纤路很赞同林天羽说的话, 确实如此, 区区天谷修为, 已经不足以让他看在眼中了, 林天羽没有再回话, 安心休息着, 休息时间十分珍贵的, 能够多享受就多享受, 天到大地等人都在等着, 倒也不慌, 突破速度不慢了, 昆阳山一变安静, 倒是灭天祖师那边, 不安静起来, 火叫为十足, 甚至大有动手的迹象, 九重天的人过来了, 洪黄祖师还在九重天上宫交手, 那边还没有平息, 就来招惹灭天祖师, 真是一高人胆大, 洪黄祖师就够他们喝一壶的了, 灭天祖师不是一个好惹的乳, 别看他手势龙头拐上, 看上去瘦不经风的, 其实很厉害, 这么多年不出手罢了, 灭天祖师看来享受的不错嘛, 一面乳宽宇, 长身而立, 冒赛攀安, 见没心目的白衣男子, 不咸不淡道, 此外还有一人, 一脸部轮廓鲜明如刀客, 浓眉大眼, 鼻梁高挺, 刚毅俊顶的脸庞, 异常阴沉紧绷着, 全身散发着一股冷寒之力的男子, 极为壮实, 二人一看都不是简单之人啊, 在他们身上, 根本感受不到任何的气息, 仿佛不存在于这天地之间一样, 还可以, 密天祖师回了一句, 龙头拐杖时不时的顿顿地, 丝毫没有起身的意思, 看得出来, 根本不把二人放在眼中, 倒是不谦虚啊, 面如关绪的男子, 见密天祖师一点不知道收敛, 面露猙獰的, 你是自己跟我们走呢, 还是我们请你去呢? 就凭你们两个? 密天祖师闻言, 眼睛都不太睁开的, 就是不放在眼中, 看得出来, 二人在密天祖师眼中不是太重要, 实力强是强, 在密天祖师眼中恐怕排不上号啊, 老不死的, 竟然小看我们, 另外一壮士男子, 被密天祖师蔑视的话激怒了, 直接动手, 拳头上迎上这道之力, 悍然间砸下, 丝毫不太犹豫的, 显然是要一拳毙灭, 面熟关于的男子没有出手, 就只是站在一旁看着, 看看传说中和红黄祖师齐名的存在, 有多厉害, 红黄祖师厉害, 他们在九重天上亲眼目睹了, 灭天祖师就不知道了, 但愿便是徒有虚名, 他们过来, 就是来和他交手的, 来看看这个所谓的灭天祖师实力如何, 拳头落在距离灭天祖师三寸处, 便再也无法前进, 停了下来, 什么? 面熟关于男子见此一幕, 被震住, 这可是权力一击啊, 灭天祖师动都不动, 就可以等住这实力到底多强, 红黄祖师一人单挑那么多强者不落败, 难不成这灭天祖师也可以? 那他要是和红黄祖师联手, 他们那边的强者岂不是危险了? 砰, 壮士男子被轻而易举的振飞, 在地上倒退树步, 才算是站稳, 他的拳头在瑟瑟发抖着, 甚至眼带也在抽搐, 显然刚才的振飞之力, 他承受不了, 也吃了不小苦头, 面熟关于男子看到兄弟的反应了, 眉头紧皱,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们两个小娃娃,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 灭天祖师霍了霍龙头拐杖, 开口道, 论实力, 你们还差得远, 哼, 杀你们, 一根手势头就可以了, 回去告诉上你们来的人, 告诉他, 不用白费心机了, 我灭天祖师想出手, 自然会出手, 真要是巴不得我出手, 我和红黄祖师要是联手, 九重天的强者可折腾不起的, 灭天祖师说的极为风轻云淡, 显然他知道是谁让他们来的, 只是给他们留了点面子, 没有说透罢了, 来试探他的实力, 还差了点火候, 二人知道被看出来目的了, 忙离去, 白痴小儿, 灭天祖师见离去, 哭笑不得的摇头道, 被人当作枪手使都不知道, 还自以为是很强, 堂堂两个无敌强者, 使用这种手段, 看来是真的无聊到极致了呀, 灭天祖师的言语内满是嘲讽, 道, 既然这么无聊, 好, 那我就让你们变得有乐趣, 享受不完的乐趣, 灭天祖师说到最后一句话, 语气内散发是冰冷, 这人听到, 足以冰冷到冻死的地, 休息, 灭天祖师轻声唤了一句, 崩, 一身影见身, 一身穿灰色肌腹的男子, 拱手站在身后, 虚红骨, 六玉, 八重前以下, 制造点动静, 越大越好, 灭天祖师吩咐道, 是, 师父, 修心拱手点头, 离去, 无聊, 这次, 少你们有趣个够, 灭天祖师颇为调侃的口气道, 看得出来, 他也不怕那两位无敌强者, 灭天祖师也有不少徒弟的, 天道大帝是他收的第一个徒弟, 修心是第二个, 其余的也都在, 只是没有露面罢了, 星天老君要天道大帝夫妇的传承, 不是乱要的, 那是有打算的, 天道大帝尽得灭天祖师传承和他一样, 尽得洪黄祖师传承, 星天老君把一身的传承全部给了灵天宇, 意味着洪黄祖师的传承也给了, 就是实力的问题罢了, 灵天宇牵守天道大帝的传承, 便是灭天祖师的传承, 变相的传承了下来, 蛇摇鸡的传承也不简单的, 普通人能够得到他们之中一人的传承, 不说别的, 就说红颜的传承, 在上古神移一帮主, 那是绰绰有余的, 只是需要时间罢了, 离去的修心, 已经开始制造动静, 红谷是首当其冲的, 第一个被安排的, 在红颜管辖下的区域内安排的, 异常剧烈的爆炸出现, 方圆数万里区域内, 树木折断, 土地均裂, 房屋倒塌, 河流断流, 已是人心惶惶, 红颜宁阳等人忙查看原因, 六玉同样也是这样的情况, 紧接上, 八重天以下也出现这样的情况, 龙门九地被惊动, 太浩天命令人去看看怎么回事, 全是躁动, 够他们二神享受乐趣了, 修心做得很隐秘, 况且, 二神又不是一时不停地监视着灭田祖师的, 总要转移注意的, 转控个大局就可以了, 师父, 修心返回, 拱手道, 全部制造了, 好, 灭田祖师点了点头, 很满意, 一处动静不是乐趣, 这么多处动静, 那就是乐趣了, 二神会派人调查怎么回事, 想要乐趣, 这就是乐趣啊, 师父, 弟子离开六玉时, 看到六玉进入了一级戒备中, 修心把在六玉看到的情况说了出来道, 灭田祖师闻言, 嘴角微微扬起, 根本不放在眼中, 要开战罢了, 看来他们进入了准备阶段了, 尚未准备十足, 灭田祖师要六年才能出关, 现在才第二年, 至少还有四年, 星天老君和龙傲天还有约战, 在灭田祖师没有出关前, 一定没事, 灭田祖师没有出过这里一步, 但什么都知道, 和红颜他们的约战, 和狱外的约战都算到了, 师父, 狱外和狐狱, 弟子记得有矛盾的, 而且矛盾还很大, 如今一起戒备好像说好的一样, 修心很是不解道, 利益罢了, 灭田祖师指点迷津道, 六玉闹腾, 都是棋盘上的棋子, 来一场厮杀罢了, 六玉有私心, 知道在棋盘上游戏规则内早就要动了, 和星天一脉有很大的过节, 还有, 狱外一直在寻找于飞红的后代, 动手也有这个原因, 至于五玉, 除了跟着狱外分一杯羹外, 也在寻找当年驱逐出去的势力, 以绝后患, 暂时还动不了手, 修心文言, 知道怎么回事了, 说到底, 目的都不止一个, 利益是根本, 弟子告退, 修心拱手离去, 灭天祖师的分析一身见血, 字字诛心, 聊聊几句将六玉动手的目的说了出来, 红谷毕竟也是一处大界面, 六玉要是不惦记, 那是不可能的, 星天一脉在就不可能成功, 红颜当初要拉拢的势力, 安兰作为条件之一, 其实就是六玉之中的一个, 联手对抗星天一脉, 只是不知道红颜要拉拢的是谁, 现在看来, 没有安兰, 希望是灵, 灭天祖师依旧坐在躺椅上, 偶尔微风吹过, 极为惬意, 紧张, 压抑的气氛已经闻到了, 红谷的强者都不是傻子, 敏锐力极为强的, 鼻子灵敏得很, 已经在空中嗅到了战火的味道, 知道有大事情要发生, 只是不确定是哪一天, 六玉动手不动手不知道, 灵天宇目前还在修炼当中, 制造出来的动静, 够他们二身乐趣了, 密天祖师在看着洪黄祖师那边, 毕竟事情比较重要, 洪黄祖师单挑他们, 时刻关注交手情况, 交手时间算了算, 很长了, 段延然也被当做人质带走了, 林天宇出来后, 知道也接受不了的, 还有他的命格, 天煞孤星也是一个麻烦事啊, 都需要解决, 等着林天宇的事情躲得狠啊。 上古江河戒出, 天外天圣主还在挑衅, 可以说没完没了, 天外天圣主派的人, 没有停止过, 都是疯子似的, 还在守着林天宇的天道大地, 六应神师看了看, 看到那一副跟个哈巴狗的天外天, 心生厌恶, 不愧是红颜送下来的人, 完全继承了他的厚颜无耻, 不然名字内怎么会带有颜字呢? 红颜现在正愁没人打呢, 不断的让人挑衅, 人家都希望和平, 他就是发动战舟, 因为他死的人太多了, 天古文明, 寒古文明的萧王, 都得算到他的头上, 天道大地扭头看了一眼, 倦牙上任, 他很想知道他是怎么看上红颜的, 这种女人也就长了一个不错的躯俏, 根本说不出来一点优点, 亲女儿都可以算计的, 甚至用来换取他上那个温水的铺路石, 好奇是好奇, 可天道大地也不会问, 这是月牙圣神的伤心事情, 还是不要问的好啊, 灭天祖师制造出来动静, 玄人哲和玄门依旧交手, 洪荒祖师那边不停, 天外天那边挑衅不断, 热闹非凡, 够他们二十乐趣乐趣了, 唯独都市是安静的, 还是极为安静,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天道大地也没有再过多关注, 天外天那边的事情, 守着灵天宇, 已经开始进入下一轮的修炼当中, 天谷修为到寒武修为, 一个不小的跨度, 又将是一场极为累的修炼, 七魔玉炼继续进行, 灵天宇继续忍受, 冲击着寒武修为, 功法限制, 灵天宇也得遵循, 时间不断流逝, 领悟到稳步进行, 枯燥, 乏味, 痛苦, 皆全部而来, 灵天宇依旧像之前一样, 不曾停止过, 陷入了无兄者的修炼当中, 天道大地等人, 看着灵天宇, 心里很是欣慰, 该遇到困难了, 天道大地突然开口道, 困难, 玉牙圣人等人文言, 有些不解, 会遇到什么困难, 忙问了问, 他现在领悟的, 是五个道组合在一起的, 一上来就五个道, 很难得, 天道大地指出来混提道, 岳牙圣人和众位师弟师妹相识一眼, 忙看着灵天宇, 仔细一看, 果然是五个道组合的, 上来就这样, 困难不是一般大呀, 五个道组合在一起进行领悟的, 那不是一般人可以领悟的, 难度系数很大的, 一般情况下, 只有达到寒武修为后, 才可以勉强开始, 他才刚刚天谷修为, 距离寒武修为还早呢, 岳牙圣人等人心里也担心起来, 想了想, 可是已经开始了, 不可能让他停止, 谁也想不到他会五个道一起来, 确实有些意外, 等等看吧, 天池仙尊开口道, 现在只能试试看, 说是困难, 也是对人的, 万一成功了呢, 毕竟不是别人, 这是灵天宇啊, 他们大师兄最紧以为重的徒儿, 不凡之处已经出现, 天道大帝也知道, 只能如此, 看看能否突破, 灵天宇领悟的确是五个道, 他知道难, 可一直领悟两个道组合, 三个道组合, 实在是没意思, 也没有挑战力, 男人, 什么是男人呢, 男人就是敢于挑战, 也敢于发起更高难度的挑战, 这才是男人, 灵天宇不满足于现在的情况, 他对自己不是得过且过, 而是严格要求, 五个道, 他敢于挑战天赋, 他敢说, 他是第二, 没人敢排第一, 天道大帝等着在时间阵法外等着, 眼睛不曾挪移过, 看看能否领悟, 要是能够领悟了, 那是大吉大利, 要是不能, 只能说是难, 降低难度重新来, 灵天宇现在领悟着道, 七魔续炼不断的进行着, 五个道被灵天宇慢慢的融合在一起, 开始慢慢的领悟起来, 这是五个道第一响, 真要是成功了, 那后面的五个道, 六个道, 甚至十个道, 更多的道熊合在一起, 更没有问题啊, 五个道, 在天道大帝等人眼中, 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很轻松, 可修炼意图当中, 五个道是坚属道的一个门槛, 是领悟更高难度的存在, 灵天宇无疑是提前了, 嗡, 数天的领悟, 灵天宇周深闪过一层光芒, 领悟了, 天道大帝等人看到后, 控制不住金钟的惊讶, 一举言表, 竟然领悟了, 真是不可思议, 天父卓绝, 天父卓绝, 天父卓绝呀, 天道大帝, 激动的身体都打起来颤抖, 竟然真的领悟了万年, 不, 是千万年不出一个的天才存在, 岳崖圣神他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啊, 灵天宇确实是天才, 星天老君果山眼光毒辣, 他们这一辈当中收的徒儿, 没有一个可以在天谷修为领悟五个道的, 灵天宇当属第一个, 就是洪黄祖师, 还有灭天祖师, 都没有这样过, 灵天宇确实跟别人不一样, 灵天宇领悟五个道后, 没有停歇, 继续修炼, 五个道已经不是问题了, 继续领悟, 他要赶快突破到寒武修为, 尽早踏上红骨, 不断的领悟, 不断的两个月限制, 四季交替, 外界时而狂风暴雨, 时而鹅毛大雪, 日复仪式, 七磨玉裂, 已经把灵天宇折磨得不成人样了, 身上的衣服全部磨了, 昆阳山狂风大作, 天道大地等人看着灵天宇, 正在修炼传承内的东西, 两个月的时间建设到了, 不想停下也得停下, 父亲, 怎样了? 没多久, 安兰拿着灵天宇的衣服过来, 怕衣服不够换, 专门出去买的, 还是苏若曦亲自去买的, 再有三个月, 就可以第二年结束了, 云牙圣神轻声回道, 这么快啊, 安兰文也很是不可思议, 竟然这么快, 再有三个月, 安兰放下衣服, 坐了下来, 干脆盆设三个月, 看看灵天宇第二年结束后会怎样, 寒武修为不低了, 灵天宇现在百岁都没有, 实在是不能比, 七魔序炼进行者, 灵天宇的实力不断提升, 也算是顺顺利利, 三个月的时间, 很快的眨眼间而获, 灵天宇正在全力冲击寒武修为, 最后四个道, 每一个道, 六个道也终合在一起, 难度增加了很多, 灵天宇也算是习惯了, 安兰, 回去, 还守在时间阵法外的薛阳圣人, 突然站了起来, 开口督促女儿回去, 啊, 安兰被突如其来的话整得懵了, 为什么回去啊, 尽管不解, 安兰看着父亲那一脸严肃的表情, 知道是不得不走, 盲纵身离去, 白羽, 下来吧, 安兰离去, 天道大地抬头看见昆阳山上空, 嗖嗖嗖, 一阵破空之声响起, 白羽带着虎奔军, 见身昆阳山上空, 落在了地上, 白羽时隔呼吸前道的, 月牙圣人等人自然察觉到了, 尤其是天道大帝, 他和白羽见过一次, 段先生都被当成人质带走了, 再察觉不出来白羽吧, 只是天道大帝现在好奇的是, 白羽过来干什么呀, 还带着虎奔军, 但凡虎奔军出来的都是带着命令来的, 难不成那两位救出什么幺蛾子了, 各位, 好久不见, 白羽走上前去, 也算是有理道, 可他话就不用了, 来干什么吧, 天道大帝直接道, 白羽右手一挥, 一封信出现, 递给了天道大帝等人, 示意他们看了后就知道了, 天道大帝直接拆开, 众人围在一起看了起来, 白羽围着时间阵法, 看到阵法内的灵箭雨, 双眼内闪过一抹差异, 竟然快寒谷修为了, 不愧是天上孤星命格的人哪, 天道大帝等人看到线上写的, 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甚至还有怒火, 这简直是欺人太甚, 他们是乐趣了, 却是拿他们的身家性命来做赌注的, 要是我们不同意呢, 天道大帝手拿信道, 你觉得不同意可能吗, 白羽看着天道大帝淡淡道, 红黄祖师那边已经停了, 蜜天祖师也过去了, 刚过去不久, 现在你们也得去, 天道, 月牙, 时时务者为俊杰, 你们等的, 这是一场博弈, 你们只有遵守, 反抗也只是暂时的, 白羽劝说道, 面对突如其来的决定, 天道大帝等人根本反驳不出来, 翁, 天道大帝等人还没有再开口, 蛇摇鸡献身昆阳山, 落在地上, 神则有些着急, 天道大帝看到妻子, 知道红鸡巨变, 信上写得急急了, 他们无论如何, 接受不了, 天道大帝时宜, 妻子不用着急, 平常惊吓了, 见丈夫如此冷静, 蛇摇鸡也放心了下来, 红鸡现在乱糟糟的, 倒还在控制范围内, 白羽, 我是问你一句话, 羽崖圣神站了出来, 盯着白羽道, 我星天一脉, 还有我师父他老人家, 全部过去, 那我想知道, 红鸡的六婿呢, 还有宁阳红颜他们呢, 不错, 天池先尊也站出来问道, 如果只是让我们星天一脉, 以及天道一脉过去, 那我就想问问, 这么做的话, 不觉得很不公平, 我星天一脉第三代弟子, 又有哪个可以完全在红骨立足, 要是只让他们去, 那不如反抗一次, 羽崖, 天池, 我随时跟随了二五前辈, 我只能说, 这个结果啊, 你们只能接受, 星天一脉, 天道一脉, 都得过去, 九重天没有动, 六玉解没有动, 玄门是他们一手扶持起来的, 玄哲脱离玄门, 无人阻挡, 当然, 玄哲的实力, 玄解中解无能为力, 总而言之, 简而总之, 你们两脉只能接受, 要怪, 就只能怪他是天煞孤星, 白鱼指着时间阵法内的灵天雨, 双眼内闪过一抹叹息, 他白鱼还是极为同情两脉的, 话到这里, 答案很明显, 动得只有他们, 洪黄祖师和灭天祖师, 无时无刻不再反抗这二人的博弈, 争取跳出去, 如今灵天雨是一个怪胎, 一个艺术满天星辰, 天煞孤星的命格, 已经在星辰上, 所对应的一颗星辰闪烁出来了, 天煞孤星越来越亮, 二人感受到了很大的威胁, 本来带走了段燕燃, 就是化威胁为乐趣的, 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天煞孤星前一段时间大亮, 意识着灵天雨崛起势不可挡, 又想享受乐趣, 干脆再玩玩, 将他身边的左膀右臂全部带走, 长得孤立无援, 让红颜六絮对星天一脉的 仇恨全部发泄在灵天雨的身上, 杀灵天雨之前, 好好地再玩最后一把, 天煞孤星大亮, 只有一个原因, 灵天雨突破到天谷秋围, 天煞孤星必然要亮一次, 二人也算是危机感十足, 带走了段燕燃还不够, 还要这样做, 知道灵天雨留不得, 不然得重蹈覆辙, 毕竟久过跳出他们掌控的人, 当初也是天煞孤星亮了一次, 简直和现在一模一样, 还是想享受乐趣, 大发无聊时间, 又怕, 已经对灵天雨下了杀令, 只是临死前, 再制造点乐趣, 二神完全是精神变态, 失散是不要脸, 想乐趣, 害怕再重蹈覆辙, 正常人谁能做出来这样的决定啊, 天道大帝听到, 知道怎么回事了, 他们两个就是精神变态, 那我们没得选择了, 天道大帝一脸平静地, 看了一眼白鱼, 将目光凝聚在时间阵法内, 好, 我们可以走, 但总要让他突破后再走吧, 可以, 白鱼没有意见, 道, 我很同情你们, 可游戏规则下, 我们谁也改变不了, 除非可以打过他们, 他突破后, 时间阵法也要毁了他, 咯咚, 听到时间阵法写校毁了, 天道大帝等人紧紧地握住了拳头, 做得够绝呀, 信上写的吩咐, 九重天不动, 如今红古洞, 只有星天一脉, 还有天道一脉, 第三代弟子, 也就是西兰他们, 都不用离开, 恐怕星天老君, 星天也要去吗? 天道大帝松开了紧紧的拳头, 问着白鱼道, 是我食言, 星天老君我不知道, 现在没有他的下落, 但你们得去, 洪荒祖师灭天祖师都已经去了, 你们只能在那里生活, 白鱼回道, 天道大帝等人无话可说了, 白鱼, 你可以离开了, 他突破后, 我们会过去的, 天道大帝道, 白鱼没有说什么, 直接带着虎奔军, 消失不见, 离去, 他们不担心天道大帝他们不去, 甚至逃走, 他们也没有地方可逃, 这是要赶尽杀绝呀, 蛇摇鸡看着丈夫, 很是不甘心道, 一旦我们离开, 红颜, 六狱, 会不动手, 月牙上人深呼吸一声, 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道, 明显这是先杀小的, 再杀大的, 事情到这个地步了, 大家都心知肚明, 就是向着他们的仇人, 你还反抗不起来, 天池仙尊等人也是九怒难言, 只能看着时间阵法内的灵天雨, 西魔雨炼一旦开始, 不能停止的, 宝山停止下来, 会反噬, 月牙上人继续道, 实力要是够了, 他敢将二神的脑袋拧下来当球体, 是啊, 天池仙尊等人也担心道, 然而, 天道大帝始终一言未发, 背着手来回走动着, 月牙上人等人看到, 知道在想什么, 一直在灵天雨, 胜利突破的寒武修为时, 天道大帝开了口, 魔族圣族, 看你的了, 天道大帝突然右手紧迫, 看着灵天雨胸膛前的图案, 双眼内满是决定之色, 月牙圣神等人听到, 魔族圣族四个字, 纷纷看向了灵天雨胸膛前的图案, 知道天道大帝要干什么, 看他的老祖宗吧, 月牙圣神写错了决定, 天池仙尊等人更是, 蛇摇姬也看了, 那神秘图案是魔族第一人拥有的, 不是于飞鸿, 于飞鸿他们在区外没有驱逐出来时, 他也有父母的, 魔族真正的第一个魔族人, 魔族圣族, 此人是魔族真正第一代人, 一直到于飞鸿他们被驱逐出去, 那图案魔族圣族也有的, 将来可以帮他一把的, 天药真尊也出言说了一句, 现在就只能看他老祖宗了, 还在时间阵法内的灵天雨正在休息, 顺便换换衣服, 洪狂祖师说的六年, 计划赶不上变化, 这才过去两年就出现了变动, 事实难料啊, 告诉他吧, 天道大地看着月牙圣族道, 这件事他来开口比较合适, 如今只能他开口了, 星天一脉现在他最大, 月牙圣族点了点头, 直接进入了时间阵法内, 灵天雨忙大概写了几身体, 换好衣服, 听到说的, 心里翻起来万丈浪花, 他未婚妻都被带走了, 一切都告诉了, 包括刚才发生的事情, 也说了, 强者博弈, 九重天, 所有的情况全部告知, 灵天雨一言未发, 一直站在原地, 月牙圣族知道这件事他很难接受, 毕竟来得如此突然,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灵天雨开口道, 你们什么时候做啊? 现在, 月牙圣族回道, 船长会全部给你, 你自己记得看就行了, 从现在开始, 没有人在护着你了, 一切要靠你自己, 红颜, 六欲, 都会全力对付你。 灵天雨闻言, 闭上眼, 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拳头紧迫又松开, 道, 我知道了, 走吧, 月牙圣人看了一眼灵天雨胸膛前的图案, 踏出时间阵法, 意味着七魔序炼结束, 贸然停止, 必然反噬, 就看魔族圣族, 给力不给力了, 赌一次, 想来会帮一次的。 灵天雨一步踏了出去, 所有神看着他, 心提到了嗓子眼出, 七魔序炼肯定会反噬, 嗡, 胸膛前的图案闪烁了一下, 体内的修为想要动, 被图案加设了下去, 完全是一瞬间的时间, 灵天雨都没有感觉到, 魔族圣族, 这图案太神秘了, 所带力量完全估算不出来, 反噬也可以倾壳间加事下去, 灵天雨至始至终没有感觉, 魔族圣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 这么厉害啊, 之前的神龙血脉和七脉, 都可以轻而易举的融合, 天火肯定也是因为图案, 才融入心脏的, 好好修炼, 天道大帝夫妇, 天池仙尊等人, 看到图案闪烁, 知道人没事, 也放心了, 全部留下传承, 纵身离去, 时间阵法, 已经弹指尖被毁, 灵天雨感受着体内的寒虎力量, 想着刚才告知的事情, 他师父也离开了, 妻子也被带走, 成了人质, 如今整个红骨, 星天一脉, 只有他师姐还有师兄了, 红颜肯定会大开杀戒, 想动手, 那我们就看看, 红骨, 大不了放弃, 都市依旧可以生存, 灵天雨已经逐渐恢复了平静, 心中没有怒火, 那是不可能的, 他真想看看, 那俩会是个什么样的人, 真会玩, 闪身离去, 回了死人山, 安兰看着灵天雨回来, 很是不可思议, 西魔剧炼一旦开始, 是不能停止的, 安兰也搞不懂, 灵天雨看到安兰迷茫的表情, 将发生的事情说了说, 安兰大惊, 许久反应不过来, 现在怎么办, 他们肯定会对付你啊, 安兰担心着急道, 你联系还在红骨的师兄, 让他们带着人下来, 安排在四空内, 灵天雨做了安排, 安兰没有犹豫, 立刻去联系, 灵天雨亲自赶往了四空内, 和鬼族雷族说了, 让他们立刻安排, 腾出来一大片的地方, 倘若不够, 还有岳族他们, 他亲自去了一趟岳族, 玉牙圣神临走说了, 还有天道一脉的人, 红颜和六玉恐怕已经安排人了, 能尽快就尽快, 甚至还动用了修罗一族, 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 这时候先把人撤下来再说, 这是关键, 修罗一族出动了十个人, 全部赶往了红骨, 帮助带人下来, 灵天雨目前能做的, 就是先暂时放弃红骨, 不然, 红颜和六玉一起剿灭, 后果不用讲也知道是什么, 损失必须降低到最低, 这才是关键, 安兰已经联系到了邓州, 施叔月牙圣神离开前吩咐他们了, 让他们一切听灵天雨的, 听到彻往都市, 以最快的速度准备, 家族, 门派, 普通人都得过去, 天道一脉的人也在, 邓州已经和安兰说了, 还有天道一脉的人, 天道大地临走时, 也吩咐天道一脉的人了, 红颜他们是不可能放过天道一脉的, 一定会动手的, 两脉的人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红颜和六玉已经开始安排人了, 不出两个小时就会动手, 林天雨现在在鬼族内等着消息, 副手而立在大殿内, 眉头紧皱, 速度必须快, 能不损失是最好的, 红颜和六玉他见识过红颜的厉害, 域外更是见识过, 龙傲天的人除了虎玉没有接触过, 两脉的人撤下来, 只用了四十分钟, 全部带走, 除了吃的以外, 毕竟吃的不用, 都市不缺吃的, 前脚离开红颜和六玉的人来到, 瞬间扑空, 也追不上了, 难道这上都市去? 红颜和六玉可是知道的, 都市只能派一小坡人进去可以, 大面积的进去可不行, 上谷更不能动手现在, 他们是不用离开, 可来话了, 敢在上谷乱动手, 一律死, 那两位还算是做了点酒地的事情, 安排的人一个也没有用上, 惊天一脉和天道一脉的第三代弟子全部离开, 普通人都没有留下, 林天宇预算还是极为准的, 派了修罗一族的人前去, 幸好是派了, 不然真有可能损失惨重, 甚至有可能都得折损在那里, 所有人被安排在鬼族和雷族内, 岳族内也安排了一部分, 也算是顺利, 林天宇上他的师兄家安排, 他得回都市, 看看上谷的情况, 他的家人还在上谷呢, 天外天必定要灭, 但不是现在, 毕竟说了, 以江河为界, 还是要遵守的, 至少目前得遵守, 一番查看, 确认四大圣地没事后, 林天宇也放心下来, 也告知目前的情况了, 让他父母有个准备, 他现在得回去, 准备对付红颜和六狱, 他的师兄们还没有认识呢, 也得熟悉熟悉, 返回死人山的林天宇, 将手中的势力, 能用上的势力, 全部统计了一下, 他得有个底, 目前势力最强的, 就是修罗一族, 不能轻易动用, 这件事, 安兰曾经提醒过, 还在安排啊, 安兰端着刚做好的晚饭, 来到了卧室内道, 嗯, 林天宇点了点头道, 那边的安排怎么样了, 哦, 都好了, 安兰将手中的筷子, 递给了林天宇, 坐了下来道, 你今后的担子, 更重了, 都在你身上, 文言, 林天宇只是笑了笑, 道, 这没有什么, 只是我真想见见, 那两位所谓的强者, 你会见到的, 我相信不久后, 他们肯定会现身的, 安兰给林天宇倒了一杯水, 放在了桌上, 笑道, 他们都盯上你了, 不会任由你崛起的, 一定会想方设法地对付你, 安兰的话, 让林天宇只是淡淡一笑, 根本不放在心上, 要是真的放在心上了, 他早就愁眉苦脸了, 也不至于会如此轻松的安排, 林天宇已经放弃了红骨, 就是把战场摆放在了家门口, 甚至上骨, 这样以来, 不用来回跑了, 更不用分金去照顾, 在这里就可以, 势力可以像拳头一样, 拢在一起, 可以狠狠地出击, 他现在打的是这个目的, 不然的话, 他会仗出来红骨, 不管怎么说, 红骨也是一片好地方, 岂能说放弃就放弃啊, 林天宇比谁都聪明, 算盘可以算到每一寸地方, 不做赔本的买卖, 我想你现在会动手吧, 安兰看着林天宇猜测到, 都被逼上这个份上了, 再不动手, 就不是林天宇的性格了, 会, 林天宇自然会动手, 但绝对不会现在动手, 那两个人摆明了就是针对他的, 必须稍安勿躁, 想让红颜和六豫一起对付他, 享受乐趣, 没有那么容易, 他也不是吃素的, 也会做出来一定的反抗, 我也要, 你在家, 安兰一听会动手, 激动无比, 他也憋气无比啊, 被人逼到葫芦可走了已经, 自然也是一肚子火气, 可惜, 话没有说完, 被林天宇一句话打断, 甚至带着命令的口气, 不许他出转, 为什么呀, 安兰一听上他在家, 着急了, 他现在一肚子气没有地方撒呢, 不让他动手, 他会憋死的, 这不是你该做的事情, 林天宇大口吃着晚饭道, 红颜还在找你, 他不敢来都市, 上古会过来, 都市只能办以小部分水力进来渗透, 你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面, 你落在他手里面, 我会被牵制住, 也更对不住你父亲, 林天宇知道安兰的重要性, 也更知道, 师叔月牙圣神虽没有说, 但眼神内已经透露, 安兰他得保护好啊, 你关心我, 原本还有些着急的安兰, 听到林天宇这番带着关心的话, 心里突然变得甜蜜起来, 感情这人也会关心人呢, 是, 林天宇没有隐瞒, 就是关心, 但只是单纯的关心, 没有其他意思, 感情是不存在的, 哼, 算你还有点良心, 安兰心里舒服了很多, 知道关心他, 不枉他一直为他着想, 咚咚咚, 不等林天宇说话, 敲门声响起, 林天宇让人进来, 天宇父母回来了, 敲门的是他嫂子苏若曦, 他亲自从都市回来了, 一听自己父母回来, 林天宇忙放下了筷子, 起身一路小跑着去了客厅, 阿兰只是笑了笑, 端着上位吃完的晚饭, 也下了楼, 客厅内, 林湛清文静夫妇正在和孙子林苏说着话, 他哥哥林天妃也在, 林天宇没有在, 还在都市处理事情, 若曦啊, 带着小苏, 出去转转, 我们和天宇说些事情, 林湛清吩咐儿媳妇道, 苏若曦很有眼色, 带着儿子离去, 林天妃也离开了, 事情还是父母说比较合适啊, 林天宇见自己哥哥一家出去, 心里不免嘀咕起来, 父母要说什么呀, 安兰也出去了, 整个客厅内只有林湛清夫妇和林天宇, 怎么都回来了, 上古书事情了, 林天宇给父母倒了水, 问道, 他刚从上古回来没有多久, 不可能变化如此快, 哦, 没有, 林湛清嚼了摇头, 拿起来桌上的水果刀, 削了一个苹果, 林天宇听到没有, 也放心了, 还以为父母回来是出了事情呢, 这个苹果, 最近都瘦了, 林湛清递给了儿子削好的苹果刀, 林天宇接过来吃了起来, 林湛清夫妇看着从小养大的儿子, 相识一眼, 眉宇间满是痛苦, 这件事他们本来是不说的, 最后还是选择说, 是于伯派人送过来了一封信, 告诉他现在的处境, 让他们知道, 情况不止他们儿子说的那样, 真实情况很糟糕, 于伯, 林家等第二代祖先也都前往了那里, 和洪黄祖师他们在一个地方被控制着, 唯一的希望就只有林天宇, 绅士没有必要再隐瞒了, 最坏的打算都去料到了, 所有的资源他们都转移到了都市, 魔族的绅士告诉他, 再隐瞒也是白打呀, 域外马上要对付他, 不如让他知道个明白, 四位第二代祖先回来, 就是做的最坏打算, 万一洪谷待不下去, 也好转占都市和上谷, 修炼资源都放好了, 那段时间, 南宫全业还有林战青夫妇他们, 就是在安排资源储存, 幸亏做了最坏的打算, 不然的话后果难料, 文静和丈夫使了一个眼策, 是以他说吧, 他是张不开嘴啊, 林战青微微点头, 天宇啊, 要是我们告诉你, 你不是我们的儿子, 你能接受吗? 林战青深呼吸一声, 不紧不慢地说了出来, 咯噔, 林天宇听到, 嘴中刚咬下的苹果, 都来不及吃下去, 甚至心里也哆嗦起来, 他知道自己的身世存在很大的谜团, 甚至可能不是林家人, 一直没有问, 没有仔细想, 也是竭力逃避的, 没有想到父母过来突然这样说, 他现在再傻也知道, 他不是林家人, 是魔族人, 不然的话, 父母不会这样问的, 我是魔族人吧, 林天宇放下手中尚未吃完的苹果回道, 林战青夫妇闻言很诧异, 儿子竟然早就知道了, 只是没有说, 看来说不说都无济于事啊, 对, 文静道, 你亲生父亲是于建峰, 你母亲是南宫圣地大乔姐, 南宫霓裳, 听到于建峰三个字, 林天宇的拳头不由自主地霍解, 他真是魔族人, 先路说过, 他胸膛前的神秘图案是魔族圣祖才有的, 非魔族人不得拥有, 那时候他是迷茫, 最后一句话, 已经证明了他是魔族人, 只是不想面对罢了, 也不打算问, 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 他是谁, 林天宇也不想过多顺问, 只是, 你母亲已经陷落了, 林战青将南宫霓裳陷落的事情告知了林天宇, 是天晚天做的, 陨落地点在阻挡他们进入火精绝地那里, 你父亲现在下落不明, 一直没有回来, 从那天离开后就没有回来, 你手中的雄武枪就是你父亲送回来的, 林天宇知道自己是魔族的人, 没有想到亲生父亲就在身边, 甚至还见过, 还单独谈过话, 甚至还帮他把心境拉了回来, 亲生母亲南宫霓裳他是没有见过, 可死人山祖地内有一墓碑, 上面写着南宫霓裳之墓, 当时还问过是怎么回事, 是他母亲文静命令人力的, 这件事本来是不打算告诉你的, 你们魔族第二代仙祖于伯来话说, 上告诉你, 文静起身坐了过去, 身主给儿子林天宇拢了拢头发, 一脸心疼, 他们将他当成了亲生儿子对待, 如今说出来, 多少觉得有些隔开距离了, 一下子从林家人变成了魔族人, 很难接受的, 眼前的父母不是亲生父母, 难以接受是一定的, 看看点, 你无论是林家人还是魔族人, 名字不可能改变, 你还是姓林, 你还是我们儿子, 只是让你知道身世, 文静安慰儿子道, 他太了解儿子了, 一有事情左权就会紧迫, 一言不发, 如今更是如此, 这件事可大可小, 现在不得不说了, 没事, 妈, 林天宇摇了摇头, 道, 魔族人也好, 林家人也罢, 我不就是林天宇吗, 这有什么的, 林天宇表现出来一副 无所谓的模样, 他不想自己父母担心, 有什么事情, 他扛着就可以了, 林战青看着儿子, 一时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整个可听安静的可怕, 许久, 林天宇起身站了起来, 我去火星局里看看, 处理书理事情, 林天宇身了身懒腰道, 根本看不出来有一丝事情, 随时离开了别墅, 林战青夫妇看着儿子离去, 眉头就没有舒展开过, 只能摇头叹息, 唉, 不知道心里该有多难受, 文静担心道, 放心吧, 林战青安慰妻子道, 天宇不小了, 他能够理解这件事的, 巨外现在支插魔族神, 还算安全, 况且胡言他们, 知道不知道儿子是魔族的神, 还是了说, 唉, 文静哀声叹气一声, 不再说话, 不管怎么说, 还是他们儿子, 这一点不会变, 他们还是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也不会把他当成外人看待, 离去的林天宇, 没有去后山的祖地, 而是去了火星掘地, 去看看他们的实力, 恢复得如何了, 司空虽说给了他, 但毕竟不是一手发展出来的, 火星掘地是他自己一手解封, 一手慢慢的恢复出来的, 还是偏向于火星掘地, 在火星掘地问了问恢复情况, 这才回来, 现身了死人山祖地, 看着那孤零零的一座墓碑, 走了过去, 把从火星掘地拿来的藏石点着, 祭奠着亲生母亲南宫霓裳, 他是没有见过, 可生了他, 亲情终究是亲情, 这是不会变的, 初中, 他也能够猜出了什么, 怕出现了灭族危险, 将自己过继给了灵家, 也没有什么, 说到底, 还是变相地保护了他, 相信, 当初也不想他踏上修炼一路的, 宁愿像一个普通人一样, 百岁而去世, 享受完神的一生, 这也是一种幸福, 您虽然没有养育过我, 我并不怪你, 我的童年很完整, 至少要父母疼, 无论是灵家人也好, 魔祖之人也罢, 我都会好好地活下去, 我会护着魔祖的, 您尽管放心, 南宫圣地我也会护着的, 我已经走上这条路了, 没有回头路了, 不想钱, 就得死, 我承诺给您, 我会好好地活下去, 任何时候, 尽可能地保证自己不受伤, 不流血, 您就放心吧, 这儿很安全, 不会有事情的, 这里埋葬的, 也都是灵家的事, 灵天宇将最后一张纸烧完, 站了起来, 整理整理了肌腹, 转身离去, 他现在得去一趟都市, 和先祖灵天雪商量一些事情, 准备对天外天动手, 不是现在动手, 而是过一段时间, 他临走时, 取走了上古的地图, 他要一步步蚕食掉天外天, 一口气灭了, 他倒是有这个本事, 可现在他被盯着, 不能乱来啊, 说有可能, 要是可以甩开他们的盯住, 那就好了, 可惜, 很难, 海北, 灵天宇带着地图, 来到了别墅内, 全部展开, 灵天雪也知道事情了, 你什么时候对天外天动手啊, 灵天雪问道, 过段时间, 一步步灭天外天, 灵天宇回道, 将那条江河在地图上画了出来, 看是想对策, 灵天雪也陪着他, 天外天的事理, 还是原来补充的那些, 灵天宇扭头问着灵天雪道, 对, 灵天雪点了点头回道, 闻言, 灵天宇摸了摸下巴, 盯着天外天圣地所在地, 行见我们现在的事理, 灵天外天, 半个小时就可以解决, 可是我被盯着啊, 无法动手啊, 至少一年半在内不能动手, 灵天宇极为无奈道, 灵天雪听道, 想了想, 要是可以消除他们的盯住, 那就可以抹除了, 至少你可以动手, 灵天雪道, 问题就在于这里, 师叔林总是跟我说, 那二神是当时巅峰强者, 就是我师祖都不是他的对手, 幸福啊, 估计都不够人家塞牙缝的, 灵天宇略带发愁的口气道, 灵天雪也发愁, 梳理梳理了长发, 简单的绑扎着, 想着办法, 客厅内极为安静, 只有呼吸的声音, 要是可以让他们二神证为你不在了, 不知道能否让他们消除盯住啊, 灵天雪突然说道, 灵天宇文言, 想了想, 要是不在了, 他们自然没有什么兴趣了, 可问题在于, 怎么制造不在啊, 最重要的是, 怎么让他们相信, 而且这样做的话, 恐怕且行不通啊, 灵天宇道, 想让他们相信, 就得有理有据, 让他们怀疑不出来一点, 更看不出来一点, 这才可以啊, 还有, 一旦成功了, 他们二人势必会重新布置, 那时候他的师父, 师叔, 师祖, 恐怕都会有危险, 他师叔告诉他, 就是既旦他崛起, 命令他师父师祖过去, 最根本的目的, 还是威胁他, 说一千到一万, 就是怕他, 怎么行不通啊, 灵天宇不解的问道, 灵天宇将原因解释了解释, 灵天宇一听, 原来还有这么一件事啊, 甚至还有燕燃, 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燕燃, 而且师叔告诉我, 我师父还不知道去了没有, 倘若说没有去, 那更好, 要是去了, 就多增加了一份危险, 燕燃的势力倒是不错, 可面对的不是一般人的, 说是没有危险,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呀, 灵天宇说到这里, 愁得直挠头, 他倒是不怕死, 就是怕家人就危险, 燕燃, 师父, 师叔, 师祖, 都是家人割舍不开的关系啊, 你别发愁, 肯定有办法, 灵天宇安慰灵天宇道, 你什么事情没有见过呀, 你别忘了, 你金丹的时候都敢和那些强者交手, 如今你已经是寒武修为, 早就不同了, 建祖, 话是这么说, 可今时不同往日啊, 灵天宇什么都不怕, 现在面对的敌人确实强大, 对付红颜, 六玉, 他不怕, 毕竟有修罗易俗作舍底呢, 实在不行, 就动用修罗易俗, 说是不能轻易动用, 没有办法的时候, 总不能上尿憋子吧, 灵天宇现在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他现在只能暂时布置, 对付天外天的措施, 红颜和六玉还没有派人过来, 他还得忙, 而且他身上还有危险, 搞不好二人玩得没有兴趣了, 也是他死的时候, 这就说不好的, 灵天宇是发愁, 但不至于说愁得颓废, 他还是知道目前该做什么的, 要不到时候让四大圣地出手, 灵天宇提议道, 他可以不明面上动手, 四大圣地总可以啊, 天外天现在正骂阵呢, 急的是他们, 只要他们敢动手, 就有理由出手了, 不行, 灵天宇断然拒绝道, 这件事还得我来, 让四大圣地来, 危险太大, 他们倒是卷入了, 不能卷入再顺了, 灵天宇一听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实在是没有办法, 就不能消除盯住, 这完全是进退两难, 让我再想想, 灵天宇施意不用着急, 先把对付天外天的措施, 不止不止, 他再想想办法, 一番交代, 灵天宇离开了别墅, 出去一个人转转, 灵天宇会安排, 也会通知到四大圣地的, 他现在基本就是拳手掌柜, 掌控全局, 该他出手的时候, 自然会出手, 灵天宇健身的市区内, 独自坐在了一处游乐场内, 抽着烟, 讲着事情, 他现在的岁数也不小了, 只是看着, 还是二十多岁的模样, 毕竟是修炼者, 两个老家伙盯着老子, 就不动手, 从来没有遇上过这样的对手, 以为红颜就会棘手了, 没有想到, 还有更棘手的, 灵天宇喃喃自语说, 手中的尖不断, 对二神只有生气, 搞得他现在没法动手, 帅哥, 一个人哪, 灵天宇正在想事情入迷呢, 这倒好, 两个青春靓丽的美女走过来搭讪, 一看就是在教大学生, 灵天宇抬头瞥了一眼, 没有说什么, 将手中的尖头踩灭, 起身离去, 什么人哪, 装什么高冷啊, 二女见灵天宇不搭理他们, 不由得补瞒起来, 好歹他们也是美女, 竟然不甩他们, 二女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女孩, 还有纹身呢, 灵天宇根本看不到眼中, 一路走, 一路想, 一直到后半夜, 灵天宇也没有想出来个所以然, 回了海北别墅, 躺在卧室内继续想着, 对了, 当初那三个生给过两样东西, 说必要的时候会用少, 灵天宇刚想入睡, 突然想起来, 当初在车内时, 那现身的三人, 忙起身, 灵天宇二指一弹, 开关打开, 灯亮, 灵天宇右手一挥, 那两样东西现身, 一黑色的盒子, 一把类似于剑柄的武器, 他当初拿到后, 还没有看的, 一直戴在身上, 这是什么东西啊, 灵天宇或者那把, 类似于剑柄的东西, 很是好奇, 也看不出来有什么特殊之处, 就是散发着古朴之气, 放下手中类似于剑柄的东西, 看下那黑色盒子, 灵天宇将其打开, 里面放的东西就两样东西, 外加一封信, 这都是, 灵天宇拿出来信, 看着那两样东西, 眉头紧皱, 是两枚令牌, 两枚看上去, 有很长年代的令牌, 含是古语, 仙, 同, 灵天宇看着两枚令牌上写的字, 应该是两个姓, 撕拉, 放下令牌, 灵天宇撕开那封信, 看看里面写的什么, 魔族子孙, 无论你是哪一代, 拿到这封信, 都是我魔族圣祖的后代, 能够拿到这封信的, 一定是我魔族万年不出的天才, 和那两枚令牌, 是先是一族, 和同是一族的令牌, 持令牌者, 必为贵客, 先是一族陪神之巅, 同是一族男星之末, 遇到了解决不了的困难, 可神又拿出一枚令牌, 去找他们, 必定会助你以臂之力, 至于剑柄, 是圣器, 等你突破到太古修围, 去太古建种之地, 去我魔族镇族之宝, 可助你完成大业, 看着信上写的, 林天宇艰难的咽了一口口水, 竟然是他的老祖宗留下来的, 看来早就算到了, 魔族圣祖到底是一个什么人了, 太古建种又是什么地方, 倒肯定是太古文明, 毕竟说了, 让他达到太古修围才可以去, 林天宇拿起来那剑柄, 握在了手中, 竟然是圣器, 这笔顶级神器还要高一个层次了, 翁, 剑柄, 信, 盒子, 收了起来, 手中只有一枚令牌, 是仙士一族的令牌, 北辰之巅在哪儿啊, 林天宇向着信上写的地史, 这地方他可真没有听说过, 是不是在都市还是一说, 去萧阳府看看, 林天宇没有逗留, 连夜去了萧阳府, 让萧阳府府主查查, 没有北辰之巅的记载, 有记载是最好的, 没有只能另想他发了, 一番查看, 还真没有, 林天宇返回都市, 直奔鬼族而去, 问问鬼族, 雷族也去问了, 甚至岳族还有丘楼族都去问了, 看看就没有, 这是魔族圣祖留下来的, 既然说能够帮上, 肯定算到了有今日之难, 必须去, 先找到再说, 林天宇在鬼族内等着, 晃着手中一杯烈酒, 等着鬼市天, 雷震他们来消息, 足足一天一夜, 消息送来, 我说, 这是从丘楼族拿到的消息, 鬼市天将手中一本折叠页的古书递了过去的, 林天宇想头一口喝下烈酒, 接过来古书看了起来, 一段古文展现出来, 这是太古记载, 林天宇看到上面的文字极为诧异, 竟然是太古文字, 他消化的传承记忆内, 有太古文字的记载, 也倒是认识, 只是想不到, 这古书上是太古文明的文字, 年代久远, 古书都有些破损, 显然是放的时间太长了, 林天宇一番仔细看, 是在北斗七星的方向, 就在北斗七星正对的地方, 伟臣之天, 林天宇喃喃自语一声, 离开了鬼族, 献身都市, 腾空在都市上空, 还好今天有星辰, 不然的话还真是找不到北斗七星所在, 倒是在北方不错, 林天宇一番查找, 一路直奔方向而去, 也不知道飞了多久, 再一处郊区停了下来, 是一处村庄, 在这里, 林天宇抬头看着北斗七星所在地, 看着照射在哪里, 北斗七星成勺撞, 从斗标到斗柄, 分别为天书, 天玄, 天机, 天拳, 玉衡, 开阳, 遥光, 林天宇一个一个找, 七个位置都要找到的, 古书上记载, 只有全部找到了, 才能知道入口的七个小入口, 将仙力一处一处打进去, 方可启动, 进入仙世一族的入口, 极为麻烦, 方位不能出一丝错, 天拳, 林天宇找到这一处位置所在地, 将位置对准, 来来回回纠正了好多次, 有的一处纠正了十几次, 毕竟空中有干扰, 多少会移动, 有误差, 找拳后, 全部不挪动, 立刻输入仙力, 难就难在, 位置会轻易挪动, 这是最大的难处, 翁, 林天宇纠正完最后一刻, 立刻输入仙力, 以防再挪动, 瞬间七道光芒现身, 冲天而起, 轰隆隆, 一声轻微的振动声响起, 七道光芒消失, 化为七根柱子, 缓缓立在每一处, 北斗七星对应的位置上, 林天宇找到中间的位置, 天拳, 瞬间化为一道光芒末术进去, 再次现身时, 林天宇现身一处 纠近的小山村里面, 还有如此的树外桃源, 真是奇迹啊, 林天宇看着眼前的风景, 不由的脑海内想起来, 桃花园记, 这篇文也闻, 里面记载的风景, 和这里简直是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地方是, 这里充满了鲜力, 浓郁的鲜力, 林天宇现在不缺鲜力, 他现在的力量, 全部来自于道, 而非鲜力, 体内会有鲜力, 也倒是不错, 可惜用处不多了, 林天宇走到一束田坑上, 两边都是水道, 道田内, 还能够看到有道花鱼在游, 真是做到了污染, 这水道, 林天宇走了一段路, 感觉不对, 鱼儿很肥, 关键这水道上的稻碎很大, 平常都市中的水道, 一株水道应该有六十颗米左右, 这却有一百五十多, 将近两倍, 甚至水道枝干也比都市的粗, 仙力, 林天宇环视了一下四周, 找到了缘金, 仙力存在会改变很多的, 那些果树结的果子也很大, 林天宇踏着田坑路来到村口, 鸿骨修味, 林天宇看到村口一处大石头处, 坐着四个花家老人, 身上散发出来淡淡的气息, 林天宇通过气息, 感受到这四个花家老人是红骨强者, 林天宇忍不住的惊骇, 四个坐在村口的狼者, 竟然是红骨强者, 实在是难以想象, 先世一族到底得有多强啊, 四位狼者也看到了林天宇, 寒武修为, 都市人, 四人相识一眼, 极为疑惑, 这里很多年没有人来过, 她的服装和头发, 只有都市的人才会有的, 小娃娃, 你怎么进来的呀, 一驼被老者问道, 啊, 晚辈通过北斗七星进来的, 林天宇恭敬地回道, 哦, 这样啊, 驼被老者四人点了点头, 驼被老者继续道, 你一进来有什么事情啊, 晚辈是来找先世一族的, 林天宇依旧恭敬地回道, 四人闻言, 纷纷起身, 依次排开盯着林天宇, 你是魔族的人, 另一身着不一的老者, 极为严肃道, 是, 林天宇拱手回道, 晚辈父亲, 于剑锋, 先祖, 魔族圣祖, 徐家人, 四人听到林天宇的话, 再次相识一眼道, 可你身上没有一丝魔族血脉, 和你说的不对呀, 林天宇不慌不忙解释道, 家父乃师, 林家族上林战青, 母亲, 文家文静, 处于居外的远近, 将我过去给了林家, 魔族血脉, 也全部换成林家血脉, 六欲弃子, 四人听到解释, 淡淡地说出来四个字, 魔族是居外弃子, 其实也是六欲弃子, 林家, 南宫家, 魔族, 文家, 统称为六欲弃子, 可有心我, 托贝老者问道, 有, 林天宇救手一挥, 一枚令牌献身手中, 递了过去, 四人一看, 确定了下来, 这就是先是一族的独有令牌, 进来吧, 托贝老者将令牌还给了林天宇, 四人带着林天宇进了村子, 林天宇救过村头两头十十字后, 才知道别有洞天, 原来有障眼法存在, 根本不是看到的村子那么简单, 而是一处仙境, 宫殿漂浮在空中, 瀑布从空中倾气而下, 男女乘坐仙鹤在空中来回往返, 甚至紫气营造在各个宫殿上, 这里的人, 尤其是那些乘坐仙鹤的年轻男女, 虽然是上古修为, 寒古修为的, 但都散发着蓬勃的升级之力, 这是仙府, 仙士一族狭下辖六门七殿, 驼背狼者背着手, 在空中飞行者和林天宇介绍者, 敢问仙族一族, 族长是何人啊? 林天宇恭敬地问道, 是仙龙腾, 驼背狼者回道, 你要见的人, 就是他, 林天宇点了点头, 跟着四位狼者, 现身落在一处宫殿跟前, 宫殿前方的地方, 足足可以站下万人那么多, 可见极大, 这里是仙剑门, 也是六门之一, 我排神区上面通告, 驼背狼者告知林天宇道, 这六门七殿, 指的是六个府门, 七个府殿, 一共十三个势力, 府殿实力较强, 林天宇想要见到, 还得等, 需要一级一级向上禀告, 这仙剑门实力排行第九, 十三个势力是按照实力排名的, 所处位置也是按照实力分布的, 驼背狼者四人, 门市都是在仙府万座者, 日子过得极为纠缠, 先是一族, 与其说是一族, 不如说是一个势力, 一个掌管着神秘莫测势力的势力, 和火星绝地有些相似, 公子请喝茶, 刚坐在大殿内, 一些女般的美女走上来端上一杯茶, 林天宇接过茶杯点了点头, 喝了一口, 整个大殿内只有一个人, 就林天宇, 驼背狼者四人已经离去, 显然是上报去了, 林天宇也不慌, 就是坐着耐心等着, 这虽然是魔族圣祖上来的地方, 也得按照规矩来啊, 他毕竟不是魔族圣祖本人, 只是他的后代, 面子还没有那么大, 他师父过来, 那指定可以, 他只是知道, 他师父的修为是红古修为之上, 真实修为一直不知道, 也肯定不是太古修为, 一定还要高出太古修为很多, 足足一个小时才有人进来, 驼背狼者四人跟在一年轻人身后走了进来, 那年轻人身穿华丽龙袍, 看得出来身份极为高贵, 此外还有十二个神也都是老者模样, 他就是鲜龙腾, 林天宇看着那年轻人心中嘀咕起来, 看上去有些太年轻, 周深的气势极为张狂, 一点不内敛, 是太古修为, 高出他太多, 鲜龙腾不可能只是太古修为, 一定高出太古修为的, 能够是六门七殿的统治者, 也能够成为先是一族的族长, 必定有不凡之处, 你叫什么名字呀? 年轻男子坐在了守卫上, 俯视着林天宇道, 再下林天宇, 林家人? 年轻男子瞥了一眼, 林天宇道, 是, 林天宇回道, 令牌我看看, 令天宇右手一挥, 直接二十一弹, 令牌漂浮在年轻男子跟前, 一番查看, 年轻男子确认, 是他们先是一族的令牌, 还是族长特有的令牌? 我听他们说, 你是过去给林家的人, 那就不是魔族圣族的后代了, 所以, 这枚令牌也有无效, 我先是一族, 无法帮你。 年轻男子收了令牌, 冷冷地回道, 林天宇文言极为诧异, 态度转变很快啊, 驼背狼者等人听到也是甚为诧异, 你是何人啊? 应该不是贤龙腾吧? 林天宇并未生气, 而是心平气和道, 毕竟是来求人的。 我当然不是了, 那是我父亲, 我是他的儿子, 先彦卿, 先是一族的少族长, 先彦卿灭视了一眼, 林天宇道。 这枚令牌都是很多年的存在了, 他父亲现在在闭关, 当时下过令, 倘说有谁拿着族长令牌过来, 不惜一切代价帮忙。 先彦卿对此极为不在乎, 魔族那是大家族, 有名的存在, 虽然帮过他们先是一族, 魔族圣族也是一位大英雄, 可是时过境迁, 这样的恩早就胆了, 他们先是一族早就恢复过来, 要是什么忙都帮, 有失身份, 况且魔族早就从巨外驱逐出来了, 魔族圣族都不知道哪儿去了, 帮他们只能是一个无底洞, 一帮就没有底了。 先彦卿这样想也不为过, 少族长, 这…… 驼被狼者等人, 见少族长这么决定, 有些不满, 当年魔族圣族是怎么帮他们先是一族的, 他们历历在目, 如今后人有难, 理应还恩的这么做, 余情余理说不过去啊。 可惜话没有说完, 被仙彦卿打断道, 今日不同往日, 我们先是一族与世无生, 不想参与外界的烂摊子, 你们凌家自己解决吧。 林天宇听到热话, 也没有生气, 只能说是时过境迁, 不帮也说不出来什么。 少族长所言极是, 林天宇淡淡一声道, 那好, 我代表魔族, 和你们先是一族, 从此断绝关系。 林天宇化完, 转身离去, 没有逗留, 原路返回。 少族长, 你闯大祸了。 托被狼者等人看着守卫上的仙彦卿, 气得牙痒痒的, 这是魔族圣祖的后代, 竟然如此对待, 祖长要是出关, 不废了他都是轻的呀。 魔族圣祖是谁呀? 魔族第一人, 先是一族有难, 愣是帮了, 现在人家后代有难, 不帮的话, 这不是现他先是一族, 与忘恩负义吗? 闯祸? 先验清闻言, 不以为然道, 我这是为咱们先是一族着想, 现在正是强者博弈, 咱们先是一族, 能否逃过都是一说呢, 哪有空帮他呀? 托被狼这等身没有空和他升职, 立刻去追林天宇, 务必留下来, 等他们族长出关后就好了, 他们族长一定会帮, 邵族长真是一个不懂事理的人, 请留步, 托被狼这等身忙拦住林天宇, 道, 我们邵族长不安适室, 还望别见怪啊, 等我们族长出关后, 他来处理, 不用了, 林天宇淡淡道, 我虽然过去给了灵讲, 还是有权代表魔族的, 我们两族就此一刀两断, 林天宇不声托被狼者等人的气, 只是那位少族长的态度令人作呕, 他可不想和那样的神打交道, 说完, 林天宇相识不见, 离开了先世一族, 哎呀, 大事不妙啊, 托被狼者失神地坐在村口的大石头上, 其他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确实是大事不妙, 仙龙腾是一个极为重情重义之人, 和魔族圣祖是过命的交情, 要是知道自己儿子这么做, 指定得怒火冲天, 搞不好, 鲜艳轻的少族长之位不保啊, 甚至有可能被废, 现在怎么办呢, 众人问道, 托被狼者等人也不知道, 只能等族长出关再说, 林天宇已经回到了都市, 想着要不要去同市一族看看, 要是去的话, 也是这样的情况, 还不如不去, 浪费时间, 算了, 不去了, 林天宇摇了摇头, 直接回了都市别墅, 在客厅坐下来, 继续想着办法, 林天宇要回了死人山, 暂时不在都市, 求人不如求己啊, 林天宇再次体会到了这个道理, 还是靠自己比较靠谱, 魔族圣祖要是知道, 帮助先是一族, 是这样的结果, 恐怕也会后悔的, 这些事情和林天宇就没有关系了, 他还是坚定靠自己, 林天宇重设太阳穴, 苦思明想想办法, 想来想去, 还是想不出来, 只能算了, 离开别墅瞎转悠, 或许散散心, 能够想出来, 这也说不好啊, 烟不离手, 林天宇一个人坐在草地上讲着, 一言未发, 消除不了当初, 无法抹出天外天, 我还真不信, 这世上就他们两个人最强, 一定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林天宇吐出一口烟雾, 双眼微微眯着, 林天宇谈了谈烟灰, 双眼内散发着金光, 那是带着杀气的金光, 心中有了一计, 一个曾经用过的计,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他就是不信, 难道这个世界上, 就他们两个人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可以玩弄世人死活, 享受乐趣, 可以不择手段, 他不信, 一定有比他们强的人存在, 只是不知道罢了, 如今上古存在的历史记载少之又少, 他的传承内, 也仅限于他师父那一辈的, 没有其他的了, 去司空, 林天宇二指一谈, 烟头被弹出数十米远, 站了起来, 离开了都市别墅, 直接现身了鬼族内, 他要召集人, 他的师兄也在, 还有天道一脉的各位师兄师姐也都在, 怎么了小师弟, 如此着急, 邓州等人来到问道, 师兄, 我要各种相似已久的人物, 有可能存在的, 要比他们两个人强的, 所有记载都给我, 林天宇回道, 邓州等人闻言, 有些摸不着头脑, 那两人说的是谁, 他们是知道的, 小师弟, 你要这些干什么呀, 相似已久的人物拖得去了, 都市中紧藏的强者多如牛毛啊, 张启超不解道, 林天宇只能耐心的解释道, 他们现在盯着我, 我没法灭天我天, 贸然出手的话, 反而师父他们有危险, 我得找一个更强的靠山, 哪怕是假的, 先镇住他们二神, 这样, 我可以腾出手来, 和他们对抗, 六玉和红颜也安生不了多久了, 一定会怕小谷顺利, 潜入都市对我动手, 我得尽快安排, 我当时不怕六玉和红颜, 只是他们二神, 搞不好他们玩的没有意思了, 我就得死啊, 林天宇真正担心的就是这里, 谁知道他们二神什么时候, 从不甘心转变为甘心, 他不能死, 也不想死, 邓舟等人听到解释, 知道怎么回事了, 如果这样的话, 我看消失已久的神父, 都没有他们二神存在的时间长, 包括修罗一族内的记载, 也仅仅于他们之下呀, 张启超道, 不错, 三师兄所言极是, 五师兄温玉点头道, 修罗族内的记载, 也都是在二神之下的, 林天宇听到说的, 双手撑在桌上, 眉宇间满是凝重, 当初他对付孙家, 还有天空一门的时候, 旧师兄的这一手, 震住他们不敢动, 他还要顾忌重施, 不然得被逼死, 万一他们甘心了, 不想享受乐趣了, 死的就是他呀, 到时候他的师父, 师叔, 师祖, 结果如何, 很难想象, 这件事, 已早不已迟啊, 没有合适的, 那就造一个出来, 林天宇双拳紧握, 说出来了心中的决定, 只要能够镇住他们二神就可以, 造一个, 张启烧等人闻言, 相识一言, 这还能造啊, 有些不太现实, 也不可能, 他们未必信啊, 小师弟, 不现实啊, 邓州等人摇头道, 师兄, 没有不现实的, 让他们相信就可以, 我不信他们就是无敌的存在, 就没有对手, 空间多的是, 就不止我们这里, 我还就不信他们二神, 是世间存在最久远的人, 林天宇监禁自己的想法, 一定有, 邓州听到林天宇的话, 觉得有理, 凡事不是绝对的, 可怎么造啊, 温玉凡难道, 邓州等人也跟着凡难起来, 造不是问题, 我需要他们二人的背景, 林天宇现在发愁的不是造, 而是要知道他们二人的背景才可以, 这样一来, 他可以利用起来造, 至少要高于他们, 小师弟, 这个我们帮不了啊, 修罗易俗那些强者也帮不了的, 他们最高的实力, 也只能达到师叔巨崖胜城的一半, 简直没有师叔高的, 邓州等人无计可知道, 林天宇无奈, 卡在这里, 不知道他们二人的背景, 无法下手造啊, 呃, 有一个人或许可以, 天道一脉修心的大徒弟, 胡文道, 谁啊, 林天宇听道, 忙问道, 邓州等真也在盯着, 看看说的人是谁, 你们大师姐, 西兰, 胡文一字一顿回道, 西兰曾经看过所有文明的记载, 据说还看过九重天那边的古书, 可能他会知道, 起码也是一二, 胡文, 我们大师姐在哪儿都不知道啊, 他办事练气去了, 张启超哭笑不得道, 他们都不知道在哪儿, 更联系不上啊, 上哪儿找去都是一个问题, 这就不好办了, 胡文胡奈的摇了摇头道, 我知道, 众人无奈时, 安兰的声音响起, 旋即现身大殿了, 他见林天宇一直不回来, 去了火星全地找, 没有, 就来鬼族了, 结果听到张启超的话, 也就回了一句, 他有办法见来鬼族的, 毕竟是血牙圣人的女儿, 安兰, 你知道大师姐在哪儿? 邓州盲问道, 要是知道的话, 或许可以解决, 这是个秘密, 不能当众说的, 安兰不傻, 他是知道, 毕竟当初博弈道军来过昆阳山, 他就在一旁的, 但这件事不能轻易说出来, 尤其当众说出来, 就说那天天道大地, 见到博弈道军说的那句话, 明显就是在担心, 他只能告诉林天宇一个人, 好吧, 邓州等人闻言, 也知道不能乱说, 没有生气, 和胡文等人一起离开了大殿, 有些事情能知道, 有些事情是不能知道的, 安兰在林天宇耳旁边偷偷地说了几句话, 博弈道军, 林天宇喃喃自语一声, 你什么时候去啊? 安兰问道, 事不宜迟, 现在就去, 林天宇没有墨迹, 带着安兰离开了鬼族, 直奔目的地而去, 安兰本来是不知道目的地的, 西兰期间联系过他, 告诉他在哪儿, 他和西兰的关系不错的, 二人现身于建峰现身的地方, 按照安兰说的, 来到了博弈道军这里, 小师弟, 安兰, 西兰刚好练制完, 察觉到熟悉的气息, 一查看是自己的家人, 王现身, 大师姐, 安兰忙跑了过去, 一把抱住西兰, 大师姐, 林天宇拱手行礼道, 你们怎么来了? 西兰好奇地问道, 林天宇没有墨迹, 直接和大师姐说了来的目的, 他过来, 就是来问那两个人的背景的, 只有知道他们二人的背景, 他才可以丧出来一个强大的背景来, 西兰一听, 也知道自己小师弟现在面临的状况, 他和安兰联系的时候, 安兰顺嘴说了发生的事情, 没有想到, 情况比说的还严重, 二人竟然盯着他的小师弟,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了, 西兰带着林天宇二神, 来到自己的闺房内, 泡上了药茶, 可以疏通经脉的好茶。 我知道的, 也是从师祖嘴中知道的, 还有, 我看九重天古书的时候, 看到一些记载, 不多, 西兰包上是橘子皮道, 我想师父传承内, 不给你这一方面的只有一个原因, 不想你过早涉及, 西兰所言不错, 不光是星天老君的传承内没有, 岳崖圣人, 天道大地等人的传承内, 也没有涉及太多, 不是说知道的多详细, 也知道的不是太多, 知道最多的, 还是他们师祖, 洪黄祖师, 以及灭天祖师。 他们二神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林天宇现在所有的希望, 都在大师姐身上, 将知道的全部说出来, 总比两眼一抹黑的强啊, 他是一点都不知道。 西兰将包好的两个橘子, 一人一个递给了安兰和林天宇, 喝了一口茶水, 开口道, 他们二神, 据说来自一个神秘国度, 叫什么失落之地? 师祖和我随口说的, 他们二神怎么来这里的, 不知道, 咱们师祖和灭天师祖当时, 已经稳坐巅峰, 还有魔祖神, 平分天下的, 后来二神突然出现, 压制住了师祖他们, 再后来你就知道了, 西兰知道的, 也只能是略知一尔。 至于九重天那边的记载, 只是提及了一下, 说二神实力, 可以覆盖咱们这里的空间, 就是都市都可以灭了, 实力只能用可怕来形容, 真假尚不知道, 这只是九重天古书里面的记载。 西兰继续道, 他们二神的底细, 也只有咱们师祖, 还为灭天祖师知道的, 会很详细, 但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不说, 好像在忌惮什么, 咱们师父肯定也知道, 也不说, 我也搞不懂。 神秘国度, 失落之地, 灵天宇放下手中只吃了一个的橘子, 双眼微微眯着, 嘴中更是喃喃自语着, 失落之地, 他是第一次听到, 根本没有听说过, 他消化的传承记忆内, 一点都没有提及到。 这样, 小师弟, 你们等会儿, 我去问我师父博弈道军, 他是顶级神奇师, 说不定也知道一些, 你要镇住他们, 知道的背景越多越好。 西兰很关心灵天宇的, 这是他们星天一脉, 第三代弟子里面最小的一个, 自然得捧在手心里面。 好, 灵天宇点了点头, 他师父竟然是顶级神奇师, 以后四季大师姐也是顶级神奇师, 他是没有希望, 大师姐是就可以了, 他手中的火情剑, 还有卢叶枪, 都得修复一下。 灵天宇和安兰坐在闺房内, 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声, 安兰很随意, 躺在了西兰的床上, 休息起来, 灵天宇可没有休息, 耐心的等着。 离去的西兰来到一处静修之地, 敲了敲门, 走了进去, 博弈道军盘腿坐在铺团上, 打坐舍, 香炉内散发着香气。 师父, 西兰拱手心里道, 想问他们两个人的背景? 博弈道军察觉到有人过来了, 还是灵天宇和岳阳圣人的女儿, 当初到昆阳山的时候, 见过, 灵天宇虽没有亲眼见过, 也知道的, 毕竟是惊天老君的徒儿, 认也要认出来的, 刚才他们的谈话, 他都听到了, 不想听也得听, 灵天宇过来, 定然是有事情, 这样被仅以为众的顶梁柱, 一般不会浪费时间, 来这里必然是有事情的, 这里是他的地盘, 自然听到了。 是, 西兰对师父知道, 没有什么意外, 毕竟是和天道大帝一样的大神物。 他们二身来自于失落之地, 博弈道军没有什么忌惮, 道, 那失落之地, 如果严格来说的话, 您师祖还有灭天祖师, 他们进去能够排到中等, 您师父他们是中等下方。 他们二身确实在我们这里, 是无敌的存在, 在失落之地也就一般。 西兰听道说的, 记在了心中, 顺便将自己小师弟打的算盘说了出来, 问问有没有合适的人物, 作为背景。 你这个小师弟, 真是胆子大呀。 博弈道军闻言, 摇头无奈, 但更多的是欣赏道, 您师父说了这么一个胆大的徒儿, 那也是福气呀。 总管你们这一代, 没有人敢这么做, 说是正主, 倒不如说是忽悠啊。 江山代代残人出, 无人敢和你这位小师弟比啊。 不义道军的口气里面, 满是佩服, 换作是他, 那真是不敢。 哼, 这也就我小师弟可以做出来。 西兰无嘴笑道, 师父, 你有合适的人物没有啊? 失落之地, 无人是不认识, 可想要造出来一个人物, 倒是不难。 没有必要用失落之地的, 用了反而不好, 搞不好他们会打听, 一问, 和你小师弟没有关系, 知道被忽悠, 会激怒他们, 不如用咱们这个世界的。 都市中间藏的强者多数牛毛, 一般人不敢来闹。 可以用一个人, 博弈道军突然语气变得极为严肃起来。 谁啊? 西兰文言好奇道, 他师父推荐的人必定是可以的。 为师的师父? 博弈道军道, 西兰文言有些懵, 办事这么久, 他还真没有听说过有师祖。 师父, 您没有说过您有师父啊? 西兰平复平复了心情问道, 嘿嘿嘿, 师父没有说, 不代表没有啊。 博弈道军笑道, 师父这一身炼气本领, 也是你师祖教的, 可不是外面传的无师自通, 知道为师有师父的没有义人, 为师没有跟谁说过。 将你小师弟叫进来吧, 我送他一样东西, 一样可以让他糊弄住二神的东西。 西兰王转身去教, 实在难以想象, 博弈道军皆有师父, 天道大地都没有听说过, 看他说的, 能够糊弄住, 他这师父不是凡人的。 能够培养起来博弈道军这样的顶级神器师, 他师父至少也是顶级神器师的水准, 实力恐怕和洪黄祖师, 还有灭天祖师差不多。 一定和洪黄祖师他们是一辈的, 于飞洪和他们都是一辈的人。 西兰来到闺房内, 安兰, 你在这里休息会儿, 我带小师弟去见我师父。 西兰知道师父只是叫他小师弟, 没有叫安兰, 一起过去倒也没有什么, 还是遵守玄兰意思比较好。 尽管他是博弈道军唯一的真传弟子, 还是不要越去。 去吧, 安兰没有意见, 只让灵天宇去, 那必然是重要的事情, 他去不去无所谓。 灵天宇处理事情, 他想帮都帮不上。 灵天宇跟在大师姐西兰身后, 来到博弈道军这里。 见过前辈, 灵天宇拱手行礼道。 嗯, 起来吧。 博弈道军点了点头, 事已不用行如此大礼。 您是个小娃娃倒是胆子大呀, 敢忽悠那两个老家伙。 博弈道军出言夸奖林天宇道, 哼, 他们逼我的。 林天宇无奈地耸耸耸肩膀道,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他们先说我的。 好好好。 博弈道军听到林天宇最后一句话, 连说三个好字道, 他们两个弹上你这么一个对手, 也该他们倒霉。 我可以帮到你, 帮到你镇住他们。 我想知道, 假以时日, 给足你水里, 你敢不敢灭他们二人。 博弈道军盯着林天宇问道, 他们二人出身很强的, 很可能你灭了他们, 会招惹来你师祖都解决不了的仇人。 西兰听到师父说的, 知道什么意思, 在试探他的小师弟敢不敢, 同样也在测试, 有没有资格拥有他给的东西。 他师父很谨慎, 也在测试他的小师弟有没有这个恒心。 西兰看着林天宇, 看看他怎么回答, 他也知道, 那两个人背景很强, 有可能杀了后, 会朝着失落之地的强者, 他们师祖都只能排上中等, 博弈道军如此谨慎也说得过去。 林天宇听到博弈道军的问话, 心如止水, 与其坑枪有力道。 下雨时日, 我有这个势力, 我会把他们二人夺成肉酱, 对我出手的人都得死, 无论他们是谁, 我也管不着失落之地是什么地方, 要报仇, 我就继续杀。 反正我手上也沾染了很多人的血了, 不在乎多几条人命。 好, 博弈道军见林天宇说得极为自信, 眼神内根本没有一丝害怕之说, 很是满意的。 我给你一样东西, 那是我师父的, 和你们师祖, 还有密天祖师, 是一个级别的人物。 只是我师父现在下落不明, 你不用问我师父什么背景, 他们知道后, 会忌惮的, 不敢对你动手, 你可以随便做你的事情, 剩下的就看你自己了, 能利用多久, 能瞒多久, 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博弈道军说完, 右手一挥, 一枚吊碎现身, 抛给了林天宇道。 这里面有我师父留下来的一道精神之力, 你对天外天动手, 必然会引起了二人的注意, 到时候, 红颜六语派人对你出手, 你捏碎此吊碎, 到时候, 你就知道了。 博弈道军叮嘱完林天宇, 示意可以退下去了。 林天宇看着手中的吊碎, 收了起来, 拱手告辞, 西兰也跟着离去, 他总得送送林天宇。 出口处, 林天宇和安兰并肩而战。 大师姐, 你还得帮我一个忙。 林天宇右手一挥, 火行剑和卢叶枪的碎片现身, 这是火行剑, 还有卢叶枪, 碎了, 看看能不能修复一下。 给我吧。 西兰自然不会拒绝, 这一看就是实境武器, 修复一下, 很好修复的, 他目前的炼技本领还修复不了, 他师父可以, 实境武器修复, 那是轻而易举的。 大师姐, 告辞, 林天宇拱手行礼, 和安兰原路返回。 西兰一直目送着林天宇二神离去, 才返回。 林天宇和安兰一起回了都市, 开始准备对天外天动手。 博异道军给的宝贝, 既然可以镇住, 他就没有顾忌了, 只要可以镇住, 他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出手。 不用雷苏出手, 找师兄们出手就可以, 祸不封他们逃不了的。 林天宇看着上古地图, 下了狠心道, 这一次必须抹出天外天。 安兰是已知道了, 你回去叫来林天雪前族, 还有朱老六位前辈, 师兄他们, 还有我父母, 南宫家族, 文家的人, 魔族现在处理事情的人也叫来。 林天宇叮嘱安兰道, 安兰点了点头, 忙闪身离去。 林天宇看着地图上的每一座山, 这一次必须灭干净。 天外天塌的老对手了, 上次差点就灭了, 半路杀出来一道声音, 这一次还往哪里跑啊? 十分钟内, 灵战精等人都到, 安兰通知他们的时候, 告知他们要动手, 已经想到了办法。 灵战精夫妇等人一听, 知道是时候抹出对手了, 也是时候报仇了, 尤其是灵战精夫妇, 他们深知儿子的做事风格, 不做无把握的事情。 宏苦强者, 包括上次补充进来的远苦强者, 荒苦强者, 你们四大圣地不用管, 只管灭天外天里面的人, 那些强者, 师兄你们来灭。 林天宇看着邓周等人道, 好, 交给我们了。 邓周等人点了点头, 既然要动手, 就一定想好对策了。 天地七强者, 上古巅峰强者, 我会派另外的人对付。 林天宇继续道, 安兰, 你去告诉鬼师天, 让他派人对付天地七强者, 以及以下的, 至于天外天圣主, 我留下他。 林天宇吩咐众人, 天外天圣主他要亲自斩杀, 他可是寒武修为, 灭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他不会让其死得那么轻松的。 他虽然没有见过他的亲生母亲, 既然是死在他们手中的, 没人说的, 罪魁祸首是天外天圣主下令的, 得先拿此人开刀, 最后便是红颜等人。 记住, 原则只有一个。 林天宇指着地图上, 天外天所在的范围内, 毫不留情下了话道, 我要天外天圣地内, 看不到一个活物。 话出, 整个客厅鸦雀无声。 林天宇的话, 让客厅内的所有人镇住, 一个活物也没有, 那就是说, 一只狗都不能留。 树木也不能留。 这是赶尽杀绝, 没有必要做得如此绝吧。 这么做, 可是要遭天谴的, 更是要被世人所唾弃, 甚至留下诟病的, 对名誉有很大的损害。 小师弟, 这样做, 是不是有些不妥啊? 邓州担心道,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在乎一下名声的。 有什么不妥啊? 林天宇不解道, 普通神没有必要杀的, 毕竟只是普通人啊。 邓州解释道, 是啊, 张启烧等师兄也点头赞同道, 天道一脉的胡文等人也赞同, 林天宇文言, 没有改变心中的决定道, 师兄, 容师弟说一句严重的话, 你们这是妇人之人, 知道为什么让你们撤下来吗? 师父不在, 没人镇住, 他们动手也会毫不留情的, 比我做得只会更狠。 当初的天文天是怎么做的, 原来四大圣地多少人, 他们留了? 林天宇一句话, 将赛上所有人说的反驳不上来, 再不觉得有什么过头, 这一次是报仇。 林天宇收了地图, 养人压下令道, 三天后, 午夜上, 所有人杀入天文天, 记住, 别心思手软, 只要是他们的人, 无论年龄大小, 全部杀。 所有人点头, 知道该怎么做了。 准备吧, 林天宇摆了摆手, 睡一下去, 按照安排的准备。 林战青夫妇, 还有南宫玄业他们, 林总是看了一眼林天宇, 心里十分欣慰。 从一个普通神, 一步步推遍到现在, 其中的艰辛, 可想而知啊。 林战青深呼吸一声, 有些心疼儿子的。 是啊, 南宫玄业点了点头, 极为悲伤道, 要是霓装还在, 定山会感到高兴的。 话出, 林战青夫妇心中只有悲伤, 他是看不到了, 但好在也争气。 整个客厅内, 只有林天宇, 安兰和林天玄。 我也要出手。 安兰剑都分配了, 就他们事情有些不满。 我说了, 你不能出手。 林天宇依然拒绝道, 红颜无时无刻不再找他, 万一被带走了, 又是一件麻烦事, 还得解决。 可是, 没有可是。 安兰还想说什么, 被林天宇毫不留情地拒绝道。 我的话不想再说第三遍。 安兰还想说, 被林天宇示意不要说了, 既然不让动手, 必然是为他好, 没必要为了这件事情争执, 甚至闹得不开心。 无奈, 安兰只好点头, 坐在了沙发上。 林天宇摸了摸身上, 竟然没有烟了, 只好上人去买。 不用去买了。 林天宇阻止了前去的人, 只能指客厅的电视下方抽屉内, 那里面都是成条的烟, 都给你准备了。 林天宇早就准备了, 林天宇爱抽烟,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回来, 以备不时之需, 考虑得很十足。 林天宇走过去, 打开抽屉一看, 还真是不少, 装在身上两盒。 对了, 东方家, 南家, 还有陈家, 最近怎么样了? 林天宇倒是没有忘记 自己这三个兄弟的家族, 柳浩然肯定没事, 跟着他父母呢? 这么长时间了, 得问问。 啊, 放心吧。 林天宇笑道, 你这三个兄弟的家族, 我们林家照着呢? 只要咱们林家不到, 他们就没事。 赵老那边呢? 林天宇也放心了, 旋即问问赵祥德的情况, 这位可是他的忘年之交啊。 也没事, 林天宇回道, 我给赵老送过去了很多天才地宝, 甚至还让他建立了赵家, 我让林苏身他为爷爷了, 现在赵家也有人, 没有事情的, 你放心吧。 林天宇闻言也放心了, 他侄子认了赵祥德为爷爷,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对了, 给赵老送过去零食。 林天宇倒是没有忘记这件事的, 他们都得活着, 等他踏上红骨后, 他们也得提升上来, 起码也得长生不老。 我送了, 林天宇回道, 你就放一万个心吧, 有咱们林家一口吃的, 就有他们半口。 林天宇彻底放心了, 离开了客厅, 独自一针来到别墅外, 站在草地上抽着烟。 三天后的吴燕正动手, 林天宇不是白定下这个时间的, 三天后, 上古将有一场大暴雨, 会持续八个小时左右, 时间很长。 暴雨而下, 伴随电闪雷鸣, 天外天一定想不到, 一定警惕会比平时松懈更多。 再加上之前, 骂阵久久不还击, 警惕会更松懈。 他是有博弈道军给的底牌, 在松懈的情况下偷袭, 自己这一方的损失要小很多。 一旦开战, 就一定会有伤亡。 林天宇很爱惜自己这一方的人, 少损失一个, 就少损失, 这都是实力。 想什么呢? 刚抽了几口烟, 苏若熙手胯包包走了过来道, 他也是刚假班, 好久没有见到他弟弟了, 儿子玩心大了, 他父亲苏金华天天在公园转。 哦, 没有想什么, 林天宇摇了摇头道, 还没有想, 苏若熙摆了他一眼道, 你要是不想, 就不会出烟了, 一出烟, 肯定是想事情。 你呀, 像是燕然在的话, 他可以说了你。 苏若熙笑了笑, 可惜段燕然不在,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要是在的话, 那就好了。 他弟弟不至于书金, 还是截然一人。 沈梦西, 唐诗瑶, 华妃妃都是好女孩, 还有安兰, 可惜不花心。 人家其他一家之处, 哪个不是三妻四妾的, 和他哥哥一个性子, 钟情。 他是个当嫂子的, 也真操心他。 林天宇现在担心的, 就是燕然, 他是第一个被控制住的, 虽不会有生命危险, 一旦他陨落, 燕然的下场, 实在是难以想象。 所以, 他必须活着, 为家人, 为燕然, 更为死去的亲生母亲活着。 对了, 有空的话, 一会儿换换衣服, 陪我去复一场酒宴, 要喝酒的, 你可在上谷呢? 苏若西道, 好, 林天宇没有意见, 该安排的都安排了, 就等着时间到, 随之并肩回了别人书, 上楼换正装去。 林天宇和阿兰也看出来, 林天宇要出血, 一双伯鲁皮鞋, 世界上最贵的皮鞋, 林天宇极为注重里面的, 他是现实林家族上不错, 可林天宇才是林家族幸福, 这是他亲手打造出来的家族, 皮鞋全部是最好的, 最贵的, 有其他皮鞋, 这是苏若西给他挑的, 苏若西早就换好衣服了, 亲自给林天宇挑选着, 毕竟是要付酒宴, 穿上这一身阿玛尼西装, 还有老尼士手表, 苏若西给林天宇精心挑选着, 不得不说, 林天宇适应现代生活很快, 什么都准备了, 这些手表, 林天宇以前都不见得会戴, 他完全不适应戴这些, 太雷赘, 苏若西先下了楼, 等着换好衣服的林天宇, 很快, 下楼声响起, 林天宇走了下来, 阿兰看着林天宇一身正装, 看的是泛花痴, 林天宇不是特别帅, 但男生魅力是最强, 尤其是刀锹一般的脸庞, 帅已经不能用来形容了, 我们走了, 苏若西起身, 拿起来包包, 挽着林天宇的胳膊, 离开了别墅, 天宇如今不经常回都市, 也该适应适应都市的生活了, 林天宇叫道, 这是大圣之前的放松, 三天后动手, 要靠他来掌控全局, 很累的, 阿兰梳理梳理了头发, 摇头道, 他可以感受到, 林天宇身上的压力, 只是无法替他分担, 不然的话, 他干什么要求参与啊, 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林天宇没有在说什么, 现在也没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 干脆带着安兰, 去都市逛逛, 安心等待时间到, 一切准备就绪, 隐士的博弈道君也在慢慢等待, 他知道林天宇近期就会动手, 一旦上午出事, 他也会看看的, 看看六郁的情况, 博弈道君也是出身于六郁的人, 知道林天宇要动手, 自然会刻意注意一下, 师傅, 西兰走了过来, 怎么了, 博弈道君睁开眼睛, 看着土耳道, 想请您修复一下我小师弟的兵器, 西兰右手一挥, 火行剑, 还有卢叶枪碎片剑身, 这两把武器能够尽快恢复那是最好的, 火行剑, 博弈道君一眼震出来火行剑残骸, 正是当年火行绝地圣主所用的剑, 当年也是明镇上谷的明剑, 放下吧, 博弈道君是以土耳放下, 有空他就修复一下随手的事情, 就是将其提升下等级都不是问题, 就是看在天道大地的面子上, 也要看在土耳西兰的面子上, 必然要修复的, 师傅, 西兰刚走到门口, 突然停下脚步, 转身看着博弈道君满脸担心道, 我想去看看, 博弈道君一听, 心领神会, 知道什么意思, 西兰是星天一脉大徒儿, 林天宇是第三代弟子中最小的弟子, 宝贝一般的存在, 知道他近期要动手, 必然担心, 到时候去看看吧, 只可隐身看, 不可露面, 不愿意道君理解徒儿的心情, 身为大师姐, 星天老君不在, 自然他要照顾好, 西兰剑同意, 心情十分兴奋, 忙拱手会去安心等待, 林天宇这一场战, 牵动着多少人的心呢, 各个实力等级的对手, 都有人对付, 如今天外天圣地还在想方设法, 激怒斯大圣地动手, 殊不知, 大战即将来临, 所有人都严阵以待, 就等着三天以后的时间, 海北, 五星级酒店, 第三楼, 这里齐聚了海北所有的商界精英, 有各个家族的, 也有扳手起家的, 没有家族背景的董事长, 总裁, 也都是资产千万起的存在, 苏总裁, 苏若曦的到来, 纷纷打招呼道, 只有一部分人认出来林天宇, 都是有家庭背景的董事长, 毕竟林天宇的名声, 如雷贯耳, 家族内胡人不知, 本马房地产, 真重的商官者过来了, 吕家一位董事长, 小声和玄家一位董事长说道, 是啊, 玄家董事长满是激动的, 光听我家老爷子说过, 但是没有亲眼见过呀, 书竟不是见到了吗, 这可是林家第一掌管者, 神秘得很呢, 他有三个兄弟, 东方家东方炎, 南家南风, 还有京都陈家陈穷, 都是大双眼, 地位极高, 吕家董事长说到最后, 双眼内满是崇拜, 可能林天宇还不知道, 在各个家族内, 林天宇早已被神化, 尤其是最近消失的无影无踪, 有人说他的实力早已通天, 也有说早就成仙了, 谁也闹不清楚, 天宇, 一会儿可有几位美女啊, 苏若曦端着一杯红酒, 看着一言不乏的林天宇笑道, 是呀, 林天宇闻一言, 问道,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苏若曦故意迈起来关子, 林组长, 东方家和南家的董事长, 前后走了过来, 和林天宇打招呼, 他们两家和林家关系极为密切的, 啊, 这是南家和东方家的董事长, 苏若曦忙介绍道, 林天宇一听, 是自己兄弟的家族, 主动举杯和二人碰了一杯, 这让二人受宠若惊, 你们家少爷可好, 林天宇问道, 他也好久没有见过了, 等灭了天外天后, 他会找个时间聚聚, 去祭奠祭奠林郎, 还有死去的另外两位兄弟, 啊, 很好, 二宣回道, 前两天还念叨您呢, 是吗, 林天宇闻言, 笑了笑, 兄弟是什么呀, 就是多年不联系, 也照样关系极为亲密, 不会疏忽的, 嘿, 林天宇和二宣聊着, 背后被拍了拍, 女子声响起, 扭头看了一眼, 三个不一样的美女站在身后, 除了唐诗瑶, 华妃妃, 沈梦希, 还能有谁呀, 三人现在也是董事长的, 自然也过来了, 噪噪, 三女小嘴倒是挺甜的, 忙叫道, 你们聊, 苏若曦给了林天宇一个眼神, 离开了原地, 三女闻舍林天宇, 眼睛都在她的身上盯着, 三女在都市都出名了, 不老女神依旧单身, 许多人想追都不敢追了, 三女心里有人, 现在看来, 心上人就是林天宇了, 你可是神龙见首不见鬼的人呐, 沈梦希酸溜溜地话道, 就是, 唐诗瑶也出言附和打趣道, 是不是和燕燃, 过二人世界去了, 华妃妃看着林天宇, 无嘴偷笑道, 哼, 看来还是一些人姐姐有面子呀, 那是, 唐诗瑶二女也不羡慕, 反正有的是寿命, 做不成大的, 做小的也行啊, 反正容颜不老, 林天宇一言未发, 三女心里有她, 她知道, 可惜, 拒绝过了, 就是拒绝不了, 还有夏清一, 也拒绝不了, 铁了心吃盛托, 她能怎样, 三女现在又寿命很长, 自然更是紧追不放, 我希望你自重一下, 不然你的公司, 还有你的家人, 都会消失, 三女还没有再开口, 大厅内出现不合时宜的声音, 吸引了林天宇的注意, 铁月, 你最好自重一点, 不然你会死的, 东方家董事长站了出来, 一把推开了云月, 敢对苏总裁无礼, 那是找死, 不错, 南家董事长也站了出来道, 这是奔马房地产的总裁, 更是灵家的大少奶奶, 你有一百个脑袋也不够吊的, 立刻跟苏总裁道歉, 否则你就不用走了, 南家董事长直接下了狠话, 这是一场商界合作的建会, 共同开发项目的建会, 不是来耍流氓的, 竟然敢追苏总裁, 苏若曦都有孩子了, 是人家林天宇哥哥的妻子, 真正的林家大少奶奶, 谁敢惹呀, 启, 铁月瞥了一眼, 说话的南家董事长二人, 满是不屑道, 老子看上的女人就是老子的, 追了你这么久, 竟然给脸不要脸啊, 什么狗屁林家, 老子没有听说过, 老子今天要定他了, 云约, 其父云忠, 三年前白首起家, 成为商界新起来的公司, 资产保守一亿, 说严重点, 云约今日敢这么做, 就是涉事未深, 不安适事, 不知道水多深, 这里的董事长, 有三分之一都是有家族背景的, 其他的也都是白首起家, 但有十几年的历史了, 云氏集团只能算是新兵担子, 银月, 你只是一个副董事长, 就是你父亲云朱, 都未必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平常纠缠也就算了, 我可以当做民事发生, 今日若你不道歉, 我可以保证, 你今天真的走不了, 而且你的公司也要负面, 苏若曦万万想不到, 云约大胆倒会这样做, 真是不失死活, 平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就算了, 今天他可以饶了他弟弟不见的会, 他有男人, 他男人是凌家的大少爷, 身份尊贵, 更有一个宝贝儿子, 云约就是提携都不配啊, 苏美人, 你吓唬我呀, 我云氏集团九的事情, 不见得比你差, 云约却不以为然, 根本不在乎, 还覆灭, 真是吹牛不怕牛皮大呀, 此话一出, 所有人看着云约, 跟看白痴一样看着他, 竟然说出来这样的话, 奔马房地产的钱早就数不清了, 可以说多到难以想象, 这世上还真有这样不知死活的人, 敢惹灵家, 苏美人, 我看你, 啪, 云约还想要说什么, 可惜话没有说完, 被踹飞出去, 将酒桌砸了个稀巴烂,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看向不知何时, 现身在苏若西跟前的灵天宇, 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他们知道, 云氏集团完了, 舍了苏若西, 就义务之舍了整个灵家, 更是舍了这位神话一般的神医, 云约被踹得根本站不起来, 喂, 灵天宇没有废话, 直接拿出来手机, 拨通了先祖灵天宇的手机号, 他刚才听到了所有的话, 知道叫什么名字, 集团是什么, 给我立刻灭了都市的云氏集团, 叫云忠, 副董事长, 云靴, 灵天宇说完挂了手机, 自己找死的, 灵天宇没有犹豫, 立刻安排人去, 这件事小菜一碟, 在场所有人都知道, 云氏集团活不过今晚, 死定了, 自己找死的怨不得别人, 灵天宇看着站不起来的云约, 看了看自己嫂子的右手手腕, 被拽得有些发红, 走过去, 咔嚓, 呃啊, 一声惨叫声响起, 灵天宇毫不犹豫地, 踩断了他的双手, 他不舍人, 也别来惹他, 否则就是找死, 云出去吧, 灵天宇没有下手, 这儿还有普通人, 不动杀戮的好, 很快, 保安进来, 将其扔了出去, 云月也活不了, 他跟灵天宇打了招呼, 自然会找到他的, 一场闹剧, 就此结束, 灵天宇也倒没有因为这件事情, 而坏了心情, 毕竟大战在即, 没有心情处理这些事情, 否则刚才早就下了杀心, 唐诗瑶三女根本不放在心上, 自己作死的, 一场酒宴持续到晚上11点左右, 才算是结束, 唐诗瑶三女可是没有离开灵天宇半步, 一直到酒宴结束, 才算是恋恋不舍的分开, 灵天宇回到别墅, 没有休息, 换了一身宽松的衣服, 独自一身坐在别墅外, 看着满天的星辰, 小子, 好悠闲哪, 刚点上烟, 一声细血之声在耳旁边响起, 灵天宇忙警惕, 扭头看向声音的传来方向, 一身着长袍的男子坐在他的一旁, 满脸笑容地看着他, 你是谁, 灵天宇调动体内的寒武力量, 质问道, 突如其来不见得是好事情了, 你师父星天老君是我大哥, 我来自于九重天, 我叫玄哲, 来人正是刚和玄门再次结束交手的玄哲, 只是此人突然到访, 不知为何呀, 灵天宇听到玄哲说的, 职者怀疑的心态, 他不认识玄哲的, 更没有见过, 他师叔倒是说过九重天的事情, 不用警惕, 我来找你有事情的, 玄哲可不是白过来的, 他是带着事情来的, 专门来找灵天宇的, 找我? 灵天宇轻微放松了警惕, 看着玄哲, 很是好奇, 他和九重天不认识的, 顶多认识一个第一重天的人, 早就分开了, 对, 玄哲点头道, 你师父星天老君让我告诉你, 不用担心他, 他没有去你知足那里, 很安全, 还有, 他让我带话给你, 让你尽可能做自己的事情, 玄哲过来, 就是带话来给灵天宇的, 星天老君确实没有去, 那两个人肯定不会放弃, 但无奈, 就是抓不到, 也是本事, 灵天宇听到自己师父没有去, 心里松了一口气, 他最大的底牌, 不是师祖红黄祖师, 而是他的师父, 星天老君, 说句不太好听的话, 他跟红黄祖师都没有见过面, 说不上多熟悉, 最大的背景, 还是他师父, 星天老君, 眼前的人他是不熟悉, 也不知道是谁, 当时他师叔也说了, 可能去了, 也可能没去, 暂且相信算了, 小子, 一切看你的了, 你师父给你做了, 尽可能做的, 我和玄门闹的动力很大, 你能不能扛起来这大梁, 就看你自己的了, 玄哲对灵天宇充满了希望, 他也忐忑, 担心灵天宇扛不起来的, 今天过来也有自己的意愿, 希望灵天宇可以扛起来, 等你长个红骨后, 我建议你去第一重天, 你现在的实力, 可以炼制出来一个分身, 玄哲道, 提前熟悉一下九重天的事情, 我希望你可以在九重天提前扎根下来, 面对玄哲的提议, 灵天宇想了想, 暂时没有下决定, 他现在还没有想好, 上股的麻烦还没有解决完呢, 就想九重天, 太过好高无援了, 甚至六玉和红颜都没有解决呢, 小子, 你和其他人不同, 你完全有能力提前进入九重天, 玄哲一眼看出来灵天宇心中所想的, 却说道, 你身怀星天一脉所有的传承, 更是得到了天道大帝夫妇的传承, 你有资本的, 只是我提醒你, 一旦炼制出来分身, 分身的实力, 不会和你本尊的实力一样, 你现在寒武修为, 会降低一个大层次, 到天古修为, 玄哲不忘提醒灵天宇, 但凡炼制出来分身的都会降低, 就是他本人炼制出来也是如此, 这是定律, 这是前往九重天的地图, 你拿好, 这是一条进路, 没有什么危险, 虚空破碎很少的, 玄哲右手一挥, 一张羊皮地图现身手中, 你拿好, 玄哲递给了灵天宇, 接过羊皮地图, 灵天宇仔细看着, 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地区名字, 一条极为复杂的路线, 用红色路线标了出来, 九重天三个字, 赫然就在地图上标着, 好了, 我也该离开了, 玄哲交代的都交代了, 留下这么一句话, 相识不见, 灵天宇想着刚才的话, 要是提前进入九重天, 倒是不怕, 就是得分心, 一心二用, 倒也不是难事, 只是现在事情有些多呀, 分身去了九重天, 说是熟悉, 以他的脾气, 会如此安静下来, 不闹出点动静来才怪呀, 他不去还好, 一去, 自然要建立自己的势力, 从第一重天, 慢慢的发展到第九重天, 他是个有野心的人, 灵天宇收了地图, 想着刚才玄哲说的话, 既然是姓玄, 他的恩师也应该姓玄的, 要是提前进入九重天, 事情会多出来, 可以将精神打出进去, 控制起来, 和自己的思想没有差别, 灵天宇在心中想着, 炼制分身他确实会, 只是耗费时间罢了, 就算要炼制分身, 也要等解决了天外天后才可以, 甚至要镇住那两个人, 六玉和红颜, 这才可以炼制分身呢, 灵天宇心中考虑着刚才玄哲说的话, 此人如果仔细看的话, 和他师父的眼睛有些像, 此人容貌很不一样, 气质眼神是改变不了的, 此人倒是可以选择相信, 直觉吧, 要是那两个人派来的, 还没有那个必要, 灵天宇最终选择了相信, 不妨试试, 灵天宇再三考虑后, 还是决定试试, 提前进入也不见得是坏事, 只是需要一心二用, 一心四用他都用过了, 灵天宇下了决定, 绝对不是现在, 要等到解决了天外天后才可以, 炼制分身需要很长的时间, 提前进入的话, 先建立一部分势力, 起码等本尊过去了, 不需要两眼一抹黑, 可以直接熟悉九重天, 传承是传承, 不如亲眼渐渐的好啊, 灵天宇回了别墅, 耐心等着时间到, 三天的时间很短, 可等待是最煎熬的日复一日, 卧室内, 灵天宇用干净的毛巾, 擦着手上的顶级神器, 九五枪, 一眼未发, 距离时间到, 还有两个小时走, 没人打扰他, 安兰和灵天宇看着客厅的钟表, 盯着时针分针时间到, 所有人严阵以待, 铠甲披身, 手持武器, 大鱼早已而下, 雷电昏鸣, 天地好像要崩塌一样, 所有人已经提前进入上谷, 隐身着, 客厅内, 安兰看着时间慢慢地接近, 不由地紧张起来, 还有十分钟, 安兰秀眉紧住着, 快了, 灵天宇回了一句, 看似回得很平静, 实际上他也在紧张, 毕竟大战在即, 安兰蓄手紧紧地握着, 手心内都出汗了, 可见现在多紧张, 八分钟, 安兰数着时间, 越来越近, 倒数时间, 将灵天雪的心也带动了起来, 本来还不是太紧张, 现在已经揪住了心, 五分钟, 时间毫不留情地过去, 安兰的声音越来越颤抖, 呛, 与此同时, 一声清脆的响声在卧室内传出, 灵天宇站了起来, 全身金光一闪, 铠甲覆盖在身上, 手持勇武枪, 看着眼前的勇武枪, 灵天宇一个枪花现身, 收了起来, 消失在卧室内, 安兰和灵天雪, 察觉到了力量波动, 知道灵天宇去了, 忙来到别墅外, 看着上古所在方向, 大战不可避免, 灵天宇现身上古, 雨水冲刷着铠甲, 看着天晚天锁在地, 等着最后的五分钟时间到, 所有人看到灵天宇到来, 知道时间到了, 轰隆隆, 雷鸣声响起, 震得神耳膜有些痛, 大雨越下越大, 时间越来越逼近, 隐身的人也都纷纷现身, 齐聚在一起, 天外天圣术已经被包围住了, 一点动静都没有, 武器已经亮出来, 体内的战火难以覆灭, 唯有敌人的鲜血可以平复, 武器也只有鲜血可以抚慰颤抖, 杀, 时间到, 灵天宇毫不犹豫地下了令, 战斗打响, 大面积的攻击在天外天内响起, 火光冲天, 很多人在睡梦当中死去, 完全没有征兆, 邓州等人已经困住了天外天的红骨强者, 鬼族的人, 四大圣地的人, 在天外天圣地内, 秋风扫落叶一般, 所过之处全部是尸体, 瓢泼大雨, 在地上汇聚成了一条一条小溪, 血水遍地, 灵天宇站在大雨中, 没有说一句话, 就只是站着, 任凭雨水打在身上, 刀光剑影在闪电光芒下, 形成了让灵天宇听起来最舒服的声音, 他体内的战火早就燃烧起来, 勇武枪也快抑制不住, 等待着鲜血的浸润, 守在上层界面, 继续寻找两条天体的天外天势力, 是最先遭遇战火的, 一个不留, 一修为天地期巅峰之人, 看着那些跪地求饶的普通人和修炼者, 手持冰冷长剑, 冷冷地下了令, 他们无主下过令, 一个不留, 那就是一个不留, 刀剑落, 必有人头落地, 更有鲜血流出, 不吃, 不吃, 密集的破体之声在上层界面响起, 灵天宇听力极为灵敏, 任凭电闪雷鸣之力干扰, 也能够听到, 这种声音太舒服了, 这是发泄体内仇恨的最好办法, 只有敌人死, 被杀才能发泄, 不吃, 上层界面最后一声破体之声响起, 就此结束, 只剩下天外天圣地内的势力, 无主, 负责上层界面的天地其强者, 现身灵天宇身后, 拱手经理道, 上层界面, 天外天势力, 一个不留, 文言, 灵天宇轻轻抬手, 是已知道了, 那人随后带领势力冲出了天外天圣地内, 和四大圣地的人, 还有鬼族的其他人会合, 将其团团围住, 进行围杀, 邓州等人也在清理当中, 红骨强者都在持续陨落, 开闪到现在, 仅仅十分钟而已, 红颜, 六欲, 还有那两个老家伙, 暂时还没有得失, 灵天宇巴布的他们不知道呢, 知道的倦池, 他就可能有更多的时间灭天外天, 只要灭了, 再和他们对抗, 可以不用分心看着天外天这里, 专心对付他们, 天外天圣主, 灵天宇看到从天外天圣地内, 冲出来的三道人影, 双眼大睁, 冲的方向正是红骨方向, 枪, 勇武枪现身, 灵天宇手持勇武枪, 雨水打在枪尖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搜, 不吃, 毫无征兆, 一枪刺穿了天外天圣主的胸膛内, 圣主, 跟着冲出来的两个人, 看到自己圣主受伤, 晶晶抬头一看, 瞳孔大声, 竟然是灵天宇, 灵, 天, 雨, 天外天圣主感受到了胸膛内的疼痛, 也反应了过来, 看到眼前, 是让他多次丢人的灵天宇, 恨得咬牙切实, 不吃, 不吃, 跟随的二神盲要动手, 却被灵战青夫妇一人一剑抹除, 神头落地, 鬼族, 四大圣地, 主老六神, 邓州等人, 皆已解决了各自的对手, 整个天外天, 只有天外天圣主还活着, 其他人全部陨落, 天外天圣主扭头, 趁着电闪雷鸣光芒, 看清此处都是黑压压的势力, 直到大事不可挽救, 他的天外天完了, 也要部署灭四大圣地的后尘, 灵天宇手中的勇武枪没有留守, 瞬间穿透了他的整个胸膛, 了不到我会这个时候动手吧, 灵天宇头发早已打湿, 满脸都是雨水, 看着天外天圣主, 满是杀气, 仇恨道, 他死去的两个兄弟, 灵家老祖宗灵神帝, 火行绝地火尊真人, 其母南宫霓裳, 还有众多死在他手中的四大圣地之人, 他亲生父亲是于建峰, 原来的魔族圣主, 自然就是他的亲生爷爷, 原来的南宫圣主, 自然是他的亲外公, 他和四大圣地都有脱离不了的关系, 说句显格的话, 他和四大圣地都有割舍不了的血缘关系, 亲情永远是不能消失的, 他的两个兄弟也是心自眷落的, 更有一个连后神都没有, 兄弟柳浩然更是死里逃生, 这些仇都要散到他的头上, 你这个卑鄙小人, 天外天圣主嘴中都是血, 双眼内满是怒火的指责灵天宇道, 呵呵呵呵呵, 卑鄙小人, 灵天宇文言, 仰头笑了出来, 道, 你动手的时候, 可想过卑鄙不卑鄙啊, 你用的下三滥手段还少, 我告诉你, 我只是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罢了, 今天谁来也救不了你, 你死定了, 噗哧, 灵天宇说完, 不会让他轻易死的, 瞬间下了手, 将他的右胳膊拽了下来, 不折磨死他, 跟他性, 天外天圣主痛苦之声惨叫出来, 他实力再强, 痛觉也要求的, 噗哧, 毫无怜悯, 灵天宇再次下手, 将另一条胳膊也拽下, 撕心裂肺的痛苦声习犬者在场所有人的神经, 没有人同情, 兵半如山倒, 当初的四大圣地也是如此, 没有之一, 风水轮流转, 轰隆隆, 轰隆隆, 灵天宇准备轰断他的双腿时, 漆黑的夜空当中, 出现轰鸣声, 不是电闪雷鸣的声音, 而是虚空被划开的声音, 嗡, 顷刻间, 上古虚空出现了大面积的势力, 咔嚓, 闪电声响起, 光芒现身, 看着最前方的领头人, 所有人都知道是谁, 宁阳, 红颜等人, 邓舟等人, 忙手握武器, 警惕着, 宁阳等人, 不是他们可以对抗的, 上古发生的事情, 是瞒不住的, 只能说知道的时间长短问题, 终究还是要知道的, 今天把你们全部灭了, 从此惊天一脉, 天道一脉, 再无第三代弟子, 红颜知道天王天已经不存在了, 那就灭了灵天宇这些第三代弟子, 也算是混传, 千辈, 救, 救我, 天外天圣主看到自己的后台过来, 抓到了救命稻草, 忙求救到, 废物, 然而, 天外天圣主得到的, 仅仅是废物二字, 根本没有出手救的意思, 天外天圣主心如死灰, 都忘记了疼吐, 他忠心耿耿, 就算是失败了多次, 也葬送了滔天, 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竟然属此抛弃了他, 灵天宇, 想杀就杀, 废物终究只是废物, 在我眼里, 没有甚何用处, 红颜根本不念及之前的效力, 反而觉得天外天是个累赘, 红颜的话, 让灵天宇只是淡淡一笑, 根本没有任何的心理波动, 天外天圣主死, 那是注定的, 但这么容易死了, 就太亏了, 正所谓, 人终究有一用, 将死之人也是有用, 天外天圣主灵天宇是杀定了, 灵死之前再用用他, 也算是死得其所, 红颜, 说实话, 这天外天圣主也是您的老不祥, 只是失去了两条胳膊, 胸膛上有伤, 不见得没有用了呀, 救下来的话, 也是一个大用之人, 起码掌管了天外天多年, 你说抛弃就抛弃啊,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灵天宇话里有话地讽刺起来红颜, 邓周等人听到心领神会, 知道灵天宇什么意思, 这简外之意就是讽刺红颜, 没有爱才是心, 同样也是说给他后面的部下听的, 让他的部下都知道, 跟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灵天宇是什么人, 那是朽便宜就一定占的人, 这样的好机会, 会不把握就太亏了, 让天外天圣主临死前, 用他瓦解红颜背后的部下, 即使不能瓦解, 也要他们心里嘀咕一下, 至少有个阴影, 让他们也知道, 将来一旦这样, 下场也是如此, 红颜听到灵天宇的话, 也听出来言外之意了, 也知道什么目的, 不慌不忙道, 就凭他葬送了我无数部下, 掉一百次脑袋都不亏, 成事不足办事有余的东西, 一点就没有, 留着何用, 连你这样一个善骨弱者都解决不了, 明显能力的问题, 红颜不动声色地解决了, 灵天宇刚才那番话带来的影响, 全部归根到天外天圣主的能力问题上, 后面的部下听到, 纷纷对着重伤的天外天圣主, 露出来了鄙夷不屑之色, 灵天宇见没有瓦解成功, 不打算磨嘴皮子了, 瞬间枪身一阵, 天外天圣主直接化为了碎片, 一代枭雄就此卷落, 灵天宇手持用母枪, 将其收了起来, 和红颜等人交手那是不可能的, 这里没有一个人是他们的对手, 红颜一个人都可以灭了他们所有人, 六狱的人也没有现身, 灵天宇不傻, 知道他们看着呢, 只是没有出面, 就是那两个老家伙也看着呢, 只要红颜一动手, 他会立刻捏碎博弈道军给的吊吹, 先镇住他们, 就是那两个老家伙也要镇住, 到时候不是谁掌控谁了, 局面会出现变动, 要重新安排, 至少暂时不会动手, 他会安全下来, 就看吊坠的实力了, 天外天圣主一遜落, 红颜等人要动手, 解决了四大圣地, 红颜抬手下了令, 瞬间后方的人冲了下来, 嗷嗷的叫, 红颜更是没有留守, 现身灵天宇三不远处, 一拳轰了下去, 所有人都看着红颜的人已经降临, 大战一触即发, 看着红颜那强大不可反抗的力量过来, 灵天宇左手早已过紧那吊吹, 瞬间捏碎, 轰隆隆, 捏碎了瞬间, 整个上古剧烈的晃动起来, 红颜的攻击都化为了粉碎, 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攻击在晃动当中化为了粉碎, 红颜都诧异起来, 突如其来的晃动, 让正动手的红颜布甲全部停了手, 体内的力量, 背骨神秘加力加热了下去, 双脚都动不了, 邓舟等身也是, 红颜凝阳等身也是, 灵天宇自然也避免不了, 搜, 一道光芒现身, 砰, 红颜突然被震飞, 口吐鲜血, 瞬间被冲伤, 就只是一道光芒现身, 就如此大的力量, 灵天宇除了震撼, 还是震撼, 这吊锐太强了, 呜, 光芒消失, 一道身影现身, 身着灰色长袍, 鹤发童颜, 全身散发着光芒, 给身一股不可徐悦的压力, 咻, 子狼者一弹手, 一声破空之声响起, 攻击下来的红颜布甲, 全部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握住, 瞬间被甩了回去, 全部回了红骨, 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咕噜, 红颜等人见此一幕, 傻眼了, 这突然现身的人是谁呀, 就只是一个弹手, 他的人全部被甩了回去, 一个人砸在地上产生的波动脚, 那么多人一起砸下, 可不是一股小波动, 红颜的部下全部被砸得重伤, 实在是可怕, 这老者便是博弈道军的师父, 这实力真是不可想象, 红颜等人被镇住, 还在观看的六玉之人, 还有那两个老家伙也被镇住了, 全部不敢吭声, 尤其是他们两个老家伙一直都反应不过来, 没有想到他现身了, 这, 这怎么可能啊, 难怪灵天鱼敢动手灭天外天, 甚至见到红颜都不怕, 是有后台, 有恃无恐啊, 砰, 红颜等人也没有躲过, 一并被生回了红骨, 本来红颜就重伤了, 现在更是重伤, 冥阳等人也一并重伤, 那老人做完这一切, 抬头看向虚空处两处方向, 要看, 就大大方方地看, 偷偷摸摸地看, 不觉得丢人吗? 狼者开了口, 那声音当中充满了不怒而微的口气, 灵天鱼听到, 顺着眼神看向了两处虚空, 知道六玉的人, 还有那两个老家伙在看, 哼, 一声冷哼, 老者消失不见, 天地恢复平静, 大雨再次下来, 谁都没有出息, 老者现身的时候, 大雨停了下来, 这样的情况, 实属难以想象啊, 上古再无天外天势力, 红颜等人全部重伤, 短时间内是很难恢复过来, 灵天鱼的目的达到了, 震住他们了, 六玉的人没有动手, 自然不会再下手, 两个老家伙也没有动手, 也是震住了, 暂时安全下来, 爸, 妈, 灵天鱼转身看着自己父母道, 天外天的地盘, 你们四大圣地接手, 我不管上古的事情, 好, 灵战青夫妇点了点头, 心里满是自豪, 一己之力力挽狂澜, 和他们老祖宗灵神第九的一拼, 灵天鱼转身带着他的师兄, 还有鬼族的人打道回府, 上古已然结束, 灵天鱼可以暂时松一口气, 安排安排事情, 准备炼制分身, 先进入九重天看看, 四大圣地重新掌控了上古, 天外天成为了过去, 四大圣地可以好好地打理上古, 红颜他们都被重伤, 那些部下也是如此, 至少一年内不可能折腾起来的, 九十六玉也是如此, 至于那两个老家伙已经被镇住了, 被直言说偷偷摸摸地看, 要是敢献身的话, 早就献身了, 不会如今没有动静, 博弈道军的师父确实实力强, 虽然不知道是谁, 这份实力不是一般的强, 灵天宇看得是真真实实的, 这一次灵天宇完全是放心了, 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炼制分身, 顺便看传承, 稳步提升实力, 要不是他们两个老杂碎, 灵天宇六年后都是红骨修为了, 说不定会更高, 绝对不止是寒武修为, 他们耽误了灵天宇太久, 剁成肉酱都是轻的, 现在不是他们说了算了, 博弈道军的师父镇住了他们, 不管老者是谁, 只是知道镇住了, 争取到了时间, 灵天宇现在可以全力继续自己的事情, 上古依旧还是大雨瓢泼, 从开战到红颜等人献身, 再到捏碎吊睡, 两个小时都没有, 毕竟这场暴雨会持续八个小时左右, 此刻天未亮, 灵天宇回到了都市, 在卫生间内用凉水冲刷着自己的身体, 洗去身上的雨水, 他只是亲自动手灭了天外天圣主, 一样承受的加厉不小, 毕竟被人盯着, 直到吊水捏碎的那一刻, 退敌后才算是放心下了, 灵天宇和安兰也在没多久后, 知道了天外天被灭的消息, 何家, 逍遥府等家族也都知道了, 何家老祖宗也在上古的自然会知道, 华妃妃, 唐诗瑶, 沈梦希, 自然也都知道了, 毕竟都是一流隐世大家族, 消息都连着了, 灵天宇冲了冲凉水澡, 准备休息, 动手之前是放松了, 那只是放松, 不是真正的放松, 天外天被灭, 成功镇住六玉和两个老家伙, 可以说, 他减轻了很多的心理加力, 他要好好地睡一觉, 喂, 灵天宇拨通了先祖灵天雪的手机号, 吩咐道, 剑左, 五天内, 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不要打扰我, 我要好好地休息一下, 我知道了, 灵天雪点了点头, 挂了手机, 他知道, 灵天宇动手之前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可以说, 从出关后, 真正的休息时间没有几次, 如今天外天被解决了, 完成了心理一桩大事, 接下来就是红骨罢了, 盖他好好地休息, 安兰就在灵天雪身旁, 听到了手机里面的话了, 也没有去打扰, 灵天雪已经吩咐了下去, 任何人过来, 反上来找灵天宇的, 一律推后, 灭了天外天, 他的师兄弟们都会过来问问接下来怎么办, 打到回府的路上没有问, 天亮后一定会过来问的, 果不其然, 邓舟等人过来, 被灵天雪拦了下来, 也解释了, 邓舟等身也亮起, 小师弟的压力比他们重, 让他好好地休息了, 尤其是邓舟, 专门拿来了一种养神的檀香, 让灵天雪悄悄地点燃, 放在卧室内, 有助于睡眠的, 灵天与这一次交手, 博弈道军从头看到位, 还有他的大师姐西兰, 也隐身看着, 毕竟博弈道军同意了的, 看到民事后, 才放心回来, 西兰也是有大师姐的方, 也极为负责的, 至少全城都在看着, 灵天与有这么一个负责的大师姐, 那是他的福气, 别人想有还没有呢, 咕噜噜, 咕噜噜, 卧室内, 灵天与沉重的呼噜声响起, 看得出来, 他很累, 有时候经理上的压力很累, 比起来身体上的还要累, 精神压力远比身体压力大很多, 那檀香还真是有助于睡眠, 期间安兰来看过, 有些不放心, 给灵天与拉了拉被子, 俨然和妻子没有什么区别, 客厅内, 灵天雪处理着灵家的事情, 苏若熙送过来了奔马方地上这半年的盈利, 赎金灵家的底蕴可以说, 不比都市中任何一个家族差, 灵家经历了灭亡, 在灵天与手中再现辉煌, 让他们进来吧, 灵天雪还在看着送过来的盈利, 便接到保镖的电话, 沈梦熙三女过来了, 知道他们得知灵天宇在都市别墅, 灵天雪没有阻拦他们, 这三女都是追求灵天宇的女孩, 跟其他人不一样, 不能当坏人的, 想看也只能是偷偷地看, 站在门口看两眼就可以了, 毕竟灵天宇在休息太累了, 沈梦熙三女也算是执着, 为了灵天宇真是够拼的, 上古结束了战斗, 安静了下来, 可仙世一族内正是火药会弥漫呢, 仙世一族族长仙龙腾出关, 六门七殿负责人将灵天宇到来的事情说了, 也说了邵族长仙艳青做的事情, 仙龙腾大怒, 整个大殿内没有一人敢为其说一句话, 族长生气, 谁敢拦呢, 仙艳青也不值得同情, 他们可是劝说过的, 执意这么做, 自己作的, 我一巴掌拍死你, 仙龙腾越想越气, 起身要动手, 跪在大殿内的仙艳青, 从没有见过自己父亲如此生气, 吓得不敢抬头, 感受到父亲释放过来的攻击, 根本反抗不起来, 他知道自己父亲下了杀心, 只是想不到会真的下手, 他们是亲父子, 六门七殿的负责人都没有出手的意思, 仙艳青不值得同情, 魔族圣祖当年做了什么, 他们都历历在目的, 仙艳青闯大祸了, 就是闯大祸了, 族长仙龙腾不可能罢休这件事情的, 没有当年的魔族圣祖, 就没有除境的仙士义族, 这是实话, 也是不可抹杀的事实, 仙龙腾, 你至于吗? 攻击即将降临仙艳青身上时, 一女子的声音响起, 仙身仙艳青跟前, 化解了那致命一击, 仙身之人一中年女子, 说是中年女子, 其实也是一个老怪物了, 此女仙龙腾正妻, 仙艳青的亲生母亲, 母亲? 仙艳青见自己母亲现身, 整个人仿佛虚脱了一般, 激动的喊道, 只要他母亲出面, 一定没事了就, 女子示意儿子起来, 狠狠地瞪了一眼, 守卫上的仙龙腾, 一件小小的事情就如此, 亲生儿子都下得去手啊。 仙龙腾见儿子转了起来, 没有说的, 一股强大的威严过去, 瞬间加热了下去, 仙艳青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地板都磕碎了。 仙龙腾, 你有完没完了。 女子见丈夫还来, 直接翻脸道, 都多少年的恩情了, 不就是有过恩拒绝求助吗? 你跟儿子过不去干什么呀? 六门七殿负责人听到祖赏夫人的话, 纷纷在心中摇头, 这下可毁了。 仙艳青的少祖赏位置不用想了, 这一次是彻底保不住了, 完全丧失了继承祖赏之位的资格。 儿子糊涂, 最忌惨的是母亲也糊涂, 出手化解护儿子没有错, 毕竟是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可在大师大妃面前认不清楚, 那可就坏了。 仙龙腾从来对认不清大师大妃的神, 看不在眼中的。 传令下去, 我夺鲜艳青的少祖赏之位, 先是一族族谱, 不得由他的名字。 仙龙腾毫不留情地下了令, 少祖赏之位, 由长女仙月如继承。 仙龙腾直接任命自己的长女将来继承祖赏之位, 生了这么一个儿子, 实在是失望, 平常销伤跋扈都不算什么, 大事性上再来这种, 没说的, 没必要在先是一族了。 仙龙腾还在乎妻子的面子, 只是说祖谱不得有他的名字, 言万之意就是驱除出先是一族, 只是说的比较委婉了点。 仙龙腾, 你敢! 女子听到丈夫的话, 气得身体发抖, 怒使守卫上的仙龙腾, 大发雷霆道, 为了这么一件小事, 你要废了儿子的少祖赏之位, 你到底有没有当爹的样子啊? 吴晓, 我今天告诉你。 仙龙腾不再留面子了, 站了起来, 走下守卫道, 你知道的, 当初少祖赏之位本就不是他的, 他能担起来这个担子吗? 自己几斤几两没有点数啊。 仙龙腾看着城市不足办事有余的儿子道, 当初是谁出手就对? 哎? 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怎么吩咐的? 我又怎么交代他? 别让人家魔族看不起我们仙士一族。 仙龙腾早就有了费少祖赏的想法, 闭关后让儿子打理族内的事情, 就是试探这么多年有没有长进。 现在好了, 一下子暴露了, 完全担不起来祖赏的担子。 他的长女鲜血熟, 虽是女性, 却能力出众。 女子继承祖赏也没有什么, 他完全同意, 相信六门七殿的负责神 也没有意见的。 无想被丈夫的话说得无言以对, 当初身陷绝境时, 是魔族圣祖赶过来出手的。 这是一份救命之恩? 想想自己刚才说的话, 无想确实觉得自己忘恩负义了掉。 现在再看儿子的模样, 赎金一看, 确实是有些扶不起来了。 比起来闺女仙月熟差远了, 被仙龙藤当途一棒, 看来是被打醒了。 柳门七殿负责神, 跟我去都市, 寻找圣祖后身林天宇。 仙龙藤狠狠地瞪了一眼不生气的儿子, 吩咐道, 仙燕青哪敢坑一句话, 保住命就不错了。 祖长, 我已经让人查到了, 还有此生的资料。 驼贝老者站了出来, 在林天宇离开后, 他就派人前往了都市去调查林天宇。 不查还好, 一查可了不得。 嗡! 驼贝老者右手一挥, 调查地拿了出来。 念, 仙龙藤道, 都市海北别墅, 在北郊区, 还有一处在死人山, 上古顶梁柱, 板是星天老君门下, 重建林家, 火行绝地圣鼠。 驼贝老者将调查到的念了出来, 聊聊几句话将一切说了出来。 对林天宇在上古的地位, 说得极为一针见血。 吴晓在一旁听到, 震撼得不轻。 就是仙彦卿也彻底震住了, 甚至恐惧。 竟然板是星天老君, 暂且不说他的师祖洪狂祖师, 就单说他的师叔都是鼎鼎有名的大人物。 可疑惑的是, 这么大的背景, 为什么还来仙士一族求疏呢? 仙彦卿不解, 驼贝老者等身更不解, 吴晓更不用提了。 不愧是圣族的后代。 仙龙腾无比感慨道, 要是他的儿子, 有人家一点本事就好了, 可惜, 烂尼扶不上墙。 去都市。 仙龙腾没有再停留, 但是六门七殿的人浩浩荡荡地离去, 现身都市。 驼贝老者带路, 现身海北, 找到了那座别墅。 何人? 仙龙腾众人落在别墅外, 立刻被保镖围住, 全部警惕着。 竟然敢闯进来, 一点礼貌都不懂啊。 我是仙士一宿族少, 仙龙腾, 来见你们灵家家主, 林天宇。 仙龙腾倒是有礼貌的。 不好意思, 各位请回吧。 一保镖走了出来, 道, 我们家主在休息, 郑可真不得大手, 请回吧。 还有, 仙士闯进来之事, 我林家不计较, 下不为例。 仙龙腾听到这话, 也没有生气, 而是耐心道, 你去禀告一下, 就说, 仙士一俗来见, 你们家主定然知道什么意思的。 请回吧。 那保镖依旧坚持自己的职责, 没有放他们进去。 仙龙腾等人 都是强者, 想进去, 没人敢挡他们, 或者说, 根本挡不住。 但果然是道歉的, 还是要礼貌点的。 组长, 不等仙龙腾说话。 林天宇但是安兰走了出来, 沈梦西三女也倒是没有走, 也一并跟了出来, 保镖盲行李。 仙龙腾看到林天宇, 将目光盯在了安兰身上, 他的修为最高, 是红骨修为, 在他仙士一俗内, 也是不可多得的存在。 组长, 很像月牙圣人啊。 驼背狼者等人也顶着安兰, 他们和星天老君等人, 有过一面之缘, 也见过月牙圣人的, 毕竟当初和红颜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多少会知道一些。 的确啊, 仙龙腾点了点头, 他也觉得像。 你们是何人? 林天雪看着仙龙腾等人问道, 在下, 先是一粗粗少, 来见林天宇。 仙龙腾很是客气道, 过几天过来吧, 林天雪婉拒道, 这两天不行。 林天雪没有说原因, 想来婉拒了, 这些人修为看不透的, 一定是强者, 知道什么意思的。 仙龙腾文言, 想了想,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不像是故意的, 一定是有原因。 仙龙腾在心中想了想, 既然说了过几天来, 那就过几天来, 反正已经知道了在这里, 也走不了的。 来到都市, 也只是眨眼间的时间。 那好, 齐天后我过来。 仙龙腾和林天雪决定了时间, 最后告辞离去, 整个别墅外恢复了平静, 林天雪等真姐回了别墅。 安兰和沈梦西三女, 倒是聊得热火朝天, 熟悉得不行, 女人与女人之间, 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恐怕再加上段燕燃, 更热闹了酒。 沈梦西三女, 可是和段燕燃宣战过的, 要公开追林天宇, 还算是相安无事。 能够得到这么多美女的青睐, 也是林天宇的本事, 别人享有还没有呢? 仙龙腾带着人卷路返回, 等着七天后再过来。 仙岳厨深圳邵组长的消息, 已经传遍整个六门七殿, 至于仙岩清, 自然没有了新世的光芒, 变得黯然无色。 谁是少族长, 也是仙龙腾的一句话, 是人家仙士一族的内部事情, 其他人管不了的。 大殿内, 仙龙腾坐在守卫上, 没有看任何东西, 跟前的桌子上, 只放着一散发着, 鸟鸟金军的茶杯, 茶香飘香四溢。 六门七殿的负责人, 倒是没有在。 地, 大, 大, 大殿外传来脚步声, 驼背狼舍走了过来, 手中拿着很多从都市送过来的照片。 族长, 这是您小的照片。 驼背狼舍将手中一打照片放在了桌上。 下去吧。 仙龙腾摆了扳手道, 照片一共三十一张, 上面只有一个人, 就是林天宇。 只是不明白的是, 这仙龙腾拿林天宇的照片干什么呀, 都知道在哪儿住上了, 见面也是迟早的事情, 完全没必要。 仙龙腾一张一张地看着, 脸上出现了满意, 喃喃自语道, 果然是魔族圣族的后代, 眼神都已。 魔族的气势是与生俱来的, 不可能改变的。 又是一瞬脚步声, 以身处白色长衣的曼妙女子走了过来。 父亲, 女子行李叫了一声父亲, 坐了家来道。 不知道父亲叫女儿过来, 所谓何事? 看看这些照片, 这照片上的人满意不满意啊。 仙龙腾将照片右手一挥, 漂浮在了女子的跟前。 这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她的长女, 仙月如, 也是现在的少族少。 仙月如将照片一张不落地看完, 这男子任何时候都会警惕, 眼神晶晶有神, 身高不低, 双脚后脚跟不着地, 是个不错的男子。 仙月如简单地点评了点评道, 是不是你的恶标准啊? 仙龙腾笑道, 让她女儿过来, 就是说这件事的。 她女儿也老大不小了, 就是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恕她的法眼, 起码有个伴侣也行啊。 她也是突发奇想, 要来林天宇的照片, 看看女儿能看上不能, 要是能, 那可是好事啊。 还能够七天后, 去见林天宇的时候, 带着女儿见见面。 这是魔族圣祖的后代, 论背景, 身份, 地位, 都足以和先是一族媲美。 稳稳的门当户对, 仙月如, 被仙龙腾的话困住了。 这哪能看出来啊? 仅仅一个照片, 只能说熊茂过得去, 其他的能不能达标, 还是一说呀。 熊茂过得去, 仙月如也没有避讳这个问题道。 好, 七天后, 你跟我去一趟, 先看看。 仙龙腾道, 仙月如没有意见, 就当是相亲, 也没有什么事情。 七天的时间也不算短, 倒也过得快。 林天宇连睡五天, 睡得身体有些发麻, 刚醒没有多久, 正靠在床上揉着太阳穴呢? 沈梦西三女早已离去, 毕竟不可以一直待在这里, 看了后, 心里有个念想, 自然离开, 回公司处理事情去了。 五天的休息, 也算是休息了过来。 接下来, 她要练至分身, 提前进入九重天。 一身休闲服穿好, 林天宇离开了卧室, 来到客厅, 喝了几口水, 坐在了沙发上。 林天雪给林天宇, 倒了一杯醒神的茶水, 将仙世一族过来的事情说了说。 闻言, 林天宇急为意外, 很是好奇, 问了问, 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就只是说找你, 林天雪回道。 我知道了, 林天宇点了点头, 就看看仙世一族, 找到什么事情。 估计是上次去, 被对回来的事情。 十有八九, 是过来说这件事的。 反正念之分身, 也需要耗费一段时间, 浪费几天的时间, 就浪费了。 林天宇没有离开别墅, 偶尔在别墅外转转, 安兰倒是期间过来了, 他也没有什么事情。 约定的时间? 七天的时间很快到。 仙龙腾弹着女儿来到林家别墅外, 这一次没有人拦截, 林天雪吩咐了的。 六门七殿的负责人没有带过来, 仅仅父女俩过来了。 林天宇是一二人座。 何事啊? 林天宇参出来个差不多, 明知故问道, 那天的事情很抱歉, 我那儿子不了解, 所以还望别放在心上。 仙龙腾也是一个爽快人, 没有墨迹, 直接说了出来。 过去的事情, 就没有必要再提了。 林天宇摆了摆手, 现在事情都解决了, 说句不好听的话, 他现在有的是时间纠练, 仙是一族, 根本用不上。 仙月蜀从进来到坐下, 一直看着林天宇, 看看此人, 符合不符合其他标准, 完全是相亲来。 仙龙腾见林天宇挺好说话的, 知道没有什么事情了, 魔族和仙是一族, 还是朋友。 啊, 介绍一下, 这是小女, 仙月蜀。 仙龙腾不忘介绍自己女儿道, 仙月蜀忙礼貌地点了点头, 林天宇也出于礼貌, 点了点头。 没有什么事情, 离开吧。 不等仙龙腾还说什么, 林天宇下了诸客令。 见也见了, 说过魔族和仙族一族不再联系, 就是不再联系, 道歉可以接受。 重归就好, 那是不可能的。 不是他小气, 而是仙艳卿的态度, 让他极为不爽, 一副高高在上的强势, 让他极为不舒服。 说过一刀两断, 就是一刀两断。 仙龙腾被林天宇突然的逐客令, 整得有些懵, 还想多聊聊呢, 联络联络感情, 直接下了逐客令。 一旁的仙月蜀, 秀眉紧重, 在心中, 为林天宇这一个不礼貌的举动, 打了一个不及格。 仙龙腾自然极为尴尬, 被突然下了逐客令, 认谁也会觉得尴尬的, 好在是仙士一族的族长, 可以做到没有表情变化。 仙月蜀可就没有他父亲那样的精力素质了, 毫不犹豫得到, 看来魔族圣祖的后代, 也是一个极为不礼貌的人, 不知道让他老人家知道了, 会作何感想啊? 言外之意就是说魔族子孙不礼貌, 客人上门一没有礼貌, 而是诚心过来解除误会的, 刚来话都没有说几次, 直接轰走, 实属没有礼数啊。 林天宇文言只是淡淡一笑道, 哼, 魔族子孙有没有礼貌, 和你无关吧, 魔族也不是你可以绑架论断的吧, 我魔族有没有礼貌, 需要向你汇报。 林天宇连问三个问题对了回去, 被一个女神教训, 他还差了点, 他林天宇做事, 他人无任何资格评论。 不见得吧, 仙月书倒是没有爆发脾气, 而是很优雅地伸出玉手梳理梳理了刘海道, 我先是一族, 和你们魔族也是视角, 纵然多年不联系, 那也是视角。 你的辈分贱可兰说, 还得遵循我父女俩一生前辈, 这是礼数。 这话倒是不错, 林天宇按理兰说, 还真要叫一生前辈, 可惜, 那只是两家韩氏视交的时候, 如今可不是啊。 哼, 别太高抬自己了, 林天宇拿起来桌上的水果, 包开了一个橘子道。 我说过, 魔族和仙是一族再无联系, 各走各的, 你们没有必要过来的, 我是去了你们仙是一族, 去寻求帮助, 现在想想的话, 那个忙, 你们也帮不了。 林天宇还真不是小看仙是一族, 而是客观事实, 阿尔神来自于失落之地, 纵然仙龙腾和魔族圣祖是同一辈的人, 也不见得可以帮上。 至少在林天宇眼里, 是这样认为的, 可以说, 他固执地认为, 说出去的话, 没有收回的可能。 仙龙腾一听林天宇没有原谅, 不由得着急起来, 他亲自过来, 就是解开矛盾的, 还以为悬亮了呢, 这倒好, 人家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你我二家是视角, 我亲自过来, 也是来兵士的, 不管怎么说, 咱们两家还是要多走动走动的。 仙龙腾倒也是一个人物, 肯低头, 比起来他儿子的态度, 好得太多太多。 可惜, 说出去的话, 岂能轻易收回啊? 他林天宇是谁? 林家真正的掌舵者, 火行绝地的圣主, 四空之主的身份, 这还不包括, 他是星天一脉目前的领头神, 说出去的话, 可能收回吗? 于情于理都不可能收回的。 监组长, 我林天宇说出去的话, 收回来是不可能的。 说是断绝, 便是断绝。 林天宇道, 你可以说我小气, 我都无所谓, 有些事情一旦裂开, 很难愈合的。 回去吧, 林天宇态度还是极为好的, 至少客气得很。 当初的白凉山老人等人和他为敌的时候, 没有动手杀他们, 至今也没有原谅, 一样的道理, 先是一族, 也是如此。 林天宇, 你别太自以为是了。 仙院如作不出了, 数落起来林天宇道, 我不信你能够走多久, 魔族都被驱逐出域外了, 你能够折腾起来什么浪花? 是啊, 折腾不起来了, 林天宇根本没有抬头看千月除, 这个话题没有必要争执, 想怎么说, 就怎么说。 仙龙腾道是没有阻拦女儿的数落, 林天宇的话让他多少有些生气, 只是未表现出来罢了, 毕竟是仙是一族的族长。 哼, 仙院如冷亨一声道, 你是破罐子破摔? 没出息, 上你们老祖宗, 魔族圣祖知道了, 得弃云不可, 你的智商真是低。 他也是真的生气了, 他父亲亲自过来道歉, 已经不容易了, 也是看在当年的恩情上, 和仙士一族世交, 对林天宇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一旦和旭外发生摩擦, 仙士一族一定可以助林天宇一臂之力, 这是好事情, 别人都求不来的, 还摆上了谱了。 林天宇放下了手中包好的橘子, 不禁不慢道, 我魔族的事情, 就不用你操心了, 也轮不到你操心。 哎呦, 我智商不低, 比起你来, 甩你十条件。 说到最后一句话, 可以说是毫不留情, 完全没有给面子。 你…… 仙月如被林天宇这种自信, 气得不轻, 在她眼里, 这不是自信, 而是自我。 哼, 说你智商低, 就是低, 不信, 我们试试看。 仙月如强行使自己不生气, 今天非得让她认识到自己的不对, 她父亲亲自过来, 不能丢了面子, 回去了, 足身一问, 被人家下了逐颗令回来的, 这面子往哪里割呀, 脸上无光的。 林天宇见仙月书没完没了, 有些不耐烦起来, 也知道, 不和她过过招, 是不行了, 答应了下来。 她智商怎样, 她是知道的, 兴不着其他人评论。 你要是可以对说来我的对联, 你智商就够了。 仙月书嘴角微微一扬道, 似有奸计得逞, 说是测试, 是让她丢丢人, 是对她的无理进行反驳, 站在仙月书的位置上, 这样做, 没有错。 同样反之, 林天宇也没有错, 只是各有各的想法罢了。 好啊。 林天宇丝毫不怕, 任凭她出对联, 看看能够出什么娇额子。 仙龙腾没有说一句话, 他也认为, 该让林天宇认清自己, 有他们仙师一族的帮忙, 会少很多麻烦的, 起码可以挡下来很多对手, 也是为了林天宇好。 你听好了。 仙月书正经微作, 倾起朱唇道。 知美亡两, 四个小鬼两诈。 这对联不错, 一般人不见得可以对出来。 仙月书不信林天宇能够对出来, 他自有熟读四书五经, 肚子里面的墨水多得是, 不信让他丢不了人。 林天宇才多大, 肚子里能有多大的墨水啊。 仙月书就是抓住了这一点, 不让他好好地丢掉人, 是不可能的。 怎么? 对不出来? 仙月书见林天宇不吭声, 一副高高在上的气势, 俯视着林天宇这个鼠臭未干的小子。 林天宇看着仙月书, 一副高高在上的气势, 不由得摇头一笑, 随口说出一对道。 琴瑟琵, 八个大王四诈。 痴妹王两, 四个小鬼两诈, 琴瑟琵, 八个大王四诈, 公正严谨, 极为对身, 或许诈字不文雅点, 但是对上了也无伤大雅。 林天宇肚子里的墨水还真是不少, 可能比不上仙月书这位活了很多年的老怪物, 但对对联, 这种小儿科的东西还是极为熟悉的。 原本高高在上的仙月书, 听到对的, 瞬间眉头一皱, 竟然对出来了。 仙月书太小看林天宇了, 他只是很少说话罢了, 是懒得对。 离开吧, 林天宇摆了板手道, 想让我丢神, 就别用手中, 要不就打一场, 看看我怕不怕。 林天宇之间下了狠话, 他真的没有怕过谁, 只能说是忌惮。 仙月书见林天宇还是下了逐客令, 彻底爆发了, 也知道被看出来小心思了。 林天宇, 你别后悔。 仙月书指着林天宇的鼻子道, 我从不后悔。 林天宇抬头瞥了一眼他道, 我林天宇怕过谁呀? 我敢站出来扛起来星天一脉, 就没有怕过, 也就忌惮忌惮惮吧。 你们的好意我心灵了, 但我林天宇说出去的话, 很难收回, 除非给我一个理由。 林天宇很决绝, 就是不收回, 他只是生气, 仙月书这样的做法。 仙人是一族出手, 确实可以抵挡下来很多敌人, 可他林天宇怕吗? 他最大的敌人是谁呀? 那两个老家伙, 现在都被牵制住了, 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的事情, 根本不在乎的。 你…… 月如, 仙月如还想说什么, 被仙龙腾阻拦了下来, 起身看着林天宇道, 是我儿子的态度吧。 你放心, 我儿子只能是我儿子, 不代表仙世一族, 他已经不是仙世一族了, 现在少组长, 是我女儿倔如。 咱们后会有期, 无论你和我仙世一族联系不联系, 但凡有事情, 我仙世一族, 必定帮帮帮场子。 仙龙腾说完, 但是还在气头上的女儿, 离开了林家别墅。 态度突然转变, 林天宇也没有说什么, 准备炼制分身。 他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红骨的麻烦必须解决了, 一旦实力成熟。 离去的仙月如, 很是不解, 父亲说的那话, 就是热脸贴冷屁股, 都不怜起了, 还承诺那些话干什么。 父亲, 你,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仙月如想问, 被仙龙腾直接打断道, 我们站在林天宇的位置上想, 他没有错, 起先我也没有反应过来, 后来他说的话, 让我醒了过来, 他是星天一脉的领头人, 也是顶梁柱, 说的话, 那是什么呀? 那是金口欲言, 他掌管着整个星天一脉, 话极为重要, 不能轻易收回。 一旦收回来, 试问, 咱们先是一族的人, 会怎么看待? 难免会说, 原来林天宇也是一个出而反而的人。 仙龙腾已经理解了, 林天宇为什么不原谅, 不恢复联系不是没有道理, 话里多次提及, 不能收回, 全家没有错, 要错也只有他那不争气的儿子有错。 仙月如听到父亲的话, 心里思考起来, 这么一想, 确实如此。 想到这里, 仙月如也消气了, 父女俩返回了仙世一族, 林天宇也离开了海北, 去了死人山别墅内。 准备了准备, 开始炼制分身, 需要耗费一段时间, 先炼制出来一个再说, 进入九重天, 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一番准备, 林天宇晚上离开了死人山别墅, 来到了昆阳山, 开始炼制分身。 想要炼制出来分身, 就得将灵魂精神割离出来一部分, 慢慢地将其运养大, 使其成形。 不仅仅需要力量来运养, 还需要药材。 药材之力, 什么时候用都不过时。 他回死人山就是拿药材去的, 需要大量的药材, 也有珍贵药材, 像万年人参, 都是珍贵药材。 好在没有罕见药材, 也算是一件好事。 林天宇一心三用, 一边割离出来灵魂和精神, 一小部分就可以了。 灵魂和精神只要不过多, 会缓缓地恢复。 之前林天宇不敢这么做的, 只能说是修为术, 现在不一样了, 今非昔比, 一边熬制药材, 一边看传承, 倒是没有什么加力。